欢迎收听由甘草儿、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55集 就在乔蕾蕾准备花式螺旋推尾的时候 梁老爷子打电话过来了 你说蕾蕾在哪儿呢?还没到啊 刚刚有点事耽搁了一会儿,马上到 挂了电话 梁湛亭毫无预兆地贴到乔蕾蕾的身边 像是要惩罚她似的,狠狠地亲了她两下 回报的事我先记在账上 晚上回去再慢慢聊 她的情意收放自如 倒是乔蕾蕾,半天都还红着脸 心中除了甜滋滋之外 还有一点点不敢说出口的瑟瑟发抖 看样子,今天晚上是要面对一场恶战了呢 凤城 西瑞奥斯教堂 今天的教堂因为婚礼而布置得华丽醒目 宛若一个穿金带银珠光宝气的贵妇 西瑞奥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据说是一名传教士来华游历的时候 途经此地 见水草鲜美湖泊澄澈如镜 于是自套腰包请工人建了这间教堂 但人们总是愿意相信自己所相信的 比如说 认为这间教堂是一对隐士高人建的 毕竟这间教堂和传统的教堂不一样 不少的细节中透出中西结合的味道 他们都说 这对隐士高人是一对神仙眷侣 曾经将这里视为自己的堡垒 不过后来 因为这里参观游玩的人特别多了 而且还有些土财主 哦 还仗着自己有钱 自以为是 打扰了神仙眷侣的生活 所以啊 高人们搬走了 将这块地方留了下来 斯敏不是奉承本地人 而作为老土著的温严 则自然而然的担负起了 给他介绍细节的工作 林末了 温严侧过头 看了一眼 正挽着自己手臂的可爱女人 笑道 我觉得 那对隐士高人 肯定是像我和露露一样的恩爱眷侣 斯敏正在吃布置在草地长桌上的抹茶布丁 他这一口甜品还在喉咙里面咽下去呢 差点被温严这顿秀恩爱的操作给催吐出来 旁边的圆灵都看不下去了 推开自己的男朋友霍恩锦 拉着斯敏到别处去拿酒水和甜品 两人路过门口的时候 正好见到迟到的乔梁夫妇 乔雷雷身上穿的杏粉色礼服 他们俩已经见到了同款 但别人穿上身的感觉和乔雷雷所表现出来的感觉那是完全的不同 所以到底是人挑衣服还是衣服挑人呢 斯敏发出由衷的感慨 别人见到你都会自卑的吧 乔雷雷一笑复之 拍拍梁湛亭的手臂示意她去自由活动 自己则迅速融入闺蜜小团体 等丈夫一走 乔雷雷就像倒豆子似的和朋友们说起了自己刚才被人轻薄的遭遇 畜生呀 没见过女人是不是 温妍一激动起来就容易忘形 她女朋友露露都被她凶神恶煞的状态给吓了一跳 斯敏同样一愤填膺 有没有这么差 这可是她朋友的婚礼 海王之所以成为海王 就是因为他们捕猎的时候 根本不需要考虑任何其他因素 说话的是霍恩锦 她戴着一副戏边眼镜 看起来很是斯文 不说话的时候就像一个逼真的人形雕塑 没有攻击力和杀伤力 但咒人听到她的声音 就像感受到了一股涓涓细流 清澈干净 悦耳明朗 云玲轻轻地拉她的衣袖 说得好像你很懂的样子 哦 我大学时有个室友也总是这样 不分场合的聊门 有一次冒犯了老师的女儿 给自己赢得了光荣的留校查看机会 霍恩锦耸了耸肩 微微一笑 温言小两口被逗笑了 圆灵和思敏也相识一笑 乔雷雷虽然在低头喝果汁 没有表现出她明显的情绪 可她的心里也对霍恩锦这个人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挺幽默的 又比较斯文 外形看起来和圆灵很相配 乔雷雷单手脱腮 无意间就走神了 她见过梁湛亭严肃的一面 也见过她毒蛇的一面 却没有在她身上发现过幽默风趣这种特质 忽然的 就有点期待看到她这样呢 哎 雷姐 你在这儿呢 大家都在找你呢 仪式快要开始了 过来准备吧 一个姐妹团成员小跑过来通知的 小闺蜜团众人一听说 乔雷雷又要跟那群睁眼瞎 甚至可以说恶毒心肠的姐妹在一起 瞬间就坐不住了 我们陪你一起过去 圆灵和斯敏立马站起来随行 仪式流程走得很顺利 现场的夕阳乐团奏响了梦中的婚礼 乔灿尔穿着她价值二十三万的婚纱 在乔卿尘的陪同下 缓缓自教堂大门外踏着红坛走入 乔雷雷和其他姐妹团的成员走在后面 在她前面的姐妹是代替季之文来的 她没有参与过彩排 所以这会儿显得特别紧张 而她身上的礼服也显得格外的不合身 和她并肩走的男伴更是对她爱搭不理的 而相比之下 身边空缺了男伴的乔雷雷 反倒轻松 就在她将要踏上红毯的那一刻 一条弯曲的手臂忽然闯入她的余光里 晚上 乔雷雷诧异 抬眼 见到身边的人是梁湛亭 更是震惊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再不跟上就掉队了 我可不想成为焦点 她轻声提醒 耳旁月声轻快 教堂上空不断由无人机撒下片片新鲜的粉色玫瑰花瓣 似想充斥着婚礼的喜气 乔雷雷忽然产生了一种错觉 今天是她嫁给梁湛亭的错觉 这不能怪她 因为当初乔梁夫妇结合的时候 是原主经历了那场婚礼 而不是现在的她 所以 尽管她有那一部分的印象 却像是被强行植入脑海中的印象 一点也不真实 而现在 眼前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后来的事情 在乔雷雷的印象中都是模糊的 她不会告诉任何人 她将这一天 标记成了她嫁给梁湛亭的日子 仪式结束之后 周涵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 手里还拿着新款的单反相机 张罗着兄弟姐妹团一起拍照 其他人都很踊跃 梁湛亭也一反常态地积极 我们站到中间吧 她用所有人都能听到的音量 说出这句话 但这句话 明显是对乔雷雷一个人说的 大家纷纷让出空虚给他们 乔雷雷也很配合地跟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剧中梁老太太的扮演者 雨思静岳 新书上架 记得订阅分享 点评呀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 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56集 他想的是 回头找专业的人 把周围多余的家伙们 都给劈掉 只留下他的梁战亭 作为他的私房收藏照片 大家看我这里 周涵招呼道 咔嚓咔嚓 快速拍了好几张 结束之后 大家看向乔梁夫妇 一个接一个地 说着俏皮的漂亮话 听说呀 来到这里的有情人 都会得到 教堂园主人的祝福 你们已经这么 甜蜜恩爱了 让人觉得 一眼就能看到 你们白头的时候呢 太羡慕你了 雷姐 希望我以后 也能有这么 爱我的老公 被围在中间的乔蕾蕾 不得已堆出塑料假笑 并且急于拽着梁战亭 一起离开这尴尬的境地 但梁战亭 却站在原地不动 索 他压低了声音 说道 等等 梁战亭 接过周涵递来的相机 检查了他刚刚拍摄的成果 照片里除了他和乔蕾蕾之外 其余 十八个兄弟姐妹团成员都在 他是当着他们的面 数出这十八个数的 众人看着他有些怪异的举动 都变得沉默 终于 梁战亭将相机交还给周涵保管 并叮嘱他 务必保存好这张照片 并且根据他的指示 给予他们应有的结果 什么叫应有的结果 一个嘴皮子快的女孩子 紧张地问了句 没有别的意思 梁战亭的目光 像检阅一个个 没有血肉的套娃似的 给予人无形的压迫和恐惧 所有参与过伤害我太太的人 都应该得到他们所求的结果 众人顿时都惊了 这时他们长这么大以来 第一次受到这么赤裸裸的威胁 当时他们都觉得 乔蕾蕾的反应太小题大做了 毕竟也就是玩个游戏而已 有点肢体接触很正常的吧 但现在看梁战亭的反应 兄弟团的男人们 有了自己的心理解 肯定是梁家的家教太严格了 这梁战亭一看就是个 控制欲非常强的男人 这嫁到他们家去的女人 大概这辈子都无法再体会到 自由的滋味了吧 男人们在这一刻 对乔蕾蕾生出了强烈的同情心 而女人们则陷入惶惶不安之中 他们不明白梁战亭的话是什么意思 他们只知道 威廉在不久之前突然就被带走了 他们当中有人远远地看到 威廉走的时候受了伤 甚至于连站都站不稳了 所以他们会被怎样对待呢 黑暗的想象充斥着他们的脑海 他们觉得特别地无助 紧张中 有人想到了导致这一切发生的那个人 乔灿尔 而乔灿尔夫妇 这伙正在端着各自的微笑假面 向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们敬酒 姐妹团找上她之前 先被率先发现不对劲的乔婶婶给拦住了 灿尔正在忙呢 大家今天都辛苦了 稍坐一会儿等灿尔忙完 阿姨 我们好心来给灿尔当姐妹 她姐姐 哦不 她姐夫 她姐夫却要因为一点小事责怪我们 威胁我们 说不给我们好果子吃 带头来讨说法的女人 声音细尖细尖的 在现场嘈杂的环境里显得特别的刺耳 乔婶婶轻轻地皱了一下眉头 心里不喜 但面上还是耐心地安抚着 怎么会呢 大家都是讲道理的人 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旁人补充解释 还能有什么误会 不就是仗在自己有几个臭钱欺负人了 乔婶婶瞬间没了说话的欲望 她本来还觉得这件事有协商的可能性 但一听这个女的如此叫嚣 就知道她脖子上长得是榆木脑子 她的眼珠子也只是毫无用处的装饰 大家稍安勿躁 乔婶婶比刚才镇定多了 这件事情一定会给大家一个答复的 绝不会让大家夜长梦多 着急的人们只顾着讨要一个满意的说法 却没有听出乔婶婶言辞里的两面性 不出半个小时 他们十八个人 部分被解雇 部分被告知资金冻结 部分被学校因为各种原因紧急召回 还有一些直接收到了家长打来的电话 他们还从来没有听过 父母这样卑微地祈求他们不要再搞砸一切了 乔婶婶欢快地送走了最后一个姐妹 还热情地冲她挥挥手 你看 事情是不是立马就有了答复 婶婶没骗人吧 那个姐妹黑着脸 在心里发誓再也不要和乔婶儿有任何联系了 乔家这边做事风格一向如此 乔婶儿的朋友们也都心知肚明 所以没人纠缠闹事 可姬佑那边的兄弟 大多数都是家里有点背景的 他们平常清高自傲仗势欺人惯了 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委屈 因此 即便他们收到了赵魁通知 依然群情激愤地要找姬佑出头 我们是来参加婚礼的 莫非这就是你给我们的分子礼物 说话的麦文和姬佑是发小 多年的兄弟 他怎么也猜不到 一个多小时之前的视而不见 竟然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 无论如何他不想白白地忍受 他必须做点什么 这世道真是变了 他怎么摇身一变 就成了别人砧板上的鱼肉了 想不通 甘心 姬佑 麦文捏住姬佑的双肩 用力摇晃几下 把他的高定西装弄出了难看的褶皱 今天的事情是威廉一个人的错 他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凭什么把我们也打伤 仗着关系亲近 另外的兄弟也迈不上钱 愤怒表达道 如果真要追责 怎么少得了你的责任 大家都是冲着你来的 他就认你姬佑不认你姬佑的朋友 哼 你这个姐夫眼皮子可真够窄的 都少说一句吧 姬佑冷淡地看了一眼 不远处正在和乔闪神窃窃私语的乔灿耳 然后回过头望向朋友们 我去找他谈谈 大家少安勿躁 怎么少安勿躁 他要逼死我们了 那你们现在是要逼死我吗 姬佑静静地看着面前 一个个怒目相识的朋友们 忽然觉得 大家竟是如此的陌生 这里的每一张脸他都认识 可临危关头 人性的狭隘自私 让他大开眼界 应付完朋友们 姬佑扯着乔灿耳 一起去找梁湛亭夫妇 你捏疼我了 乔灿耳气得跺脚 你等不等得脸像西域 既又恨得牙痒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袁灵的扮演者 万雪威 欢迎订阅点赞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导公别撒糖了 作者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叮叮当 第157集 他停下脚步 回过头去 无声地和乔灿耳对峙 他真心觉得 这个疯女人在侮辱 相和欲这两个字 可是当他 无意被乔灿耳手指上的钻戒 闪到了眼睛时 他猛然绝望地意识到 无论他再如何抗拒 他们都已经是 合法的夫妻了 这是一个 多么可怕的 既定事实 他就像是一个诅咒 能在请客间 抽走他身体内的 所有力量 机右手上的力道 逐渐减小 乔灿耳抽回手 而同时 双方家长也急匆匆地 朝他们这边走过来 怎么了 第一个出生的是 继父 他拼命地朝 姬右打眼色 示意他保持冷静 现场还有很多 记者没走 有什么事情 不能回家再说吗 继右觉得 梁湛婷发火 是关系到 他们技巧 两家兴容的大事 趁着长辈都在 就干脆挑明了说 继父当即便说 一起去找梁湛婷 分个清楚 而乔家长辈的态度 则完全相反 哎 哎呦啊 你也说了啊 是这群人不仁在先的 阿婷发脾气 很正常啊 他们要是不受惩罚 那么成 我们被过 可是今天大喜的日子 乔卿尘 抬手打断 姬右的话 我觉得阿婷 在这件事上 没有做错 你非要去找他抱怨 那纯属你个人行为啊 说完 将乔灿尔 拉回自己的身边 灿尔明事理 这事他不能去 机友甩头就走 他觉得自己多迟疑一秒 都是在向乔家低头 但没想到的是 他父亲追上来拦住了他 哎呦 这是我和亲家的想法一致 你不应该再节外生枝了 事情过去之后 你约朋友们好好吃顿饭 年轻人嘛 没什么过不去的 姬父拍拍儿子的肩 又道 再说 你朋友里有几个 比我们家好的 姬父的言下之意 显而易见 就连我们季家都要被制走 其他的家族 又怎么能奢望 皮佛汉树 可一而再再而三的 忍仰退步 让姬右的情绪 直升到了极点 唉 阿佑啊 你就给爸一个清静的晚年吧 姬父看出儿子眼里的熊熊烈火 沧桑地叹了一声 姬右的自尊心 在父亲的叹息里又垮了一劫 最终 他没有去找梁湛亭 而是报了几瓶酒 躲在教堂不远处的喷泉后 独自买醉 季之文是第一个发现姬右不见了的 其初 他本能地觉得肯定是乔塞尔这个疯女人纠缠着自家哥哥 可是 他坐着轮椅找到乔塞尔的时候 发现乔塞尔正在和他的姐妹花拍照 周围压根儿见不着姬右的影子 他的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 快去找啊 去找哥哥 季之文对负责推轮椅的保镖吼道 等他找了一大圈 终于在喷泉边发现姬右的时候 他已经喝得烂醉如泥 哥 哥 姬之文从来没有见过姬右如此颓迷的模样 当场泪崩 这一天 终究是毁了 姬右被几个朋友甩了冷脸 自己还将自己喝进了医院 隔天醒来 病房里冷冷清清 除了坐在床边看书的姬之文外 看不到一个乔家的人 姬右睁开了一会儿眼睛 随后又闭上 声音沉郁地说道 文文 回学校去吧 我没事了 下午自己会去办出院手续的 哥 我已经请好假了 这几天都陪你 姬之文和尚书 仰起笑脸 努力地哄姬右开心 可是对于姬右而言 他已经不知道快乐是什么滋味了 谁陪着都一样 吃什么也都一样 今天和明天毫无不同 做什么都不再充满期待 姬右想起了 曾经让他感受过恋爱的愉悦和生命的鲜活的艾米 不知道他现在人在何方 过得好不好 不知道他答应娶乔塞尔那个恶父之后 艾米和他的家人是否不再被威胁 一行没有热度的眼泪 自姬右紧闭的眼皮下缓缓流淌出 哥 你不要这样子 姬之文笑中带泪 他挪动轮椅上前 用手给姬右擦掉了眼泪 不管发生多大的事 我都和你在一起 可惜姬右现在听不进去一个字 两兄妹在极其压抑的气氛里待了半日 下午忽然有一个陌生人来探访姬右 在他来之前 姬右刚好睡着了 所以负责接待的人就变成了姬之文 你是不是走错病房了 姬之文怕吵醒好不容易入睡的哥哥 挪动轮椅的动作和说话的声音都特别轻 梁清渊捧了一大树的花 还提了一个沉甸甸的果栏 来这儿的一路上他都后悔好多次了 但好在所有的负面情绪 都在见到姬之文之后消失不见了 没有走错 他狡黠一笑 浑身上下都透出玩世不恭的气质 我是来探望姬右的 见对方能准确说出哥哥的名字 姬之文的防备心松懈了几分 哦 抱歉 我之前没有见过你 所以 没关系 现在开始认识也是一样的 梁清渊很绅士地微微汗手 脚步轻盈地走到床边 将自己带来的东西放在床头 他清楚姬之文和姬右的感情很好 毕竟昨天他去参加了婚礼 听说了不少这对没有母亲庇佑的兄妹 是如何相互照顾的故事 所以为了照顾姬之文的感受 梁清渊注重了许多细节 包括尽可能的不让花束的塑料包装发出太大的声响 不介意的话 我们出去聊 梁清渊压低声音 征询着姬之文的意见 姬之文点了点头 微笑之中透出丝丝修难 我推你吧 梁清渊主动绕到她的身后 姬之文没有拒绝 在被推出病房的时候 她用余光浅浅地扫过病床上的姬右一眼 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姬桥联姻的闹剧过后 乔莱磊没有再关心那对院旅的生活 毕竟多问无意 她又不是金牌调解员 这种相看两眼的冤家巨头 在她看来就和妖魔乱动没什么分别 她一见烦人就不上去送人头了 登登登登 本集播讲完毕了 请 点赞评论 不来一波吗 我是乔塞尔的饰演者 苗三妹 欢迎继续收听哦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我是姜佳宁的饰演者 苗三妹 她还在后面 记得 继续收听哦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 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58集 成子彻的新幼儿园 是双语教学 而且园内有很多 高薪聘请的外教 他们的教学方式 和之前的长川幼儿园 有很多不同 更注重家长和学校的 联动教育 因此 乔蕾蕾经常接到幼儿园 布置给家长的作业 比如说 陪孩子练习给电影配音 并且要录下来 交给老师检查 乔蕾蕾最近学习摄像和剪辑 她不舍得放过 每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 于是将简单的录音作业 强改成影视化表演训练 她和程子彻 确定了要配 哈里波特与魔法石 其中的一个选段 为了给孩子更好的体验 她还提前准备了 巫师黑斗篷 主角同款圆眼镜 程子彻乖乖地站着 任由乔蕾蕾给她系 巫师黑斗篷 身旁的平板上 循环播放着 乔蕾蕾单独简洁出来的片段 程子彻跟读得好好的 忽然停下来 老神在在地 vom 要是我也能像哈利一样 骑扫帖上天就好了 那样飞到星星旁边 说不定可以看到妈妈 这么说起来 我还真羡慕 阿车的妈妈呢 乔蕾蕾揉了揉儿子的头 笑得清甜 橙子车怕干妈不开心 懂事的不再说这个话题了 等乔蕾蕾也准备好装束 架好机器之后 两人在后花园里生情并貌地演了起来 幼儿园的家访代表前来时 他们演得正高兴呢 风仪准备悄悄落地窗玻璃提醒他们 却被家访的老师给阻止了 哦 没关系 我可以等等 不用打扰他们 代表温瑞一笑 乔蕾蕾母子二人排演了将近一个小时 才将时长不足五分钟的旋断拍摄完成 结束之后 乔蕾蕾拿着拍满了素材的单反回到屋子里 脑中还满是接下来的剪辑工作如何完成 就连风仪什么时候迎面走过来的 她都没注意到 家访的老师到了呢 风仪提醒道 在钢琴那边坐着 乔蕾蕾忙将单反关机放好 快步往一楼的钢琴台方向去 在看见家访老师背影的时候 她就认出了来人 但因为错愕而不敢相认 还是对方先听到了脚步声转过头来 拍摄完成了吗 是啊 乔蕾蕾盯住脚 目光中的惊讶尽显于外 怎么是你啊 黎宋欣然一笑 入职一个多星期了 不过还没有正式上课 园长这次选我当家访代表 就是希望我先熟悉熟悉他们的运作方式 以及想要营造的氛围 这几天走了好几家了 没想到会走到你家 昨天看到名单的时候 我也挺意外的 乔蕾蕾才不相信 人生有这么多的意外 不过即便黎宋是冲着程子彻来的 她也丝毫不介意 她甚至觉得 这个男人有点傻 方琴都已经死了 她应该死心地去追逐自己的人生幸福 可是 她现在还在一次次地为程子彻操心奔波 乔蕾蕾的心情很复杂 风雨煮了奶茶 热腾腾的甜饮让身子慢慢暖了起来 今年春天 可真冷啊 黎宋看了一眼后花园 园子里因为有张伯和专门的园丁 习心照料打理 已经绿意盎然 只是外头的气温不会骗人 黎宋的指尖冰凉凉凉的 所以摸到温暖的杯子时 她有种从头暖到脚的感觉 阿彻她妈妈 以前就最不喜欢这样湿冷的春天 黎宋的眼睛渐渐湿焦 像是穿越时光重逢了往日的故人 乔雷雷捧着自己的杯子 清敏了一口奶茶 看得出来 您和亲姐感情很好 是不错 她是我的知音 只可惜 她弥留人事的最后时间里 不是我陪在她身边 黎宋忽然收回了目光 眼神灼灼地看向乔雷雷 乔雷雷 只觉得像是被烫了下似的 本能地低下头回避她的眼神 黎代表今天来家访 不是为了闲聊说往事的吧 说到这里 她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并冲着刚从二楼房间里 换完衣服出来的橙子彻打招呼的 阿彻 快看看谁来了 刚刚橙子彻是自花园楼梯上的二楼 所以没有见到黎宋 这会儿 她穿了一套姚丽蓉的青蛙睡衣出来 模样有些滑稽 但红扑扑的小脸蛋依旧可爱 黎宋叔叔 橙子彻开心地向着出笼的小鸟飞奔下楼 慢点跑 乔蕾蕾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黎宋的声音又在这时 悠悠飘进她的耳朵里 不知道有没有人说过 你笑起来和阿沁很像 黎代表 乔蕾蕾换上严肃装重的表情 压底声音警告道 我希望接下来的时间里 你不要再提清洁了 我不想惹得阿沁伤心 请您理解 并且全力配合 谢谢 这才终于暂时堵住了黎宋的嘴 等橙子彻跑到他们身边的时候 两个成年人都已经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 黎宋按部就班地进行了家访事项 了解橙子彻平常 刻余时间在家都会开展哪些兴趣活动 以及特长培训方向等等 因为面对的是自己熟悉的人 而不是陌生的云方代表 橙子彻表现得十分的热情 大方自信得体 小主人风范十足 不能看出 在这个家里 乔梁夫妇给了他足够多的信任 支持 自由 以及爱 否则 一个寄人篱下的孩子 何以能表现出如此朝气蓬勃的状态 家房在一个小时之后进入了尾声 橙子彻闻到了厨房飘出的香气 有些饿了的小家伙朝那边看了好几次 乔梁梁觉得好笑又好玩 不忍看她缠而不得的样子 便拍了拍她的后背 去看看 晚风奶奶做了什么好吃的 嗯 橙子车一溜烟的跑了 离送在这时起身道别 啊 时候不早了 这次的家房就到这里吧 嗯 好 我送你 这一个小时 乔梁梁过得并不轻松 好不容易挨到结束 她全然说不出琉璃送下来吃饭之类的话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定步飞龙 在剧中饰演的是秦宿 一个见风使舵 欺人怕硬的家伙 以及女主的父亲 一个老混蛋 乔清风 欢迎各位捧场吐槽 我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老公别撒糖了 作者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叮叮当 第159集 两人行至前院 黎颂顿住脚步回身道 快下雨了 就送到这儿吧 我的车就在外边 我自己走过去就行了 乔累累闲静地立在原地 脸上在笑 眼睛却饱含复杂心事 走出一步的黎颂 又一次回了头 意味深长地说道 其实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点 对吗 乔累累内心激化 他不确定他又想说什么 此刻 他面对黎颂心里有太多 纠缠交织的情感 有感激 有惶恐 有欠疚 有担忧 显然 他一样的 他是独一无二的 直到我遇见了你 李代表 乔累累不得已再次发出严正警告 我希望你说出的每一句话都经过了深思熟虑 你是个成年人 你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啊 我这样说 并不是想向你表达爱意 梁太太不用这么紧张 黎颂依旧表现得彬彬有礼 只是从你身上 我感觉到了阿钦 这听起来有些诡异 但的确是我的真心话 气氛 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乔累累的小腿肌肉莫名开始抽筋 他觉得浑身上下每一寸肌肉都在做怪 让他非常的不舒服 他第一次发现 黎颂的眼神如此锐利 竟让他产生了一种被人抽丝剥茧般的错觉 仿佛他此刻是衣不蔽体地站在他的面前 所有的秘密无处遁形 究竟是哪里暴露了 好在 黎颂说完这番话之后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回到家中 乔累累两久都没有缓过来 心中进行着天人交战 干嘛 程子彻端着风仪刚做好的烟奶洞在旁边站了好一会儿啊 可看乔累累无知无觉地 不由得开始担心起他来 你怎么了 乔累累骤然回神 很是抱歉地抱了抱儿子 没事 是不是黎颂叔叔布置了什么很难的作业 这是程子彻的小脑袋瓜努力想才想到的一种结果 乔累累恢复笑意 哪有什么作业能难倒我啊 他端走分给他的那份烟奶洞 宠溺地看着儿子说道 我们现在要去楼上剪辑我们刚拍好的电影片段 阿尘要一起吗 嗯 要 母子俩又变回了高高兴兴的状态 可刚刚发生在前院的姨母 没能逃过张伯的眼睛 晚些时候梁湛亭回到了家 傍晚的天空下起了小雨 他从车库走到前门时身上不慎沾了点雨水 春天最容易感冒了 得当心 张伯给梁湛亭地上刚从柜子里拿出来的干净毛巾 边走边说道 今天萌芽幼儿园派代表来家访了 代表叫做黎宋 似乎和少夫人认识 我也认识 梁湛亭说着朝客厅望了一眼 刘黎先生吃晚饭了吗 没有 黎先生走的时候和少夫人说了些奇怪的话 我刚好在门外等物业送快递过来 所以听了一些 张伯回想起了乔雷雷当时不愉快的面色 将黎宋的话大概复述了一遍 梁湛亭听完之后并未表态 只问道 脸脸呢 在二楼书房和阿扯少爷在一起 好 他回房换了套睡衣出来 准备去书房的时候 却在走廊上 见到有些吃力地抱着橙子车的乔雷雷 回来了 乔雷雷轻言细语地说道 阿扯看我剪片子 看他睡着了 梁湛亭上前将孩子抱过来 往楼下走 待会就要吃饭了 该叫醒他 等等再叫吧 他今天玩累了 乔雷雷走在梁湛亭的身边 替橙子车擦了擦额上的细汗 没从妻子的脸上看出破绽 梁湛亭不由地主动提及 听说幼儿园来的代表是黎宋 嗯 乔雷雷明显不想讨论他 梁湛亭将橙子车放到沙发上 给他盖好毯子 这才拉着乔雷雷到一旁说话 经过上次接触 我能感觉到黎宋是个很偏执的人 他凝望着乔雷雷清泉般雪亮的眼睛 送来迟到的抚慰 他只念及他自己有多在乎方沁 并不在意别人的感受 所以不要被他自私的鬼话影响了心情 乔雷雷微差 你都知道了 嗯 张伯无意听到了 那 你觉得呢 乔雷雷偷偷地咽了口口水 你觉得 我和亲姐有相似之处吗 梁湛亭伸手捏了捏他的鼻头 当然有 乔雷雷的小心脏开始发抖 哪儿 都很爱阿彻 哦 那倒是 还有吗 乔雷雷又紧张又期待的仰头看他 都是两只眼睛 一个鼻子 一张嘴 梁湛亭正色说完 冷不丁低头亲了亲他柔嫩的唇半 乔雷雷睁住 玄吉咧嘴一笑 在他的眼里 自己并不像过去的自己 那就够了 他最怕的 就是自己活成了自己的影子 也害怕黎松的偏执 会引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关于重生这件事 他并不是真心想隐瞒和欺骗任何人 只是 这件事情太过诡异 他不能让自己成为科学探索的焦点 更不想被当成异类 他只是希望 黎松能够活得清醒些 或者去关注些别的 总之 不要再沉浸于和方沁有关的事就好 几日之后 是方永年的忌日 阴雨绵绵的三月 整个世界都浸润着潮气 空气中弥漫着东西未干透的味道 总是让人特别的不舒服 橙子车在乔雷雷和风仪的悉心照料下 都是越发的精神 每天都像个小太阳似的 高高兴兴地出门 快快乐乐地回家 他差点忘了老爷的忌日 想起来的时候 已是忌日当天了 我得回爸爸那儿拿衣服 这里没有黑色的衣服 橙子车紧张地对苏仁说道 苏仁指了指衣柜方向 你干妈已经给你提前准备了 他们说 今天陪你一起去墓园 橙子车紧绷地神经瞬间放松下来 口吻夸张地叹道 嗯 干妈你真的太厉害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群眼花瓣橙子 喜欢就点赞评论分享吧 下集更加精彩哦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一百六十集 其实苏然和她有一样的感觉 昨天乔蕾蕾拎着一整套小的黑西装过来时 苏然就吓到了 她可以理解乔蕾蕾对橙子车的用心 但她用心到连橙子车在意的忌日都记得这么清楚 这还真的不是一般的境地 这让她这个 只用服务于橙子车一人的家庭教师都自愧不如 更何况 乔蕾蕾还给她准备了和身的黑衬衫 既日当天 乔梁夫妇起了个大早 因为都知道今天要出门办正事 所以即便梁湛婷体内有股血火在乱窜 她也没有强行拉着乔蕾蕾恩爱 先起床收拾好自己之后 梁湛婷才温柔地叫醒乔蕾蕾 缠着她耳边撕磨了好一会儿 发现乔蕾蕾艳艳地不大有精神 哪里不舒服 不是 乔蕾蕾的喉咙口卡着一个真相 那念头呼之欲出 她紧紧掐住梁湛婷的手臂 挣扎徘徊 犹豫不定 阿婷 我觉得 我和亲姐 可能真的挺像的 忍耐和压抑 令她不由得饱含热泪 她这副模样 着实让梁湛婷揪心 不过 她只是觉得她傻 并不认为她疯了 要怪也只能怪黎宋 要不是她言辞蛊惑 她单纯的小妻子 怎么会想这些有的没的 你就是你 她就是她 你们不一样 梁湛婷将她拥在怀里 柔声安抚的 乔蕾蕾不想哭的 可是每当提到这个问题 就好像谁在她的眼睛里 划了一刀似的 眼泪都是疼出来的 她揪紧梁湛婷的衬衫 靠在她的怀里 艰难说的 如果 我和她 不存在 某种看不见的联系 那为什么 今天明明不是我爸爸的既日 我却这么伤心呢 善良的人都是这样的 这是好的品质 不必为此感到困扰 梁湛婷亲吻她的额头 该收拾好情绪 准备出门了 如果你都这么难过 阿彻会哭个不停的 儿子果然是最好的良药 乔蕾蕾瞬间挥去了自己心头的阴霾 振作精神 拉开了新一天的帷幕 这天的墓园 因为天气的缘故 显得有些阴森 乔蕾蕾为了不暴露自己知道太多的信息 选择了让橙子彻带路 他们将到的时候 看到方永年的墓碑前有一个人影 那人穿着黑色的长风衣 但因为被散遮着 又有距离和淡薄的雾气影响 看不太清长相 乔蕾蕾乐观地想 也许来的是方永年的朋友 但他们还在半路上的时候 不知道又从哪儿冒出来一个人影 疯狂地冲向了原本站在方永年墓碑前的男人 连日的雨水 让墓园的石板路上长出一层浅浅的青苔 滑溜溜的 那个被扑倒的男人被撞击摔出去好远 肩膀还撞在了别人的墓碑上 梁湛婷今天带了四个保镖出门 见到异动众人纷纷警戒 李宋叔叔 称子彻惊讶地嘀唬了一声 乔蕾蕾寻着孩子的目光看去 也认出了站着的那个男人是李宋 那被他推倒的是 乔蕾蕾的心里有数了 梁湛婷吩咐了一个保镖上前查看 结果扶起来的人果真是程立明 他这会儿疼得呲牙咧嘴 一肚子难听的话到嘴边了 但定睛一看 发现山下方上站了不少的人 怒气顿时就谢了大半 爸爸 乔子彻小小声地喊了一声 但丝毫没有要过去的意思 阿彻 是爸爸呀 看到儿子 程立明都忘了疼 张开手臂示意儿子过去 可是程子彻揪着乔蕾蕾的衣服 没动 程立明的心 一下子冷到了极点 黎宋冷笑出声 就你这样的父亲 还希望阿彻认你 还是早点回去 和那个擅长翘翔脚的女人团聚吧 阿彻以后都不需要你了 但别人肚子里的孩子 可还得靠你费心养着呢 谁翘翔脚 黎宋才是从事之中 顶着别人妻子的那头绿眼狼吧 程立明哼笑 哼 别痴心妄想了 别说阿卿已经走了 就算阿卿能回来 他也一定不会选你 是吗 难道他会选你 黎宋毫不留情地讥讽道 在他说完这话之后 他的眼神悠悠地飘向了乔蕾蕾所在的方向 而梁湛亭似乎早有预料似的 已然挡在了乔蕾蕾的身前 杜绝他们眼神碰撞的可能性 这些人都不正常 梁湛亭吩咐身边的保镖 扰乱墓园清静的人不该留下 把他们都带走吧 黎宋和程立明被梁家的保镖强行代理之前 黎宋还多次用寒意不明的眼神朝乔蕾蕾看过来 乔蕾蕾被他看得后背都发毛了 他以前怎么不知道这人还有这样的一面 就像是会读心术的魔法师 不可能 这世上哪儿来的那么多超自然力量 乔蕾蕾镇定下来 牵着程子车走到了方永年的墓前 墓碑上的照片里 方永年神采奕奕笑的亲善祥和 程子车对老爷没有太多的印象 但通过妈妈过去的种种表述 他知道他的老爷是个很好的人 善良 仁慈 宽厚 所以在给老爷献花的时候 程子车特别地诚恳 鞠躬的动作也认真到位十分讲究 乔蕾夫妇在程子车献花之后 也进行了简单的祭拜 乔蕾蕾很想在这儿多停留一会儿 无声地和父亲说说心里话 可惜程子车有些着凉 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他就没有强硬留下的理由 一行人离开墓园的时候 程子车忽然眉开眼笑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心情很好的样子 走在他身边的梁湛亭 难得地生出了好奇心 问道 想什么呢 这么开心 妈妈和老爷应该在天上团聚了吧 程子车走路的速度都不知不觉 变轻快了许多 妈妈有他爸爸在照顾 应该会很开心的 以前妈妈总是很想念老爷呢 梁湛亭争了争 这孩子想问题的角度还挺有意思的 慢点走 他看乔雷雷已经有些跟不上程子车的不速了 忽然不由分说地弯腰将孩子抱进了怀里 下雨天要好好走路 摔倒了会很疼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剧中梁老太太的扮演者 宇斯敬月 新书上架 记得订阅 分享 点评呀 欢迎收听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61集 被抱起的程子车傻眼了 动都不敢动一下 以为自己惹干爹不开心了 乔雷雷也捉摸不清梁战亭的情绪 主动上前轻捏住她的手臂 要不还是放阿彻下来自己走吧 梁战亭不知可否 只看着小家伙问道 阿彻不喜欢干爹抱你 嗯 没 没有 程子车明显露怯 却不敢承认 没关系 不喜欢就实话实说 要是不喜欢干爹抱着 那就干爹牵着你 梁战亭说着 就将孩子放了下去 程子车看着梁战亭宽大的手掌 也有点迟疑 乔雷雷不懂梁战亭这是来的哪一出 轻轻地拽了拽她的衣摆 你那么高 阿彻伸手牵你 手臂容易酸 还是我来牵吧 你要牵我 梁战亭的鹰眼赫然望过来 直击乔雷雷不设防的小心脏 懂了 明白了 原来生气的点是这个呀 这是怪她一直只牵着儿子 忽略了她呢 尽管乔雷雷很无语 但她还是高兴的 好歹知道了真相 省掉了那些瞎猜的功夫 牵你牵你 乔雷雷握住梁战亭锤在身侧的右手 然后偏头看儿子一眼 阿彻伸就有干爹牵着吧 听说小朋友经常和个子高的人亲近 以后也能长得特别高呢 程子彻一听这话 眼睛就亮闪闪的 当妈的最清楚了 这小家伙一直对自己的身高不满意 总觉得自己比同龄的孩子矮 以前在长川的时候 他们班上有个小姑娘都高出她一个头呢 程子彻做梦都希望个头能像雨后出笋一样 节节拔高快速上窜 因此她一下就忘记了害怕 兴奋地抓住梁战亭的手 梁战亭一边牵一个 莫名地有了种人生赢家的骄傲感 不过回去的路上 程子彻靠着她睡着了 她却毫无睡意 回想起乔蕾蕾采用激将法所说的话 不由得赏她一句评价 你哄孩子的鬼话怎么张口就来 乔蕾蕾瞪她一眼 哪里是鬼话了 我这是前段时间看书看到理论 对了 刚好我们走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李宋 阿威把他们弄到哪里去了 她在成立明走之后离开的 梁战亭用大拇指指腹 推平了乔蕾蕾没见的皱纹 她是个成年人 能照顾好自己 嗯 为了转移话题 梁战亭提起了 乔蕾蕾前段时间花心思 做的赛车比赛的企划案 整体思路没问题 具体操作细节上存在部分瑕疵 我已经让瑟琳去优化了 之后的交给他们部门去处理就好 梁战亭玩耳 定下这场比赛 清冤就能在国内多住些日子了 上次不是说 他让你帮忙介绍女朋友吗 乔蕾蕾大胆提议 虽然他那张嘴 喜欢八把个没完 但爷爷这么看重他们父子 那清冤应该还是不坏的吧 你觉得把思敏介绍给他怎么样 哼 别 梁战亭的脑海里又窜出 夜店内晚的画面 他太阳穴突突跳得厉害 又不敢在乔蕾蕾的面前 说得太直白 只能委婉到 他们两人的圈子完全不同 应该没多少共同话题 强扭的瓜不甜 你看季佑和菜不就是最典型的反面教材 他说的后半部分 乔蕾蕾认得下 可说圈子不同就不能尝试相处 这一点他不赞同 你是觉得四米高攀了吗 当然不是 被小娇气误会的梁战亭很是委屈 在你眼里我就是这种人啊 眼看着一场口舌之争即将展开 司机绞尽脑汁想帮忙打个圆场 可是却不敢贸然插话 就在这时 梁战亭的手机像是有灵性式的震响了 爷爷 我和蕾蕾在回家的路上 啊 您别急 我们马上过来 出什么事了 乔蕾蕾好奇之余还有点紧张 能让老爷子不开心的 那肯定不可能是小事啊 他不想将单纯的儿子卷进去 梁战亭和他的想法一样 直接吩咐司机道 张叔 你从阿策回去 我和蕾蕾另外叫车去爷爷那 在路边等专车来接的时候 梁战亭给乔蕾蕾预告了 接下来要面对的惊悚事件 纪志文指控清渊强奸他 乔蕾蕾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俩怎么搅到一块去的 梁战亭自然也不知道答案 但他猜 这事多半是梁清渊主动的 两人匆匆地赶到 一进门就撞上老爷子 抬起手杖要抽打梁清渊 爸 要打就打我吧 是我叫子无方 梁仲星扑通就跪在了老爷子的面前 老爷子也不跟他客气 第一棍下来就真的打在了梁仲星的身上 爷爷 梁战亭急忙上前拦住老爷子的动作 而乔蕾蕾也赶紧地挡在梁仲星父子面前 梁老爷子的面色极其难看 这才回过多久 就闯这么大的祸 这世上女人那么多 你偏就看出了几家那个瘸子 是他设计我的 梁清渊的眼里布满红血丝 看得出已经压抑怒火很久了 你请我怨的事情 他居然有礼牌吧 乔蕾蕾看梁清渊这状态不像撒谎 心里还原了七八分的真相 不过 一个巴掌拍不响 梁清渊必然有把柄在对方手上 至于纪志文为什么这么做 结合纪乔联姻来琢磨 不难猜到这是她的报复行为 但事关三个家族的生命利益 乔蕾蕾没有草率出言 不久之后 继父也来到了梁老爷子家 梁老爷子嫌梁重兴父子丢人 让他们去楼上待着 没他的命令不得踏出房间一步 客厅里便只有乔梁夫妇陪着老爷子 继父的态度依旧和之前路面时相差无几 对梁老爷子还是恭恭敬敬的 只是谈吐间少了自信 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一夜之间苍老了十岁 文文长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 我这个当父亲呢 管不了他那么多 继父垂着脑袋很没精神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哦 我是谈若新的播讲者月怪怪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导公别撒汤了 作者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鹏 叮咚 叮叮当 第162集 梁老爷子不想听到这种话 苦情排在他这儿完全行不通 他开诚不公地道 既然你说他有自己的想法 那就让他来和我谈 他想要什么 尽管开口 爷爷 您这么说 不就是认清冤错了吗 乔蕾蕾忽然出声 清冤说过了 这件事是你请我愿 谁到渠成发生的 怎么变成 他是吃了亏的那个 梁老爷子一直没太注意乔蕾蕾 也没料到他会插手这件事 见他底气十足 而且意犹未尽的样子 便用眼神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我猜 季之文这么做 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季佑和参尔离婚 虽然我不知道 他是怎么盘算的 但这手段 确实是不够高明 乔蕾蕾硬气地看向继父 当初是两家一起 促成他们这对院偶 有意见早干嘛去了 现在婚姻关系出定 离婚 无疑会让我们乔家 严命扫地 他对清冤下手 就是赌爷爷 会不会为了保全梁家的民生 而牺牲掉乔家的民生 可是我们有证据 证明清冤是被算计的 在已有的监控录像里 季之文 可是在正常状态下 和清冤亲热的 季父的心抖了下 他来之前 季之文明确说 他已经处理掉了 酒店的所有监控 而他用来指控 梁清冤的音频 是他自己录下 并经过后期修改处理的 梁清冤这个呆子 绝不可能拿到有力线索 可是 现在乔蕾蕾这状态 又让他的心里没底了 季之文既然想把事情闹大 那就去闹吧 结果无非是再促成一对怨后 反正到时候 两边证据拿出来公开对质 丢脸的 只会是你们记家 乔蕾蕾从容笑道 只字不提证据内容究竟是什么 季父表面上还稳如泰山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真相只有一个 难不成你说我女儿扭曲事实 连我都骗了过去 乔蕾蕾也不想陪着季父演下去 斩钉截铁的道 走到死法程序这一步 我们并不是没有胜算的 而且事情闹大之后 季之文的名声被毁是一定的 清冤的判决结果 却是好坏五五开 做个最简单的算术 即便清冤被定罪 季之文还是成为众巢的对象 而且夏儿和季又不会离婚 亏损最大的还是季家 要是清冤被判无罪 那亏损的只有季家一家 所以我说他赌得大 手段还不高明 其实对于梁家会不会为了声明 而牺牲乔家这事 乔蕾蕾的心里没底 但他赌信 老爷子不会在季父面前结底 所以他的腰板挺得直直的 无论怎么闹 我们都不会比季家更亏 季之文存心想给爷爷添赌 我们还真就不能成全他 他大概不知道吧 爷爷除了喜欢阿婷之外 最喜欢的孙辈就是清冤了 敢拿清冤开刀 季之文可算是踢到钢板上了 梁家的情况 季父不清楚 但他觉得 以乔蕾蕾的地位 是不敢在梁老爷子面前造次的 因此 他说的大半都是真的 今日前来 本来就是放手一波 季父不想参与季之文的计划 奈何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眼下情势急转直下 他不得不认同乔蕾蕾的分析 那 他现在如何才能全身而退呢 伯父既然说不了解真相 那就请伯父先回去 找季之文 再多了解一些真相 乔蕾蕾在人前表现得 端庄贵气又落落大方 季父不敢再深入博心态 季氏集团是他多年的心血 等同于他的第三个孩子 这一次 要不是季之文以命相逼 又信誓旦旦地打包票 说万无一失 他怎么可能来折腾梁老爷子 来人 送客 梁老爷子的脸色 阴郁涉人 季父几乎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出门的 不过 也没人关心他 大门关起来 梁老爷子颇为欣赏地 看着乔蕾蕾 显然很满意他今天的表现 蕾蕾 怎么看出他们耍诈的 也不完全是看出来的 乔蕾蕾蕾不敢欺瞒梁老爷子 之前 季之文和我妹妹起冲突的时候 我就请我一个消息 比较灵通的朋友 去了解过季之文这个人 哦 有什么收获 梁老爷子眉目舒朗 似乎对乔蕾蕾说的东西 很感兴趣 梁湛婷也看了过来 这事儿 他连一个标点符号 都没听乔蕾蕾提起过 没想到 这只小金丝 却背地里还有这种小脑筋 乔蕾蕾 喝了口茶润嗓子 继而道 季之文的履历 看起来很干净 年年都是奖学金的得主 中学时代 拿奖拿得手软 是德智提美劳 全面发展的优等生 可事实上 他为了夺得这些殊荣 背地里 没少下苦工 他的苦工 和我们平常人 能想到的方向不一样 他的经历 主要用在了霸凌同学 清除敌对势力 这之类的事情上 老季是个挺踏实的人 但这双儿女都长歪了 梁老爷子用手杖敲了敲地板 语气很是惋惜 那是 敢耍诈耍到爷爷头上 胆子挺肥 乔累累不禁唏嘘 这没想到 我们累累还有这样一面 这次事情处理得很好 你想要什么奖励 每当被问到想要什么 乔累累的心就一顿乱跳 他的目的很明确 他要拿回怀卧 但愿望再怎么迫切 也不能随便许 这就好像站在煎饼果子摊旁边 说想吃牛排一样 不知道是在难为别人 还是在嘲笑自己 乔累累将心头浪腾的欲望按回去 谦逊地说道 爷爷 您就别笑话我了 我能帮上忙就不错了 还不知道记者文最后怎么决断呢 而且 我刚刚其实没有正在爷爷您的意思 就说您一定不会赞同让刹儿和姬佑离婚 您不怪我冒进 我怎么能邀功呢 谈到这个地步 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还是我们雷雷嘴甜 明明自己一个人把难题解决了 还要封爷爷一份功劳 梁老爷子开怀大笑 这事只能他们计较认載 雷雷 你好好想想要什么奖励 爷爷是个赏罚分明的人 该奖励你的 自然不能少 说完又看了看像个闷葫芦似的梁占亭 叹道 幸好我有个这么活泼可爱的孙媳妇 不然正是要被你们一个两个哑巴给梦出毛病来 亲爱的小耳朵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请订阅一个 我是旁白 叮咚叮咚叮咚 咱们下集再见咯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63集 莫名就被媳妇比下去的梁占亭 他也不生气 他还心细在楼上待着的梁仲兴父子 于是就招呼乔雷雷道 既然季叔叔走了 那让仲兴叔他们出来活动吧 梁老爷子显然还是对梁卿渊有气 闷闷地按了一声 拄着手杖 在管家的陪同下走去了后院 我和你一起上去 乔雷雷挽上梁占亭的手臂 看起来像只乖乖的小白兔 不急 梁占亭 俨然有话要单独问他 乔雷雷回退了一步 不解地看着他 你找谁去调查的机制文 梁占亭的表情淡淡的 看不出任何积极或者消极的痕迹 温言 他可是奉长百事通 他的圈子挺复杂的 但也因为这样 信心面还挺广的 我都建议他好几次了 让他干脆改行 当私家侦探 肯定行情好 乔雷雷挑了挑眉 玩味地评价道 当然了 我这么做 也不是因为我要对付机制文 之前我也想不到 他居然会算计这么一出 嗯 我就是出于自保的习惯 这几支笔 百战不带吗 梁占亭默然 有plan b是好事 小娇妻变得聪明了 知道该有防守动作了 嗯 从大局来说 也是个好事情 可他就是感觉到了一阵失落 以及陌生 说不清为什么 就是觉得 乔雷雷的转变 进步成长 都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 在正常的逻辑规律里 人只有在激励事件的刺激下 才会发生改变的 比如 孩童学走路 不摔个几脚 不吃点苦头 怎么知道脚踏实地的重要性 梁占亭没有对乔雷雷吐露内心的疑惑 心想着 之后有时间 再更进一步地了解 当务之急 是稳住情绪波动极大的梁仲兴父子 爷爷兄归兄 但总归是护着我们的 梁占亭拉住了行李收拾一半的梁卿渊 而且你知不知道自己几岁了 动不动夫妻出走 让别人给你擦屁股 乔雷雷雷听得眼皮直抽抽 不是说好来劝人的吗 怎么开启训人模式了 梁卿渊这种少爷脾气 估计还是吃软不吃硬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气跑了它能有什么好处啊 掂量完枪重的乔雷雷 赶忙上前稳住局势 这件事 其实还没有处理完的 为了防止姬之文 选择鱼死网破这条路 你得抓紧时间想办法 不录一段刀石的音频 这样回头对峙的时候 也可以万无一失 嫂子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梁卿渊的火气降下来了 收拾东西的动作也停了 她并非真的那么没担当 只不过 在乔梁夫妇进门之前 她刚好梁中兴 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既然父亲认为 她是没用的人 那她就走啊 这不是他们最想看到的结果吗 而乔雷雷的一句话 就肯定了她留下的意义 梁卿渊的心中自然舒坦 这梁卿渊舒坦了 可梁占庭的心情 就不是那么没力了 行什么 她的话弟弟听不进去 而乔雷雷的 她就当成金颗玉绿了 极度使人胃口下降 中午梁占庭没吃多少 下午等周涵给梁卿渊找到了 声音条件符合要求的 女配音演员之后 就带着乔雷雷向老爷子道别了 怎么这就走了 我让厨房准备了海鲜盛宴 要好好招待雷雷呢 梁老爷子不肯放任 奈何梁占庭的心意已决 她这几天肠胃不好 留下来也吃不了太多 梁老爷子有些孩子气得闷唇不语 心道 你们在你奶奶那儿还愿意过夜 在我这儿连一顿晚饭都不肯吃 厌制偏心 老爷子终究溜不过梁占庭 只得送他们小两口走了 一转背 乔雷雷就忍不住野鱼梁占庭 还说我鬼话多 你又好得到哪里去啊 是谁常委不说法 大骗子 你想留下 梁占庭冷声反问 那你回去吧 那怎么行 一家人肯定要在一起的呀 为了不引发新的矛盾冲突 乔雷雷被迫退让 她是真的猜不到 谁的哪句话又触及了梁占庭的逆临 但乖一点总没错 梁占庭的心情暂时转好 平直的嘴角线条 悄无声息地柔化了不少 然而在回去的路上 乔雷雷雷忽然收到梁卿约发来的消息 消息的内容很简单 大意就是感谢乔雷雷这次站边帮她 帮忙结尾 还说回头请她和她的小姐妹吃饭 乔雷雷知道某个人装作睡着了 可耳朵却竖得高高的 什么细节都不肯错过 于是便主动地和她说起 哎 七月的脾气真是来得快 去得也快 那这刚刚还一副天塌下的样子 这会儿心情好到要和我们约饭了 梁占庭的眼睛都没睁开 你下次见她的时候 记得把萧思敏带上 为什么 不行 我不要 乔雷雷果断拒绝 不是你说要介绍思敏给她 她的嘴角藏着笑 像她这种一刻都闲不下来的 打装机成精 配不上思敏 乔雷雷瞬间将梁卿约 划分进了对立阵营 梁占庭慢悠悠地睁开了一条眼缝 你刚刚不是还强势维护 这个打装机精啊 这个比喻很有趣 她的表情愈发明媚 我哪是维护她啊 我那是为大局着想 总而言之 不能把思敏介绍给她 再怎么着 也不能坑自己人啊 这样说了还不够 乔雷雷还逼着梁占庭发誓 你一定要答应我 千万千万 不要在她面前提啊 不然我 不然就怎么样 第一次被小金丝却威胁 梁占庭很期待她要说什么 乔雷雷 她其实没想好 但话题都进行到这个节骨眼上了 她又不能泄气 于是便理直气壮地吓唬她 我告诉你 总之 后果很严重 是不值得你去冒险的那种严重 哼 中二 傻乎乎 这才是她认识的乔雷雷 亲近而熟悉的感觉回归 梁占庭忽然有点把持不住 想摁住小娇妻好好地疼 但这毕竟是在老爷子的车上 她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拥紧乔雷雷 仿佛要将她揉碎 几天之后 季之文算计不成反被警告 季氏骨家再次惨遭滑铁炉 为了保全季家和妹妹 季又给自己喂了点让人神魂颠倒的药 然后和乔灿尔有了第一次的夫妻生活 大家好 我是三声社小声 我在书里饰演的角色是 梁老爷子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导公别撒糖了 作者穆迪 领贤演绎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叮叮当 第164集 这事儿 乔蕾蕾真的不想了解太深 可出京人士的乔灿尔非要上门来叨叨 大白天的不要聊这个行不行 乔蕾蕾看着面前的丰盛午饭 胃口严重受到影响 她很生气 今天梁湛亭出去应酬不带上她 这要是带她一块儿去了 她就不用忍受乔灿尔的情感倾诉环节了 姐姐 你说我肚子里 会不会已经有了阿悠的孩子 想想都很兴奋呢 乔灿尔满面红光 那表情像是中了几百万 乔蕾蕾一看堂妹这花痴脸就知道 她没听说记者文算计梁青渊那档子事 作为旁观者 她的感慨良多 姬佑都那么对乔灿尔了 乔灿尔居然还能对她生出爱慕之心 这究竟是爱情让人晕头 还是乔灿尔蠢到眼下耳聋 完全察觉不到既有对她的敌意和厌恶 然既又则更苦 进退维艰 牺牲最大 乔蕾蕾稍微带入的想想 都觉得她挺惨的 只能说乔灿尔大概就是她人生中的一场大劫 孩子大概没这么快吧 不过 既然有要孩子的打算 你就要多注意身体 要是学校有事要忙的话 先请着学校的事吧 公司这边请假就好了 反正也只是实习 乔蕾蕾必重就轻地回了乔灿尔 没想深入探讨 谢谢姐姐 就知道姐姐最疼我了 乔灿尔就是来要乔蕾蕾这话的 目的达成 她高高兴兴地请了假 离开公司回了家 虽然她已经搬到季家去住了 可这几天 季家的气氛怪怪的 就连往常最和善的季父 都一直脸色阴沉 面对她的时候 总透出一股 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古怪 所以 乔灿尔就跟季佑打了招呼 说自己回娘家住几天 心想着 要是过几天起床拿 宴运棒一宴得了好消息再回去 到时候 季家的人就该把她当活菩萨供起来 乔婶婶见到女儿回来很高兴 可听乔灿尔叙叙了一番之后 蒙拉住她叮嘱道 你最近呢 就不要老往脸雷那儿跑了 干嘛 乔灿尔斜眼看着她吗 你是不是要说 让我别去给姐姐添麻烦之类的话 我是那种人吗 哎呦我的小祖宗 你想到哪儿去了 我不是说这个 乔婶婶指了指乔灿尔的腹部 你不是说好像怀孕了吗 但你看蕾蕾 她从去年就开始被孕了吧 去年还没掉一个 她稳不住孩子 你这孩子又还八字没一瓶 你们待在一起 不是互相影响互相拖累吗 所以还是保持点距离好 妈 你这是迷信好不好 一点科学依据都没有 乔灿尔嘴上虽然这么说 心里却多少也有了点忌讳 织女莫若母 乔婶婶顺水推舟又加了把火 等你真的怀上了 孩子月份大点之后 你再去笼络你姐姐 到时候你就说 让她沾沾你的运气 回头蕾蕾也有了 还不得记你一个好 乔灿尔觉得是这么个道理 冲她妈比了个大拇指 还是你想得周到 坐在办公室里 看奈利赛赞助企划案修改版的乔蕾蕾 莫名地打了个喷嚏 她揉了揉鼻子 不由地看了一眼窗外 这两天天气稍微转好了 雨水减少 尽管太阳还是被厚厚的云层挡着难见几面 可空气的湿度慢慢降下去了 整体舒适许多 早上的时候 素人给她发消息 说 程立明问她 什么时候有空让她再见见程子车 乔蕾蕾原样截图发给了梁湛婷 不过 梁湛婷似乎一直在忙 都没空回复她的消息 儿子现在是在她的身边 可是程立明和程子车的亲子关系 仍受法律保护 但凡完全杜绝他们夫子相见 程立明必然会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 将程子车带回去 这是乔蕾蕾的心头大患 但问题是 她不想见到程立明 又不放心 素人带着程子车回去 怕他们一去不返 这一时间 竟有些拿不定主意 这事 她自己琢磨了一天 都没想到最优的几句方案 临下班时 李宋忽然打了通电话给她 倒是解了她的人眉之急 程立明想家阿彻是吗 我听素人说起了 星期五 幼儿园开春季运动会 她要是真想看 就让她来幼儿园看吧 幼儿园的监控是全方位的 但凡她有任何轻举妄动的行为 我都会第一时间知道 这个计划万无一失 就看你相不相信我了 李宋平静地说道 行 我当然相信你 乔雷雷如释重负 那么到时候就拜托你了 好 到时候保持联系 李宋这次一句多话都没有 连再见都没说就挂了电话 乔雷雷只是觉得奇怪 却看不到对方在放下手机后 用左手掩住了眼睛 热泪自李宋的指缝间流出 她不想哭 可是眼泪却止不住 这几个月来 她像疯了一样的查资料 搜索记录里不是 魂魄转移就是借尸还魂 晚上做梦 梦见的不是方庆就是乔雷雷 甚至他们同时出现手牵着手交由 为此 李宋还偷偷找过自己心理方面的专家朋友 她咨询的是 如何缓解目前的症状 却从来不敢对任何人吐露自己的猜测 就连上次家访的时候 在梁家前院忽然对乔雷雷说出的那番话 都不在她原本的计划中 李宋是真心希望 乔雷雷就是方信 因为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 她压根就没有接受过方庆已经离开世界的事实 而午夜梦回时 李宋也会有清醒的片刻 心里的小人会对自己说 乔雷雷不是方庆 可就在刚才 乔雷雷说了方庆曾经最经常说的那句话 合成团明天的排练我去不了了 我要去听新品发布的比稿会 所以到时候就拜托你了 嗯 这次真的不好意思啊 所以同学聚会的总筹话 我应该到场主持的 可是阿车突然发烧 别人我也信不过 只能拜托你了 我爸不是有几幅画托管在陈伯伯那吗 立明不太懂这些 还是你在这方面比较地道 能不能拜托你 帮我处理一下后续啊 实在是抱歉啊 我现在的状态 没法去处理我爸爸的遗物 拜托你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蓝苏的饰演者 旋转三周半 感谢您的订阅 点赞和评论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导公别撒糖了 作者穆迪 领前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叮叮当 第165集 李宋从来没有拒绝过方庆的求助 因为他知道 他不是喜欢麻烦别人的性格 但凡求到他这儿来 一定是想过了其他方法 但其他方法都行不通 他不忍心 看他去向别人低头 他本该是像白天鹅一样 骄傲且一尘不染的公主 尤其是 后来他不能成为他的枕边人 李宋就更加乐意 甚至期盼方庆来找他帮忙 现在乔雷雷找他帮忙 他也有一样的感觉 这深切的触动 这情不自禁的眼泪 都让李宋重新感觉到人世间的温度 这天 梁湛亭忙到很晚才回家 回来的时候 乔雷雷已经睡着了 他吻了吻他的额头 独自去浴室洗澡 热水自头顶滑滑冲下 梁湛亭疲惫地闭起眼睛 脑中不自觉地回想 老爷子今天白天和他说的话 上次你去蜀城谈的那个项目 如果不是梁湛发现问题及时补救 这会儿就落空了 你最近状态不行 是不是因为雷雷 带回了一个别人家的孩子 还有 怀奥那边 我看你还没有动作 你怎么打算呢 在老爷子面前 梁湛亭能说出一整套没有破绽的逻辑和原因 可再好的谎言也只不过是一层纸 随时都有被捅破的风险 让他一直压着没有动手的原因 确实是和橙子车有关 但那只是间接的关系 他真正在意的 是乔累累的感受 目前 他们和陈立明的关系还只是僵持 等到梁湿上下动手 避得怀窝出现严重的财务压力 迫不得已只能卖股份 陈立明在生存危机面前 必然会表现出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 谁知道倒是会发生什么 届时 在庞大的利益面前 个人情感 往往是最容易被牺牲掉的 乔雷雷那么喜欢橙子车 他却有很大可能留不住这个孩子 除非 陈立明意外身亡 但这不可能 他不可能主观控制 陈立明的生死 旅行商业计划而已 竟让他动了这种 莫名其妙的念头 梁湛亭抽过旁边 木架上放的浅蓝 辉格纹浴巾 用力地擦着头发 恨不得将这千头万绪 和水珠一起擦走 果然 神一旦有了在意的人和事 就暴露了自己的弱点 他无声地自嘲着 吹干头发 轻手轻脚回到了卧室 躺下之后 乔雷雷似乎感觉到了他的存在 小白爪子 摸摸缩缩缩地伸了过来 最后搭在他的腰间 再也没有了动作 梁湛亭顺势仰躺着 却怎么都睡不着 他忽然很羡慕 微信群B群里 以伪风为典型的几个风流少爷 像他们那样 拿着点持有骨吃稳定的盈利分红 过着闲出屁的小日子 也没什么不好的 起码不用像他这样 成为唯一的希望和焦点 梁老爷子的意思是 收购怀窝的计划 最晚在六月之前就要开始 梁湛亭重重地叹了口气 微微偏头将自己的脸 贴在乔雷雷睡得暖泼泼的小脸上 他身上的甜香果味 盈满鼻息 慢慢软化了他那个倦怠的心 躁动和胶着褪去 梁湛亭拥着乔雷雷安然入睡 这天之后 梁湛亭就变得特别忙 乔雷雷这个待在总裁办公室隔间的人 都经常性地见不到他的面 两人能一起上班就很不错了 毕竟梁湛亭经常性为了让乔雷雷多睡一会儿 自己先离开家 而下班的时间就更尴尬了 经常都是乔雷雷自己开车回去 就连橙子车都说 最近都没看到干爹呢 因为现在一年开始了 干爹有很多事情哦 阿彻要好好长大哦 乔雷雷对待孩子时有百倍的热情 但他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 也会觉得梁湛亭最近能挤出来 和他相处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 心里不自觉就会冒出些委屈的味道 可是他换位设想了下 又把心里的情绪收了起来 他以前忙起来的时候比梁湛亭夸张多了 真的也没什么好怨怪他的 像他之前有空那会儿 就喜欢计划带着他到处跑 现在他忙成这样 而自己作为身边人 就应该给他更多的理解和关怀 为了再不打扰他的前提下增加互动 乔雷雷利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 开始下厨房 向风雨学了烘焙和甜品的做法 偶尔给梁湛亭制造些惊喜下午茶 可惜这大半的惊喜 最后都落到了他自己的肚子里 有天晚上 乔雷雷故意强撑着精神不睡着 想等梁湛亭 无奈这春天的温度实在太适合睡觉了 他只有偶尔在半夜醒来的时候 凭借着一丝脱颖而出的清醒意识 搂抱住梁湛亭 然后闻着他身上熟悉的冷香 再度入梦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 乔雷雷 逐渐开始习惯于梁湛亭的早出晚归 他也从患得患失的失落中走出来 恢复了常态 赛车耐力赛的后续工作 交给了梁清渊去负责 乔雷雷就彻底地放手没管了 而梁清渊正好和他爸爸对付 借这个机会正好离开凤城去偷偷气 临行之前 梁清渊再三拜托乔雷雷帮他介绍女朋友 可乔雷雷听了也就听了 没答应 潮湿的绵绵春雨过后 凤城迎来了花香四溢的连续晴天 不仅梁清渊这一棵树求桃花 群里思敏也在求介绍对象 梁清渊 乔雷雷可以不管 可思敏的终身大事 那还是要上心的 当初在设计部的那段日子 思敏处处维护他 既然认下了这个朋友 当然得做点什么了 我嗅到了开瓶的味道 熊孔雀求我才开瓶 你有没有常识啊 开瓶是什么 我可能拿去喂狗了 乔雷雷和温言话敢话的逗曲 思敏也时不时地插上一句 唯独圆灵一直没有发言 这人谈恋爱谈到失踪 这么重色情有 乔雷雷的记忆 一下就拉回到了上次婚礼现场那天 穿成一身浅色的霍恩锦的形象 悦然出现在脑海之中 斯文有礼 教养良好 还有些风趣 像学生时代的确实很有吸引力 不过 乔雷雷认识的元灵 不是谈恋爱就失智的类型 最近很少冒泡 这的确有些反常啊 温言圈了元灵三遍 元灵才终于出现在了群里 最近很忙 所以没注意看群消息 大家都还好吗 不好 都被你这重色情有的行为给气到了 准备替你出群了 除非你发个红包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飘无天 剧中风仪的饰演者 感恩一路有您的陪伴 我们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66集 乔蕾蕾立马编辑内容 准备制止元灵发红包 并打算抨击温言这种 在线骗钱的无耻行径 但她还没有编辑完 就看到元灵回复 资金手头有点紧 欠着吧 下次发 乔蕾蕾 进一步察觉到不对 赶紧切出去和元灵私聊 她问 是不是碰上什么难事了 元灵正在偷偷地 利用上班时间 悄悄做私单 做贼事地谨慎小心 连打开个对话框之前 都要再三确认 周围有没有其他人 等完全放心了 才能快速打开聊天界面 匆匆回复乔蕾蕾 没什么 我自己能应付的 乔蕾蕾一听元灵这意思 就确定她是碰上麻烦了 元灵那个性 绝对是宁肯自己吃亏也不麻烦别人 因此 哪怕她现在这么说 乔蕾蕾的心里也放心不下 她整理了一下思路 发消息过去 要是资金方面的麻烦 我可以借给你的 怕元灵不好意思 乔蕾蕾又故意开玩笑地补充一句 我可是要收利息的 要得也不多 等你回头缓过来 看着给就行 那头看到这两行字的元灵 心头默得一暖 她知道 从她被乔蕾蕾拉进那个闺蜜群起 她就被当成是她盟友中的一员了 无论是谁 无论何时向她求援 她都会帮忙的 可是这一次 碰上事情的不是她 而是霍恩吉 她就不好意思为这点事情 去叨扰乔蕾蕾了 元灵又快速扫尸了周围一眼 啪啪回过去一行字 真没事 如果我搞不定 一定会来求助你的 不让我帮忙也行 那你告诉我 是什么事啊 前后元灵就迂回回答了两次 乔蕾蕾不相信 她还会再用一次这招 果真 隔了好半天 一直到休息时间 元灵才打电话给乔蕾蕾 迟疑地说出了真实原因 恩锦和她哥哥一起创业 成立了口腔医院 但是 他们拉第二轮投资的时候 遇上了一些问题 然后资金没到位 但是又向供货商方面预定了机器 机器要是退了 要赔偿全款的30% 作为违约金 所以 他们就决定 还是拿机器 乔蕾蕾总觉得 这个事情听着有点耳熟 但没有直接说 只追问的 然后呢 你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 全都拿去了 没有 我哪有什么积蓄啊 元灵哭笑 就是 恩锦她现在 把自己所有的钱 都拿去投在医院那边了 现在生活都成问题 我去看她两次 她两次都在吃泡面 我觉得 太心疼了 乔蕾蕾终于听出个棱角 所以现在 你是一个人挣钱 咬两个人 也没有到那种程度 就是 不希望她那么磕待自己 元灵 有些羞难 那 你一个人工资 够你们俩花吗 你不希望她磕待自己 你也别她压榨自己啊 我看你最近的状态 是不是工作太多了 乔蕾蕾还是很担心 我 接了四弹 元灵压低声音说道 所以 最近挺忙的 乔蕾蕾 就更加觉得 这件事情诡异了 放开霍恩锦的 硬核家庭条件不说 以她对待 她的整体行为来看 不管到什么境地 她都不可能容许 她打两份工的吧 即便元灵 是要瞒着她 而她作为伴侣 难不成还感觉不到 他们这群 时不时在群里 聊一次天的朋友 都知道她最近忙着要死 那霍恩锦是属木头的 不是啊 以她之前在婚礼上 表现出来的敏锐和风趣 她一定不是 木讷笨拙的人 那推论就只有一个了 霍恩锦认可 元灵正要为她付出 再往深处想 她霍恩锦家里 两兄弟有条件 合资开牙科医院 难不成连吃口饭的钱 都凑不出来 她不相信 即便真的霍恩锦 有这么蠢 那霍恩锦的父母 总归是在是的吧 他们就能 看着自己的儿子 这样折虐自己 乔雷雷左想右想 都觉得 这件事情蹊跷诡异 奈何她没有证据 要是单和元灵 说自己的推论 只会糟蹋 元灵的心情 甚至元灵要是笨一点 还会觉得 她是在挑拨 她和霍恩锦之间的关系 最好的办法 还是让温言这个百事通 去好好地探查一番 乔雷雷斟酌过后 将自己的诉求 和温言说了一遍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我怎么觉得 元灵和那个姓霍的 在一起之后 应该过得更不好 更差呀 温言的论点 比乔雷雷多得多 在你没跟我说之前 我想的是 以正常的谈恋爱收益来看 两个人在一起 应该是让彼此的状态 比单身的时候要好啊 以男性对待感情的态度来说 霍恩锦也不该拿 和她在一起 几个月的女朋友的钱呢 怎么都觉得 真人品有问题 而且啊 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 一个骗局没有啊 我感觉 霍恩锦这一整套故事 都很像之前 一个经典骗局啊 两人立场一致 乔雷雷安心了 欣慰得到 嗯 所以才让你去查 查一查他的学历 家人 以及那间据说 投了钱的医院 没问题 于公于私 都间接完成任务 给温言安排完工作 乔雷雷又私聊了思敏 思敏在群里和原灵 认识了之后 两人性格相同 他们之间来往的次数 比乔雷雷和原灵 来往的次数多 乔雷雷到底要顾全 原灵的自尊心 不能直接给他拿钱 所以他就让思敏去约饭 你就说呢 公司发了奖金 请他吃顿好的 顺便 再多探一探他的话 乔雷雷把自己的不放心 都坦诚地跟思敏说明 我和温言都觉得 原灵那个男朋友 多少有点问题 你见面的时候 记得旁敲侧击 敲打敲打原灵 他恋爱经验不多 我怕他会被人骗了 思敏在电话那头 拍着胸脯保证 放心 我肯定看好他 说起来 他确实有段时间 没有约我去逛街了 我还以为是 他们公司器重他 给他埋了很多工作呢 即便同样 没有多少恋爱经验 可性子 只有热心助人的思敏 人缘好 大家有什么 都愿意和他说的说的 久而久之 思敏听得多了 眼界也就开阔了 在骗局套路陷阱 这种问题上 比起原灵那种 喜欢独来独往的 性子所了解的要多 也要更敏锐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原灵的扮演者 伴雪薇 欢迎订阅点赞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导公别撒汤了 作者 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 叮叮当 第167集 等一切都布置妥当了 乔蕾蕾 安心地过了这一天 很快 温言带着 查探到的消息来奉命 电话里面 他气得都能喷火箱子了 雷姐 根本就不用查什么牙科 这次 真是老天爷助我们 别废话 快说 乔蕾蕾 着急猝眉 我老婆的姐姐 在婚戒中心当红娘 晚上我们正好一起吃饭 我发语音 给一个比婚禁 小几节的校友 问她认不认识 婚禁那个专业的人 然后 然后那姐姐听见了 就说 她认识一个叫婚禁的 你猜怎么的 哎 这关键时刻 温言还卖起关子了 那个婚禁 是个职业婚托儿 温言的声音 大到炸耳 乔蕾蕾 那一秒钟 觉得自己都失聪了 但很快 她缓过神来 镇定下来 面色冷到了冰点 接着说 她跟婚戒公司 按年前合同 按公司给她发的人设 扮演不同的 优质试婚男 今年是他们公司 合作的第二年了 她演过作家 演过企业高管 律师 这个牙科医生的人设 都是今年新定的 齐恩 还是年初网络上 风迷起了一股 迷恋 帅气 牙医的狂吵 说是一部 什么很有人气的 网络小说给造成的 你说扯不扯 温言激动得 好几次都破烟了 乔蕾蕾哼笑 网上最流行的是 霸道总裁的小说 他怎么不干脆 用个钻石王小五出来 因为穷啊 温言又好气又好笑 再说了 演霸道总裁 还怎么骗钱 别说了 你赶紧让你老婆的姐姐 从公司辞职 然后 我去举报这家 亨蒙拐骗的公司 乔蕾蕾一刻都忍不下去了 举报没用的 人家干事之前 都是想好了 怎么打擦边球了 温言叹气 哎 婚紧不是直接跟婚姐公司签约 是跟这个公司老板名下的另一个演艺公司签的约 就算回头崩了 也只能说的是个人芯片 伤不到婚姐公司 再说了 我看过那份保密协议 你们压根就没有求他骗钱这一项好吗 协议里明确点出他的工作内容 就是去和公司安排的服务对象去谈恋爱 说白了 就是给他们一种 自己真的是因为充钱成为会员 而在婚姐公司的这种安排下 认识到了优质青年的错觉 姐姐也说明白了 其实婚紧这种行为是违背公司跳跃的 但她不是第一次听说了 之前旧人因为婚托坑钱而到公司来闹过 可是婚紧拿的金额小 而且她是凭本事骗到的 就像园灵这事 弄出园灵自愿的行为 就算告她 还得让整件事情构成诈骗才行呀 一定有办法的 乔雷雷以为 婚言说这话是打算劝退的 后续可能会牵扯到你二人的姐姐 你还是提前和她打好招呼 我尽量不让她出面 反正受害者也不至一个两个 找人也好找 婚言蒙解释道 我没说不管 也不是不让你管了 要是想让婚紧栽在咱们手上 可能还需要从长计议 想到园灵 乔雷雷又冷静了几分 还要尽量让小林 少受些伤害 对了 还有一件事我没说 温言未谈 姐姐说 婚紧和公司的合约 到今年六月就过期了 届时她将会离开封城 因为她要回老家平川去结婚 她未婚期的照片我都有 一看就是老实人 也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碰着这么个狗东西 乔雷雷的心里已经有了些思路 婚言 这样吧 一个反套路计划 正在瞒着霍恩锦悄悄声称 临近的一个周末 闺蜜群约了一场聚会 袁梁本来想推调部参加的 因为她又接了个新的私单 这单要得及时间紧 她得加班加点的赶会完成 可乔雷雷说 她有个不错的资源 想介绍给霍恩锦 袁梁又觉得乔雷雷推荐的 肯定是好机会 而且霍恩锦必然也不想错过 扁还是硬邀来了 可是一入座 袁梁就发觉不对 说好的带家属一起聚会 可现场却只有霍恩锦 这么一位家属在 温言家的露露不在 梁湛亭也没来 啊 我老公说好要来的 毕竟这次的资源 还是她牵头说起的 只不过临出门的时候 被事情绊住 来不了了 乔雷雷看穿了袁梁 那点压不住的心思 主动说道 温言也紧随其后解释道 露露突然来大姨妈了 她每次第一天都不舒服 又不知道 我们今天约会在海上探厅 她吃不了这么良心的东西 就干脆在家休息了 啊 那你怎么不去照顾她 思敏的嘴巴比脑子快 况且她也不知道乔烈烈和温言私底下的安排 所以只是站在女孩子的角度上脱口而出说了一句 温言也不是面子前的人 加上心里有更大的事 思敏一句话劝不退她 她清歇了下 说道 你能说出这话 就知道你是没谈过恋爱的 哪有时时刻刻粘在一起的 又不是连提婴儿 她还有她妈 还有她姐呢 我就是去了 也帮不上什么忙 难不成蹲在别人家里 长蘑菇 思敏已经习惯了温言这张嘴 被反Q到也不生气 我是没什么经验 那你介绍个适合谈恋爱的给我呗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乔雷雷接过话题 她在低头脚服务员刚端上来的甜品 芒果稀釉椰枝稀敏露 单厅成分是挺复杂的 可因为这间餐厅最近主推的几款甜品里 只有这一道有芒果 乔雷雷几乎是在目光触及到芒果这两个字的时候 就下了决心要要它 她点完之后 温言就在旁边咋舌 说 西柚混芒果是个什么味道啊 听起来就像黑暗料理 但真正端上桌之后 大家都发现 这份甜品还挺精致好看的 能勾起人的食欲 唯独点他的人 从甜品身上抽离了心思 漫不经心地搅动着 并等待思敏的回答 思敏也没多想 胡伦说了个大概 刚说完 温言就像抢达似的笑着看向霍恩锦 看来思敏你的自我标准和园灵差不多啊 我怎么觉得你是照着霍一声说的 思敏愣了愣 反映过来之后 他很怕温言这种没遮拦的嘴乱说话 闹得园灵不开心 就离忙启示 哪有啊 我描述的形象 还是比霍医生的性格要活泼点吧 呃 我也不是说霍医生你沉闷的意思 呃 欢迎继续收听哦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我是江嘉宁的饰演者 描三妹 哦 他还在后面 记得 继续收听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导公别撒汤了 作者 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 叮咚当 第168集 做设计的人 平常都埋头和作品客户需求交战 还真没什么练嘴皮子的机会 思敏感觉 自己越说越错 急得直抓头发 乔蕾蕾很不客气的 帮他瞪了温言一眼 你看你把思敏吓得 他转而 将目光投向霍恩锦和园灵 思敏的意思啊 大家肯定都没有误会 这要我说呢 霍医生这样的形象气质 确实符合很多女性的择偶标准 不过 霍医生 已经有了小林了 真要考虑的话 就得看霍医生的哥哥 或者弟弟 有没有对象 这说不定还有信呢 真可惜 我哥有女朋友了 霍恩锦脆声笑了笑 那也没关系 都说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帅哥的朋友 也是帅哥呀 温言窜多的 那叫一个起劲啊 让慧生介绍几个同事给思敏认识 也不错 思敏尽管脸红 却是真心的想要脱单的 因此 当温言将话题推进至此 他忍不住眼含 期待地看着霍恩锦 期盼着他能硬撑下来 霍恩锦争了下 过了两秒 才点点头 哦 应该的 我会帮忙留意的 有合适的介绍给你啊 说完后 他的视线装死不经意地 挑向了乔蕾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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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一秒之后 迅速转到袁灵的身上 惊呼道 嗯 这个比想象中好吃呢 给你们每个人点一份吧 霍恩锦的眼中 流露出了一丝黯然和不爽 但他立马端杯子喝水 掩饰了自己不慎溢出的情绪 然而他即便掩饰得再好 也无法逃脱 本来就一直在留意他的 温言的眼睛 温言递死完乔蕾蕾蕾 被思敏这个好吃鬼传染了之后 忽然就提起 乔蕾蕾蕾今天出门的自要目的 雷姐 你要不要这么偏心 小灵是你闺蜜 我也是你闺蜜吧 怎么我听说 你要给小灵会一声介绍业务呀 我呢 就不能有这种好事 落到我头上 温言气鼓鼓地道 袁灵唯恐 好朋友之间因为这事 产生了嫌隙 忙道 蕾蕾蕾不是那样的人 这次大概就是业务方向正好合适 你给他解释什么 他就是一个小气包红眼病 嫉妒气死 也是该的 乔蕾蕾和温言对恰 袁灵感觉自己劝不下 用眼神求助四敏和霍恩锦 霍恩锦正竖着耳朵想听乔蕾蕾要说什么呢 被证明一打岔 他的心里也挺不舒服的 可是他还得鼓起笑脸来当调解员 嗨 什么事和友情比起来都是小事 难得聚会 不要不开心吧 因为坐的是圆桌 霍恩锦和温言又都是男生 所以他们俩坐得比较近 他一边说话 一边拍了拍温言的肩膀安抚他的情绪 温言像招财猫似的快速摆了摆手 我哪敢和雷姐生气啊 你们太认真了 我就是好奇 雷姐介绍的是什么单子 就是我老公呢 有个姑姑 是做服务平台的 最近开发的新项目 是线上医疗咨询服务 他说牙科这部分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所以我就给他推荐了霍先生 乔雷雷说得轻描淡写 不过我消息知道的有点晚 他们明天准备飞泽城 要开第一次内部研讨会 因为是包机过去的 所以你只要在今天晚上十二点之前 提交资料 然后收拾好行李 明天跟着他们一起准时出发就行了 霍恩锦听完之后 柔柔一笑 有点遗憾啊 我最近比较忙 明天可能没办法跟他们一起去 没关系的 就是知道有这么个机会 我就跟你提一下 确实是我通知太晚 乔雷雷仍是不大在意的样子 我老公说 他们平台开的服务挺好的 一般只要提供在线咨询回答服务 然后引导就诊就行 年薪百万呢 年薪百万 这四个字就像一股有生命的热浪 猛地涌进了霍恩锦的心里 元灵一贯没什么波澜的脸上 也有了明显可见的惊讶 这哪是什么普通机会啊 对于现在的他和霍恩锦而言 这件事就等于是大风刮前来啊 元灵忍不住在桌子底下 偷偷拽了拽霍恩锦的衣服 霍恩锦捏住他的手 镇定地回应了乔蕾蕾 呃 这个待遇还真挺诱人的 对啊 看在这么好的福利待遇上 你看能不能云云时间 乔蕾蕾玩耳 丝毫没有表现出 对霍恩锦态度摇摆不定的不满 虽然时间很紧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时间 而且每个人啊 还允许带一个助手去 就是 但凡报名的话 要先交费用 一个人五万 这个数字 是乔蕾蕾和温言特意商量过的 以元灵的薪资待遇来看 他一个月就算把基本工资 这家奖金全给霍恩锦 以他们在一起满打满算 三个月的时间来说 也绝对不会超过五万 要霍恩锦从荷包里掏五万出来 只多不少 他们首先要做的 就是先保证追回元灵的钱 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霍恩锦脸上的表情变化不大 倒是元灵显出了明显的紧张和窘迫 五万啊 他这会儿 哪儿拿得出这么多啊 乔蕾蕾是一定会有的 可是元灵也拉不下这个脸皮来向他借啊 一个明晃晃的镀金机会就摆在面前 充满着诱惑的味道 安静在众人之间流淌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各自的考量 来嘞 元灵开口了 没事 我去问问我哥哥吧 应该还是能争取到这个机会的 霍恩锦打断了他 还轻易地揉了揉他的头发 小灵最近跟着我操了很多心 这件事上就不要再继续受累了 元灵仍然有些担心 是经济上有困难吗 乔蕾蕾放下手里的勺子 需要我帮忙吗 霍恩锦其实心动了 但就在他想着要怎么时机而下的时候 温言拽了拽乔蕾蕾 你说什么呢 是不是又看不起人 五万而已 这对霍医生那不是小数目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群眼花瓣橙子 喜欢就点赞评论分享吧 下集更加精彩哦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69集 这都上升到尊严问题上来了 霍恩锦还怎么好意思再向乔蕾蕾借钱啊 于是他就只能硬着头皮起身准备朝外走 嘴里还解释道 哦 我出去打个电话 试陪一会儿 元凌准备跟上 却被他迅速地摁住 乖 我很快回来 就是啊 不要成天洒狗粮 照顾一下单身小伙伴的感受 可不可以啊 思明挽住元凌的手臂 让他没机会再跟上 元凌只好坐着不动 只是目光一直跟随着霍恩锦 在元凌没注意的单口 温言朝乔蕾蕾疯狂识眼色 乔蕾蕾也挺无奈的 他们在策划之前都祈祷着元凌不要陷得那么深 可从现在的情况看来 元凌对霍恩锦还真不是一般的伤心 好在没过多久 霍恩锦就回来了 脸上带着笑容 看样子事情办得很顺利 签到位了 给我账号 我转给你 霍恩锦对乔蕾蕾表现出了绝对的信任 这也是自然 毕竟谁能想到 堂堂北川集团的少夫人会走上这条路呢 收到钱 乔蕾蕾的心变踏实了 她笑盈盈地看向元凌和霍恩锦 热气道 一会儿呢 我们吃完饭就不要闲来滑水了 多给霍医生腾点时间 让她方便回去整理收拾东西 首站要飞多伦多 可不是一般的辛苦啊 哎呀 辛苦点也是应该的 要挣钱养家嘛 霍恩锦清朗一笑 随后宠溺地看着元凌 仿佛她就是她人生未来的希望 婚言差点都要怀疑 自己的调查是不是哪里出错了 而乔蕾蕾则感觉到了生理上的不适 正如她当初面对成立明 那个假面男的感觉一样 果然 渣男都一样 这顿饭 元凌吃得很不踏实 乔蕾蕾和温言拿鱼一光 都能感觉得到 她迫切地想知道霍恩锦 是怎么解决钱的问题的 按照计划 他们是要支开元凌之后 再结穿霍恩锦 但霍恩锦的未婚妻高会 却成为了这个计划里的 不确定性因素 温言辗转找到了 高会和霍恩锦的共同朋友 以要给霍恩锦一个惊喜为由 将高会请到了凤城 然而 中途不知道那个委托人 弄出了什么纰漏 高会察觉到不对 非要见霍恩锦 温言本来以为 高会联系上霍恩锦 那彻底打草经手 全线崩盘了 可消息传来的前后时间里 霍恩锦的手机 连响都没想一下 乔蕾蕾猜测 霍恩锦肯定不止一部手机 那部用来联系高会的手机 他没带在身上 温言装作平静地 给乔蕾蕾发消息 现在怎么办 乔蕾蕾面不改色地回道 那你就让中间人 发这里定位给高会 不考虑小灵的感受了吗 该知道走车知道的 肠痛不如短痛 还是大佬杀法果断啊 温言在心里默默地感慨 边感慨佩服 边动作力所地按吩咐招办 不久 高会就出现在了餐厅里 乔蕾蕾他们所坐的圆桌 位于餐厅的CV 露天的小平台 面朝着清澈的江流 无论从餐厅的哪张门进来 都会首先注意到他们这一桌 高会不用找 就认出了自己的未婚夫 而好巧不巧的 霍恩锦正在给园林夹菜 女人的直觉告诉高会 今天必然有事发生 她的心砰砰直跳 双腿自动走向霍恩锦 但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 而桌边的乔蕾蕾和温炎 表面上装作云淡风轻 可心里 却早就已经计算好了 调度的位置 但凡高会闹事 温炎负责推霍恩锦出去 乔蕾蕾来掩护园林 避免她白白挨巴掌 但事实上 高会的性子 没有他们预料的那么爆炸 她在霍恩锦的左后方停了下来 像是无法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事情 还是思敏先抬了头 并撞了撞圆灵的手臂 霍恩锦才被动跟着他们一起 向后转的 在看清高会的那一刻 霍恩锦实话了 你是霍恩锦吗 高会的声音都在抖 她捏紧了手里的包 像是想把心里所有的情绪 都通过纸巾挤压出去 注意到乔蕾蕾他们全桌人 都在看向自己 高会还艰难地 用自己的良好修养 和最后的心理素质 扬起了一个笑脸 你们好 你们是阿锦的朋友吗 我是阿锦的女朋友 女朋友三个字 让圆灵成为第二个实话的人 思敏嘴快 皱眉问道 女朋友 有没有搞错 霍医生 你解释下呗 霍恩锦微不可查地咬里咬牙 脸上的表情可见扭曲怪异的痕迹 她用自己都感到陌生的声音问道 你怎么会来这里 我听说你在这里 就想过来看看你 高会似哭似笑 双眼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红 很快饮满了泪水 她已经看不清霍恩锦的样子了 但她知道 有什么东西 已经在她心中坍塌碎裂 如果打扰你们了 那我走 高会还轻轻地鞠了个躬 温言都快气死了 你站住 今天的事情没说清楚 谁都不能走 她割下筷子 目光毒辣地盯着霍恩锦 霍医生 这位小姐说她是你女朋友 那小玲呢 小玲也是你女朋友吧 脚踏两条船 匹刹能把裤裆脑 你没听说过是吗 霍恩锦紧抿着嘴 不发一眼 袁灵却在无声无息间和她拉开了距离 乔蕾蕾在旁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心里多少松了口气 她走过去 邀请高会一同入座 要不 我们坐下来说吧 可高会太痛苦了 她胆怯 她不想面对 她只想从眼前的失望中逃离 不 不用了 谢谢 别这么怂 袁灵突然看向高会 是她瞒着我们 造成了这一切 你没做错什么 不用这么小心翼翼的 乔蕾蕾真想给袁灵鼓掌 她施意思敏照顾好袁灵 自己则从包里 拿出早就收集齐备的证据丢在了桌上 既然大家已经决定把事情摊开来说 那我们不如挑得更明白点 霍恩锦 你是想自己说呢 还是我们帮你说 袁灵猜出几分 快速拿起 乔蕾蕾丢出来的东西 翻阅起来 各位听住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定步飞龙 在剧中饰演的是 秦宿 一个见风使舵 欺人怕硬的家伙 以及女主的父亲 一个老混蛋 乔清风 欢迎各位捧场吐槽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 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一百七十集 资料中有很多张霍恩锦的照片 是他以不同的人设 出现在各个场景中的样子 圆灵的视线一下变得模糊 他倒是没有高慧 那么脆弱易碎 他心中更多的是震惊 震惊压概过了情感 所以他尚且还能在 失智和理性的边缘 来回游走 而霍恩锦 则选择撕开面具 他身上的斯文器 顷刻间褪去 涌上来的是 不可阻挡的煞气 仿佛喉咙里要伸出 一只巨大的爪子 来恼死 乔累累和温言 你们设了一个局 霍恩锦吃笑 那么你刚刚的行为 已经构成了欺诈 他晃了晃手机 像是一只都已经被人翻压在地上 却还坚持滑动赤足的屎克狼 乔累累嘴角的笑里 尽显嘲讽和藐视 不好意思 这个项目是真的 明天包机起飞也是真的 唯一的区别是 人家的费用都是二十万起 我都给你打了这么大折扣 你还得了便宜卖怪 霍恩锦不以为然 是吗 那我现在报警 让警察来决定 这是不是一起诈骗事件 好啊 你打 快点的 温盈快被这个骗子恶心吐了 你一个职业昏托都不怕 我们有什么好怂的 昏 昏托 高慧不可知心地捂住了嘴 而袁灵 看霍恩锦没什么动作 直接报了警 霍恩锦发现 自己的底牌果真被翻得一清二楚 心中一沉 破釜沉舟地决定掉头就跑 他那笔兔子还快的贼像 抹杀掉了 袁灵心中最后一丝美好的侥幸 可惜 餐厅外边到处都是乔雷雷的保镖 霍恩锦轻而易举地就被拿下了 事后 乔雷雷将袁灵的那部分钱补上 剩下的两万多给了高慧 高慧是被家里人接回去的 他就像大病了一场 离开凤城时一蹶不振 有种塌了半边天的感觉 这些情况 乔雷雷都是听温言说的 听完之后 他就更担心袁灵了 他跟没事人似的 正常上班下班 我同事都说 看不出他碰上什么糟心的事情了 温言很是揪心 要是他大哭一场 把情绪发泄出来 那也还好 别在心里就让人放心不下了 乔雷雷认同温言的担忧 可他也相信 袁灵作为一个成年人 有自己走出心脏的能力和勇气 霍恩锦最终被定罪判刑 乔雷雷本来还想跟一跟 但是梁湛婷听说了这次风波之后 让自己的律师接管了后续 并对乔雷雷联系的那位国家一级律师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为什么没有用公司的法务 我的私人律师联系方式 你不是也有吗 临睡前 梁湛婷吻了吻乔雷雷的蝴蝶骨 问起了细节 乔雷雷白天在公司 整理了好几份数据庞大的报表 写了两份会议总结 下班回来还陪着程子车练字帖 在他睡觉之前 还脱稿给他讲了几个故事 此时脑力透支 体力也所剩无多 这会儿沾上枕头就想睡觉 都没察觉到 梁湛婷问这话背后的探究意味 哦 虽然事情 怎么能闹完公司的法务呢 越是身份特殊 越是要以身作则吗 乔雷雷语气含糊地回答道 我找了谢律师 之前是合作过的 他在这方面比较突出 谢军康这人我知道 一般的案子他不解 毕竟手底下有那么多人 你怎么认识他的 梁湛婷追问 他等了一会儿 没听到答复 再看乔雷雷 他已经睡着了 梁湛婷猝眉 他也不知道 究竟是自己之前对他的了解太少了呢 还是乔雷雷真的有很多他没有发现的优点 刚刚他那话说得很保守 那位名叫谢军康的律师 不仅仅是不轻易接案子 他那古怪的脾气 在业界内是名声远播的 梁湛婷一直都有自己长期合作的律师 他没有和谢军康打过交道 关于此人的信息 还是伟峰有一回在群里疯狂吐槽 他才获悉的 哎 不知道这个谢军康是什么毛病啊 我当时为了我舅舅公司的事去找他咨询 没空见面就改成了电话 他那边一接起来就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 让我控制好时间 十分钟得说完 一堆的破事 十分钟能说完个球 结果这人还真是掐着点的 时间一到就给我挂了 伟峰当时气得到处圈人 说要教训一下谢军康 梁湛婷看得出来 伟峰真是少爷脾气发作了 出门走到哪儿都有人给面子 可偏偏却在谢军康这儿栽了 那肯定是一口气咽不下去啊 但他对谢军康的初步印象也就一般 毕竟律师也是服务类的工作 基本的礼貌也是应该有的 而且就算进行普通的法律援助 也不该设置这么短的时间限制啊 而且后来群里又不断地有人和伟峰同仇敌忾 说这个谢军康好像有仇富的情绪 法律援助这类无偿的工作做了很多 可真正要处理经济骗局商业纠纷 那就开始耍大牌 推诿甚至刁难慕名找他的客户了 梁湛婷不是个偏听偏信的人 可当这种声音多了 他对这位素未谋面的谢律师 也会有一个比较负面的出印象 那乔雷雷又是怎么请动这尊大佛的 当然 这个答案在梁湛婷的眼里 也只是一桩小事 并不值得他为此打扰乔雷雷的美梦 四日清晨 乔雷雷醒得比闹钟早 习惯性地拿手去刷了会儿财经新闻 结果意外刷到 怀卧新品发布会出问题的消息 怀卧的新品手机四项系列 在发布会上竟然当场表演了个 边缘掉漆的大乌龙 赤红色的外漆底下是 正亮的银色底壳 有人认出那银色像是S系列的贝壳 紧接着青龙款样机也出现了 同样的边缘起窍问题 这消息一出 各方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是怀卧换汤补换药 弄了层新漆就来装新机 活出未赚噱头 坑骗消费者 而买了之前发布的S系列手机的人 则开始疯狂揣测 S系列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否则 何至于用一个不如S系列定位高端的 低水准新机来遮盖S系列的光辉 一时间 S系列和四项系列都被骂上了热搜 怀卧的骨架更是跌到让人想骂娘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 我是沐一言 是陈立明的实验者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下一集 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导公别撒糖了 作者 穆迪 敏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 叮叮当 第171集 四项系列 乔蕾蕾翻来覆去地 看了几条新闻之后 光洁的眉心 顿时挤出一个浅浅的穿子 不是应该 先继续发S系列的新品吗 又记得 他上次去怀望蔑视 他们拿出来的还是S系列的耳机 可怎么 S系列刚推到一半 忽然就上了四项系列了呢 四项系列最初是 他先提的灵感 因为他去研发中心 看样机测试的时候 碰巧遇见核心团队的 主创成员之一 于佑 以及他的妹妹 于芳华 于芳华的名字 听起来略有点 年代感的味道 但这小姑娘 却是个古风爱好者 那时候 她夸赞了 于芳华身上 水壁色的古装漂亮 成功开启了 两人之间的话题 于芳华和她说了良多 如今年轻已被复兴汉服的故事 她因此受启发 定下了四项系列 不过 因为四项系列在设计上 一直没能达到她的预期 她对怀窝的产品 又抱持着凝缺雾滥的底线原则 所以发布计划 持续推迟 而现在 四项系列忽然就被推出来了 乔雷雷点进这个主题的新闻稿 看到了发布版本的四项系列的展示机 四项系列是根据传统文化中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作为基础元素 设设计是将四项元素代表 萌宠化 拟人化 更符合年轻人的需求和喜好 我呸 通稿没看完 乔累累就关了 这稿子写得也太烂了 直白 空洞 套话连篇 但丝毫勾不起人的好奇心和购买欲 甚至连怀窝的品牌形象 都要因为这通稿的质量和水准而被拉低 怀卧明明有长期合作的专业公关 这些野鹿子通稿是从哪冒出来的 是 名捧暗黑吗 撇开这不如流的通稿不说 四项的新品简直丑得令人发指 这品位还不如他前几天 陪橙子撤去儿童商场时看到的玩具收集 就拿朱雀的logo来说 设计着把它弄成凤凰都行啊 再不急来着喜鹊也好啊 可结果却是一只滑稽的胖火鸡 蒙虫画 你人画 这根本就是低龄画丑画 是品牌的自我毁灭 乔蕾蕾气得脸色发白 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浴室的方向忽然传来声音 吓了乔蕾蕾一大跳 他抬眼望去 只见梁湛亭穿了件丝制的白衬衫 站在浴室门口 正在扣左手手腕出的扣子 梁湛亭很少穿这种风格的衣服 虽然他的衣柜里多的是白衬衫 可基本上都是规规矩矩的风格 像这种带点复古风韵的丝制衬衫 透出一股风流贵公子的味道 要不是他穿上了身 乔蕾蕾都没法这么精确地 想象出是种什么感觉 这件衬衫挺特别的 诶 是高定的吗 乔蕾蕾的面色 因为注意力的转移而稍稍恢复 不是你买的吗 梁湛亭朝他走过来 摸了摸他有些凉的脸蛋 眼神中的担忧表露得明明白白 乔蕾蕾最怕被他当成个病孩子看待 他抬起双手捧住他的手掌 再偏过头稍稍用力 像是要吸光他手上舒服的热度 我不记得我买过啊 可能是哪个品牌方送的 你跪下的衣服都是风衣整理的 他比我清楚 他的声音里 带着刚睡醒时特有的软弱慵懒 还有一丝清浅的沙哑 有一种勾人的魅惑力 原本已经换好衣服准备出门的梁湛亭 忽然就临时改了主意 他抽回手抱着乔蕾蕾躺了回去 身上会起重的 乔蕾蕾替他担心 一件衣服而已 梁湛亭毫不在意 他的关注点还在乔蕾蕾的身体状况上 他的目光在他鹰粉色的唇斑上划过 侯杰不自觉地上下滚动了一番 这会儿气色好看些了 可能因为醒来之前 做了一个噩梦的缘故吧 乔蕾蕾想将事情快点翻篇 含糊着编了个谎 我好像还听见你在嘀嘀咕咕 嗯 醒来之后有点没缓过来 所以自言自语 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你听见我具体内容了吗 乔蕾蕾从梁湛亭的怀里扬起头 有些紧张地等他的回答 其实那会儿 梁湛亭正拿着手机 在给周涵回复工作指示 只听见了隐隐约约的声音 但并没有听得太清楚 既然乔蕾蕾说是噩梦 那必然不是什么好事情 不开心的 他便不想再让他去回忆 没有 他微微侧过脸 结果被乔蕾蕾一根飞翘的西发挠了挠鼻子 有些痒 梁湛亭伸手去揉 但一动之间 不小心蹭到了某处柔软 他本就已经提起五分的热情 陡然在这一刻被撩然 就像是谁在火堆里洒了一堆碎火石似的 火苗带着霸道的气势 蹭得窜上老高 等乔蕾蕾蕾察觉到被子里的温度猛然上升到有些灼人的程度时 他已经没有将火轻易熄灭的余地 只能陪着梁湛亭一起燃烧 他的吻又轻又缠人 温柔得不像话 多日来的暗中动作 让梁湛亭心里积蓄的愧疚之一再一点点的增多 商业战争也是战争 是战争就会有牺牲 可是 间接牺牲掉妻子的一部分情感 于梁湛亭而言也是残忍的 他怀着心事 在啃咬乔蕾蕾的锁骨时 不经意用力过度 乔蕾蕾英宁一声 像极了被猛兽追捕后受了伤 躲在树洞里忍痛又不敢叫出声的可怜小动物 梁湛亭的下腹 猛然间火热得快要爆炸了 云收雨些 乔蕾蕾怀着一丝淡淡的怨念 不知不觉睡着 梁湛亭给他也好被子 通知周涵说乔蕾蕾今天请假 然后去衣柜重新拿了件白衬衫出来 在脱下身上这件丝制衬衫时 他轻轻地拧了下眉 乔蕾蕾蕾说这不是他买的 那送他的就另有其人 他早上在挑出这件衬衫之前 注意过他里衬中的暗文印花 这是V家的高定 乔蕾蕾也看出来了 V家的衬衫没有低于五位数的 像这种真丝面料的 更不可能被标成白菜价 那会是谁送的呢 梁湛亭想不出来 下楼和风仪聊了会儿也没有眉目 暂且也就放下这件事了 乔蕾蕾在家睡到中午才起 浑身酸疼 下床走的头两步都是晃的 他就不知道了 为什么两站停 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 还能保持这么好的精力 相比之下 每天不睡够八小时的他 那简直就太懒惰了 大家好 我是三声舍小声 我在书里饰演的角色是 梁老爷子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一百七十二集 毕竟他以前也是忙起来就只睡四五个小时的人 赎金 这句身上金丝雀的属性真是越来越重啊 走向浴室的过程中 乔雷雷慢悠悠地活动着脖子 结果感觉哪儿哪儿都疼 他仔细照镜子 哎 我真发现 脖子上多了好几个草莓 硬不说 锁骨处还有一些暗红 这也太凶残了 居然咬他 乔雷雷的嘴角向下搭了着 觉得自己真是一直被吃干抹净的小可怜 明明最近每天都睡在一起 他是为什么这么的欲求不满啊 正在暗自心疼自己的时候 一个电话打进来了 乔雷雷瞄了一眼名字背注 乔云顺 他觉得挺意外的 可接起电话之后 他就更意外了 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乔云顺说话的口气很冲 有话直说 乔雷雷的声音凉凉的 和窗外艳阳高照的天气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乔云顺打电话之前 确实有点冲动 这会儿听到乔雷雷这个态度 宛如被人迎头盖浇了一盆冰水 对得他透心凉 好歹 他那股子 见谁都想要喷谁的煞气 被压下去了点 俱乐部几个签约拳手 最近都被人举报说是黑道势力 导致耽误了比赛 俱乐部损失很严重 我找人去打听 说是我们乔家有人得罪了人 爸那边最近顺风顺水 所以我来问问你 乔云顺的态度是比一开始缓和了不少 可仍然透着强烈的怨气和不耐烦 乔雷雷清楚自己近段时间的所作所为 他的确帮朋友出了头 虽然不能说老实如安蠢 但说到得罪了人 他还就真不信了 霍恩锦的背后 最有可能的靠山就是那间婚戒公司 可他目前还没有对那家公司下手 从何谈得罪 更何况 霍恩锦这种一年一千的棋子 那些婚戒公司的手上多的是 一抓一大把 又何必为了一个 已经明确说了 从下半年开始就不再续约的废子 来和他对着干呢 这不是以卵基石吗 所以用脚趾头想想 也知道不是霍恩锦那头的势力啊 排除掉霍恩锦 乔雷雷还就真想不到 谁有那么大的势力感军动 乔云顺的蛋糕 毕竟 乔清风自从接管了 凤城商会的事务之后 名誉地位见长 以前在应酬场合 人家喊乔清风都是乔总 可现在 但凡上到的都会尊称一声 乔会长 乔清风的上头还有个正会长 他只是个副的 可只要他们两人不在同一个地点出现 大家都会为了讨好逢迎 而规避掉那个副子 GOR汽车公司发展的不温不火 收入在凤城名流圈也算一般 所以乔总的含金量远不如商会副总的含金量 有乔清风这座大山罩着 背后的背后还有梁家撑腰 乔累累怎么都不觉得 是外部势力在干扰乔云顺 出了事 你先从你自己那边查起吧 那些不知道打哪听的小道消息 信个七八分就顶破天了 全信 不是被人牵着鼻子走吗 乔累累本来想就这么算了 可仔细想想 乔家对他而言还是有意义的 乔云顺脾气一抱脑筋直 确实不是块从商的料子 但万一不小心被人利用了捅娄子 或者出问题了 那他这个当姐姐的 也不能独善其身不是 与其到时候东奔西走摆平麻烦 还不如现在多付出点 于是 本着将麻烦扼杀在摇篮里的初衷 乔累累又多说了两句 我这边确实没有怀疑对象 你要是觉得给你弟话的人可靠 就再多花点心思打听打听 十万不够 二十万总够吧 只要是能解决问题 花点钱 少操心 乔云顺听完 没忍住翻了个白眼 他现在算是懂了什么叫做有减入奢意 这还要多谢他的好姐姐教得好 这乔累累以前虽然看着也挺大手大脚的 但因为乔清风发的生活费额度有限 他那点钱买买口红和一般的品牌衣服鞋子也还行 五位数的包包 他还是要攒两三个月的余钱才能买得下的 可是你听听 他现在的口气 这十万二十万从他的嘴里说出来 就好像十块二十块那么轻而易举 嗯 这果真是背靠大树好成凉啊 乔云顺又不似他二叔那样 脸皮厚如城墙 能说得出我手上不太够要不你借我点 这种乞讨的话来 可是他俱乐部近两年确实运营的不好 能留存到今日 可以说得上是苟延残喘了挺长时间哦 全凭着他的热爱 所以还能一息尚存 现在让他一口气拿出几十万来签 新人都是难事 拿十万二十万去通关系办事 哼 乔云顺粗鲁的闷哼了一声 嗯 知道了 连拜拜都没说 就直接挂了电话 这臭小子 真是浑身上下写着欠教训 但乔云顺现在没闲工夫理会乔云顺 他下楼吃了点东西 趁着梁湛亭给他警驾的好机会 专心在家扒怀卧的近况 只可惜 网上能查到的东西实在有限 乔雷雷不知道 公司里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导致这么严重的发布事故 偏偏这个时候 张白雪忽然给他打电话了 乔雷雷忍着恶心 接通了电话 梁太太 立民现在状态非常糟糕 也不轻易见人 不担心他这样下去会出什么事情 所以想去你那把小车接回家 你看你什么时间方便 张白雪的客气一听就很假 他自己都觉得塑料感很重 但他坚信伸手不打笑脸人 乔雷雷是个聪明的 就该同样好声好气地回答他 乔雷雷审笑 新闻我看到了 程总这会儿应该自顾不暇吧 现在让阿彻回去 你们谁能分身照顾他 张小姐 还是先紧着肚子里的宝宝比较好吧 梁太太这意思我就不明白了 张白雪的语气骤变 显露出刁钻刻薄的真实一面 就像一颗喷洒过量防腐剂的苹果 看似新鲜的表皮之下 果肉早已腐烂发黑 你听不懂啊 我再说一遍 作为方亲的朋友 我们都认为你们照顾不好阿彻 既然你们决定开始新的人生篇章 而阿彻属于上一章 你们没必要 也不应该强行让阿彻融入 何况 阿彻自己也愿意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以后 我不会再接这种 没有营养的电话 乔蕾蕾的耐心耗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蓝苏的饰演者 旋转三周半 感谢您的订阅 点赞和评论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导公别撒糖了 作者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叮叮当 第173集 在他准备挂断之前 隐约听见 张白雪哼笑了一声 哼 为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你自己的弟弟搭上去 也没有关系吗 是你 乔蕾蕾大喊了一声 但张白雪却已经挂了 急促的盲音 就像一道抽在乔蕾脸上 凌厉的耳光 他怎么都没想到 乔云顺那边的麻烦 居然是张白雪弄出来的 乔蕾蕾想了想 在短暂的午休结束之后 换了身衣服 由张叔陪同着出了门 临行之前 他想到了点什么 又通知保镖阿威 带两个人开车跟上他 两辆车 静止往乔云顺的 全机俱乐部而去 俱乐部的名字 叫做英霄 地处凤城四环 乔云顺租用的场地 原本是一间啤酒工厂 现场里面搬空了机械 空间显得无限的大 场地内用铁网间隔分区 没有添加太多装饰在内 整体风格是简陋中 带着一丝野蛮的味道 原生以前来过这里 不过因为不喜欢里面 斗兽场一般的氛围 所以只在外边转了一圈 就离开了 乔雷雷来之前并不知道 俱乐部今天有一场 内部积分赛 积分赛的参与者 分别是俱乐部去年的 十二强成员 和三名特邀的国内大赛嘉宾 十二强先以抽签的方式 分成六组 两两PK 前六再和三名嘉宾 进行车轮战 按照胜利次数积分 因为今天参与对决的 有一名人气嘉宾 所以俱乐部一改往日的冷清 外面停了不少的车 乔雲顺此时就在场子里 但是他的几个得力助手 都陷入了调查纠纷 要么还在接受审讯 要么被禁足在家不能过来 他只能临时从朋友那儿 东拼西凑地借了些人过来 主要是镇厂子 但因为大家平时都没有磨合过 工作人员之间互相不认识 顶着现场的混乱情况 他们还因为一点小事 在工作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 乔雲顺此时正在解决问题 而乔雲顺的狐朋狗友也都在 由于乔少爷交友 只看性格合不合拍 不设门槛 所以他的圈子鱼龙混杂 坐在二楼V1V2观众席的 十几个男人里 有小企业主的儿子 有改装车车行的老板 有不务正业 靠钻空子为生的混混 乔雷雷进场环视了一圈 发现楼上什么牛鬼蛇神都有 顿时庆幸自己戴了保镖 女士你好 请问有座儿吗 前来接待的迎斌小姐 穿了一身毒药红的皮裙 火辣妖娆 脸上的妆容 更是弄得看不出原貌 她戴着假发 脖子上戴着黑色的蕾丝choker 这诡异的风情令人不适 乔雷雷都不想再看她第二眼 刚准备提乔云顺的名字 被人群围住的主赛场 忽然爆发出人群的惊呼 上 上 拽她屁股 这样就到了 是怎么混上十二强的 乔雷雷也看过去 只见台上戴黑色拳击手套的男人 已经面朝地趴下 而且看样子 这一时半会儿没法自己起来 这场面 和她预料的还是相去甚远的 她以为 积分赛就是像友谊赛一样的存在 大家切磋交流 无伤大雅 可现在看来 这比赛不仅伤大雅 还可能伤人命啊 美女第一次来吧 之前没见过啊 一个穿着深色花衬衫的男人 左手端着杯酒 右手夹着根雪架 然后有兴趣地上下打量乔雷雷 乔雷雷今天是随便挑的一身 米色小高领针枝套裙 挑的时候就是为了遮掩脖子上几颗显眼的草莓印 但这真知山特别地显身材 该秃该翘 玲珑有致 她是不知道啊 从她踏入这个场子的第一秒开始 就像是一块滋滋冒游的肉 缠得满场的狼 眼放绿光垂涎欲滴 一个人来的吗 花衬衫男 长得很魁梧 但她的笑容并不大起 猥琐油滑 而且身上还有一股说不清的怪味 阿威上前一步不怒自危 花衬衫男顺势又打量了乔雷雷的随行队伍一眼 不仅不怕 她的表情竟然更灿烂了 有没有定位子 要不要和我们坐一块了 我们一帮朋友经常来看的 而且我们那边能开盘下注 看这种东西啊 得要搏一搏心态 才更好啊 来不来 不了 谢谢 乔雷雷冷漠地回绝了花衬衫男 并满场搜寻乔云顺的身影 从快到这儿起 她就一直给乔云顺打电话 可迟迟无人接听 否则她也不至于就这么被晾在门口 就在花衬衫男还想迎男儿上搭讪几句的时候 医护人员抬着一架担架匆接到过去 擦肩而过的瞬间 乔雷雷分明看到担架上的男人浑身轻子血迹斑斑 脸上的表情痛苦地扭曲着 这种比赛真的合法吗 哎 看见底下那个妞儿没 哪呢 哟 还是你眼睛啊 杖梅啊 好像还带着打手 难不成来踢馆砸场子的 想什么呢 这种内部赛还有人看得上 就算真的踢馆 也肯定是云顺那小的请来作秀的 咦 你这么一说 我忽然觉得那个正妹儿 跟乔云顺有那么点像啊 该不会是什么同父异母的妹妹吧 还真说不定 谈笑的两人居然就此开始打赌 看谁先博美人一笑 乔雷雷找到乔云顺的时候 正是在二楼他的朋友堆里 刚刚打赌的两人都盯上了乔云顺 但碍于赌约约定 谁都没有先开口题 只是一杯酒接一杯酒地灌他 乔云顺 乔雷雷盯着无数暗中窥伺的目光 走到了威一桌边 恰好此时底下赛场周围又爆发出了一阵尖叫呐喊 台下的选手之一撞在铁网上发出轰隆巨响 掩盖住了乔雷雷的声音 但乔云顺还是凭借朋友们提示的目光 回过了头 他讶异地问道 你怎么来了 有没有安静点的地方 我有事和你谈 乔雷雷的柳眉微醋 白镜的手在鼻尖轻轻碰了碰 他都快被这二楼烟雾缭绕的空气给呛死了 此时 乔云顺身后突然扑过来一个穿着暴露的女孩 对方用捍卫领地的目光审视着乔雷雷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飘无天 剧中风仪的饰演者 感恩一路有您的陪伴 我们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74集 女孩看起来年纪不大 乔雷雷没法确定 她成年了没有 即便她脸上画着夸张的烟熏妆 也无法掩盖掉身上那股青涩的稚气 女孩的手腕处还露出了一节刺青 从刺青边缘还红肿着的痕迹看出 这应该是刚闻上去不久 刺青上闻的是一个英文名字 Damon 乔云顺的英文名 应该不是巧合 乔雷雷张口想训乔云顺几句的 可是碍于她身后这么多双眼睛 她强忍了下来 带路吧 我说完就走 一会儿还有事呢 迪梦哥 他是谁呀 那女孩紧紧地抱着乔云顺不松手 胸前的风光被挤得有些变形 可见其用力之大 乔云顺用力地吸了口烟 人还是坐着没动 我姐 旁边的人起哄 别了吧 这是你姐 看着还没你大呢 我看是妹妹还差不多 又是妹妹 咱们Damon哥的妹妹 那可真叫一个多啊 一个画着深黑色下眼影的彭克男 吹了声口哨 外笑道 乔云顺啪的一脚踢向彭克男 再胡说八道 就把你舌头拔了下酒 哇哦 好怕怕哦 哇 好怕怕哦 哇哦 好害怕哦 哈哈哈哈 一群人怪叫起哄 先前打赌的那两个男人 趁热打铁 上前来送烟地酒 一边献殷勤 一边往乔蕾蕾那边靠 眼睛围着她 滴溜溜地打转 哇 好怕怕哦 美女 真是Damon的姐姐呀 长得可真漂亮 既然是一家人 那过来坐吧 大家都是朋友 敞开了碗 对 刚开的威士忌 男人说着 还上手来拽乔蕾蕾 美女 一看就很温柔 给个面子 喝一杯吧 嘿 你哪来的面子 乔蕾蕾 避开了男人的手 话也说得不大声 但因为隔得近 对方准确地听见了乔蕾蕾的话 脸色顿石一僵 乔云顺也只是看到了乔蕾蕾蕾的嘴型 不过 光凭乔蕾蕾这幅毁天灭地的神情 他都能猜到他的态度 这里不适合你来 你走吧 我的事我自己会处理 就不劳您费身帮忙了 乔云顺说着起了身 走上前去 将那两个献殷勤的男人 手里的酒杯夺了过来 一饮而尽 底下不断发出各种难听的骂声喊声 其中还夹杂着女人的娇媚笑声音乐声 还有主持人煽动现场气氛的声音 吵得乔蕾蕾太阳穴发紧 他是真的想转身掉头就走 顺便再出去之后再报个警 让警察把这闹哄哄又不正经的地方给端了 俱乐部要办比赛我可以理解 但是要把握住肚板 我看到刚刚被抬出去那个人了 就生一口气 你就算不会自己想想 也该替爸爸想想 乔蕾蕾说到这儿就打住了 更深一层的含义 就让乔云顺自己去想 他在乔清风的眼里不是孝顺女儿 不值得他乔清风着重关注精心栽培 可他对乔云顺是尽心尽责的 乔蕾蕾也知道乔云顺的根子不坏 就是这叛逆的个性 早期没管住 现在就覆水难收 只能等他自己慢慢地磨平 别人要害你 那也是你自己给别人定了把柄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吧 乔蕾蕾点到极致不再久留 刚转身 身后忽然传来乔云顺低沉的咆哮 你特意跑过来就是为了训我一通吗 乔蕾蕾心淡 只觉得乔云顺还是太幼稚 我知道 你一直都以由我这个弟弟为耻 不过那又怎么样 你怎么想重要吗 反正要论自私 谁都比不过你乔蕾蕾 你拿什么身份和立场来训斥我 周围嬉闹的人群都停下了动作 唯有一楼的赛事 还在不受影响地继续进行 乔蕾蕾保持着背对乔云顺的姿势没动 他听得出来 乔云顺这话就是在怨他 怨他自己过得好 没有看到他的辛苦 我没有这样想过 乔蕾蕾回过头 笃定而平静地说道 我觉得你有自己的想法 很正常 他的答案出乎乔云顺的意料 那个没有想过的答案 和楼下时不时传来的打击声 一起撞在乔云顺的心上 他几个小时之前还吼了他 他 不生气 旁人没看懂 这对姐弟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更不确定乔云顺现在是何种心情 那个烟熏庄的女孩开始出言安抚 迪萌哥 不要和不值得的人生气 我们继续喝酒吧 人到你插嘴了吗 乔云顺的眼神皱冷无情 推开黏着他的女孩子 离我远点 被骂了一通的女孩子 又委屈又愤怒 归根结底 他今天当众被甩脸 还不都是因为这个乔家姐姐 这装什么高贵白莲花呢 烟熏庄的女孩 疼得站起来 拿起桌上的一杯酒 就朝乔雷雷泼过去 阿威当机立断 准备上前替乔雷雷打 但乔雷雷更快 他抬起手臂挡住了阿威 刺鼻的酒味扑面而来 良意从头灌到脚 你有病是不是 乔雲顺反应过来之后 迅速拽毁烟熏庄女孩 并立声斥责她 可是乔雷雷的身上 已经被酒子弄出了 一块块难看的痕迹 骂也骂了 泼也泼了 现在 能跟我好好谈谈了吗 乔雷雷的眼神雪亮干净 像大雪过后的天空 澄澈得如梦如幻 乔雲顺心里的怨气 一下全被清空了 乔雷雷都看出 乔雲顺准备点头了 但是忽然 有只大手从背后 揽住了她的腰 将她整个人 搂进了她的怀里 熟悉的烟草冷香 萦绕在乔雷雷的鼻息间 给予人平心静气定神的力量 我需要一个理由 一个当众羞辱你姐姐的理由 梁战廷目光如冰 乔雷雷借助她 臂力地扶持重新站稳 想要替乔雲顺解释 不是她不 她没张嘴啊 自己不会说话吗 梁战廷冷声打断了她 莫非是个巨婴 是我破的又怎么样 被梁战廷这话激到 乔雲顺的脾气又一下冲了上去 她推开面前暗示的烟熏招 小女孩笑容张狂 我是巨婴又怎么样 真没想到我日理万机的姐夫 居然有空来教训我这个小混混 真是让我这个小破俱乐部 横臂生辉啊 她张开双臂 醉意和愤怒让她双眼泛红 让我猜猜是什么风 把您这位大人物给刮来了 哦 我知道了 是天上呆久了无聊 所以你们要下来体会一下民间疾苦 是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苏伊清清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张白雪 如果你喜欢我们 请留下你的小信心 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剧集 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导公别撒糖了 作者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叮叮当 第175集 半分钟之前还想维护一下乔云顺的乔蕾蕾 顿时死心了 乔云顺的狐朋狗友们也没敢轻举妄动 毕竟这种家务事是最麻烦的 人家吵归吵 吵完了之后还是一家人 但如果他们这些外人插手的话 那一定会被记上一笔 所以啊 傻子才去帮劝 安安静静地看戏多好 衣服 照价赔偿 梁湛婷一字一顿地说道 至于道歉 你最好现在说 脱酒了 后果自负 算了 就当是扯平吧 乔雷雷扯走梁湛婷 和这充斥着暴力粗俗的地方告别 回去的车上 乔雷雷扯松了 勒着她难受的高领 心烦意乱 却忍着没有哼哼 梁湛婷周身散发出的气压很低 但是看到乔雷雷的小动作 怕她因为狼狈的外形而不开心 于是 翻出车上备用的干净衬衫来给她披上 今天不是要去参加峰会和奉大的讲座吗 乔雷雷的语气里充满了担忧 梁湛婷的心情 不知不觉好了几分 小妻子自从进了助理组之后 愈发留意她的一举一动了 现在还能准确爆出她的日程 看得出来是真的上了心 不是以前那句只会白吃白喝的小笨鸟了 讲座我让清源替我去了 反正只是公司嘉宾代表 去当个百事而已 梁湛婷瞥了一眼 乔雷雷脖子上露出的草莓印 心情一路转情 清源回来了 嗯 十一点下的飞机 那你可真是个好人 你怎么突然想到去应孝 梁湛婷将话题又掰了回来 乔雷雷就把早上两通 找麻烦的电话内容复述一遍 梁湛婷听完之后面色臭臭的 这一个小时之内 她的心情在好和坏之间 来回跑了千百遍 她在想着 怎么收拾成立明和张白雪 可乔雷雷就问了 另外的一件事情 怀卧新品发布会出事过了 你看到新闻了吗 嗯 梁湛婷的后背微僵 我之前还觉得 怀卧运作得挺好的 怎么一转眼就成这样啊 乔雷雷也不敢说得太夸张 说一半藏一半 想听听梁湛婷会怎么评价 男人看向窗外飞逝而过的绿树虚影 有些心烦意乱地扯松了衬衫领口 不知道啊 还是以前亲姐在的时候好 起码亲姐在的时候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乌龙 如今这种手机市场竞争这么大 怀卧能把自己玩成这样 那真是一副好牌打烂了 乔雷雷叹息 听你口气还挺失望的 梁湛婷目光炯炯地看了过来 这下轮到乔雷雷往窗外看了 我又没对他们抱希望 这失望从哪儿谈起啊 就是作为亲姐的朋友 作为熟悉怀卧的人 看到一个原本新荣的企业 被新的掌权者折腾成这样 感觉怪可惜的 梁湛婷顿下了 要是照这个形式下去 怀卧将会面临很多资金问题 要是他们自己解决不了 要么卖掉 要么一直拖下去 直到破产 因为兴奋 乔雷雷的心跳都加速了 可他面上还勉强吻得住 于是他缓缓地道 其实 我挺喜欢怀卧这个品牌的 亲姐和黏伯伯 都是务实肯干的人 所以早年间 怀卧家的产品 性价比都特别高 我以为他NP4就是怀卧的 到现在都好好的 不过 数码产品更新迪贷太快了 现在提起NP4 居然有种久远的年代感 乔雷雷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 他觉得自己已经暗示得挺明显的了 也不知道梁湛婷能不能听得出来 在等梁湛婷答复的那半分钟里 乔雷雷感觉自己就像一只飞越天地的大鸟 穿越了亿万年的时光 世人的爱恨情仇和浩瀚沧穹无尽宇宙相比 都成为沧海遗述不值一提 好不容易盼到梁湛婷的嘴唇动了动 可听到的却是 英校那边确实有些不法经营的内容 以后不要再去 其实有什么非要去的理由 也不能单独行动 必须和我一起 他不想说 自己刚刚在楼下 看到二楼有多少恶狼的目光 扎在他的身上 一只小笨鸟 除了有他的大笼子罩着 别的自卫武器一剑都没有 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的胆子 竟然涉足龙潭虎穴 我会盯着你弟弟 让他务必为今天的事情负责 至于张白雪那边 我找人收拾 梁湛婷接二连三地嘱咐道 以后乔云顺再这样蹬鼻子上眼 无需忍让 那酒啊确实不是踏破的 张白雪找麻烦 也的确是因我而起 我知道 他因为郁郁不得知 心里总是有口怨气 所以想着 少一个心结会更有益 才来找他谈的 那个地方 就算你不说 我也不会再去的 乔蕾蕾回想起 俱乐部里暗暗涌动的杀戮之气 不经后怕 身体本能地打了个哆嗦 梁湛婷搂过她的肩膀 将人还进了自己的臂弯里 乔蕾蕾枕在她的肩头假妹 没有真的睡着 过不一会儿 梁湛婷的手机上传来视频电话的音乐声 看了一眼是梁清渊 梁湛婷便准备挂了 哎 万一讲座上出什么问题了呢 乔蕾蕾睁开一条眼缝 看出梁湛婷手指的动作趋势 立马阻止她 并坐主按下了绿色键 要是有的选 我真不想跟你这种混账是一家的 梁清渊看都没看清 就开始发飙喷人 喷到一半 发现屏幕上出现的是一张焦滴滴的小脸 哎 怎么是嫂子呀 嫂子别见怪啊 我骂的是我哥 他人哪 叫他出来受死 梁清渊的话音还没落 手机就已经旁落到了梁湛婷的手里 他最讨厌和乔蕾蕾以外的其他人开视频 于是他一点面子都不给梁清渊 直接将手机对着后座的座椅扣下 有话快说 不说挂了 这种能把人闷死的讲座 你推了不行吗 又要接日程又没空去 你说你装这个叉干什么呀 有意义吗 真是累死我了 为了报答我 今天晚上请我吃饭呗 我知道京到那边呢 最近新开了一家山城火锅店 领班和经理电话哪个都有 保证有包厢 为了说动梁湛婷出去吃饭 梁清渊也是费了心思 知道他这人如果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 就不会坐大厅呗 于是特意地早早就把能做的准备工作 都给做了个足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 我是沐一言 是陈立明的实验者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下一集 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老公别撒糖了 作者 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 叮叮当 第176集 梁湛婷对火锅没意见 但就不喜欢顺毛驴 于是他回答 你是火锅终结者 回国才多久 但凡能出来吃饭的机会 你都要去吃火锅 肠胃受得了 哎呦 谁叫国外没有这么爽口的辣呢 梁清渊长须短叹 你是不知道 有次我朋友带我去大哥 开在中华街的川菜馆 我奔着火锅去的 火锅没捞着就算了 我点的辣子鸡居然是甜的 太坑了 乔列磊顿是无语 没看出来啊 这家伙还是个吃货 居然还是无辣不欢的那种 他没忍住 在旁边小声哼哼 嗯 这么喜欢吃辣 就别出去了 又不是外国的月亮特别圆 国内的赛是太菜了 说起这个 我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梁清渊开始集中火力吐槽内 改载了秋城举办的北川冠名耐力赛 报名的队众资料我都看了 当时我还觉得他们可能是不太专业 甜的草率 直到我去现场看了 嘿哟 他们是真的草率呀 那他们这种级别和实力的来参加国内拉力赛 我觉得你的钱直接等于打水漂了 瞧嘞嘞 此时就更不想说话了 梁清渊又看不到自家嫂子的脸色正在急速变差 还仍然肆无忌惮地继续发挥 梁湛云就喜欢按着他这种叛逆小子好一顿教训 梁清渊越是拒绝越是不想去 他就越发坚定了要锻炼梁清渊的心 一个乔云顺他按不住 梁清渊还能从他手掌底下溜了 哼 想也别想 但他还没开口 乔雷雷就在旁边丧丧地小声说道 那我回去就调整方案 不要给这场耐力赛投这么多钱了 本来跨界冠名就挺冒险的 比赛要是不够看 那真的是一点水花都砸不出来 要是能把这点钱赚到自己的手上来 乔雷雷肯定拿来当做 未来收购怀窝的储备资金了 只可惜他顶多就只能在自己的方案上动动这些数字 梁清渊不傻 听乔雷雷这态度就知道 他这是在自责呢 猛然就有点后悔 自己惹恼了小嫂子 忙道 嫂子 你别不开心啊 我就是随口说说 我要是不去当这个评委 回头还不是得要我去找一颗萝卜来填坑 求爷爷告奶奶最麻烦了 所以我去就我去 大不了我忍着点 少羞辱他们几句 那行 那我晚上请你吃饭 乔雷雷便离也快 脸上的表情瞬间转清 梁清渊听出他又恢复了雀跃 自然没了心事 爽快的 晚上见 等电话挂了 梁湛亭拿回手机 不冷不热地看着乔雷雷冒了一句 他还挺听你的话 那还不是因为给你面子 如果我不是你太太 那我就什么都不是了 乔雷雷昧着良心 笑嘻嘻地哄他 梁湛亭一个标点符号 都不信他的 但是也没有在追究 只是到晚上 几个人一块吃饭的时候 梁清渊忽然从自己的战碟里 吃出了一大堆的折耳根碎末 当场背过身去一通肝藕 乔雷雷起初还没搞清楚状况 他看了一眼梁清渊肝藕之前 扔出去的食物 是一片巴沙鱼 当即以为刚上的鱼块不新鲜了 立马放下 他正在用光块夹起的鱼片 其料 梁湛亭又重新给他夹进了 固定在锅边的漏勺里 鱼片没问题 放心吃 那他 乔雷雷一头雾水 梁湛亭撇都没撇梁清渊 不管他 大概日常作妖吧 满口都是鱼腥味的梁清渊 你才作妖 你个黑心肝的大妖 梁清渊实在是受不了嘴里的那股子味道 起身去了洗手间 这间火锅店包厢最大的缺点就是 不配备厕所 不过 这一点也是他们来了之后才知道的 一开始 大家也没觉得这个细节有什么问题 顶多就是出去洗手 多走点路 但梁清渊到洗手间门口的时候 正好撞上了一个喝得走路都打晃的女人 而且 对方的喉咙里 咕咕咚咚的闷响 看这样子 两分钟之内就能吐出来 梁清渊避之不急赶紧闪进了南侧 果不其然 在他用冷水漱口的时候 门口传来了高一阵低一阵的呕吐声 太惨烈了 他照着镜子感慨了一句 然后 以视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照了照镜子 确定颜值没有因为刚刚的折尔根受到半分影响之后 才放心地走了出去 而那个抱着洗手间门口的观景水池兔的昏天暗地的女人 刚好结束了第一阶段的倾土 他抬起眼来 迷茫地打量着梁清渊 像是在努力分辨她是谁 梁清渊唯恐被人碰瓷 脚都已经迈出去了 可他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醉酒女人满含晶莹泪花的眼睛 于是又鬼使神差地撤回了一步 从裤子头戴里掏出纸巾递了过去 你哪个包件的 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 梁清渊耐着180个心尝试和女酒鬼沟通 说话期间 他注意到这女人一身OL打扮 脸上带着浅淡的妆容 因而猜测 对方是因为工作应酬的缘故才合成这熊样的 女孩子出门在外 还是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啊 梁清渊不知道打哪冒出来这么一句感慨 说完之后他自己都笑了 以后啊 不能经常和梁湛亭同桌吃饭了 跟他混久了 很容易被他的胜负心影响 想他梁清渊什么时候心疼过路边的小野花的 这潜意魔化的传染力啊 可真可怕 梁清渊虽然内心天人交战 但身体的动作还是很诚实 他真怕醉酒女一个虚晃 就一头栽进了旁边已经被他的呕吐污染的水池 那池子虽然不深 但他目前这种状态栽下去 闷头淹死的可能性还真不小 哎哟 姑奶奶 起来 梁清渊拉过醉酒女的一条胳膊 甩在了自己的肩头 然后搂着她的腰勉强带她站了起来 就在这时 东边走廊的方向来了一个中年女人 穿着打扮和醉酒女差不多 一头定得死死的大背头 走的是超A职场姐姐路线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飘无天 剧中风仪的饰演者 感恩一路有您的陪伴 我们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77集 不过 这位大背头姐姐 在看到醉酒女 被一个陌生男人扶起来之后 嘴边露出的痴笑和不齿 瞬间 让她靠外形撑起来的人设崩塌 那气质 瞬间和老城区的菜市场里的 穿着花花绿绿家居服 买菜的大妈婶子们 毫无二致 就 平时啊 看着倒是内向文雅 这底子里 还不是骚货一个 就这么一会儿都忍不住 急匆匆地跑出来 就来勾搭男人来了 大背头女同情地 看了一眼凉清冤 小伙子 像这种千人齐万人睡的话 你还是别沾了 不干净 醉酒女已经神志不清 压根就不知道 自己的顶头领导正在骂她 只眨着一双刚刚哭过 特别透亮的眼睛 凝视着大背头女 行了行了 你啊 别搁这儿演这个 纯情的小白花了 廖总还等着你呢 廖总也算是 看得起你了 不然 就你这种小设计师 什么时候能出头啊 赶紧的 跟我走 大背头女说着就来扯醉酒女 但她的手凭空一抓 哎 居然抓瞎了 大背头女眼痕怨气地看着梁清冤 似笑非笑 什么意思 我捡到的归我 你要找人贴你客户的床 你自己上啊 梁清冤的唇角一勾 缝一明朗 大背头女恼了 张嘴就想要骂回去 可第一眼 扫到梁清冤角上的那双AJ 神经顿了下 她儿子前不久刚发了朋友圈 圈里一大堆的鞋子 其中就有梁清冤角上的这双 说是什么联名款 市场炒到了好几万 大背头女虽然不理解 一双丑不拉几的鞋子 怎么能上升到她两个月工资的价位上去 但是那明晃晃的标价 还是让她冷静了几分 她不理会梁清冤 只拿脆了毒的眼神 恶狠狠地盯着无意识的醉酒女 小元 别怪我这个当上司的没有提醒你啊 今天你要是得罪了廖总 你明儿到公司 就准备收拾收拾东西 走人吧 不走 都不要走 喝到天亮 醉酒女忽然花枝乱颤地笑起来 喝 都给我喝 喝她没有的 她门口的酒气 好在也只是纯粹的酒气 没有混杂别的味道 梁清冤只是皱了下眉头 没有把它当垃圾扔出去 醉酒女虽然不重 但也有九十来劲 这梁清冤还没吃几口饭 正饿着呢 扶她扶酒了也挺累的 于是就拽着人往自己的包间走 大背头女一看 这人真要被梁清冤带走了 当下心急起来 光天化日的你就抢人 你信不信 我就保安抓你 哦 你去叫啊 你看看保安 敢不敢来 梁清冤桀骜不驯地 比拟着挨她一个多头的大背头女 一会儿他们过来 恭恭敬敬哈我少爷的时候 你注意保护一下眼珠子 别掉出来 我嫌脏 大背头女被噎了个严严实实 再也不敢随便吭声 只能在心里衡量 这人的话有几分可信度 梁清冤架着醉酒女回到了包间 醉酒女原本绑的是高马尾 但在刚刚 她剧烈呕吐的时候就已经凌乱 那摇摇欲坠的皮筋 更是在回来他们包间的路上 不知何时弄丢了 于是 梁湛亭和乔蕾蕾看到的就是 梁清冤带了一个 披头散发的女人回来 而那个女人身上脏兮兮的衣衫不整 整张脸都被垂下来的头发 遮得严严实实的 我像是她从某部恐怖片里 捞出来的女鬼 梁湛亭和乔蕾蕾 对是不知道说什么了 梁清冤累得吁吁喘气 见这两人还一点反应都没有 气得干疼 大哥 这能不能帮个忙啊 梁湛亭无动于衷 是你应该先解释一下 这什么情况 我路边捡的姑娘 不行吗 梁清冤已经放弃了 让梁湛亭帮忙的念头 艰难地腾出一只手来拉扯椅子 小心翼翼地放醉酒女去躺着 在醉酒女躺下的那个瞬间 乔蕾蕾的眼皮忽然抽了下 不会吧 她将信将疑地起身 去看那个半边身子都横躺在了椅子上的女孩子 几秒钟后 梁湛亭对上她惊讶 诧异且饱含担忧的眼神 这是原理啊 嫂子认识 梁清冤一扁碗袖子 一边坐回去继续吃香喝辣的 撒手就不管了 你是不知道 她都经历了什么 经历了什么 乔蕾蕾召呼来服务员送醒酒汤 同时帮袁灵整理好衣服 袁灵还没完全醉到婚傻 她的手臂无力地台上台下 向大海里布置去向的小周边的摇奖 从上次霍恩锦事件过后 她和袁灵就没再见过 没想到 再见面是这种奇迹 这种局面 快点说 挑重点 乔蕾蕾忽然发怒 刚上号毛赌准备往嘴巴里塞的梁清冤 被她吼得吓了一跳 手上一哆嗦 毛赌烫到了嘴皮子 她的眼泪直往外冒 今天真是胖上祖宗了 梁清冤只好先说再吃 她今天应该是因为工作应酬的缘故过来的 你看她这样子 就知道她喝了多少 我在洗手间门口碰到她的时候 她一脸菜色 吐得吓死人 然后就有一个凶巴巴的婆娘过来 要带她走 说什么 如果今天得坐了一个叫廖总的 她以后就不用去公司上班了 不去正好 乔蕾蕾黑着脸 周身的气压低得吓人 看惯了她田静乖巧的模样 陡人见她这样一面 梁湛亭不由地被传染了几分 同为袁凌遭受职场霸凌的事情而生气 袁凌是她当初介绍到SUQ去的 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袁凌克首本分津津业业 但一个设计师居然都被推到来陪客户应酬的位置上来 说明他们分公司已经崩坏腐败 他们如今这样对待袁凌 也说明SUQ已经完全没有把她这个介绍人放在眼里 既然如此 那就没什么太客气的必要了 服务员送来了醒酒汤 乔蕾蕾哄着袁凌喝下 袁凌很快就睡了过去 没有再闹 醒酒汤再好 也只能缓解袁凌明天醒后酥醉的痛苦 别看了 梁湛亭不知道什么时候算好了一大堆的食物 用长长的公块 逐一夹到梁清渊心条的油碟里 赶紧吃 吃完走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袁凌的扮演者万雪薇 欢迎订阅点赞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烈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78集 梁清渊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梁湛亭的照顾 还得意洋洋地冲她洋里洋眉 邀功地 怎么样 我厉害吧 我跟你说 要不是我刚刚出去漱口 这姑娘现在呀 肯定就洋入虎口了 哪该谢谢我 梁湛亭冷漠地放下了筷子 忘了是谁给你碗里加了料 梁清渊气得差点呛着 这老变态就是老变态 做出这等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事情 居然还有脸来吹血 就在两兄弟的斗嘴小剧场准备掀起新一轮的热闹的时候 有人敲了敲包厢门 请进 乔累累看过去 包厢门打开 一大群人站在了外边 其中当属保安制服最晃眼 梁清渊正在咀嚼性暴孤 香香辣辣的滑嫩感 既兴奋了舌尖又满足了味蕾 她是第一个认出大背头女的人 并且看清了对方脸上趾高气昂的神情 她忽然就觉得 胃口更好了 听说有人冒充我这个少东家的身份 我来看看是什么阿猫阿狗 一个是乔累累两倍宽的胖男人 穿着一件比他体型更宽大的嘻哈风卫衣 豁然霸占了包间的门口 错过了这段剧情了 梁湛亭和乔蕾蕾居士一争 双双看向梁清渊 梁清渊还在一个人不急不慢地吃东西 大背头女从酒楼少东家的鸽子窝下钻进了包厢 对着身后的一对保安喊道 看看看看 人还在他们这儿呢 光天化日之下居然绑架一个大活人 胆子也太肥了 婉姨不赶到的酒楼经理 一见到是梁清渊的包间门口堆满了人 顿时做好了前来鞠躬道歉的准备 急急上前 看到自家少东家也在 以为事情严重到连少东家都出面来处理了 吓得小脸煞白 三七二十一都没搞清楚就急忙道歉 梁先生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不知道是闹出了什么事 但一定是我们酒楼的责任 今天这一单一定给你们打折 打折 估计不够 得免单才行啊 梁清渊抽出一张纸巾 优雅地擦了擦嘴 莫名地令乔累累想起了 衣冠禽兽这个词 胖胖的少东家底气十足地喂了一声 脸上阴云密布地冲自家经理嚷嚷 张兴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你给人贩子打折 我们家花了这么多钱养你 你就是这么砸自己招牌的 啊 经理傻眼 人贩子 少东家说 梁清渊是人贩子 少爷 不可能的 梁先生他是 他是什么 他是天王脑子都不管用 敢冒充我 就该想到有什么后果 胖胖胖的眉目怒皱成了一个八字 陈贩子 乔累累轻润的声音 越过超超嚷嚷的杂音 呼啬啬地闯进了众人的耳朵里 他拿自己刚刚用过的披肩盖盖在了已经睡过去的园铃身上 冷眼看向包厢门口堵满的一堆人 我需要绑架自己的亲闺蜜 可以啊 那你们报警吧 今天的事 我希望警方介入 看见乔累累这么刚 胖东家有了一颗的迟疑 他瞄了大背头女一眼 意义不言自明 但他也还没有立即倒戈 回过头 重新看着乔累累问道 你和你朋友不是一起来的吧 乔累累没理他 看完了温言帮他查的资料 然后发消息 让温言拿着关键信息报警 发完一串文字之后 他才冷冷轻轻地抬头 看向了大背头女 哀口是吗 你被解雇了 容心实业的单子 现在交给山去接 不信的话 你可以立马打电话回公司问 大背头女经历了前面梁清渊的那一出 对于他们这伙人的话 已经没有什么信任可言了 所以当乔累累说完之后 他一点都不慌 还下意识地觉得 自己绝不能轻易示弱 于是他双臂交叉环抱在胸前 像看笑话似的看着乔累累 是吗 这两个字一问出来 他就猛然意识到了不对劲 刚刚梁清渊还只是冒充一个少东家 可乔累累现在 是连他办公室死对头的名字都精准地爆出来了 Shiny那个臭婆娘天天只会用皮像勾引上司 哪有他对工作付出的这么多 容心实业这个项目他都跟了半个多月了 今天能签能谈成的 怎么能现在甩个Shiny 但不容大背头女再有作妖的机会 SU科分公司的副总已经直接打了电话过来 大背头女当场在众人面前表演了什么叫做面如死灰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是我误会了 我没有想到小言出来吃个饭能碰上朋友 加上梁先生又伪造了身份 我觉得七角才引出了这么多的误会的 实在是对不起了 大背头女诚心诚意地鞠躬道歉 乔累累嫌她爱事 理都不理 大背头女的手机响个不停 她看这边说不动 只得赶紧离开打算回公司之后再想办法 而酒楼经理和少东家受大背头女的启发 感觉自己也不能示弱 赶紧大大方方地说 今天给梁先生这桌免单 再多送几个好菜过来 没必要 又不差这个钱 梁青渊吃得心满意足 都没太把这群逼逼了半天的人放在眼里 不过 她瞄了一眼乔梁夫妇的脸色 那是一个比一个臭啊 顿时就觉得 自己到底和他们俩才是同一条船上的 不生个气 都对不起他们今天请客的心意 嗨 我还觉得 你们家各方面都挺好的 服务周到 菜色也不错 但是 嗨 可惜了 梁青渊煞有介事的扎扎嘴 嘴里的话说一半流一半 引人无限的遐想 胖东甲一听这话就急了眼 鼻尖上伸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子 她平时 其实很少来自家酒楼 多半时间都和自己的发小们混在一起 抽烟 喝酒 打牌撩妹 她样样惊痛 但管理员工经营酒楼 还真不是她的强项 要不是她爸最近支气管言犯了 她妈又因为去国外看她妹妹了 她才不乐意来呢 看吧 她就不该来 这一来就搅出了这么大件事 亏她刚刚还当众训话经理 说对方砸了招牌 少东甲也豁出脸皮去了 拿出自己平时勾搭小姐姐的脸皮 来赔礼道歉 您瞧瞧 今天这事都怪我 有眼不失泰山 梁先生 小小气啊 胖东甲一边舔着笑脸 一边给梁湛亭和梁清渊递烟 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定步飞龙 在剧中饰演的是秦宿 一个见风使舵 欺人怕硬的家伙 以及女主的父亲 一个老混蛋 乔清风 欢迎各位捧场吐槽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导公别撒汤了 作者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叮叮当 第179集 从他们闯进来到现在 梁湛亭一直就没吭过声 但这位的气质仪表 一看 就是在另一位梁先生之上 胖东家就想啊 他都打点到了 总归是没错的 可是他递烟过去 梁湛亭却像没看见似的 只问梁清渊 人是你捡的 你负责背回去 为什么呀 你不是带了阿威他们吗 梁清渊很委屈啊 这刚吃饱就让人干活 这简直就是梁八皮 梁湛亭不屑跟他解释出个 一二三四来 眼皮抬了抬 仿佛梁清渊今天要是不从 就会被记上他梁湛亭的黑名单 没事 我扶着就行 乔里里谁也不看 说话时已有了第一步动作 梁湛亭冷恒梁清渊一眼 那你留下来收拾烂摊子 哪还有什么烂摊子呀 我跟你们一起走 梁清渊的脚步紧紧跟上 说老实话 他知道乔梁夫妇今天都不开心 但并不确定他俩想怎么处置这家酒楼 这种善后的事情他做不来 梁湛亭那么多的助理 总不懂是白请的吧 梁清渊想的是很明白啊 但结果很残酷 他被胖东家缠住了 对方的意思没有从嘴里说出来 但也表现得很明显了 今天他要是不把话说清楚 就没法走出这酒楼 哎呀 没事没事 你不计较我冒出你身份 我呢 也不怪你打扰我们吃饭 咱们这事就算扯平了 不过今天来你们酒楼定住的那位 最好还是记上你们家的黑名单 不然下次又在这个地方见到他 我可保不齐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梁清渊打了个呵欠 是是是 您的意见我们都会采纳的 您以后可要常来呀 经理感激涕领 梁清渊随性地摆了摆手 一副大恩不言谢的样子 欣欣然就离开了酒楼 回到车上想了想 还是追着乔梁夫妇一同去了他们的家 来的时候本来是保镖阿威负责开车 梁湛亭夫妇坐后座 但因为现在要照料袁林 梁湛亭就让阿威坐了其他的保镖的车 他的车自己来开 车上的气氛很沉闷 梁湛亭揉揉揉 瞧蕾蕾的头发 宽慰道 没出什么事就别那么生气了 刚刚阻止你报警 是觉得这次的事情 我们自己能解决 不需要站立警力资源 SUQ那边都发了好几通电话过来道歉 我让周涵去处理的 他们说会给袁林升职 让他接替那个哀口的位子 你意想如何 我没想法 乔蕾蕾的手臂撑在窗檐上 手掌跟紧抵着下巴 说出来 可能你都不信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气什么 是气职肠上的潜规则 还是心疼袁林遇见下三滥的领导 是怪他们破坏了他吃饭的好心情 还是后悔自己当初 没有直接让袁林进北川的决定 是恼火袁林不懂拒绝 没保护好自己 还是懊恼自己前段时间 拆穿霍恩锦 拆穿得太着急 没有留给袁林缓冲接受的时间 而后来又疏于对他的关心 也许都有吧 总之 在今天看到醉得双脚红扑扑的袁林时 乔蕾蕾 最强烈的第一感觉就是 自责 不高兴就打我两下 梁振廷忽然说道 我平时好歹也是天天锻炼的人 安妮两拳扛得住 乔蕾蕾 梁振廷放慢了车速 一只手扶着方向盘 一只手握住乔蕾蕾微凉的小爪子 你是不知道 你今天帮袁林出头的样子 特别A A爆了 谁教你这些新鲜词了 乔蕾蕾心花怒放 拿指尖在他掌心里 无规律地画着圈圈 梁振廷急净傲娇地扬了扬下巴 我本来就很与时俱进啊 乔蕾蕾笑得停不下来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是想笑 反正被他这么一动 就觉得 先前那些扰他心神的都是小事 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会好起来 新的一天 袁林茫然地在乔蕾蕾家客房里醒来 起初他以为自己是在酒店 起床的时候 他还羞耻地掀起被子看了看 自己身上是不是添了不该有的红痕 但是世界一派宁静祥和 昨夜被领导和客户联动灌酒 像是苗远而世俗的梦 油腻得不真实 却离他足够远 不过 这宿醉后的头疼倒是如期而至真切得很 袁林注意到床头柜上有张纸条 醒了就出来吃早餐 我和阿彻在后院玩 署名是乔蕾蕾 有股莫名的情绪在袁林的胸中上下起伏 他穿上床边备好的干净衣服 有些忐忑地走了出去 干嘛接住 橙子彻抛出手里的皮球 蹦得老高 乔蕾蕾往自己的右手边横跨了两步 轻轻松松就接住了皮球 轮到我发球了 看好了 他用力一拍皮球飞得有些远 橙子彻不仅没捡到 还得张伯和园丁秦叔一起帮忙找 他究竟掉到哪个鸡脚干拉里去了 乔蕾蕾抬手擦了擦汗 然后就看到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后院门口的袁林 醒了 乔蕾蕾灿然一笑 吃过东西没 袁林诚实地摇了摇头 有些知误地问道 我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昨晚喝蛋片了 我和阿婷正好在那边吃饭 看你做成那样 就把你先带回我们这儿 免得你一个人回去 没有人照顾 乔蕾蕾远远地和橙子彻打了个招呼 然后推着袁林进了屋 袁林有些紧张地去拿乔蕾蕾的衣袖 可碰到那滑溜溜的真丝材质之后 又下意识地担心自己没有经过精心养护的手会勾坏他昂贵的睡衣 于是忙不迭地松开了手 乔蕾蕾将细节都看在了眼里 难免心疼袁林的小心翼翼 她静止走到厨房 对风仪道 风仪 咱们的客人起床了 辛苦您 端下早餐 马上就好 去桌边坐着等吧 风仪温声硬道 乔蕾蕾从厨房出来 见圆灵动作慢吞吞地 便替他拉开了椅子 怎么心事重重的 想什么呢 昨晚 我没做出什么失态的事情来吧 这是圆灵最担心的 乔蕾蕾扑斥一笑 你觉得呢 圆灵被他笑得心里没底 如坐针针 小声地要求道 那你快跟我说说 我都干什么了 也就瞎张张几句 然后蹦蹦跳跳地唱歌 乔蕾蕾耸耸肩 幸亏我们发现得早 把你带回来 所以即便失态 也没有别人看到 不用有心理负担 他这一个别人 可算是提醒了袁灵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 我是沐一言 是陈立明的实验者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下一集 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 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80集 袁灵豁得就站了起来 准备往房间跑 乔蕾蕾引起 手快将人给拽住 你干嘛去啊 我昨天 是陪客户吃饭 才喝酒的 你带我走后 我组长 应该还不知道 这件事吧 他 他脾气挺不好的 我感觉我这次完了 袁灵气弱油丝 完不了 乔蕾蕾 示意她回来坐下 面色 也比刚才严肃了几分 你那位组长的素质啊 我已经见识过了 这大半年 真是难为你了 跟着这么一个人 能学到的真本事 不多吧 袁灵敏 未发一眼 乔蕾蕾蕾柔声说道 I.C.U.客虽然很好 但是公司大了 人多了 什么可能性都有 这是个运气问题 袁灵摇头 打断了她的话 不是 其实当初 我有机会可以转组的 是我自己变了 自从离开学校 参加了工作之后 我觉得我整个人 变得功利了很多 在做设计的时候 总是想着去银河 被要求提修改意见的时候 我没有自己的坚持 一点原则都没有 不像你 在学校的时候 就很明白 自己的追求是什么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你不需要用我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 乔蕾蕾说完 风仪端着香喷喷的早餐出来 袁灵赶紧收住话筒 安静的像个假人 风仪放下东西就离开了 将空间留给他们两人 单独谈话 乔蕾蕾倒是不着急谈话 将风仪做的热干面 推到了袁灵面前 昨晚你吐了一痛之后 就没有再吃东西了 来 赶紧吃点 一会儿再聊 袁灵蒸蒸地捧过了面碗 安静地埋头近视 乔蕾蕾起先粗心大意地 都没注意到袁灵的眼睛红了 直到听见她藏不住的抽噎声 才默然放下了手机 怎么了 乔蕾蕾给袁灵拿来抽纸 袁灵咽下 口里香气满意的面条 赶紧拿纸巾堵住自己 泪如泉涌的眼睛 乔蕾蕾戏谑道 封一桌的面这么难吃吗 都能把人给难吃哭了 不是 袁灵抬起红兔子似的眼睛 豐猛解释 不管面的事 等缓过神 想起自己这么失态的样子 都被乔蕾蕾看到了 耳朵根都羞得发烫 又重新将脸 埋进了抓满纸巾的手掌心里 污咽道 对不起 我觉得 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我在职场 学不会保护好自己 这次要不是你 我可能 可能就已经 我真的发现 自己太笨 太愚蠢了 别人随便给我一颗糖 我就当宝贝似的捧在手心里 都没有想过 那糖里头 裹着玻璃渣子 乔蕾蕾抱过她的肩膀 轻笑道 现在不是挺聪明吗 其实有时候啊 别贪心 一步一个脚印的走 就会踏实很多 再说了 人生版就是这样子 吃一欠长一致 下次你肯定不会在 同样的陷阱上 再在了 危险呢 总是防不胜防的 不能这么轻易低头 不过这段时间 你可以稍微停一下 休息休息 重新考虑和规划 职业生涯 袁灵没有抬头 但被乔蕾蕾 这样开解过后 心中朗朗清明 这一次 确实是她太急功近利 所以才会这么容易就着了别人的道 SUQ的竞争确实很大 她也是在那样充满焦虑和压力的环境下 慢慢丢失了自己 她不能否认的是 自己在答应和组长Echo 一起接下应酬的时候 曾经也有过一瞬间 想到被钱归责的可能 可是她终究还是踏出了 这冒险的一步 幸运女神的降临是难得而珍贵的 她不能赌 自己下次还会不会有那样的好运 所以 反正事情都闹僵了 那个工作环境 不回去也罢 想开了的袁灵胃口大开 气色也逐渐恢复 中午 梁湛婷推掉了应酬饭局 回家陪妻子吃饭 她没有刻意去观察 袁灵的变化 但关起房门之后 她忍不住夸赞了乔蕾蕾 还说不会哄人 我看袁灵恢复得不错 本来就没多大事 你不要小看人的 自我调节能力啊 乔蕾蕾谦虚地笑了笑 梁湛婷眉眼温柔 换个衣服的功夫 眼神都舍不得离开乔蕾蕾 让袁灵来公司上班的事情 你和她提了吗 还没呢 等她缓缓再说吧 好不容易刚卸下压力 哪儿好又给她施压 说话时 乔蕾蕾坐在梳妆台边梳头发 在梁湛婷看来 就像是一只小金丝 却在梳理自己的羽毛 赏心悦目 男人满意地先行躺上了床 想催促她快点来享受午休时光 却又不想表现得太过明显 忽然地就鬼使神差地说了句 仔细想想 清渊和袁灵似乎有点负弃像啊 乔蕾蕾疏 头发的力道没控制好 单单扯到了一根 疼得她 一时出走了一秒 下一秒她回过神 满眼警惕地看着梁湛婷 是你这么觉得 还是梁清渊这么觉得 昨天晚上 三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 乔蕾蕾因为梁清渊答应 去做耐力赛评委一事 而表现出了友好 改口喊她阿渊 显出关系的亲近 而这会儿 因为牵扯到了她的小姐妹 乔蕾蕾请客 变回铁面无私的姿态 喊了梁清渊的全名 梁湛婷忍住笑 明知故问得道 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 你快说 是不是梁清渊那个打妆鸡精 又动什么邪念了 我就知道 乔蕾蕾蕾 俨然已有结论 她究竟吃什么长大的 为什么脑子里成天 只有那些黄色的废料 梁湛婷看戏看得舒服 两只手随意地交叉着放在腿上 等候乔蕾蕾 冒出更犀利的论点 最好是 能一口气把梁清渊 踩进泥坑里 让她在她的心中 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的那种 乔蕾蕾气吁吁地 爬上了床 紧盯着梁湛婷不容智慧地威胁她的 你发誓 梁湛婷没跟上她的脑回路 什么 发誓一定不会帮梁清渊 乔蕾蕾极为担心 她肯定会仗着这次帮了小林的事 而大作文章 要小林以身相许那种厚言无耻的话 她绝对说得出口 甚至更加过分的 而且 她有很大可能 会让你帮忙 总之呢 你先发誓 绝不会帮她 梁湛婷很配合地 抬起了右手 嗯 我发誓 我一定不会驻咒为虐 为虎作娼 势必要将清冤不轨的念头 扼杀得干干净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苏伊清清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张白雪 如果你喜欢我们 请留下你的小心心 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剧集 下集再见 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导公别撒汤了 作者 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叮叮当 乔蕾蕾终于松了口气 她主动扑进梁战亭的怀里 还像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 在她胸前贪恋地蹭了好几下 因为消费堂地而收获满满的梁战亭 愉快地睡了一觉 下午 她还有事情要处理 乔蕾蕾一觉睡醒 又只有自己一个人了 天气愈发地热起来 她睡醒之后一头的汗 干脆就洗了个澡 清清爽爽 她站在浴室的大窗边吹头发时 袁玲正在楼下的花园里接电话 她的表情一点也不轻松 乔蕾蕾不仅往坏处想 以为是SUQ那边为难她 下楼一问才知道 不是工作上的事情 我堂姐想把孩子送到城里来读书 可是又觉得 封城各个学区的房子都挺贵的 就非让我和她一起合租 圆灵揉了揉太阳穴 我拒绝了 算了 别说这个 我的生活里 多的是鸡铃狗碎的事 烦得很 乔蕾蕾咽然一笑 谁不是呢 正说着呢 封仪站在后院门口喊了乔蕾蕾一声 少夫人 老爷子来电话了 来了 乔蕾蕾一路小跑就进去了 蕾蕾啊 晚上和阿婷一起来爷爷家吃饭 有时候 你保存你弟弟也会过来 说是要好好给你道歉 啊 道 道什么歉啊 话一问出来 乔蕾蕾就想到了 昨天在应销拳击俱乐部发生的事情 不留神咬到了舌头 说话打了个磕吧 梁老爷子笑笑 你呀你呀 还想瞒着爷爷不成 晚上见 通话就这么结束了 园灵进屋 见到乔蕾蕾捏着话筒在发呆 不禁问道 怎么了 乔蕾蕾露出了苦笑 晚上跟我一起去阿婷他爷爷家吃饭吧 跟你看看我生活里的七零狗碎 当天下午六点 张叔开车送乔蕾蕾成子车和园灵 到梁老爷子的家 还没进门 众人就看到了一个 造型卡通可爱的机器人 这是老爷子的新生活管家 平常会给老爷子奖项上 刚入职没几天 爱学习很谦虚 很适合陪小朋友玩 梁正在旁解释道 乔蕾蕾拍了拍儿子的脑袋挂 他爷爷可真好 这样我们阿彻就有小伙伴了 陆一 接下来就由你负责照顾我们的小客人 机器人圆锥形的身体右侧 有一块拳头大小的圆形凹了下去 紧接着一只记忆回弹海绵材质的手 慢慢伸了出来 你好我叫陆一 我们去玩游戏吧 这是橙子车第一次 和这么大型的机器人接触 小家伙好奇之余又有点胆怯 锤在身侧的小手转得紧紧的 但没有马上抬起来 乔蕾蕾耐心地做了个示范 前去握住 机器人软乎乎 还带有接近人体体温的手 你好啊陆一 你好可爱啊 谢谢 少年一的机器人显出了高兴的意味 他的脸是一张高清显示屏 上面蹦出了开心的符号表情 眼下的位置还有两朵红云 阿彻 和陆一去玩吧 一会儿吃饭的时候 我教你啊 乔蕾蕾鼓励道 橙子车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试探着捏住了机器人圆胖的手指 新奇的触感 让小家伙眼睛都瞪圆了 很快 小朋友和机器人就打成了一片 乔蕾蕾安了心 也就不再盯着孩子 寻觅起老爷子的踪影 去医院补牙 应该很快就会回来 你们先坐吧 梁正不比梁占庭大多少 不过到底辈分在那摆着 且乔蕾蕾对待梁家人的态度随梁占庭 所以对这位叔叔还是十分客气的 趁着乔清风父子还没来 乔蕾蕾忍不住打听了一句 郑叔 您知道爷爷是从哪儿听说的吗 就是我和我弟闹了一点不愉快的事 梁正对外阴狠 可对待梁老爷子看中的这位孙媳妇 却是温和有加 最初是听清渊说你身上有酒渍 老爷子留了个心眼 让我问了张伯和阿薇怎么了 没 嗯 一点小事 惊动爷爷 我这心里跪不去啊 乔蕾蕾无奈地笑道 可梁正却不这么看 不过他也没有多做评价 反正一会儿乔云顺要是拿不出 让老爷子满意的诚意 老爷子自有办法将他施过的恩信术收回来 本来他们父子俩就是借了乔蕾蕾天大的光 这不知感恩还频频作妖 哼 还以为自己上辈子拯救了全人类吗 依他看 就是欠教育 但话题断在这儿 总归是有些尴尬 梁正招呼和乔蕾蕾一起过来的园林 常常捉上洗净的草莓 然后道 老爷子一向重视骨肉亲情 这一点你应该知道的 家和万事兴 他主要是怕你和娘家关系不好 影响心情 爷爷都是为我着想 我明白 也怪我自己没有处理好 乔蕾蕾不大自在地拨弄了下头发 他最后悔的就是 当时自作主张帮梁战亭接了梁清渊的视频电话 天知道那小子是个超级大嘴巴 身上有点酒字 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吧 有什么值得在老爷子面前提的 其实梁清渊确实不是有意要提起的 他当时就是因为被父亲耳提命命的训话 当时梁仲兴夸了梁战亭好些方面 说梁战亭爱酒 却没有他这么的不知节制 梁清渊最不喜欢的 就是被梁战亭碾压得体无完肤的体验 这好不容易找了个漏洞 立马就掏出来砸在了梁正兴的脸上 他哪知道节制啊 他要是知道节制 那酒能喝到嫂子衣服上去 当时恰巧就被老爷子听见了 才有了后面调查原因的一系列动作 梁老爷子和梁正都觉得 得亏是梁清渊说出来了 不然还不知道要纵容乔家父子到什么时候 你们先坐 我去打个电话 梁正和煦一笑 说着便走了 袁灵悄悄地松了口气 小声道 梁家这位叔叔看着年纪也不大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往那一坐 我大旗都不敢出 那你胆子可得好好练练 万一以后在工作中 碰到他这种类型的客户 他经常打交道呢 乔雷雷打趣的 人灵插起了一颗草莓 小口小口地咬着 还是很怂 而且光是想想梁正此人 就仿佛又能感觉到 他眉眼中暗涌的凶利 于是赶紧换了个话题 云哥大爷爷真的对你挺好的 嗯 是啊 乔雷雷其实想到了梁清风可能在商会中有些得意忘形 所以老爷子正在找机会敲打敲打他 但这些弯弯绕绕没必要说给袁灵听 他也就没点破 过不一会儿 梁湛亭的车就开进了别墅的地下车库里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哦 我是谭若新的播讲者月怪怪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82集 出人意料的是 梁清渊和他一起过来了 这种新书不是要去锦重会友吗 乔蕾蕾压抑地看了梁清渊一眼 心里固然危机四起 不知道乔梁夫妇私房密话的梁清渊 还大大咧咧的在他嫂子面前晃悠 他往乔蕾蕾旁边的单人沙发上一倒 哼哼唧唧道 他去是他的事情 嫂子 你不能把我和我爸混为一谈 我又不是他的尾巴 总不能他上哪儿我上哪儿吧 事实是 梁仲兴确实要找梁清渊一起去锦重 因为安排了一场秘密相亲 然而半路上 梁清渊的手机没电 借梁仲兴电话用的时候 看见了他朋友发的女儿照片 当即就拿出了大闹天宫的架势 要和他爸当场断绝父子关系 梁仲兴制不住这个混小子 气得把他丢在了去机场的环城高速上 梁清渊到底是长了一张有欺骗性的脸 即便手机没电身上没钱 他离开环城高速的方法也有一百主 接到他的求助电话时 梁仲兴离得不算远 看在他最近确实老实肯干的份上 去接了他回来 只是梁仲兴也没算到 乔蕾蕾会带袁灵一起来参加家宴 想起他心血来潮躁的谣 他有些同情地看了梁清渊一眼 但很快 这点同情就被梁清渊自己给败得干干净净 而梁仲兴也恢复了 死到有不死贫到的冷酷镇定 嫂子 你是不知道我有多惨 差点就被我爸给卖了 他叙叙叨叨地诉说着 自己被亲爹脸哄带骗的受害过程 生情并茂啊 林志快说完的时候才突然发现 原来坐在乔蕾蕾身边的不是他的助理 而是昨天被他捡回来的醉酒女 诶 是你啊 我刚都没有注意到 你好点了吧 头还疼吗 这话彻底让乔蕾蕾心中警灵大做 他恨不得给这两人之间画出一道三八线 让他们能隔多远就隔多远 而袁灵因为被乔蕾蕾告知了 昨天经历的全过程 对搭救他的人本来就有着感激和好感 眼下 恩人和面前帅气的男人两相一结合 他的心里忽然就冒出了一个 崭新的火红似太阳的信仰 谢谢你 袁灵郑重其事地站起来 鞠躬支谢 嗨 没事 举手之狼 梁强渊漫精心地摆了摆手 眼里只有面前那盘切好的鲜果 你非要谢我的话 再请我去他们家吃一次火锅就行了 好的 那您什么时候方便 要不我们加个好友 袁灵很诚恳 乔蕾蕾在旁边干着急 她知道梁青渊是对待感情随随便便的人 可袁灵不知道啊 留联系方式 那岂不是给野猪导航去小白菜园子里的路 于是 抢在梁青渊没有展示二维码之前 乔蕾蕾当机立断从踪坐梗地说道 哎 你们这意思是 要多嫁我和阿婷了 太不够朋友了吧 哪能啊 梁青渊抓紧一切机会嘴田 肯定要叫上嫂子你一起去的呀 有你在 吃饭都香 她的这个回答 很合乎乔蕾蕾的心意 倒不是因为她喜欢听这种话 而是 她要让袁灵趁早看清 这个男人是多么的花言巧语 油嘴滑舌 梁湛婷 看到乔蕾蕾那小狐狸似的眼神 知道她在暗戳戳地筹划 不由得放心多了 正所谓 防火防盗防梁青渊 这话不是没道理的 四人闲聊的时候 乔清风父子终于姗姗来迟 乔云顺的脸色很不好看 显然是被梁青风强行压来的 乔蕾蕾见状不由的醋眉 事情不是她挑起的 但在乔云顺那种偏执的个性看来 势必变成是她在背后告状暗征作妖 可即便她乔云顺脾气再怎么大 也该掂量掂量自己的轻重 怎么能来梁老爷子的地盘造刺呢 这跟在太岁头上动图有什么区别 乔蕾蕾真的很想 现在就把乔云顺给轰出去 免得她这张臭脸让事情雪上加霜 梁湛婷看到她起身的动作 以为她好心好意地要出去迎接父亲和二弟 二话不说上前将她按住 来的是自家人又不是客 而且由管家去接 你好好坐着 乔蕾蕾自然是知道 她昨天因为在应销俱乐部撞见的那一幕而心有怨言 不愿意她再向着乔家人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梁清渊也多多少少地从梁正的口中知道自己立了功的事 对乔云顺此人颇为不齿 嫂子 你这弟弟也太不厚道了 他现在嫁到我们梁家是我亭哥的女人 我哥都舍不得凶你 他确实做得太过分了啊 要不是怕伤害到乔蕾蕾的感情 他还能说得更难听点 一个自己没本事全靠姐姐吃软饭的败家小子 谁给他那么大的脸 还一副横眉冷对千夫纸的样子 爷爷回来了 梁湛亭的目光越过刚走到门口还没进来的乔清风父子 静止看向了缓缓打开的前院大门 梁老爷子的出现 到底多多少少让乔云顺有所收敛 瞧瞧 我总说要多走动走动 今天这可是我们两家人第一次聚吧 老爷子走过乔云顺身边的时候 拍了拍他的肩膀 云顺 学业静修得怎么样 乔云顺的背后一僵 从小到大他都是个学渣 大学于他而言 就是个交钱挂机 到时候领学位证书的东西 这乔家上下就没谁真的指望他读出什么名堂 他自己更是一个学习都去不了学校两次 请人签到找专业代考 老师认识的乔云顺都不是他 这突然地问他学业 让他从何说起呢 乔清风跟着心脏猛缩 准备忽悠两句结果这个话题 但是老爷子已经先他们一步进屋了 父子俩无约而同地松了口气 这客厅里那么多人 老爷子却好像只看到了乔蕾蕾一个似的 兴高采烈笑眯了眼 乔蕾蕾迎上来 就这老爷子牙齿的事情细问了一通 没事没事 就是他看得起这两颗假牙了 总当他们是自己了 吃东西的时候稍微用了点力 结果就奔了个口子 一点不让人省心 真是废物 老爷子唏嘘叹道 不中用的东西我从来不留着 碍眼 所以去换了两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蓝苏的饰演者 旋转三周半 感谢您的订阅 点赞和评论哦 欢迎收听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烈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一百八十三集 众人眼观鼻鼻关心 都只当是在听 老爷子补牙改成重牙的事 而乔清风的鹅脚 却浸出了细密的冷汗 等饿了吧 来来来 摆菜 吃饭 梁老爷子高兴地招呼众人 饭桌上 除了梁正乔清风陪老爷子说话 年轻人们比往日还要寡言少语 就连梁老爷子都觉得 今天的梁清渊实在是太安静了 食材不好吃 老爷子挑眉 看了看众人 还是不是不喜欢陪我这个糟老头子吃饭 爷爷越来越会开玩笑了 梁正亭甜淡说道 吃饭时聊天容易造成消化方面的问题啊 反正时间多啊 可以吃完再聊啊 有梁正亭开这个头 梁清渊的胆子也大了起来 眼神时不时地往乔云顺的脸上瞥 爷爷 你前两天还说 喜欢和聪明的年轻人打交道呢 我看小乔就挺机灵的 同桌吃饭 一共两个小乔 乔蕾蕾没有对话入座 乔云顺一开始也没有 但他夹菜的时候不经意一抬眼 发现 父亲正在给自己打眼色 但愣了愣神 这才注意到梁清渊说的是自己 说起来 清渊和云顺还算是有共同爱好的人 你们应该多交流沟通 有共同话题更容易成为朋友 梁老爷子玩耳 而且清渊没比云顺大几岁 性格也相近 应该能玩到一块去 我听说小乔酒量也很不错 有空可要好好地切磋切磋 梁清渊笑得愈发的顽利 乔云顺目着脸吃饭 没有说话 乔清风担心冷场会引起梁老爷子不高兴 忙插话道 云顺这性格呀 也不知道是随了谁 慢热得很 嘴巴也笨 不会说陶小好听的 我经常教他 但到今天这孩子也没能改过来 性格主要还是天生天然的 后天要改是为难他 也是为难你自己 梁老爷子细脚慢咽 说话的速度也变慢了许多 每个人的性格都有不同 你看 雷雷和云顺是亲姐弟 可是性格却截然不同 所以呀 这和各自的福气有关呢 乔清风听出来 梁老爷子对乔雷雷的喜欢 就顺意夸道 雷雷自小就优秀出众 让我这个当父亲的省了 不知道多少心呢 确实是福气 话不能这么说 虽说会哭的孩子有糖尺 可懂事的孩子也是孩子 也需要父母家人 花心思照料疼爱 梁老爷子似是陷入了回忆 当初我遇见雷雷的时候 就觉得他实在是太懂事了 懂事的让人心疼 说完 老爷子的眼皮一撩 朝梁湛亭那边瞄了一眼 所以我总是叮嘱阿婷 一定要好好照顾雷雷 不能让他受委屈 他喜欢什么 就让他去做什么 要是他稍微对雷雷有点不好 我肯定重罚他 老爷子掷地有声 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乔云顺一不留神咬到了舌头 心想着 这梁家人管得还真宽啊 他和乔雷雷的事冲其量也就是家事 还没听说过婆家人为了媳妇在娘家受的委屈来讨要说法呢 爷爷放心 我和脸脸一直都很好 梁湛亭说着 站起身给老爷子添了汤 梁青渊凑热闹说道 对 爷爷 你只管放宽心 只要我在国内一天 就会和亭哥一起照看嫂子一天 肯定不让别人有机会欺负他 有你什么事 梁老爷子瞪梁青渊一眼 你别老是给你哥瞎添乱 不是啊 爷爷 我真的帮哥哥嫂子分了优的好不好 梁青渊巴巴地看着 安静埋头吃饭的乔雷雷 希望他能站出来帮自己作证 嫂子 你说 行了 行了 就冲你不老是吃饭 还要拉着你嫂子跟你一起吹牛这一点 我就没法信你 梁老爷子撑道 乔雷雷一碗饭见底 轻轻地落了筷子 接起他们挑开的话题 含笑缓缓说道 爷爷 总是把我当成需要人保护和照顾的小孩子 就不怕太骄纵我了吗 其实我知道怎么照顾自己的 虽然时不时会犯点小错误 但是 还没有人能让我吃亏呢 爷爷 您就放心吧 是吗 爷爷是怕你处处忍让 包容 自己受了委屈 梁老爷子意味深长地看向乔清风 你母亲走得早 女儿家的心事 你爸爸知道的应该也不多 阿婷心急工作 难免有输入的时候 爷爷就是担心这个呀 除了爸爸和阿婷之外 我还有朋友啊 乔雷雷让了让身子 好让梁老爷子能看到圆灵 我们几个经常扎堆 在一起谈天说地 无话不谈呢 哦 是吗 梁老爷子慈禾一笑 注视着有些紧张地转过脸来的圆灵 小元 你知道雷雷昨天为什么被泼酒了吗 圆灵猝不及防地被这位最有威严的老者问道 下意识说了最真实的反应 啊 我没听说 你看看 梁老爷子露出汗色 只要你不说 朋友们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他们也没法知道 圆灵的脑子都乱成一团浆糊了 他只知道自己昨天醉酒到不省人事 这工作丢了不说 还让那个坏心眼的领导也丢了工作 但却完全不知道乔雷雷被泼酒的事情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在哪儿 被谁 受到场上气氛的影响 圆灵忽然间明白 梁清渊刚刚为什么说话阴阳怪气的 原来是有人给他闺蜜委屈受了 昨天的事情是我不对 我一时冲动 乔云顺忽然举起面前的酒杯 手臂高高抬起 动作中带着几分蛮横的味道 我为我的行为道歉 对不起 怎么和你姐姐说话的呢 态度就不值得好点吗 乔清风被乔云顺气得牙痒 训人的话压了又压 才从嘴缝边挤出来 可偏偏 乔云顺的情绪和耐力都已经达到了饱和 他讨厌忍受梁家人给他准备的这一出戏 更讨厌乔雷雷和梁老爷子说话时的那幅嘴脸 逢迎 讨好 在权威面前不惜无下限地折损自己的尊严 乔雷雷雷可真自私 就像当初为了自己想学钢琴的愿望 逼得和爸爸冷战的妈妈抑郁症自杀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乔雷雷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苏伊清清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张白雪 如果你喜欢我们 请留下你的小信心 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剧集 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导工别撒糖了 作者 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 叮叮当 第184集 他想要的全部都要得到 他做什么都是对的 他永远都能找到最大的靠山给他撑腰 想要听这一句对不起 你昨天跟我直说就好了 何必都这么大的圈子呢 在场的都不是傻子 一起演这么一出戏 不嫌累吗 乔云顺冷笑 哼 这杯道歉的酒 我干了 你随意 说完 一口闷掉了杯中的白蓝地 浪费 浪费呀 老爷子异性阑珊的扎了扎舌 甚感惋惜 乔云顺拉开椅子起身就走 管家正迟疑着要不要去追 看到梁振婷的眼神之后 安心定在了原地 游得乔云顺跑远 乔云顺 乔云顺 乔清风跟着站起来 但也没有追出去 看到场面被儿子弄得一发不可收拾 乔清风只能寄希望于乔雷雷 雷雷啊 这云顺就是这么鲁莽 从小到大 他一直都这样 但你作为姐姐 你肯定是最清楚 他没有坏心 可这世界并不是雷雷来主宰的 他这个当姐姐的可以原谅他 别人呢 又或者说 乔云顺只是对他姐姐这样 对别人多和风细雨 梁老爷子一字一顿地问道 不会不会 这次的事情我也详细问了 都是误会 雷雷 你没和爷爷解释吗 乔清风又像以前那样 用目光暗暗地给乔雷雷施压 可是他好像忘了 他乔雷雷早就不需要 依靠他这个父亲的庇佑活下去 相反的 是他要倚仗他的夫家 所带来的权势而步步高升 在妇女二人目光相接的那一刻 乔清风猛然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他拿捏不住乔雷雷了 他不该再拿以前的那一套 来压榨他 眼下只会适得其反 我错了 是我没有及时处理好 今天耽误您的时间了 您去追弟弟吧 其他的事情交给我来解决 您看这样可以吗 乔雷雷轻轻地眨了眨眼 仿佛还是过去那个 懂事听话任父拿捏的他 有那么一瞬间 乔清风都已经信了 可他立马又看清了 以梁清渊为首的己人眼里 不加掩饰的讽意 瞬间清醒 乔清风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走出梁老爷子的公馆的 万家灯火亮起 这般和谐美好安宁 而阴沉着脸的乔清风 却和这个世界如此的格格不入 开车驶出好一段路之后 乔清风忽然在路边停了下来 对着方向盘狠狠地砸了几圈 晚饭过后 最不关心大人们恩怨情仇的 成子彻 跑去找机器人管家玩 乔雷雷已在窗边 看着孩子蹦蹦跳跳的样子 一颗心全被幸福所填满 根本挤不出空间 来容纳乔清风父子 所造成的不开心 袁灵端着梁老爷子家 厨房出品的甜点 犹豫着要不要上前打扰他 被梁清渊悄悄拉住带走 嗯 我哥说了 让我嫂子自己静静 走了好一段距离 梁清渊才停住脚 回头看看身形未动的乔雷雷 对袁灵说道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这事情只能他自己翻篇 这别人哪都帮不上忙 从侧面看 梁清渊的眉骨饱满 眼窝深陷 鼻梁高挺 像极了漫画世界中的完美侧脸 袁灵不敢多看 收回目光后有些无所适从 只悄悄地应道 嗯 你是不是有点怕我呀 梁清渊邪逆袁灵问道 这让本来就不知道 该怎么和他相处的袁灵 瞬间就更加紧张了 没 没有啊 还说没有 梁清渊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 很是慵懒随性 他俯身凑近了些 盯着袁灵的眼睛追问道 我长得那么吓人吗 不 不是 我比较内向 哈哈哈哈 我还是头一回听 内向的人描述自己性格内向呢 袁灵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 但脸颊边还是迅速变烫 我还以为我嫂子的朋友 都是像她一样开朗见谈的呢 梁清渊重新站正 听说你是她同学 是不是你们学设计的都这么有气质呀 她这是夸她了吗 袁灵的心跳骤然地露了一拍 下一秒 梁清渊又对她挤眉弄眼 什么时候你们学校有活动 记得叫上我一块去呗 这说不定 我能从你们的小学妹们里 遇见我的真爱呢 嗯 好 梁清渊对袁灵这种 唯唯懦懦个性的姑娘 无甚兴趣 恰好见到 梁湛婷和梁老爷子商谈结束 从书房出来 便朝他们走去 不再和袁灵瞎扯 而梁湛婷的眼里 根本就没有这个弟弟 她绕开梁清渊 静止朝着乔蕾蕾的身边走去 察觉到来自身后的脚步声 乔蕾蕾还没来得及回头 人就已经被梁湛婷给抱住了 我有个姑姑 最近要回国办一场秀 她是做儿童时尚品牌的 爷爷刚跟我提了这事 问你有没有兴趣 带阿彻去走动走动 梁湛婷吻了吻乔蕾蕾的额角 不忍心看见她眉心的愁色 乔蕾蕾蕾转过身来 兴慕袁争 你说的姑姑 该不是芭芭拉的主创 叶青秋吧 认识啊 梁湛婷唇脚弯弯 可是她今夜啊 乔蕾蕾欲言又止 选择了先回答问题 我之前在亲姐那做客那时候 听她说过 因为阿彻很喜欢芭芭拉这个牌子 亲姐常给她买 她带着阿彻去参加芭芭拉的年度打戏会 主创叶青秋女士还邀请阿彻当品牌代言 不过 亲姐不想让阿彻走新路 所以谢绝了叶女士的邀请 梁湛婷了然 给她解释道 我这个姑姑随她妈妈姓 以前叫夜梁青秋 后来她改了一次名字 将梁子去掉了 乔蕾蕾挺感慨的 世界可真小 嗯 不过这次 她是带着新品牌星梦来办秀 你知道的 芭芭拉走的是休闲路线 星梦规划的是儿童礼服 郑庄 那就更适合阿彻了 一定要去 嗯 乔蕾蕾雀跃越 梁湛婷的眼神 忽然变得比刚才还要柔软几分 蕾蕾 其实在我面前 你不需要这样的 乔蕾蕾哭笑不得 抑郁开口说话 却被一叠声的咳嗽给盖住了 梁湛婷揪心给她伏背 其他人也都紧张兮兮地围上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 我是沐一言 是陈立明的实验者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85集 梁清渊以为 他是被梁湛婷这个冷漠毒蛇男给气到了 一拳头砸在兄长的手臂上 哥 你怎么回事啊 我多久之前才说完 你舍不得欺负老婆 怎么你转头就打我的脸呢 你再等我一下试试 梁湛婷漠然地从他脸上扫过 如果你想断送职业生涯的话 梁清渊嘿嘿干笑 这打是不敢再打了 却有胆量继续像个老妈子一样的 嘀嘀咕咕的 被众人包围成忠心焦点的乔蕾蕾 心头暖暖的 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做什么拯救家国的大事 能得到这样的关注和幸福 那是多大的运气啊 他挽着梁湛婷的手臂 轻声笑道 老公 我们回家吧 乔云顺粗暴道歉的事情 后来看在乔蕾蕾的面子上 没有再深究 那段时间过得最不痛快的 就只有乔清风 乔蕾蕾带着阿彻 愉快地参加了 叶青秋回国以后 带着新品牌办的手展 压根就顾不上 焦头烂额又担惊受怕的父亲 叶青秋和乔蕾蕾一见如故 还收邀到乔蕾蕾家做了课 乔蕾蕾已经改了从前的态度 他心里还是很期待 叶青秋再一次邀请成子彻来当品牌代言 但叶青秋看到成子彻 就记起了红颜枣式的方庆 一心尊重逝者的一致 因此觉得即便成子彻是最好的形象代言人选 他也只字未提 秀展结束之后 乔蕾蕾有天送成子彻去幼儿园的时候 在校门口见到了黎颂 说是偶然 但实际上乔蕾蕾感觉到 黎颂是在这里等他 我昨天去了西军康的律师事务所 哼 他还是那副老样子 也不知道你怎么受得了的 黎颂言笑艳艳 和乔蕾蕾蕾说话的口气像是老朋友 乔蕾蕾只觉得他莫名其妙 最好好的提起谢军康干什么 你是不是还不知道 北丘公司邀请谢军康作为法律顾问 但被谢军康拒绝了 现在两边闹得不太愉快 北丘公司内部都统一意见 往后啊 绝不和谢军康他们的律师事务所合作 北丘公司是北川集团的子公司 他们按说在公司成立之初就找好了法律顾问 怎么可能忽然找上谢军康 而且他前段时间刚刚找过谢军康合作 这巧合太多就必然不是巧合了 乔蕾蕾在确定程子车已经安全走进幼儿园之后 眼神瞬间冷了下来 你想说什么 北丘公司那帮人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据我所知都是一帮酒囊饭带 别人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和提线木偶有什么区别 黎颂指了指对接处的咖啡厅 后边的事情不太方便在公共区域聊 不如去咖啡厅坐坐 黎颂看起来很正常 可乔蕾蕾明显感觉得到 她的精神状态大不如前 过去的她是多么的快乐 可现在的她内心充满了仇恨 而唯一不变的是 黎颂依然偏执 她过去可以为了合唱团的新曲子 不吃不喝不眠不休 现在的她为了自己想为方沁做的事情 而深陷漩涡 这疯狂的一切应该有个结局的 乔蕾蕾已经回避了多次 今天她不想再多了 于是她欣然答应了黎颂的提议 五分钟后 两人坐在咖啡厅内相对而坐 梁占婷真的对你好吗 她要是对你好 又怎么会派人变着花样去试探谢君康 她根本不相信你 又或者 这男人本来就喜欢一身一归 黎颂不留情面地说道 乔蕾蕾低头搅咖啡 所以黎先生 到底在调查什么 我们的家事 黎先生的艺术追求 在别人的家事面前 变得一文不值了吗 马亲 这个新家你已经接受了吗 黎颂眼里流淌出了哀伤 阿沁两个字 宛如两根冰锥 炸得乔累累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 她重重地压下一口气 镇定说道 黎先生 应该找时间去看看心理医生 过分执着 并不是 黎颂打断她 事到如今 你还不承认吗 也许之前 别的信息都可以说我是疯狂的猜测 但你能说服谢君康给你帮忙 只能证明你就是方琴 你想多了 乔累累偷偷地松了口气 谢律师愿意给我帮忙 的确和亲姐有关系 但这能说明什么呢 方琴给谢君康帮忙的那件往事 方琴不可能拿去见人就说的 黎颂眼神灼灼 要不然 你详细跟我说 你是怎么和谢君康沟通的 那就是我和谢律师之间的秘密了 乔累累咬牙 其实黎颂说得不错 当年 谢君康和他同性恋人的事情 被他妻子发现了 他妻子索要了一大笔钱财 钱财的金额足以让谢君康 失去他当时所拥有的一切 谢君康都已经做好了 破釜沉舟的准备了 是方琴拿出了谢君康 妻子出轨的时政 将局面重新拉回了平衡 谢君康的前妻也是律师 当年在怀卧集团任职 方琴从来就没有想过 无缘无故去曝光下属的隐私 要不是 那女人为了钱连最后的人皮 都不顾忌了 方琴也不至于会横插一脚 事情过去之后 谢君康又很怕 方琴会泄露自己喜欢男人这个秘密 就迫切想要到怀卧工作 多为方琴付出点 方琴看穿了他的担心 就和谢君康交换了自己的秘密 曾几何时 为了完全占有程立明 方琴曾经对程立明的 另外一个追求者施压 将对方逼得转学 年少轻狂的错误 在时间的磨洗之后 往往会变得无足轻重 可毕竟 方琴是堂堂怀卧集团的大董事 哪怕是不为人知的小事 也能在关键时候 成为一颗致命的小石子 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 谢君康收下了这个秘密 心怀感激 但这件尘封的往事 带着两个人的不堪 所以乔雷雷找到谢君康时 只是将谢君康夸了一顿 然后提到了自己 在帮忙照顾程子彻 他当时其实也就是怀着 赌一赌的心情 可没想到 谢君康会真的给出了帮助 现在他更想不到 黎颂会翻出这一茬来发疯 谢君康也爱着你 黎颂微笑 不可能 你的想象力有时候太可怕了 乔雷雷斩钉截铁否认道 黎颂双眼放光 阿气 你终于承认了 乔雷雷顿时无语 套路 骗局 她什么都没有准备 只是想在这里拿话术炸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剧中梁老太太的扮演者 宇斯敬月 新书上架 记得订阅 分享 点评呀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导工别撒糖了 作者 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 叮叮当 第186集 强烈的愤怒 让乔雷雷如坐针毡 她破罐子破摔地说道 既然你非要说我是 那我就是 但又如何 别人会相信吗 你只能欺骗自己 你别紧张 我正是这件事 就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 黎颂靠近了沙发里 不然 我会放不下阿彻 她这一丝道别的口吻 让乔雷雷醋眉 你的死 是张白雪和程丽明造成的吧 黎颂逼向了最残酷的真相 这太危险了 也没必要牵扯无辜的人 于是乔雷雷柔和地笑了笑 他们的背叛 是很令人发指 但杀人这事哪有那么简单 而且 如果真是他们杀的 我会让他们还活到现在吗 黎颂的表情终于出现了一丝松动 那灰暗叫做失落 后半程 黎颂没有再说任何不中听的话 也没有探究 重生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两人都心照不宣地聊着轻松的话题 黎颂和乔雷雷说了合唱团的进展 比如说 虽然减少了大家的联系次数 可招募会还是如期举行 团内进了新人 而他尽管移交了工作 但还是会抽空去陪大家一起练习 要是有时间的话 可以来团里玩玩 毕竟 这是你曾经的心血 黎颂积极地邀请道 再说吧 乔雷雷不想再给他无谓的希望 因此他说话的时候少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黎颂一个人在说 而不可否认的是 当他在黎颂面前卸下一身伪装的时候 乔雷雷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感 他不去思考黎颂是不是疯了 不去担心自己会泄露什么 这就像是一场平平无奇的老友聚会 而窗外的某辆黑色轿车上 不时传来相机咔嚓咔嚓按快门的声音 大丰收啊 一个多星期后 元凌完成了搬家入职等麻烦手续 正式成为北川集团设计部的一员 思米是最高兴的 拉着元凌要把公司附近好吃的外卖吃个遍 你就这点吹求了 温言在群里面痛吵道 可思米却不以为然 别嚷嚷 我知道你这是忌妒 元凌笑而不语 只筹划着什么时候能借新入职这股东风 请梁清渊吃饭 自从那天在梁老爷子的家 匆匆一瞥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见过梁清渊了 他上网查过梁清渊的资料 但因为他之前很少在国内发展 所以连个像样的词条都没有 涂增了几分神秘感 偶尔能翻到他在国外拿赛车赛事奖项的新闻 可用的也都是英文名 似乎他并不在意梁家少公子这个身份 于是元凌对他的好感在不知不觉中又多了几分 小梁 雷雷在群里喊你好几次了 斯敏悄悄地移动转移 往元凌这边探了个头 你赶紧看看 哦 元凌作贼心虚地关掉了全英文版面的浏览器 打开了他们的叽叽喳喳群 乔雷雷分别爱他了他和斯敏 希望他们从明天中午开始上楼陪他吃特别准备的营养餐 什么叫做从明天开始 好像是要我们长期蹭吃蹭喝的意思 不行不行 那怎么好意思 我雷姐随便一双鞋 都是你们一两个月的餐食费的两倍都不值 你这句不好意思 完全就是在羞辱你自己 斯敏指望着元凌跟自己一条心 蜿言谢绝乔蕾蕾帮衬的好意 却没想到 元凌居然爽快而简洁地回了一个好字 办公室里很安静 只有此起笔伏敲打键盘的声音和鼠标的点击声 斯敏不好意思和元凌说悄悄话 只能打开私聊对话框 发了一个可怜巴巴的表情给他 中午的营养餐时间是蕾蕾他们两口子谈恋爱的时间 我们就不要去添乱了嘛 梁总最近不是要去武城出差吗 蕾蕾应该只是让我们陪他这段日子而已 斯敏想了想 觉得也是 毕竟梁湛婷要真是在的话 他也容不下他们这么多黄眼的电灯泡 四日中午 元凌和斯敏轻手轻脚地进了总裁办公室吃饭 只觉得自己有种从人间步入天宫的感觉 左顾右盼四处摸摸 在桌上瞥见了公司所冠名的赛车耐力赛的资料 元凌不禁问道 耐力赛后天开始 你什么时候飞现场 这事交给清渊了 我就不用去了 乔蕾蕾专心步菜 头都没抬 元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哦 难怪他说最近几天没时间 谁 思敏听见了他的嘀咕 好奇问道 元凌的脸刷得就红了 没 没什么 他心虚地看了一眼乔蕾蕾 但乔蕾蕾在想自己的心事 压根就没听见元凌和思敏的对话 乔蕾蕾在想怀卧的事情 自怀卧集团的新品四项系列 出了发布事故之后 紧接着四项系列的代言人 当红小生静凡 被拍到出入于一处 价格为十三万一平的豪宅 而同进同出的 还有一名年龄比静凡 大上一轮有余的贵气女性 起初 静凡的粉丝们疯狂喜白 说那贵妇是静凡的小姨 随后 一个叫做娱乐圈监督员的大V 发出那贵妇是著名的投资人 目前离异单身 之前交往过不少年轻帅气的 小奶狗男朋友 在他自己的圈子里 算是玩得很开的 还有贵妇姐姐的同性 有人线上爆料 说静凡的确就是贵妇的新男朋友 待出来一起吃饭时 正式介绍过的 消息刚出时 静凡的团队就出了声明 按指所谓的证人 根本就是无良媒体 找来黑静凡的 还私底下 拉动粉丝一起嚷嚷 放话说 恶意诋毁静凡的 我们一定会追究到底 结果 他们折腾了不到24小时 静凡自己就用小号承认了 他和贵妇的情侣关系 小鲜肉静凡 是此次事件中最为难的人 他左边是经纪公司的利益要挟 右边是好不容易傍胜的 富婆姐姐与债务相逼 最终 在不劳而获的诱惑面前 静凡放弃了 需要他继续当牛坐马的经纪公司 受此影响 静凡和怀卧的商业合约 也面临解约 怀卧本来就自顾不暇 在被尽烦恼的这一出拖累 名声大跌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群眼花瓣橙子 喜欢就点赞评论分享吧 下集更加精彩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导公别撒汤了 作者 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叮叮当 第187集 到去年年底 怀卧都还是国内手机品牌榜上的前三 但依照这个季度的销售数据 前十里都不知道有没有怀窝的名字 这一系列的事情说到底都是品控公关出的差错 不是研发方面的问题 可一旦大山倒塌 同在其中的人谁都无法独善其身 乔蕾蕾想到由父亲一手培养起来的研发团队 不由地跟着着急 成立明很不适东西 张白雪也该死 但怀卧上上下下那么多人 他们是无辜的 你不是不爱吃青椒吗 坐在乔蕾蕾对面的斯敏都看呆了 他方才特意用公块将面前的青椒土豆丝里的青椒全都夹出来 可乔蕾蕾一夹一口一夹一口的 他低头喝口汤的功夫 一小盘青椒都被乔蕾蕾吃掉了一半了 蕾蕾 你是不是怀孕了 口味变化这么大 斯敏大胆猜测道 谁怀孕 乔蕾蕾回过神来 一边连忙吐掉嘴巴里没咽下的青椒 一边皱着眉头迷惑地看着斯敏 斯敏和元凌对视一眼 更加确定他刚刚的猜想 都说一孕傻三年 那么聪明的乔蕾蕾 要不是怀孕了 怎么可能忽然变得这么痴痴呆呆的 斯敏忙不迭地重新审视了桌上的菜 唯恐让他吃了孕妇不该吃的 干什么啊 乔蕾蕾终于明白眼前的局势 啼笑皆非 不要胡说八道了 要是误会闹大了 你们俩可是要负责的 两人立马晋升 午饭过后 元凌他们回去午休 元凌最近最新厨艺 想为以后做个贤妻良母而早做准备 坐在他旁边工位上的斯敏 一回来就倒头睡着 元凌想找个人切磋交流都找不到 他反反复复地点开他和梁清渊的对话框 又将他公开的为数不多的朋友圈 内容重新翻看了一番 终于心满意足 而乔蕾蕾 简单地在总裁休息室里瞇了一会儿 就独自开着车去了于芳华的汉服工作室 这个崇尚汉服文化的女孩子 过去受方信指引举荐 向鼠秀大师谭锦女士学了三年的刺秀 然后又在方信的投资下 开始了汉服工作室创业 如今于芳华的工作室已经在国内遍地开花 好多人想加盟都还得通过于芳华的亲自审核评定 只有她认可才会给予授权资格 她对羽毛的爱惜 对汉服文化的看重 也成为了她接近成功的重要原因 此刻 站在这刻有云锦二字的木牌匾之下 乔蕾蕾恍惚有了种穿越时光的错觉 您好 请问有预约吗 穿着桃红色汉服的街影小姐 牵着微笑问道 乔蕾蕾摇了摇头 啊 还没有来得及预约 是朋友介绍来的 我那位朋友是你们工作室的终身VIP 名叫方信 不知道 啊 贵客请进 街影小姐的态度立马升级 您请在这边稍等一会儿 我们会尽快给您安排 随后 又来了一名接待 专程了解乔蕾蕾的需求 乔蕾蕾都还没开口 一旁等了半天都没能排上队的 另外一个女孩走了过来 其实 我也是方信姐姐介绍过来的 早知道抱方信姐姐的名字 就能省掉这么多功夫 我不该低调的呀 乔蕾蕾挑眉朝那女孩看过去 对方不过二十左右的年纪 应该还是个学生 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底气 在云锦这种审核规矩严格的地方 弄虚作假 无边乱造的 建影小姐知道 这姑娘十有八九时听到了乔蕾蕾的话 所以有样学样衣葫芦画瓢 但人家都敢这么做了 他们暂时又没有证据指出对方撒谎 只得同样端着最好的态度接待了她 女孩一指气使地就在乔蕾蕾的身边坐下 还像不像样地和乔蕾蕾攀谈了起来 哎 你家什么名字呀 怎么认识方亲姐姐的 我之前没在方亲姐姐家看到过你呢 女孩套话的意图就差没直接说出口了 乔蕾蕾露出怯色 笑容也不如刚进门时的从容不迫 是方亲姐姐的弟弟介绍我和他认识的 其实也没有见过几次 所以还没能能去到姐姐家做客的地步 是吗 难怪没见过你呢 女孩就更得意了 甚至还微微板起面孔训乔蕾蕾的 方亲姐姐不喜欢别人仗着她的名义穿 来招摇 所以我们都没有这么做 今天这次就算了 以后你可别这么做了 乔蕾蕾刚准备唯唯诺诺地点头 余光忽然瞥见余芳华的身影 不由得心声一记 朝身旁趾高气昂的女孩问道 我挺长时间没有见到方亲姐姐了 不知道她最近好不好 为了不引起余芳华的反感 乔蕾蕾的声音压得很低 女孩将乔蕾蕾的表现 看成了自卑怯懦 心中暗子好笑 面上却努力地按捺克制 方亲姐姐当然好好的呀 她上个星期还借我们一家人吃了饭 还特意送了我提加的经典款手链 就是这个 滚出去 余芳华突然爆发出的怒吼 瞬间打破了云锦工作室灌来的安静 昔日她在设计这里的时候 还特意参考了方亲的意见 按照中式园林的风格设计了前堂后院 在前后之间修建了一条 蜿蜒曲折的湖上廊道 以隔绝尘世喧嚣 以免商业化的营销污染了 她沉沉于艺术设计的初心 这廊道的存在是美好的意境设计 是清雅的感官追求 更是一种祝福和警示 每当余芳华陷入创作瓶颈期 她就常常在湖上廊道上来回走动 或者一停留就是半天的时间 想想方亲对她的奇迹 慢慢重拾信心 刚刚她在听手底下的人说 有方亲介绍的故人前来时 心中那面平静多日的湖 瞬间像是一时激起了千层浪 方亲从来不喜欢 用人情关系来约束别人 所以不是她真正看重在乎的人 她不可能会允许别人 借用她的这层关系来行事 所以于芳华很激动 很想知道究竟是怎样的人 能得方亲深信 故人已去 故人所在乎的人 她也想在乎 但于芳华怎么也没想到 一来就听到一个骗子在信口慈黄 那被吼了一嗓子的女孩 正在原地 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她早就听说 云锦的主创 于芳华是个很漂亮的美女 长相十分古典 但她作为一个 在云锦买了五六套衣服的回头客 这还是头一回 见到于芳华本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飘无天 剧中风仪的饰演者 感恩一路有您的陪伴 我们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 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一百八十八集 他更想不到的是 他们的头一次见面 还是以这种形式开场的 我叫你滚出去 听到了吗 于芳华 看起来是在很尽力 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脾气 你们都帮我记录好了 我们云锦以后 永远不接待这个人 凭什么呀 女孩被当众羞辱 十分不甘心地大声嚷了起来 他就可以 别人盘关系走后门就可以 我就不可以 那你们云锦可真是高级呀 你不接待就不接待 我还不稀罕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过你们也给我等着 从今天以后 所有人都会知道 你们云锦是垃圾 雨发花是垃圾 明明你是撒谎骗人 怎么到头来 还成了被欺负的弱者 乔脸脸轻笑 你只管出去大肆宣扬 要不了多久 你就会知道 别人都是怎么骂你 这种偷鸡不成 十八米的厚脸皮才对 雨孩一噎 知道自己刚刚肯定 有什么地方撩川帮了 冷哼一声甩脸离开 受到那女孩的影响 于芳华对待乔蕾蕾的态度 也转不过来 她清冷地比拟着乔蕾蕾 悠悠地道 她是偷鸡不成十八米的厚脸皮 那你呢 两年没见 于芳华比乔蕾蕾印象中的模样 更轻瘦了 打扰于小姐了 乔蕾蕾礼貌地冲她点了点头 随后上前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于芳华面无表情的结果 一看 看到北川集团总裁助理的职位介绍 内心依旧毫无波动 她的客人里有那么几个金贵小名院 但她本人对名流圈毫无兴趣 所以 就算北川集团那位 据说帅得人神共分的总裁 这会儿出现在她店里 她也不会大将小怪 有话直说 于芳华将名片 直接转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 看乔蕾蕾的眼神毫无温度 就是想做两身 服装喜服 不过 我了解的不多 你比较专业 所以 想听听你的意见 乔蕾蕾 不急不慢地说明来意 不如还是先说说乔小姐和亲姐 是什么关系吧 于芳华的耐心有限 毕竟如果今天开了个不好的头 往后我们工作室将面对不计其数的碰瓷着 当然 乔蕾蕾淡然谴笑 亲姐很多账户都是交给我打理 包括 她在你们工作室的终身VIP账户 于芳华显然不信 乔蕾蕾是在来这里的路上刚下好云锦的APP 她点亮屏幕从容地展示给于芳华看 芳卿向来直率 注册名就是用的真名 于芳华当初还拿着声笑过芳卿 再度看到这个账号上线 她的眼睛默得发酸 跟我来 她被人看见 于芳华迅速转过身去 领着乔蕾蕾往后院走 亭台水泻 荷叶甜甜 乔蕾蕾认出 这四四方方的小院 又进行了不少细节的调整 和她此前最后一次来的时候 又有所不同 而唯一不变的是 水上小亭上挂的匾额 宁静致远 这是方永年的莫宝 是方沁从父亲的遗座中精挑出来 赠予于芳华的 物是人非 于芳华走得不快 时不时还侧过头来看乔蕾蕾是否跟上 她低头 见到乔蕾蕾今天戴在腕上的C家的镯子 心态 这玩意儿售价二十多万呢 能当总裁助理的人 必然不会带A货出来晃悠 十有八九 是真的 乔小姐看起来不是一般的助理 于芳华浅笑 态度比刚才柔和了不止一点点 乔蕾蕾点头 说出来不怕于小姐笑话 我这是给自己老公当助理 哦 所以喜福是准备结婚用的 于芳华来了兴趣 不是 我和她已经办过婚礼了 不过之前那次很稀释 而我 挺迷传统服饰的 所以我想在 一周年纪念日的时候 制造点 特别大 乔蕾蕾这话半真半假 她有些心虚的 微微红了脸 但于芳华早在 她能拿出方庆账号时 就已经放下了戒心 这会看到乔蕾蕾的微表情 也没多想 只联想到了 巧笑倩息 美目叛息 这两句古词 我们这边做过几套喜服 给你看看样板 于芳华走向 占据了她办公室 一整面墙的定制书柜 打开柜门 从里面拿出了一本 古色古香的图册 你身材很好 应该不挑衣服 看中的款式都能穿 不过要看你们 纪念日是什么时候 最近订单有点多 公积会比较紧张 关系倒不着急 还有好几个月呢 乔蕾蕾醉翁之意不再久 喜服款式挑好之后 爽快地刷卡付了定金 此时 远在武城的梁战亭 刚刚午休起身 准备发信息看看 乔蕾蕾在干什么 然后就收到了 信用卡紫卡的消费提示 嗯 去逛街了 那应该心情不错 梁战亭脑补出了 乔蕾蕾拎上大包小包 在商城里驰骋的画面 顿感心安 吩咐周涵道 少夫人今天下午休假 你让罗潘不要给他 安排下午的工作 周涵摸了摸鼻子 听说少夫人最近工作效率很高 半天时间可能就做完了一整天的工作 好 这么说 还是我多事了 梁战亭悦然 出差了这么多天 周涵印象中还是第一次见到梁战亭笑 但下午还有正经的事情要做 闲话不敢多聊 周涵默默地在心里调整成了备战状态 不敢掉以轻心 乔蕾蕾在云锦订了两套喜服 开了自己的个人账户 又买了几套成品汉服 试穿量身调整 一下午的时间飞逝而过 他本来就和于芳华志趣相投 两人很聊得来 半天的功夫就初步建立了友情 乔蕾蕾的正事还没办上 但也不能急功近利 这天见天色晚了就先回去 等到了周末 他又带着温言他们几个 以及成子彻同来云锦定制古装 朋友们都以为 是乔蕾蕾没有恋爱可谈 内心空虚 急需找事情转移注意力 因此大家都积极作陪 这事叫什么 宋志 宋志是这套衣服的名字吗 一套衣服也有名字 这也太风雅了嘛 温言积极喳喳 天哪 我穿这个也太帅了吧 不过拿回去也没机会穿呢 穿这上街 这衣摆又是弄脏了 我得多心疼啊 可是不穿出去炫耀一下 也太委屈这衣服了 凤城每年都有汉城聚会 你们以前不关注这个圈子 没听说过很正常 但凡关注了云锦 以后有汉服聚会 都会提前通知的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定步飞龙 在剧中饰演的是 秦宿 一个见风使舵 欺人怕硬的家伙 以及女主的父亲 一个老混蛋 乔清风 欢迎各位捧场吐槽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导公别撒汤了 作者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鹏 叮咚叮咚当 第189集 温言双眼放光 那我要去 一定要去 说完 又怂恿其他人 小林和思敏 一起去 哪用担心 这身汉服 没有机会穿啊 等我和阿婷 中年纪念的时候 你们都可以 大大方方地穿着来 话说到这份上了 乔脸脸便干脆 借机会抛砖引玉 哎 芳华 我印象中 你哥哥 是从事科技研发工作的吧 之前我们公司开会的时候提过 想做一款 只能诊断手环 不知道 能不能找他咨询一二 小事一桩 于芳华素来 以兄长于余为荣 加上 他又视乔蕾蕾为友 这点小忙 他自然是要帮的 但转瞬 他眉眼里又染上了几分愁色 唉 不过我哥最近可能没什么心情 温言最不正经 探头凑过来问道 怎么了 要是你哥碰上什么感情问题 欢迎随时找我咨询呢 我可是高手 他自信满满地拍了拍胸脯 大言不惭地夸下海口 于芳华扑斥一笑 但随后又摇了摇头 要是感情问题那就简单了 他烦的是工作上的事 王大了说 可能这段时间碰上他命运的转折点了 温言大惊失色 这么严重 乔蕾蕾的心中有数 当下却没有名表 于芳华点了点头 又叹气 唉 不知道你们最近关注淮沃的新闻没有 我哥就在淮沃的研发中心上吧 最近怀沃接连出事儿 受到恶劣艺人的名声带泪 解约不成 还被静凡的经纪公司拽着扯皮 上边情绪不好 研发跟着受罪 有些人担心公司撑不下去 迟早完蛋 想趁早离开这漩涡 我哥在怀沃待了将近十年 舍不得走 可是管理层的问题 他一个科研人员也插不了手啊 现在就是很尴尬 你哥哥还挺重情义的 乔雷雷简洁地甩出一句评价 心里却因为这句话 而更加地酸涩难受 其实 别人的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 一个地方待不下去了 的确可以寻觅新的东家 我也这么劝过 不过他这人挺固执的 于芳华细想了一番 忽然对乔雷雷刚刚的提议 颇有兴趣 要不然 我找个时间约你们吃顿饭吧 你们认识认识 然后你把你的需求跟他说说 他帮你去找合适的团队时 肯定就会接到新工作邀约 到时候让他自己考虑去 这个安排正合乔雷雷的心意 下一个周末 乔雷雷在于芳华的引荐下 准备见于佑 可是公司突然来了事情 于佑都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临时改变了计划 折返回了研发中心 你说他们公司坑不坑 于芳华气得小脸通红 今天可是星期六 平时工作日找茬就算了 周末又来找事 真是太讨厌了 乔雷雷低头 看了一眼手表 这都快十二点了 就算公司有急事召回他们 应该也要吃午饭的 要不我们换个吃饭的地方 我记得怀卧的研发中心附近 有一家家训卖厂 那边的自选午餐还可以 我以为像你这样尊贵的少奶奶 不会在那种普普通通的地方吃饭呢 于芳华是真的惊讶 毕竟她接触的其他贵妇 不是眼睛长在头顶上 就是两脚不能粘地 所以她不喜欢他们的圈子 觉得他们不是一类人 跟你接触久了就能理解 为什么你和亲姐年龄相差快十岁 亲姐却认为你是可以信赖 值得托付的人 于芳华甚是感慨 上回看到阿车那么黏你 又看到你的朋友们 都是平易近人的类型 我就明白了 两人离开园定的餐厅 朝停车场走去 以前亲姐就常常说 你是怎样的人 就会吸引怎样的朋友 于芳华有些伤怀 眼神黯然 乔雷雷拍了拍于芳华的手臂 你怎么比我们阿车 还想她妈妈呀 因为 因为亲姐真的对我很好很好 要不是亲姐 也不会有今天的云景 于芳华笑着抹掉了眼泪 唉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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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伤的情绪太容易传染 难得周末 要开开心心地过 两人有说有笑地 开车前往了怀卧的研发中心 于芳华在路上就发了消息通知哥哥 等他们到的时候 于芳恰巧和同事们一起在楼下觅食 见到妹妹的短信 于芳就暂时告别了同事到约定地点和他们会合 因为今天是周末 卖场的餐厅人满为患 于芳是三人之中唯一的男性 没有理由让两个女孩子去排队受累 他走的时候 手机就丢在了桌上 于芳华和于芳惯来感情好 等得无聊 加上看于芳的手机不断传来新消息提示 就点开看了两眼 我知道他们下午回公司干什么了 于芳华双目圆征 不可置信地对乔雷雷说道 研发中心有内部消息 说核心技术被敌对公司窃取了 怀疑内部有人泄露机要 下午是叫他们回去配合调查的 然后 我哥的同事说 他下午要做好准备 被重点盘查的对象 于芳华钻紧了手机 眉心皱出深深的穿字 他们居然怀疑我哥 这么多年 我哥为公司鞠躬尽瘁 担尽接力 他们这些当领导的难道不清楚吗 他们居然怀疑我哥 当当当当 本集播讲完毕了 请 点赞评论 不来一波吗 我是乔塞尔的饰演者 苗三妹 欢迎继续收听哦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我是姜嘉宁的饰演者 苗三妹 她还在后面 记得继续收听哦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一百九十集 乔蕾蕾扶扶她的肩头安慰道 可能是大家都太紧张 焦虑情绪在传播过程中加重了吧 不是 你是不知道怀窝内部有多少问题 趁着余佑还没回来 余芳滑倒豆子似的 细数了余佑近年来 在公司受到的种种委屈 和我哥同年进入公司的那些老员工 要么已经升到了管理层 大小是个股东 要么跳槽去了更大的平台 拿着比我哥现在的薪酬待遇 要好很多的酬劳 只有我哥像个傻子一样 为这事我跟她大大小小吵了好多次了 可她就是惦记着方伯伯的知遇之恩 乔蕾蕾听得万分难过 她来不及说什么 于佑便端着一大盘子热腾腾的食物 回到了桌边 等久了吧 开动吧 刚说完 看到两个姑娘的脸色都不太好 以为是自己离开期间 他们被人欺负了 忙拉着妹妹小声询问 没人欺负我们 是有人欺负你 于芳华心烦意乱的 说话的语气和态度 都不是平常的谦和温柔 我刚刚看了你的手机 知道你们公司出了什么事 哥 这种地方你就别回去了 万一他们现在是气急败坏 找不到人背锅 你回去 他们就会给你扣一个 背叛公司的大帽子 到时候你怎么办 你想好退路了吗 于芳被亲妹妹吼得一愣一愣的 但念及乔蕾蕾这个外人在 她也不便多说 只能用言语抚慰了于芳华几句 岔开话题 来来来 先吃饭吧 你别胡思乱想 我下午回公司 很快就能处理好这些事 于芳拍拍妹妹的头 然后就埋头抓紧时间吃饭不再多言 乔蕾蕾和于芳华对视一眼 各怀心事地拿起了筷子 吃了没几口 于又接了通电话 上个月二十七号 让我想想 是星期几 要怎么证明 小区监控 又不是警察 物业不会随便把监控视频拿出来的呀 嗯 嗯嗯 行吧 我试试 她挂了电话抬起头 发现 坐在对面的两个女人都在盯着自己看 自证清白 现在玩这套 这公司真的有毛病吧 哥你别跟他们玩了 反正他们现在把自己做得无路可退 你趁早走 及时止损 芳华 这些话 以后不许再说 哥哥有自己的计划和安排 你应该相信我 可于芳华在兄长的面前放肆惯了 才不会因为他的便利而退缩 回想自己刚刚看到的那些聊天记录 他心里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你非要回去 那你下午带上我一起 反正你们公司同事都认识我 当然不行 于又一人拒绝 现在正是敏感时期 大家都分外小心 你还非要卷进这个谜局 你是不是傻 说到这里 他不由得看了一眼瞧嘞嘞 你下午就和你朋友一起按照原计划去玩 去逛街 去看电影 别担心我 我忙完就会去找你们 晚上一起吃饭 盘子里的饭菜还剩下一大半 可于又已经没了心情 每一口饭都像梗在喉咙口 难以瞎咽 唉 我先回去了 早点解决 早点离开 于芳华丢下筷子就要去追哥哥 却被乔累了及时地按住 芳华 还是相信你哥哥吧 这时候关心自乱 慌了阵脚只会让他心里更烦 乔雷雷嘴上这么说 眼神却一点都不比于芳华轻松 怀卧头顶上的天 真的要变色了 下午两点 于又被单独叫到了研发中心 总理事办公室谈话 总理事面色沉重地宣布道 这次核心要泄漏 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不用我细说 你心里头也必然有数 所以上头下达了这样的要求 我们都要积极配合 除了上报你上个月下旬十几天的行踪之外 还要上交你的私人电脑 以及你的通话流水 你这段时间就住在公司 哪里也不要去 等到这件事情有了明确的结果 我会再来通知你 他这话让于又听得很不舒服 私人电脑也要上交 这其中有个人隐私的部分 你放心 陈理事冷清地打断了于又 这次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 正式开展工作之前 他们都签了保密协议 违约惩罚非常重 所以不会有人有这么大的胆子 况且 他们也不知道你们谁是谁 即便是看到了 也不能乱拷贝或者传递 影响不大 尽管陈理事说得轻描淡写 可一贯注重隐私保护的于又 深谙个人信息泄露的危害 那我自己先处理一下我的电脑 然后再上交 他进行着最后的挣扎 陈理事面露不喜 这次事情的严重性 我前面就说得很明白了 于又 你一向懂事 怎么这次这么不配合 像你这样不配合的情况 被调查组知道了 你必然会成为重点怀疑对象的 你明白吗 看在你是老员工的份上 咱们关起门来说的话 我不会去透露给调查组 但你必须现在就去把电脑拿来给我 我不是针对你个人 所有人我都是这么要求的 你从我这里出去之后 稍微在工位上多待一会儿 你都会被重点关注 屑时可能连我都会受影响 如今风声鹤唳的 难保谁不会多心 说我偏袒薄蔽你 于又心神不宁地 走出了陈理事的办公室 脚下美脉出一步 他脑中就闪过 许许多多曾经在电影里 看到过的镜头 世界末日般的绝望 危机之下 小小人类渺茫卑微 又记得去年公司年会的时候 他还作为研发中心的 优秀员工代表 上台致辞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元凌的扮演者 万雪薇 欢迎订阅 点赞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导公别撒汤了 作者 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 叮叮当 第191集 当时的发言稿里有一句话 他每每想起都心潮澎湃 十年饮兵 难量热血 当时他是真的这样想 而现在 他的心也量得真实而透彻 余又最终接受了公司的安排 只是他人身自由受限制 不能亲自去拿上个月的监控证明 这事就只能委托给妹妹于芳华代本 芳华 你听我说 覆巢之下 安有完卵 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和公司一起挺回去的时候 哥哥清德自清 不需要担惊手吧 只要按照正常流程走完 就不会有事的 不过 拿监控的事情 需要你帮忙 家里钥匙你有 如果物业不同意 你就打架我 我和他们沟通 这件事不要惊动 免得他们跟着操心 渔芳华接电话的期间 乔雷雷就在旁边陪着 看着小姑娘的精神愈发的不激 她猜到 鱼又应该身陷凌鱼 身不由己 从前怀我也出过类似的事 但她从来没想过软禁员工 而现在他们所有的操作都让这一切变得不可理喻 雷雷 我可能要放你哥子了 于芳华无精打采地说道 我得去帮我哥弄出正名一类的东西 估计一时半会搞不定 要去哪些部门啊 你搬过这些吗 一个忙不过来的话 还说我陪你一起吧 反正我今天也没什么安排 乔雷雷主动请英道 阿彻呢 有苏老师陪着 下午要练琴写作业 回去早了 只会害她分心 于芳华不是居小节的人 况且 刚刚于又在电话里确实交代了她不少事 她的驾照还没考下来 所以没有买车 出门办事要么打车 要么用共享单车 再要么 就是靠两条腿跑来跑去的 还真不方便 于是她便也没拒绝乔雷雷 嗯 行 今天就麻烦你了 等真正办起事来 她才发现幸好乔雷雷跟着来了 他们第一站去了物业公司 结果就碰上了铜墙铁壁 这个资料是非常保密的 不能随便调出来 除非你们有相关部门的调令 否则就赶紧离开 不要在这里组织我们办公 物业公司前来负责接待的人员 态度不算和善 于芳华准备先拉着乔雷雷离离开 另想办法 但这时 有一个戴着墨镜 踩着十二厘米高跟鞋 周身相飘四翼的女人 在物业人员的前撮后拥下 从监控室出来 于芳华的脾气瞬间就上头了 她指着对方 质问刚刚堂塞过她的工作人员 哎 她凭什么能进去啊 她有证明吗 小妹妹 这世上 没有钱办不到的事啊 女人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得意洋洋地离开 于芳华文言冷笑 哼 我还当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不就是钱吗 你尽管开价 乔雷雷在旁观察良久 定一路目送那墨镜女离开 要是她没认错 那应该是她认识的贵妇圈中 某人的姐姐 她是好几家大公司的持股人 属于刚到中年 就能在家里躺着坐吃等死的一类人 乔雷雷暗想 要想打通物业的这层关系 估计还不只是钱能搞定的 对方这话 不过是闲来无事 积于芳华而已 果不其然 她这个念头刚冒出来 就听见物业的人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小姐 难道你听不出 我们副总是和您开玩笑的吗 赶紧离开吧 不然待会儿保安 请你出去就不好看了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们潜在业主的吗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买一套房子 于芳华一甩宽秀气的小脸上红 她虽说因为工作原因 见过了不少身份金贵的人 可平常情况下 她的客人们都是非常尊重 她这位年轻有为的古装设计师 给她甩脸色的人还不多 因此 于芳华并没有多少磨练心性的机会 眼下遭受这么明显的差别对待 心中不愤是自然反应 乔雷雷眼看着她要和乌野起正面冲突 忙将人拦下 温生说道 哎 芳华别急 我打个电话 行吧 物业的人就是看准 他们两个黄毛丫头只有嘴皮子功夫 压根就不把他们当回事 急吼吼的要赶人走 于芳华最后是被乔雷雷拉走的 她站在物馆办公室门口 又急又气 双拳钻得紧紧的 乔雷雷一边盯着她 怕她气急了做出傻事 一边给周涵打电话 能联系到林乡物业的高层吗 我想要紧凭小区的监控视频 需要授权 林乡物业 邵夫人请稍等 我现在查一查 周涵的办事速度极快 十几秒后就给出了明确答复 邵夫人放心 五分钟之内就能拿到授权 结束通话 周涵就立马联系了 林乡物业所属的林景公司 林景公司的老板孔默 亲自接了电话 他今年开年来 不止一次听说 北川集团要扩张版图的消息 眼下 北川集团总裁特助招上他 说不定 接下来就能听到 从天而降的好事呢 事情来得匆匆 孔默都没工夫去细想 听周涵说了 是总裁夫人要找他办点小事 二话不说 就将任务布置了下去 孔默他老婆 原本就负责林乡物业的全部事宜 但今天 和孔默传说中的情人钟小念 因为权限的事情而起了争执 因此 当孔默一个电话打过来 让他老婆去办事的时候 他老婆当场就来了个拒绝三连 我不在 雷库 你找别人吧 你去哪儿了 我刚问过老宋 他说你就在办公室啊 孔默没听出来妻子的火气 还疑惑于这两人说法各依 孔太太的肺都要气炸了 还只能压着怒气 怪里怪气地说 那办公室啊 都快要成钟小念的了 这老宋说的是钟小念在办公室吧 他呀 今天是在 你赶紧的 找你的二夫人 给你当苦差 跑腿吧 哎呀 你又在闹什么呀 钟小念的事情 我给你解释多少遍了 他就是一个股东 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你一天天嘴里怎么全都是不正经的话 你人在哪儿呢 这事你办好了 我给你换辆新车 行不行 喂 喂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哦 我是谭若新的播讲者月怪怪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92集 听到嘟嘟声 孔默差点准备砸手机 但周涵的委托如雷贯耳 他不敢疏忽怠慢 只得又给妻子拨过去 但对方的电话提示关机 他妈的 孔默怒骂一声 无奈 只好打给老宋 让老宋先去接待贵客 然后给钟晓念打电话 请他回去帮忙处理安抚一下 钟晓念这人不看重面子 但在意利益 听说事关北川集团的人情 他当即就调转车头 回了自己刚刚离开的地方 他来的时候 林香屋叶上上下下 都已经改换了嘴脸 刚刚还把他当成神奇的众人 现在都卸下了 恭敬讨好的笑脸 只有求爷爷告奶奶的苦相 钟晓念没好气地鼠落 凑上来让他去当冤大头的工作人员 但好在脚步没停顿 其他人听了控话也只能忍着 目送钟晓念进了总经理办公室才松口气 不用找什么人来接待 我们急需要资料 你把监控调出来 给我就行 钟晓念到的时候 乔雷雷正在争分夺秒地和老宋沟通 于芳华离门近 率先听见脚步声 扭头一看是刚才的墨镜女 眼神瞬间变得分外复杂 哎呀 梁太太莫怪啊 刚刚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怠慢了 钟晓念拿得起放得下 他刚刚的姿态有多高调 这会儿就把自己的身段放得有多低 我这儿啊 藏了些不错的金菌梅 虽然没有多贵 但口感还挺不错的 你们坐 我给你们泡茶 不用麻烦的 我们就是来调监控资料 拿了就走 还得去别的地方办事呢 乔雷雷淡笑 他这个身体的年纪 比钟晓念小了有一轮 可这会儿 两人对一起话来 就让钟晓念觉得 这个女孩子十分老成 不像是那种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特别适合 此刻没法心平气和的 于芳华比起来 完全不是一个段位的 这就不禁 让钟晓念多看了乔雷雷几眼 不过 他表现得不明显 引波流转间 还催促了老宋一遍 梁太太的要求你明白了吗 让手下的人力索点 别耽误人家正事 是是是 刘须拍马 是老宋最擅长的事 他忙不迭地去了监控室都宫 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得罪了梁太太 还要劳烦梁太太亲自跑一趟 以后这种事啊 打个电话给我就行了 我保准帮您办得妥妥的 钟晓念说着将自己的名片递了过去 乔雷雷千和的双手接过 微微汗手 没谁得罪我 就是有个朋友住这儿 他最近遇上一点麻烦 所以要过来调监控 哦 那要不要我们这边 把资料都给删干净了 钟晓念十分上道地提议 这年头 私人来要监控的 不是抓小三上门 就是扯婆媳之间的那点瓜皮 钟晓念平常不经手 这些琐碎灵星的破事 但不代表他不清楚内情 别人都说 他是个坐等分红利的甩手掌柜 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他往日下了多少苦功 才能换到不用朝九晚五 也能有滚滚钱财进荷包的日子 不过他再怎么逍遥 也还是比不上梁家 这种几代财富累积的大家族 在凤城 姓梁的人不少 钟晓念结交的人中 就有好几个梁少爷 但他们加起来 都比不过一个梁战亭 要是今天这事办漂亮了 扯上乔蕾蕾这层关系 往后他的财路岂不是更广 想到这里 钟晓念看向乔蕾蕾的眼神 都盈亮了起来 乔蕾蕾捕捉到了钟晓念的那点心思 摆摆手 可千万别删 之后说不定还会有人来查看 若是删了 回头被人扣帽子说 是我朋友做贼心虚 销毁证据 那可真是 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换了旁人 可能早就把事情解释了一遍 偏偏 乔蕾蕾是习惯谨慎行事的人 且他觉得 这牵扯到余幼 以及怀卧内部动乱 怎么也不能在一个 仅有两面之缘的人面前 抖得干干净净啊 钟晓念看出 他是不打算说了 也不好再深究 说话间冲好了茶 送到他们两人面前 余芳华还因为 钟晓念前面 梗她一句的事 而心中不悦 茶水来了 也没有要碰的意思 还是乔蕾蕾清明一口 转头对余芳华赞叹一句 这茶不错 余芳华这才卖乔蕾蕾一个面子 不情不愿地端起来 吹了吹 慢慢喝下去 刚刚事情进行得不顺利 她新浇口罩早就渴了 这红茶口感醇厚香而不浓 很是润喉解渴 余芳华的心气慢慢地顺了 妹妹这身汉服挺漂亮的 现在的年轻人玩的就是兴起 在我年轻那会儿 就没见过敢这么穿的 钟晓念笑道 她本意自然是要说好话 笼络于芳华 挽救自己刚刚无聊劲上头 欺落了小姑娘一番的过错 可于芳华是个心思敏感的 听钟晓念前面一句还好 可听到后边 怎么都觉得味道不对 汉服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民族服装 一般人不敢尝试 多半是因为不懂 不敢随意造次 免得招人笑话 再要么就是经济条件没达到 像我们工作室新出的那款夜浮光 就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的 她微微一顿 语气里更添骄傲 当然 即便有钱也还是不一定能买到 那么复杂的刺绣 得要修工不吃不喝 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赶出一套来 我当初打板的时候 他们就怨声载道 说这夜浮光只能弄成限量款 不然花多少钱 他们都不想这么伤害眼睛 所以你看 钱其实不是万能的 乔蕾蕾知道 于芳华这是沉不住期 要和钟晓念呛声 尽管知道 他这样忽加虎卫的举动不太合适 却没有加以阻止 年轻人需要时间来成长 他得给于芳华创造点机会 大家好 我是三声社小声 我在书里饰演的角色是 梁老爷子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老公别撒汤了 作者 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 叮叮当 第193集 不知道是哪家工作室呢 做不做旗袍呀 我呀 一直想要一件旗袍呢 可就是想想 也没付出行动 说完 他眼睛一转 再次看向了乔蕾蕾 这还真得向你们年轻人学习 有梦想 就该努力去实现 于芳华 大概是被钟小念这收放自如的应对能力 给惊到了 半赏无语 乔蕾蕾将空杯子推到茶盏边 说笑道 那钟小姐 可是找对人了 我们芳华在这个圈子朋友特别多 认识的能工巧匠 更是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让芳华给你介绍介绍 肯定能实现你的旗袍梦 那就辛苦芳华妹妹了 钟小念还特意细问了于芳华的名字是哪几个字 等乔蕾蕾介绍完之后 又将于芳华好一顿夸 这一系列的花式操作 生生把于芳华给看愣了 好在 老宋没多久后 带着乔蕾蕾他们要的东西前来 拯救了 无法在这个尬聊气氛中持续生存的于芳华 今天多谢钟小姐帮忙 这是我的名片 有事您联系我 回见 临走时 好不容易找回理智的于芳华 拿着老宋给的U盘还是到了谢 钟小念送他们两人到门口 直到看乔蕾蕾的车走远 才卸下了担子 车上 于芳华在小小的空间里 彻底地释放了真我 肆无忌惮地吐槽钟小念 他也太能言了吧 脸皮真厚 这叫做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算是一项社会技能吧 不过 也不见得每个人都需要他 在后生面前 乔蕾蕾不自觉地就担起了说教引导的责任 于芳华认真听了 听进心里去了 同时也渐渐对乔蕾蕾生出几分佩服来 他觉得自己在同龄人中间 已经算眼界比较开阔的 性子也相对沉稳的了 可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 还是会陷入狂躁混乱 特别适合这个乔蕾蕾比起来 回想自己刚刚的种种表现 他都不禁有点脸红 可他记得方沁曾经说过 在同龄人中 每个人的时间量都是相同的 能让他们表现出明显差异的因素中 影响比较大的当属阅历 所以他想 乔蕾蕾的年纪不大 能养成今天的个性和气场 大概是因为他经历过承受过 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故事和压力吧 今天真的很谢谢你 蕾蕾 如果不是你帮忙 我都不知道会把事情搞成什么样子 于芳华由衷叹道 老话不是说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 我一个人也有搞不定的事的时候 说不定下次就轮到你帮我了 乔蕾蕾蕾玩耳 嗯 至于钟小念 你要是觉得不好相处 就不用理他了 省得给自己找不痛快 乔蕾蕾有意惯着于芳华 毕竟 小姑娘家今天确实受了委屈 不能总让她这个年纪的孩子 去做违背自己本心的事 可于芳华却摇了摇头 没事 她能忍 我也能忍 不就是拼演技吗 我难道还比不过她吗 再说 我把私人感情和工作分得很开的 才不会因为这点事 就损伤自己的利益呢 嘴上是这么说 可于芳华心里想的却是 要怎么在钱的事上 好好地宰一宰钟小念 谁让她没事 在那炫耀钱多呢 成年人 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乔蕾蕾看出了一二 只是 她看破不说破 知道于芳华自有分寸 就不再多言 于芳交代的事情 最终赶在下班时间之前 全部搞定 乔蕾蕾开车送于芳华去了怀卧 不过 两人都没能见到于芳 还是于芳华认识的一个人资的妹子 来研发中心送材料 两相碰上才聊了几句 我下个月就走了 已经提了辞职报告 公司现在情况特别不好 上边乱七八糟 乌烟瘴气的 人资的妹子 长须短探 于芳华和她关系还不错 所以真心话就一句接一句地往外蹦 你是不是傻呀 干嘛主动提辞职呢 你等着公司主动开除你呀 按照规矩 他们要赔偿你多几个月工资呢 平常是这样 现在可不是 现在被开掉的 都被上头找好了原因 要是闹事的话 还会被警告 全行业封杀呢 之前市长部那边就有人闹 结果现在都离开凤城了 这妹子越说越慌张 可能是虚张声势吧 于芳华不相信 现在的怀卧 还有全行业封杀一个小人物的闲工夫 杀鸡锦红吗 但他们确实就是吓到我了呀 都说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算了 不和你都说了 我还得回公司打卡下班 我只求啊 能顺顺利利地离职 别的我也不奢望了 别整出什么幺蛾子就行 和人子妹子道别之后 乔雷雷两人去吃了减餐 饭后他坚持送于芳华回家 于芳华的情绪很是低落 乔雷雷也没能好到哪儿去 两人一路相对无言 只有电台频道在叽叽喳喳 等将于芳华送到他家楼下 乔雷雷最后的一丝精神力 都被耗尽了 但他不想自己身心俱疲的样子 被于芳华看到 因此坚持开出了小区 在路边找了个临时停车场休息 夜色降临 街市上的路灯霓虹闪烁 乔雷雷趴在方向盘上 原本只是想小气一会儿 但忽然 不知道打哪儿涌出来的悲伤 浸染了他的心 乔雷雷感觉到 鼻子发酸的时候 眼泪已经溢出了眼眶 他到处找纸巾没找到 手肘还被自己不小心 给磕了一下 眼泪掉得更深 他干脆松开安全带 拳起双腿 将头埋进自己的膝盖里 肆无忌惮地 任凭眼泪横流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飘无天 剧中风仪的饰演者 感恩一路有您的陪伴 我们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194集 这是他重生回来之后 第一次哭得那么厉害 他的情绪中有担忧 有烦恼 更有自责和悔恨 为什么他没能早点看出 程立明和张白雪是混蛋 如果他早有防备 事情又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鸡业难 首业更难 眼看着父亲的家业被蚕食至此 乔蕾蕾却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这感觉就像是万箭穿心 哭了好一会儿 乔蕾蕾更累了 连抬手臂的力气都没有 指尖微微打着颤 他不能把车就这么丢在这儿 可是再勉强开回去 又担心出交通事故 于是干脆打开手机 约了个代价 安排好之后 乔蕾蕾不然灵光一闪 有了个想法 于是连忙用衣服擦干眼泪 给黎颂拨了通电话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怎么了 在他面前 乔蕾蕾没有掩饰 怀悟不行了 黎颂顿了两秒 我知道 你哭了 我没事 乔蕾蕾开门见山直去重点 我有个想法 之前我跟你说过 我有一个账户 托管在瑞士的一家基金会里 之前我试过 想要拿我自己的钱出来 但因为乔蕾蕾这个身份 不是这家基金会的会员 他们认为 我即便知道方庆的账号 还是需要找个担保人 黎颂会议 不等他说完便问 亚特兰基金会 是 我是会员 什么是 方伯伯当年也和我提过 我 存了点老婆本 乔蕾蕾微差 黎颂一贯正经十足 突然说老婆本三个字 他自己都脸红 听到电话亮一头沉默不语 黎颂就更觉得尴尬了 赶紧接过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们问问 看看具体有些什么要求 需要提供哪些证明 争取尽快帮你解冻账户资金 不过 不过方伯伯当初敦促你存下那笔钱 不是为了让你现在丢进怀卧 打水漂用的 他的语气慢慢恢复了严肃 如今的怀问早就不是你管理下的怀问了 年前研发中心就有人才出走风波 当时研发部就流失了很多资源 但高层就好像瞎了龙了似的 居然觉得他们主动出走是件好事 这样方便公司完成新一轮转型 还省了点钱 直到现在 他们才想起人才出走 带走的是核心技术 是知识力量 而在信息战争时代 这就是财富 这群猪脑子 早就在座搬起石头 砸自己脚的事了 现在 终于到他们体会报应的时候了 你 乔磊磊争住 怀卧的事 你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 我 我不瞒你 离送诚实而谈当 怀卧变成现在这样 的确有我的助力 当初 我没有想到能再遇见你 我以为你死了 当时 脑子里就只有一个想法 这些东西 不能留给他们 特别是不能留给程立明 前段时间 你向我坦白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我没有立场怪你 所以 你不需要跟我道歉 乔磊磊的心情 复杂得难以言喻 不过 他还算冷静 如果单凭你一个人 想毁掉一个企业 那也是浮批汉术 内部的崩盘腐坏 才是让他变成 今天这样的罪恶祸首 那你还要去 救这样的怀卧吗 我想把它重新买回来 你存了这么多 随便在国外开个户 存了十几来个亿 不是 我全部拿出来 还是不够 但是我打算 再想办法 乔磊磊捏着手机的手 不由地加重了力道 我不能看着怀卧 就这么没了 一时半会儿 我也拿不出钱给你 再过一段时间 我先想办法 你 黎宋 欣宋 欲言又止 乔磊磊不明白 他的意思 嗯 没什么 你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 即便你现在 能拿出那么多资金 骤然要买怀物 也挺奇怪的 这件事 我既然知道了 就不会不管 而且 你不会让他 转眼就倒了 再过一段时间看看吧 急也急不了 今天是听出了点消息 怨了心神 说到最后 乔磊磊自己都笑了 情绪这东西 来得快去得也快 哭过一场之后 他已经平静舒缓了很多 结束和黎宋的对话之后 他看了看代价的行程路线 估摸着他还有一小会儿才能到 靠着方向盘 准备再密一会儿 梁暂停忽然来电话了 刚刚怎么一直站线啊 他明显不悦 今天 约见一个老朋友 陪他办了一些事情 结果自己回家的半路 觉得好累 就叫了代价 刚刚在和代价 沟通具体位置呢 乔磊磊不太流利地撒了个谎 梁暂停的情绪说变就变 好像半分钟前一肚子怨气的人 不是他似的 哪儿不舒服 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 你有按照家规 好好地观察自己的身体吗 家规 哼 想问是不是怀孕了就直说啊 这遮遮掩掩的反倒显得滑稽 没怀孕 可能就是累了 这么想想 还是上班的时候最舒服了 出门太辛苦 我明天要在家里躺一天 好好地养养精神 乔磊磊顺势撒了个娇 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不是软弱的个性 可有时候偷偷懒 依靠一下梁暂停 就像是给自己放了个架 从头到脚都轻松 快了 梁暂停无意识地看了一眼手里的一塌资料 眉头紧簇 乔磊磊 看着车玻璃上自己朦胧的影子 忽然觉得思念如潮 你这次出差时间比之前都长 是不是事情办得不顺利啊 要是工作上遇到不开心的 你也别多闷在心里 我确实不太懂事 但可以当你的垃圾桶 有些事情说出来之后 就没有那么重的负担感了 真的 你试试 梁暂停松开眉心的穿子 嘴边唏嘴的笑声藏都藏不住 你的意思是 我以后都和一个垃圾桶同重共枕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苏伊清清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张白雪 如果你喜欢我们 请留下你的小信心 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剧集 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多人剧 鱼声热恋 导公别撒汤了 作者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 叮叮当 第195集 还能开玩笑 看来是没事 你以为我是你啊 出门玩一趟 都能把自己玩累了 提到他今天出门的事 梁暂停便想到了 周涵和他说的那件小事 你今天找人授权 麻烦都搞定了 嗯 说起来要谢谢周涵 他第一眼看了看时间 哎 你们吃饭了吗 要是还没的话 你就给他加个鸡腿 也不要奖励太多了 你那些钱都是老婆本 应该留给我 起先他和李宋 聊到老婆本的时候 他心里毫无波动 这会儿对梁湛婷说起 乔蕾蕾的心里 却情不自禁地美了一阵 嗯 都是老婆本 都是你的 梁暂停不用倾诉工作烦心事 也一样收获了开心 他叮嘱乔蕾蕾几句 陪他闲聊 等到代价来了 才依依不守挂断电话 这天之后 怀卧集团每况愈下 不久后 乔蕾蕾听说了一个重磅消息 程立民不见了 他错愕地看着苏然 以为自己恍惚听错了 苏然不安心地朝程子撤的卧室门口看了一眼 孩子正在午休 这家里的每个大人都精心呵护着他 不想让他沾染成年人这些复杂又可笑的事情 不止程立民消失了 张白雪也下落不明 苏然压着声音汇报道 昨天本来是要给他们家的管家朋友发工资的 可是他们从早到晚也没看见钱 联想到他们好几天不着家 都有点慌 就给他们打电话 结果发现两人双双关机了 再打听才知道 公司的人也在找他们 乔雷雷让温言着手去查 温言不用费多大功夫 就获得了一大堆的消息 你肯定都想不到 这也是你让我办事办得最顺利的一次 都不用开口谈酬劳 那人就啪啪的 跟我说这俩人是何等的贱妇淫妇 有些太难听的词我就不说了 免得脏了你的耳朵 反正他俩现在在凤凰城的储家 就和那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是一样的 要说他们具体做错了什么吧 也只是传言 我后来却证实了 大家都没有证据 不过以他们的关系来说 他俩弄出个孩子 还私底下偷偷的回老家办了婚礼 对于怀卧而言 确实是大丑闻 怀卧这座大山被动了根气 还能说上几句话的股东 都往外面放话 说让公司变成这样 就是这对孤单女 反正他们不见了 大家就把所有的错误往他们身上推 我就这么说吧 你现在上网百度一搜 网站一搜一大堆 故事比我听到的版本还有精彩 寻常老百姓都能嚼他们的舍根子 你偏偏这是多大的笑话 我在记者群里打听了一下 他们留下的最后行踪 是凤凰城地铁站 那趟车是开往海城的 像海城这种三四线城市 八卦记者是没有太大胜索空间的 所以就没人盯着他们俩 温言连珠炮事地说了一大堆 直到口渴了才停下 他没听到乔蕾蕾的反应 还以为是自己的电话出问题了 连着喂了好几声 我听得到 乔蕾蕾的声音有些沉 看样子 他们是去海城生孩子了 多半是 从消息的时间和情况来看 张白雪应该是能卸货了 温言嗅出了一丝不对劲的味道 难不成 你想借这个机会 让他们彻底回不来凤城 然后将张子彻 过继成你的孩子 乔蕾蕾倒是没想这么远 只是怀我现在本就饥饥可畏 程立明一走 想让他永远翻不了身的 大有人在 这么折腾下去 最后 估计鱼死网破 程立明火盖一无所有 但公司 乔蕾蕾想了想 给渔芳华发去消息 问他渔幼这几天的情况 哦对了 忘了告诉你 上次多亏你帮忙 我哥是他们组里 最快解禁的一个 而且 乌叶最近对他特别nice 我哥还说要请你吃饭呢 明天有空吗 有 乔蕾蕾正愁 没办法多摸到些情报 既然渔幼有心 他当然要借机会顺水推舟了 隔天下午 乔蕾蕾提前处理完手里的整理工作 走出总裁办公室外间 去往二住专区 二住罗潘 是专门负责给乔蕾蕾分发任务 以及工作对接的人 乔蕾蕾过来找他的时候 他正在打电话 乔蕾蕾就安静耐心地在旁边等 等着等着出了神 也不知道罗潘什么时候挂的电话 中午那会儿你在休息 我看你桌上坐机一直在响 担心对面是有急事 所以就帮你接了 电话是冤尚打来的 说让你待会儿下班别走 他接你和设计部的 袁林思敏一起吃饭 罗潘工作忙 说话时 敲键盘的手指一秒不停 他说完好久 都没听到乔蕾蕾的反应 这才腾出空看了站在旁边没动的女人一眼 乔蕾蕾的眼睛直视着罗潘办公桌上的鱼缸 里头两只胖胖的大眼金鱼正在慢悠悠地游动 罗潘拿手在乔蕾蕾面前挥挥 少夫人 你刚刚说什么 资料已经录入数据库 您整理得特别好 罗潘以为他是在想晚上吃饭的事 就没有再提 乔蕾蕾回到办公室后 简单收拾了一番 便离开了公司 罗潘开始看到了 却没有多想 哪知道他刚下去不到三分钟 梁清渊就找了过来 嫂子下班呢 中午那会儿你在休息 我看你桌上坐机一直在响 担心对面有急事 所以就帮你接了 电话是渊少打来的 说让你待会儿下班别走 他接你和设计部的园林 思敏一起吃饭 就看了一眼指纹打卡机上的最新记录 看向助理区几人的眼神 就多了锐利杀气 中午谁接的电话呀 我交代的事情当空气 没听见吗 我和少夫人说了的 罗潘一脸尴尬地站起来 但少夫人当时没表态 梁清渊皱眉头 想训她事情没办好 可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 罗潘只是一个助理 人乔蕾蕾可是堂堂的少夫人 她想不想应约 不需要向一个助理解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 我是沐一言 是陈立明的实验者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下一集 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老公别撒糖了 作者 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 叮叮当 第196集 梁青渊 善善 算了 我自己找她去 少夫人刚走 您现在去停车场 应该还呢 不等罗潘的话说完 梁青渊的身影 已经闪进了电梯 梁青渊赶到停车场 确实见到了乔蕾蕾的车 但她已经开出去了 梁青渊用最大分贝的音量 喊了她 可惜乔蕾蕾丝毫未决 梁青渊心想着 这时候追上去还来得及 于是赶紧开着自己的车 跟了上去 她监督完赛车耐力赛之后 回到凤城就换了车 所以 即便她跟在乔蕾蕾的车后面 乔蕾蕾也没有过分留意 只知道 后面跟了一辆 骚包的亮绿色 阿斯顿马丁 还以为是哪家 遭到背叛的小顽裤 来压马路 舒缓压力呢 要是路上的交通状况良好 一个红绿灯过后 梁青渊就能追上乔蕾蕾 可这会儿 正是下班的高峰期 而且乔蕾蕾还是往市中心开 四车道都被车子占满 梁青渊看得出 这超车没机会了 便给乔蕾蕾打电话 乔蕾蕾的包 丢在了副驾驶位 下班之后 又没来得及关掉静音 因此梁青渊一连打了三个电话 她都没有察觉 嫂子这不是回家的路啊 难不成和其他人有约 梁青渊一边嘀咕 一边打给袁灵 袁灵刚从洗手间补文装出来 一边含笑接起梁青渊的电话 一边情不自禁地 朝设计部的走廊上看 然而 并没有瞥见她期待的那张脸 电话里 梁青渊的声音略有些轻楼 不似平常热络 你今天跟我嫂子说了 我们晚上吃饭的时间地点吗 没有啊 你不是说你去通知她吗 袁灵茫然 你和思敏 先去我订的地方吧 我去接嫂子 她可能是把这事给忘了 梁青渊挂掉电话 一脸苦相地 看着前面车的车尾 她早上就打电话给梁湛婷了 知道她并没有回凤城 那乔蕾蕾 这是去付谁的约 狗血八卦的桥段 在梁青渊的脑子里疯狂肆虐 像八道的病毒 让她没法不想 梁青渊犹豫了半天 到红灯变成了绿灯 她都还没想清楚 到底要不要再给梁湛婷打电话 后面的车疯狂鸣笛催促她走 梁青渊回过神来 赶紧发动车子 跟上乔蕾蕾的车 同一时间 梁湛婷也收到了一个 不大愉快的消息 论坛方面一查到这个帖子 就立马撤下了 不过 审核那边没有直接删掉 提交上来 问您需不需要过目 今天忙了一天 事情进行的并不顺利 集团内部 有人看着老爷子 最近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私下就蠢蠢欲动 景城和安阳两处 都有杨凤英伟的举动 梁湛婷这次出门 就是来帮老爷子 倾诉这些势力的 来之前 梁正原本是要随行的 但凤城商会 又因为去年一个 百亿项目分更的事情 有了二心 所以 最清楚景城安城行事的 梁正不来 梁湛婷骤然接手 多处碰壁 在金字塔的顶端待久了 突然到景城安城的梁家 备受冷落 梁湛婷虽然不至于生气 但也并不舒坦呢 于是 这事儿就直接影响到了 他的心情和胃口 晚饭时间 周涵给他准备了一大桌子菜 到现在他也才动了两道 害得同桌吃饭的周涵 都不敢发出太大声音 汇报论坛帖子情况 都不敢说快了 说完之后 周涵放下筷子 擦了擦嘴 小心翼翼地等梁湛婷发话 什么内容啊 梁湛婷的眼皮都没抬 是 是拍到少夫人和黎宋先生 在咖啡厅会面 周涵努力捡梁湛婷爱听地说 拍摄的人别有用心 专拍少夫人露出笑容的时候 我已经让人根据拍摄角度 拍摄距离 以及周围的环境光 让人去做数据分析了 之后调街区的监控查一下 应该非常快就能够有精度 梁湛婷也异性阑珊地放了筷子 嗯 你去查吧 这件事不要惊动爷爷 也别通知少夫人 黎宋那边也要注意她的动向 要是下次她再接近少夫人 而且你还不能提前之情 年终奖取消 放心总裁 不会再有下次 滑灯四照时分 乔雷雷按照于方华给的定位 在餐厅和他们俩兄妹碰头 今天 余佑穿了一件浅蓝条纹的衬衫 细节处精巧的设计 显得她整个人气质清爽 餐厅是余佑订的 因为正值饭点 这间航班菜餐厅人满为患 过道上还不时有孩子嬉笑着跑来跑去 在这一片乱糟糟中 擒着斯文笑意的余佑显得格外突出 上次的事情有劳你了 我妹妹她不太懂事 跟你添了很多麻烦吧 余佑拿公筷给乔蕾蕾夹菜 在夹鸡翅给她之前 还特意戴了手套 巧妙地将翅中骨轻而易举地抽走拆下 然后才递给她 她的这个小动作 让乔蕾蕾忽然想起 之前有天在家吃饭 风仪要给他们剥虾 可梁湛婷却挽起了袖子亲自来的情景 不喜欢吗 余芳华看乔蕾蕾盯着鸡翅迟迟的没有下筷子 不由地瞪了她哥一眼 头一次吃饭 不了解客人的胃口就不要乱夹菜 这样蕾蕾多尴尬 没关系 我嫁回来 余佑说完 便伸筷子 乔蕾蕾回神 用手虚掩了一下蕾蕾 没有的是 我喜欢的 只是刚刚忽然想起我先生 啊 你说你那位富豪老公啊 名不转金转 哦 不过为什么看到鸡翅会想起他呢 难不成富豪觉得鸡翅这种食物太低级了 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鱼又被妹妹逗得哭笑不得 你就是这么欺负自己朋友的 我没欺负蕾蕾 这些都是事实嘛 她嫁入豪门的新闻照片 你是不是还没有看过 来来来 我给你看看 让你开开眼 于芳华一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 像个老妈子似的 嘀嘀咕咕的 哎呀 哥哥呀 虽然你天天上班也能看到不少有钱人的生活片段 但是有钱人和有钱人还是不一样的 雷雷她老公家是真的富豪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元凌的扮演者 万雪薇 欢迎订阅 点赞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一百九十七集 雨又按住妹妹递过来的手机 好好好 吃晚饭再说 她又看向乔蕾蕾 露出充满歉意的笑 芳华她跟人混熟了就容易这样 你别介意啊 没关系 芳华说的没错 乔蕾蕾不仅不介意 还接着于芳华刚才的问题答道 我只有个弟弟 没有哥哥 以前在家都是我照顾弟弟 虽常年请了保姆 可保姆照顾我们 是因为职业需要 和被家人照顾的温情 感觉到底是不一样的 结婚之后 我没有对梁湛婷怀抱过期待 毕竟 她是从小养尊触腰的少爷 要是盼着她给我 不瞎不屑 我还不如早点上床睡觉 梦里是什么都有 但是她有一次真的这么做 所以我还挺惊讶的 刚刚就是想起这个了 哦 果然雪中送炭好过几场添花呀 于芳华嘟起了嘴 于佑的关注重点不一样 听你这意思 你们很少见面 要是天天见得到 时刻被照顾周全 也不会随便看别人 拆个鸡翅骨就出神呢 乔雷雷以前就知道 于佑虽然是个理工科男生 但心思细腻 只是没料到 这么一件小事上 她也能表现出 这么明显的特长 她略略一低头 被说中心事 难免有些伤神 嗯 她最近挺忙的 乔雷雷说梁湛婷最近忙 只是字面上的意思 但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呀 于芳华瞬间就脑不出了 豪门娇妻明面上 备受宠爱 私底下惨遭冷落 处处受欺负的剧情 哎呀 出来玩就不要想家里的事了吗 来 你尝尝这个东坡肉 是他们家的招牌菜 还有这个青豆泥 碗给我 我给你盛 于芳华的热情叫人招架不住 乔雷雷收住了情绪 专心致志地吃了这顿晚饭 期间 她用北川集团 想定制一款健康监测 手环的事情 打开了新的话题 果然 引起了于芳的关注 现在市面上 已经有不少健康手环了 无论是美观性还是功能性 都做得很全面 如果你们真的想做一款 自家品牌的手环 首先要做市场调研 然后确定你们最想打造的卖点 以及你们最大的需求 是想依靠这款产品 打开健康智能的市场领域 还是只是丰富和增加品牌形象 因为我之前也接过朋友的委托 做过一些小项目 比如他们想要的AI闹钟 其实只是一个品牌周年庆时 用来打写赠送给合作商的礼物 所以他们对产品的预算 就没有那么多 在有限的预算下 哥 休息时间能不能不要聊工作 我听着头都疼 于芳华揉了揉太阳穴 并无情地往他哥嘴里 塞了一颗鲜肉丸子 堵住他的嘴 乔雷雷忍俊不禁 就在兄妹俩打闹的时候 一个苗条鲜瘦的人影 从他们这桌旁边走过 走来走去的人那么多 乔雷雷的眼神从来不爱乱瞟 所以这会儿也没有注意到 但那身影却陡然 驻足在了他们的桌边 乔雷雷 三人门声抬头 乔雷雷想了好几秒才想起来 这女人是乔清风 过去经常巴结的一个 金融投资界大佬的妖女 宁奇尔 宁奇尔在家里那是相当的得宠啊 到了要风得风 要语得语的程度 乔雷雷以前 迫于乔清风施加的 生活费的压力 很努力地想要融入宁奇尔的圈子 但宁奇尔 受他爸在家肆无忌惮 胡咧咧的影响 对贴上来的乔家极感不齿 他表面上装作愿意 带乔雷雷一起玩的样子 可每次明里暗里都要羞辱他 宁奇尔大乔雷雷六七岁 所以他五年前就嫁了 当时他老公是做原油生意的 财富实力不容小觑 不过南方家在雍城 所以宁奇尔嫁夫从夫 一同离开了凤城 在雍城定居 然而宁奇尔走之前 特意拉他那帮 当时还带自归中的 明辨千金们聚了一场 还有意无意地提起乔雷雷 宁奇尔的圈子 是以宁奇尔为中心的 即便他之后不在了 可千金小姐们 平常不能失去主心骨 他们还是习惯于一起 欺负某个柔弱对象 比如乔雷雷 所以后来的几年里 乔雷雷在高中被欺负 上大学被欺负 但凡有明愿聚会 那群小天鹅都不会忘了叫上他 可没有一个人 是真心地将他当成圈子里的人 只把他看作调味料 增色剂 茶余饭后的谈资 甚至是无聊时候的笑料 这一切到这群民怨千金 先后结婚 各有各的家庭之后 才慢慢缓解 当然他们还是很闲 动不动就折腾出一个茶话会 酒会赏话会生日会 再不然 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 艺术展音乐会 然后顺便邀请乔雷雷 这个可有可无的小配角 用来当凑人头的垫脚石 编脚料 此前 乔雷雷和梁湛婷 一起出席的慈善晚会 就是碰上了 和宁琪儿关系 最要好的几个塑料姐妹花 当时的账 乔雷雷当场就还回去了 她没放在心上 可宁琪儿 是后来回奉城娘家时 才听说的 听完后 第一时间就是生气 凭什么 那个被她踩着 压着那么多年的灰天鹅 能一月嫁入了北川集团 这也就算了 她性格都变了 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还有梁湛婷罩着 而宁琪儿的老公 前年因为生意上出了变股 择损严重 现在压力极大 一心扑腾工作 夫妻感情 多少受到了影响 宁琪儿的身边 少不了捧臭脚的 她被丈夫冷落 自然有别人趁机表现 宁琪儿没金珠诱惑 一失足成千古恨 去年年底 差点被离婚 要不是宁家长辈 镇住大局 宁琪儿这会儿 都没脸回奉城的 年初 夫家给了新任务 让宁琪儿 怎么都要给赫家 生个孩子 可是 她老公又嫌她脏 不愿意碰她 最后就只能采取 人工受惊的手段 强行让她怀上 即便如此 赫家看宁琪儿 还是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 宁琪儿受不了委屈 就干脆 借着回娘家养胎的借口 回到了凤城 本集播讲完毕了 请 点赞评论 不来一波吗 我是乔塞尔的 饰演者 苗三妹 欢迎继续收听哦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我是姜佳宁的 饰演者 苗三妹 她还在后面 记得 继续收听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烈 老公别撒汤了 作者 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 叮叮当 第198集 她婚内出轨 导致她亲爸亲妈 对她的态度都有所改变 为了不在怀孕期间 再生事端 平常都不大同意她出门 今天 宁奇尔是好不容易 收到朋友的邀请 终于有机会出了趟门 却没想到 居然在这儿 遇见她最不想见到的人 好久不见啊 别来无恙啊 宁奇尔刚说完 隔壁桌的几个男人 忽然举备庆贺 声浪瞬间压盖了宁奇尔的声音 她有些嫌弃地 醋了醋眉 等那边安静之后 有些同情地 看了乔蕾蕾一眼 凉凉地飘出一句 要是早知道 你今天在这儿宴请朋友 我就该让你们 坐到我们那个包厢里去 坐大厅多吵啊 多影响吃饭的胃口 乔蕾蕾面色不变 嫌然一笑道 小齐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没听说呢 这次回来待多久 雍城的气候 是不是比封城舒服啊 宁奇尔的嘴角抽了抽 她喊的什么 小齐 真是笑话 不知道谁给她本子 她一个半吊子千金 就因为舔着脸嫁去了梁家 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 你琪姐再不计 也比你一个灰天鹅要高贵 今天不给她点教训 她乔蕾蕾怕是要忘了自己姓什么了 雍城可没有凤尘舒服 那儿干燥得很 不过现在是春天 正是一年四季中最舒服的时候 诶 你和阿婷什么时候有空过来玩呀 我一定好好招待你们 宁奇尔又忘了忘 坐在对面的余家兄妹 你们是雷雷的朋友吧 到时候一起来玩啊 车费路费我全报 你们不用有负担 说完她还觉得不够似的 又添一句 今晚这桌饭我也请了 我看这桌上菜也不多 不够吃吧 要不我再给你们点两道 嫂子 你这朋友挺阔气啊 梁清渊的声音 冷不丁从乔雷雷背后传过来 她和宁奇尔一起回头看去 梁清渊今天穿的是衬衫西裤 衣服很正经 但穿在她的身上 就莫名地有了股牙痞的味道 她左手插兜 右手刮了刮下巴 不过在这种餐厅再怎么点菜 撑死了也不过一两千块 多显不出老板的大气啊 不如我们换个地方 吃下半场 怎么样 她唱宁奇尔挑了挑眉 挑衅的意思足够明显哦 宁奇尔被呛得愣了下 却也没有漏气 行啊 你们去吧 不管消费多少 都可以挂在我头上 这位姐姐不一起去吗 梁清渊不肯放过 这个在她嫂子面前 装大尾巴狼的女人 我这人没见过什么世面 万一不小心点了十几万的酒 到时候都没人拦着我 姐姐的荷包 岂不是要大出血了 宁奇尔懒得和她胡搅门缠 问乔蕾蕾的 这位是 刚刚听到她喊她嫂子 莫非是梁湛亭的什么弟弟 可梁湛亭不是独生子吗 这是我堂弟 乔蕾蕾不在意 宁奇尔怎么想 答得模棱两可 宁奇尔搞不清对方的身份 可看梁清渊气势十足 眼神伶俐 她为了避免踢到铁板 便没有在乔蕾蕾这桌 再兴风作浪 这时候也不早了 我还约了人打麻将呢 就先走了 下次再专程请你吃饭 宁奇尔走后 梁清渊不请自来地在乔蕾蕾身边坐下 乔蕾蕾一头雾水 你怎么在这儿 我本来约你和小林思明晚上一起吃饭 但是罗潘不知道怎么搞的 没通知到你 打电话给你你也没接 梁清渊心想 嫂子和朋友们在一起 也不能完全地不给她面子 就没再接着往下说 我们也就在附近 你们这边 她看了一眼桌上没怎么冻的菜 继续的 你们吃完 过来找我们吧 嗯 好 见乔蕾蕾硬了 梁清渊便没再纠缠 拾去离开 她出餐厅门口的时候 并没有发现 马路对面停的那辆 酒红色法拉莉莉 正坐着 刚刚她觉得十分碍眼的女人 小叔和嫂子 这种新闻 一定很多人感兴趣 宁其儿勾唇昧笑 餐厅内 于芳华也在盯着梁清渊的背影看 蕾蕾 那是你老公的弟弟吗 嗯 堂弟 他是跟踪你 于芳华实在是没法想象 长得像梁清渊那么帅的男人 居然甘愿当小尾巴 他们豪门贵公子都这么闲得淡疼吗 不 也可能是他哥给的待遇优厚 嗯 于芳华在心里重重地叹了口气 于又意识 他们兄妹俩自从各自有了工作 没有住在一起之后 这默契程度都大大的降低了 今天 是难得地达成了一致看法 别人都羡慕豪门少夫人 可实际上 他们过得很不自在呢 连出门吃个饭都会被人跟踪 乔蕾蕾发消息给温妍 让她去查宁其儿的近况 发完信息抬起头 见到于又兄妹俩面色都怪怪的 以为是自己听漏他们说话 有些不好意思地收起手机 并为梁清渊刚才的冒失出现而道歉 不好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我这堂地会过来 没事 我们继续吃饭吧 蕾蕾 于芳华 欲言又止 她愁愁了片刻 重新整理好措辞 说道 不管以后你碰到哪方面的不开心 都可以随时找我闲聊吐槽的 我这个人没什么太大的优点 除了做做设计 就只剩下安慰开导人这一点了 而且你放心 我什么都敢说 肯定仗义直言 不会藏着掖着 你要是想听我骂人 我绝对问候她八倍祖宗 芳华 于又听妹妹越说越不像话 忍不住加以制止 可乔蕾蕾 却是坦然顺下了 于芳华的这份好意 那当然 往后我们是朋友 你就做好 听我吐槽的心理准备吧 哎 你刚提到设计 这也是我的专业特长所在 不过我现在身处助理的位置 好久没有拿起画笔了 要是你喜欢设计 这东西就丢不了 于芳华一下来了精神 我们工作是有自由投稿通道的 如果你平常空闲时间 对汉服设计有兴趣 欢迎踊跃往云井投稿 我相信你的眼光和水准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定步飞龙 在剧中饰演的是秦宿 一个见风使舵 欺人怕硬的家伙 以及女主的父亲 一个老混蛋 乔清风 欢迎各位捧场吐槽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 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一百九十九集 这确实不是为一条 和于家关系拉得更近的方法 乔雷雷的双眸 瞬间变得更加雪亮 等我回去之后 发你一些基本的款式图 这样你能更快上手 于芳华自己都没意识到 她谈到工作的时候 比兄长更为狂热 于芳在旁 笑看着两个年轻女孩子 交流梦想文化和灵感 想象力的碰撞 在她们的言语中 擦出美丽的火花 她忽然就很庆幸 自己能跟她们同桌吃饭 成为见证 这有代表性的一刻的人 你好 打扰一下 两个女孩子 推推嗓嗓地来到桌边 一个手里紧捏着手机 一个手里 攥着一张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 一个脸红得像番茄 一个嬉笑着眼睛却不知道往哪看 不过 这两人共同的特点是 他们的眼里都只有余又一个人 被当成了透明体的乔脸脸 悄悄地看了于芳华一眼 于芳华 好像对这种现象已经见怪不怪了 还饶有趣味地打量着两个搭讪女生的穿着细节 方便加个微信好友认识一下吗 女孩家有些艰难地挤出这几个字 耳根子都已经红透了 女孩已 看于芳没有露出老道的笑容 又不太确定于芳身边坐着的两位异性中 有没有她的女朋友 就赶紧把事先准备好的小纸条子拿出来 强行塞到于芳的手里 这是我们的联系电话 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和我们联系 说完之后 他们便疯似地跑了 于芳华憋着笑 差点憋出内伤 乔脸脸看表白的女孩子们已经跑出了餐厅 抽了张干净纸巾递给于芳华 擦一擦 嘴边上都溢出油汤了 哈哈哈哈 没想到我哥到这个年纪 居然遇上了第二春 哈哈哈哈 于芳华终是没忍住放声大笑 我什么年纪 于又被妹妹的话刺激得脖子痛得通红 大吼宁华精神小伙 你胡说八道 会断我桃花韵的 于芳华笑得差点呛道 桃花韵 路边随便碰上的搭讪者都能成为桃花韵 哥哥你也太不会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我劝你还是趁早醒醒 搞研发本来就伤脑子 我看你还是趁自己的情商没有彻底下线之前 赶紧找个女朋友 哦对了 你可以让雷雷帮你介绍 乔雷雷点点头 嗯没问题 她了解于又 对人诚恳 对事负责 而且感情时也简单 脾气好 学识佳 很像大家经常讨论的那种适婚男 思敏和袁玲都是单身 介绍哪个给于又好呢 乔雷雷当成了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 认真斟酌考虑起来 赫玉又兄妹的这顿晚饭 吃了一个多小时 中途 袁玲发消息给她 告诉她 不必去和他们会合了 秦渊哥因为临时接到他爸爸的电话 赶去机场接他了 思敏突然来了大姨妈 很不舒服 所以我们提前结束了聚会 你那边怎么样 没喝酒吧 需要我去陪你吗 不用了 我这也快结束了 准备回家 就在她这条消息发出去不久 于芳华 经不住身体本身的困意 重重地打了个喝钱 乔雷雷见了 便主动提出回家 我开车了 我送你吧 于又抢着说道 于芳华 拍了拍她哥的肩膀 大哥 你晚饭明明没喝酒啊 怎么醉得这么稀里糊涂的 雷雷自己开车来的 不用你送 你开我车回去吧 我送送雷雷 于又将车钥匙 扔给了于芳华 于芳华的眼睛瞪得老圆 但在乔雷雷注意到她之前 她又迅速地恢复了原样 并且拿上他哥甩来的车钥匙 干脆利落地离开 只是到家之后 才发了条信息给于又 哥啊 你要是对爸妈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 有今天的这种表现 那些小姐姐都会飞蛾扑火式地 喜欢上你 明白 于又已经开着乔雷雷的车 送她到了她家门口 灯火辉煌的大宅 在宁静的夜晚里 看起来却那么落寞 她想起多年前 和她分手的前女友 也是嫁进了一户条件不错的人家 可惜 后来生了三个孩子 人老珠黄不注意保养的前女友 就被对方弃之如碧履 前女友曾经来找她复合 可她早就遗忘了当年的感觉 她只觉得 她和她是两个世界的人 帮了她一些忙 人之一尽 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偶尔 于又还是会记起她 但那也只是出于同情 并且将她的这个例子 当成不控制欲望而自毁的最好警告 时刻提醒自己 要保持警惕清醒 现在在她看来 乔雷雷走的这条路 和她前女友当年有点像 无论女人们如何讨好逢营 那些掌握着权势的男人 总会像吸血鬼一样 吸食了他们的青春 美貌 以及生育资源 然后将他们无情地踢开 乔雷雷 于又忽然喊道 嗯 乔雷雷扶了扶包 回过头看着于又 她逆着灯光 脸上的细小绒毛 就像给她镀了一层蛋黄的柔光 美好的不真实 晚安 于又要说的话 卡在了肚子里 一句都说不上来 她预约的车 也刚好抵达了约定地点 她便挥了挥手 晚安 乔雷雷失笑 这都快三十岁的人了 怎么还像个愣头青一样 事过境迁 那么多人是已非 可于又 却好像一点都没变 她又想到了 不知如何配对的问题 笑着摇摇头 勿自往屋里走 代替她将车开回去的张书 在擦后视镜的时候 忍不住 瞄了乔雷雷一眼 这位帮邵夫人开车回来的年轻男人 似乎对邵夫人有情啊 晚上十一点 宁奇尔在群里号召自己的老姐妹们 传局 打算找个合适的机会 好好在众人面前 宣扬乔雷雷和梁青渊的秘密恋情 天气渐渐变热 宁奇尔穿着丝绸睡袍 散漫地躺在自己床上 露出了大部分的腿部肌肤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群眼花瓣橙子 喜欢就点赞评论分享吧 下集更加精彩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导公别撒汤了 作者 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 叮叮当 第二百集 在自己的房间肆无忌惮是正常的 可她怎么都想不到 她妈会忽然地冲进来 宁奇尔 宁夫人立声喊道 宁奇尔赶紧扯过被子盖住大腿 可腿上的红痕 还是被她母亲一眼望见 你那腿上 宁夫人露出了艳色 别开眼 算了 回头再说这个 我问你 你今天出去干什么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回凤城之后 让你安分点吗 我没干什么 宁奇尔以肚子委屈 妈 你下次进来之前 能不能先敲门 她还不满地翻了个白眼 宁夫人气得 想冲上去打她一顿 你还没干什么 你没干什么 别人都打电话来警告你爸爸了 谁能警告我爸爸 再说 她遇上什么事就非得怪我吗 我才回凤城多久 门都没出几次 我有什么机会惹事 而且妈妈你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是你亲身女儿 但凡出什么事 不是应该先向着我吗 怎么上来就质问 宁奇尔慢慢地翻过身裙 将自己藏进了被子里 哎呀妈就问你两句 你看你有必要生这么大的气吗 宁夫人想到自己刚才在老公面前挨了一顿痛骂 说她生养了个这么不争气的女儿 除了会吃喝拉撒丢人现眼 别的什么都干不好 宁夫人在父亲的面前还是维护了女儿 可现在和女儿单独相处 宁夫人的心里竟也蹦出了这几句话 你穿好衣服出来 你爸爸有话又问你 宁夫人丢下话便走了 宁奇尔百般地不情愿 但娘家是她最后的依靠 她不敢确定忤逆父亲的意思 父亲还愿不愿意再庇佑她 所以为了长远利益考虑 宁奇尔还是下了床 她如今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 因为人瘦加上肚子不大 所以一点也不显怀 她裹了件长针之山出来 人还在走廊上 就听见了父亲在喝制母亲 让你说的你都说了吗 我告诉你 你再这么护着她 迟早就会害了她 宁夫人反驳 老宁 你说这话有良心吗 那一样是为人父母 你就没责任吗 相不交付之过 你没听说过吗 再说了 这奇尔以前都是安安分分的 喊听我们的话 现在变成这样 你就不觉得和贺家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吗 是他们把我们的奇尔 逼成这样的 哦 你的意思是 她现在没事去招惹良家的人 也是贺家的意思 宁老爷将烟屁股狠狠地摁进烟灰缸里 同时注意到宁琪儿站在二楼的楼梯口 脸色更沉 害不害你下来 在听到父亲说良家时 宁琪儿就有种不好的预感 而现在 被父亲婴一般的眼睛扫过 宁琪儿就一句谎话都编不出来了 你是不是自以为是的 去找乔雷雷的茬了 你以为她还是以前 任你捏扁脆的软柿子 宁老爷一掌拍在茶几上 我盘里圆滚滚的小橘子 因为阵里的缘故摔了出来 一路滚到地上 我今天是碰到了乔雷雷 但我就把她当老朋友一样啊 随便行聊了几句 还约他们一起吃饭 这一算哪门子找茬啊 宁琪儿知道父亲吃乱不吃硬 就说着说着就带上了哭腔 我早就过了那个叛逆期 难得回来 谁会没事去诊她啊 她这话 宁老爷只信五分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要不是你那张嘴 改不掉刻薄的臭毛病 他们能赖上你 那她到底怎么说的 又想怎么样呢 要是不想做朋友 就直说呗 又不是三岁小孩 还告状到家里 也不嫌丢人 宁琪儿的最后一句 说得特别的小声 宁夫人扯了她一下 哎呀 既然你说没事就没事 这个乔雷雷雷呀 她没有以前那么好相处了 你跟她不合拍就离她远点 知道了 宁琪儿不高兴地回到了房间 对着枕头一顿猛吹 仍然无法释放内心的怒火 乔雷雷挺能啊 现在还摆她一刀了 宁琪儿怒上心头 打算放到下一次姐妹聚会 再说的爆料 现在就放出去 群里的年轻贵妇们 正因为某位带货力极强的 美妆主播 而引发了热烈讨论 有些地死直播间的品牌 大多都是不入流的野路子 也有一些 真的买到了薪水好物 在诚恳安利 还有一些在讨论主播 和她帅气助理之间的故事 在这样的气氛中 宁琪儿的话 就像一颗炸弹似的 让群里刷刷刷飘动的消息 瞬间像冻结了似的 一条更新的都没有 大概 他们都在看吧 宁琪儿冷静地握着手机 等着群里炸锅 但是 一分钟过去了 两分钟过去了 群里就跟死了一样 毫无反应 宁琪儿忍不住心生疑惑 难不成是她家网络出问题了 她从WiFi切换成了四季 并在这个过程里 收到她生活助理阿霞 发来的汇报短信 这下 宁琪儿就更纳闷了 这群人怎么回事啊 集体排挤她 宁琪儿肚子里的怒气 在这个瞬间发叫翻倍 真有意思 我离开凤城才多久啊 这群里就变了天哪 宁琪儿气氛地打开了群成员 结果都还没拉到最下面 就发现屏幕上跳出来一行提示 宁已被群主移出群聊 啊 好大的胆子啊 宁琪儿彻底知道了 什么叫做强倒众人推 她先打了通电话去炸助理阿霞 然后联系这个联系那个 力求要让乔雷雷一夜之间身败名列 宁琪儿折腾到深夜 精疲力尽倒头睡去 而凌晨时分 一亮幻影缓缓地开入城南公馆 张伯和风仪早就接到了通知 悄无声息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 前院只有一盏小小的灯 因为担心江洞吵醒乔雷雷 风仪系上了围裙 在厨房做一碗朴素的葱油拌面 诱人的香气从厨房门缝里飘出 丰富了深夜的单调 梁湛亭披着夜色回到家里 前院去年种上的一丛花全都开了 夜风吹来淡淡的花香 沁人心脾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哦 我是谭若新的播讲者月怪怪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老公别撒汤了 作者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叮叮当 第201集 她看了一眼花容 忽然就格外的思念 此时在二楼安睡的那个堪比花容的美丽女人 明明只有几步路的距离 她却感受到了抓心脑竿的迫切 明明这一路上她都冷静如常 可 现在却 梁湛婷在心里轻笑 却是有意去克制冲动的念头 她迈过前门 闻着香气找到厨房 凤姨一见到梁湛婷便没开眼笑 这次出去了这么久 我一直担心你在外面吃不好 肯定要瘦 你看看还真的瘦了 事情忙 吃饭不准时 当然不比在家 梁湛婷微笑着接过风姨办好的面 取了双干净筷子 走出厨房在餐桌边坐下 桌上的花是脸脸今天刚换过的 她插花的水准不如刚结婚那会儿了 不知道是不是疏于练习 风姨有一搭没搭地和梁湛婷说着家里的琐事 不使她感觉到冷清 蕾蕾啊最近喜欢上了传统服装 就像电视剧里那种 还上网买了几套 前两天又特意和我说 要辟出一个房间 专门放汉服 还说以后可能要往汉服设计师方面发展 梁湛婷细脚慢咽着面条 唇指尖全都是家的味道 阿彻少爷最近也很乖 这孩子真是我见过最懂事的小孩子了 天黑之后他就不练琴了 说是怕吵 我跟他说了好多次 说咱们这房子啊 隔音效果特别好 但他就是愿意在白天练琴 特别是晴天的早上 我总觉得吧 这孩子拿琴声给蕾蕾当闹钟在用呢 在风仪的叙叙诉说之中 梁湛婷干掉了一整碗葱油面 吃完了才发现吃得有点饱 他便起身往健身房去 这么晚了 这一路又奔波劳累 早点休息吧 明天早点起来锻炼也是一样的 没事 梁湛婷我行我素地进了健身房 风仪只好转身去厨房给他准备热牛奶 张伯给梁湛婷放好行李 今天的工作也就差不多到位了 他准备回房休息 却被企业的张叔给悄悄拉住了 大哥 今晚那事要不要和少爷说 张伯想起张叔说 看到有个男人专程送乔蕾蕾回来 然后自己打车走的事儿 可能就是公司的下属 想讨好少夫人 张伯摆摆手 没事的 行吧 张叔打了个喝钱 回房间继续睡去了 但至于下张伯一人的时候 他却陡然得有些迟疑 少夫人 却是不像那种贪玩爱闹的个性 这一次 但愿真的是例外吧 梁湛婷简单地 在跑步机上慢速走了半个小时之后 才回房休息 乔蕾蕾陷入沉睡 完全不知道他回来了 就连梁湛婷在浴室 不小心打翻了东西 发出的声响 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也没能影响乔蕾蕾休息 家里新添了茶树香气的沐浴产品 梁湛婷洗完澡时 整个人像刚刚从森林里走出来似的清爽俊浪 连他自己照镜子的时候 都忍不住自夸了一句 于是 躺到床上的时候 他有些狠心地摇了摇乔蕾蕾的肩膀 想把他叫醒 两人聊一会儿 但这春天的夜晚 最好睡 乔蕾蕾在梦里腾云家务 根本不知道丈夫归来 只是身体在感觉到旁边的温热时 不自觉地贴了上去 梁湛婷在浴室那会儿 他因为热而踢开了被子 此时 小腿凉凉的 勾住梁湛婷的腿之后 瞬间觉得舒服了 却不知道 自己整个人像书带熊似的 缠绕在了梁湛婷的身上 梁湛婷被他撕磨地起了些再正常不过的反应 下腹迅速窜声的温度就像一个危险的信号 让睡梦中的乔蕾蕾都有所察觉 嗯 我不开了 你开吧 这灯梗有点烫手 车可能要去修了 梁湛婷起先没听清他哼哼什么 但察觉到他不安分的小手握住了什么之后 瞬间燃起了 要将他吃干抹净的狂念 党敢 亏他敢做这种吗 既然上了他的车 就别忘想轻易下去 车门已经汗死 不付出点代价 就想全身而退 梁湛婷握住乔蕾蕾的手 让他重新浮上了挡杆 夜色朦胧 床榻青摇 梁湛婷在大汗淋漓中舒服地释放 尽管他提前做了准备 在床上铺了好几层纸巾 但小别胜新婚 这一袋粮食的饭量充足地超过了他的想象 乔蕾蕾的真丝睡裙上都沾了不少他的痕迹 他拧开台灯 在暖黄灯光下 独自清理着雨月后的残留雾 但他擦着擦着 就注意到了睡向不太好的乔蕾蕾 不知怎么的竟然弄开了睡袍袋子 露出右侧的香肩 白玉凝枝般的肌肤 在柔和光线的颤托下格外秀色可参 梁战亭方才还觉得食髓之味 此刻又心绪翻涌了 他养的这只小金丝雀 居然令他缠成这样 可他半小时前劳累过乔蕾蕾的手 他刚刚给他擦拭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他的肌肉在微微发颤 再累他一次 你就太禽瘦了吧 你还是明天早上起来再站 梁战亭去浴室冲洗完回来之后 终于搂着乔蕾蕾心满意足地睡去 相比之下 这晚断断续续只睡了四五个小时的周寒 就辛苦多了 他睡得比自家总裁晚 可起得比自家总裁早 清晨刷牙照镜子的时候 他都隐隐感觉自己的发迹线上移浪 他还这么年轻啊 他还没有对象啊 他可不想当秃头小宝贝啊 清元少爷和少夫人是绝对清白的 少夫人和黎宋也不会有什么牵扯 论坛这两个帖子都查清楚出处 锁定发布者了没有 李总裁上班时间只剩下不到两个小时了 你们打算就把这么草率的调查结果交上去 你不想干了 你可以自己走 让拖累我 周寒一边喝着美式咖啡一边给人施压 说到激动处时 嘴里不小心飞出零星的咖啡点子 在他洁净的白话木餐桌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本集播角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 我是沐一言 是陈立明的实验者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老公别灑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挂了电话 周寒扯开消毒棉片 冷静地擦掉了桌上的污点 打起精神去往公司 春季流感爆发严重 市场对于常用药的需求量明显增加 北川的几款非处方药 在药店销量激增 生产车间按照往年的惯例 已经加量在处理 可还是出现了严重供不应求的情况 于是梁战亭出差回来的 首要任务就是这个 集团的生产车间已经在加时生产 早上开会讨论 征用小药厂的车间和人员 但经过筛选审查 能达标的合作资源 寥寥无几 除此之外 还要想办法安抚合作商 乔雷雷没有根据梁战亭的几个重要会议 只是跟罗潘一起去听了市场部的周会 也能从市场部这冰山一角 感觉到梁战亭最近的压力 因此 他没有跟梁战亭提起 去云锦梁身材尺寸的事 只在他回来第二天的午休期间 趁他睡着用皮尺把于芳华那边可能要用到的都量了个遍 于芳华一觉睡醒后就看到乔雷雷发来的数据 回他短信 从肩到脚底的长度也要量给我哦 嗯 那可能要晚点给你了 他这两天挺忙的 嗯 没事 说是这么说 可于芳华又产生了新的联想 这不就是两个身长而已嘛 最多十秒钟 他难不成连十秒钟都挤不出来 他越想就越觉得 办汉服婚礼这事 是乔雷雷剃头挑子一头热 一想到自己倾注了无数心血的作品 有朝一日要穿在那等无情无义的人身上 他不禁有些心疼 不过尽管如此 于芳华念及他和乔雷雷的关系 还是尽心尽力 就是于芳来探班的时候 难免会听到于芳华哼唧几句 哥 你这周还是去和妈妈介绍的那个 三姑的同学的女儿相亲吧 你也老大不小了 不要再错过机会了 于芳华又一次老阿姨上身 于芳一个橘子给他砸过去 再瞎说 我就让三姑六婆她们也给你介绍 哼 我又不仇嫁 追我的男孩子还少吗 我只是想挑个没那么俗的 于芳华撇嘴 于芳笑了 怎么样叫俗 不解风情的都是俗咯 就像 就像雷雷他老公一样 你见过他老公了 怎么个不解风情 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八卦了 于芳华在电脑上改图 漫不经心地说道 于芳却突然脸颊飞红 不等他解释 于芳华又物质说道 雷雷他老公可能都不知道 他策划了这么有意思的一出纪念日活动 今天问他一个数据 他都不能立马量了给我 还说要过两天 哎 于芳有些心烦意乱 不想久留便起身说道 汤腰趁热喝 我先回去上班了 嗯 离开云井工作室之后 于芳在车上睡了一觉 结果 这一睡不得了 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里 他和乔蕾蕾睡在一起 共赴乌山云雨 醒来时 车内的空间里 弥漫着一股不言自明的腥味 于芳臊的没脸见人 电话请假之后 赶紧回了家 乔蕾蕾筹办汉服婚礼的事情 梁湛婷最终还是听说了 不过 他不是听小娇妻说的 而是从梁清渊那处得知的 嫂子好密气啊 这么大的事情 也不带上我一起玩 还是我从语言林那知道的 他们订的汉服特别漂亮 所以啊 我也去买了两套 梁清渊几没弄烟的 当时吧 我想着 咱们俩身材差不多 要不我做一个顺水人情 挑一套给你 让你也填一下 我们年轻人的玩法 然后工作室的妞儿呢 就跟我说 你是等着穿新凉喜服的人 别的在你那喜服面前 都黯然失色 梁湛婷面无表情地听完 凉凉地问道 你不打算回你那一亩三分地去了 什么意思啊 等一下 梁湛婷 你现在是要赶我走呗 别忘了 当初是谁把我当祖宗请回来的 梁清渊气得快要头顶冒烟了 你这过河拆桥也太快了吧 而且我刚才哪句话说的不对吗 要不是有我这个情报员在 你上哪知道 嫂子要准备汉服婚礼的事情去啊 剧透断唧唧 没听过 梁湛婷哼道 梁清渊自知捅破了乔莉莉的惊喜 是她的故事 稍微收敛了些叫板的嚣张气焰 我就是一片好心嘛 反正你知道 也可以装不知道 红嫂子开心嘛 既然你打算好好留在国内 那帮我个忙 啊 北泰的总经理梁卫军那一派的 所以我打算把他换了 最近在找能接替他位子的人 就你了吧 梁湛婷将最后的一口咖啡一饮而尽 梁清渊难以置信地眨了眨眼睛 北泰 我担心 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 梁湛婷挑眉 梁清渊正色道 这事不一样 你要是觉得你不行就直说 不用这么委婉 梁湛婷说完之后 便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眼里仿佛除了自己的电脑 就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似的 出去的时候帮我把门关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梁清渊苦笑不得 只是北泰现在的发展态势那么好 你让我一个门外汉上手 就不怕我把他折腾成空壳吗 梁清渊的嘴角抽抽 分辨不清 这人是在骂他还是在夸他呢 但是提到北泰 要说他完全不动心 那肯定是撒谎骗人的 北泰 在国内家喻户晓 即便现如今保健品市场竞争激烈 种类繁多 同行们为了营销花样摆出 无所不用其极 但普通市民 但凡提到保健品 首先想到的 还是北泰公司的品牌 和泰 无论是15年经典老产品 和泰乳钙 还是新出的和泰花盐胶原蛋白口服液 都是同行望尘莫及的高销量明星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苏伊清清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张白雪 如果你喜欢我们 请留下你的小心心 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剧集 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导公别撒汤了 作者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叮叮当 第203集 毋庸置疑 这是一块大蛋糕 但是老话说得好啊 没有金刚钻 就别懒这个瓷器活儿 梁青渊不是没有身居高位的野心 她只是自私惯了 不愿意别人因为自己的过事 而受到迁累 以后真的要担了大人 日子可就没现在轻松快活了 她在心里激烈地进行着天人交战 你不是让你嫂子给你介绍对象吗 这事她挺上心的 给你相看了好几个了 梁湛婷冷不丁地突然扯起了家常 梁青渊虽然嗅到了一丝不对劲的味道 但她的脑筋还没转过来 想不到梁湛婷这是来哪出 只能一边权衡着要不要接下北泰 一边等着梁湛婷的后话 果不其然 梁湛婷签完手里的两份协议之后 将文件装进了密封袋 并在社交软件上通知乔里里进来拿 等她的时候 梁湛婷抽空忘了梁青渊一眼 不过你嫂子的朋友们 听说你这职业后都望而却步了 毕竟职业赛车手这种职业 一听就比较无拘无束 和她圈子里的那些安分手挤的小姑娘们 在心理距离上有着挺大的距离 大概也就是一环到四环那么远吧 换作平时梁青渊肯定捧腹大笑 嘲弄梁湛婷这幽默感 简直像是从火星人那里学的一样 只有她自己知道笑点在哪 别人反正是听不懂的 可是现在 梁青渊的大脑正在飞速地运转 仿佛一个被大面积占用的硬盘 只余下了极小部分的空间 可以来思考别的内容 等她好不容易明白 梁湛婷兜了这么大个圈子 是在击她的时候 乔雷蕾敲门走了进来 这份材料交给艾比 这个交给周涵 梁湛婷同时递出了两份文件 但怕乔雷蕾分不清 又在交出去之前 扯过两张细长条的小便签条 分别贴在了密封袋上 黑色的是给周涵的 嗯 乔雷蕾抱过密封袋 眼光很自然地 从梁青渊的身上带过 没想到 这人正用一种 十分复杂的眼神看过来 我脸上有东西吗 乔雷蕾不解 梁青渊果断地摇摇头 没有 嫂子 你放心吧 我以后有正经职业了 北泰 我势在必得 交给我 我绝对能在年底 给出一份满意的打卷 乔雷蕾 不太明白她在说什么 不过 梁青渊在她的眼里 奇奇怪怪的 都已经习惯了 但她此刻 身处梁湛亭的办公室 梁湛亭必然清楚 她这会儿在胡扯些什么 于是 乔雷蕾看向梁湛亭 等一个答案 没什么事 你先去忙吧 回家跟你说 梁湛亭说得轻松自然 在场另外的两个人 全然没有看出破绽 都没多想 各自去忙了 自这一天之后 梁青渊变得异常忙碌 当然 她的这种忙碌 是为了上进而产生的 梁老爷子和梁仲兴 都甚是欣慰感动 而梁湛亭 不用动不动 就从周涵那里听说 有媒体乱写梁青渊 和乔雷蕾 关系不一般的天方夜谭 也可以清静而专心地投身于 家族整肃的要事上来 让梁湛亭头疼的梁魏军 是梁老爷子的亲弟弟的 第三任妻子所生的长子 早年间 因为才能出众 有勇有谋 而被梁老爷子精心栽培 那时候梁湛亭还小 梁老爷子不敢拔苗助长 而梁湛亭的父亲又英年早逝 正值壮年的老爷子的 勃勃雄心却无人继承 庞大的事业版图 眼看着将在原地 无法继续扩张 这令梁老爷子经常夜不能寐 急需一个优秀的继承人 而梁魏军就在此时出现了 那会儿梁魏军 好学 谦逊 还很会投其所好 哄老爷子开心 不像杨湛亭这样 脾气硬邦邦的 梁老爷子起初 也没对梁魏军投入太多 只是日积月累的 梁魏军靠着自己的本事 得到了老爷子的信任 老爷子便带着他四处走动 增长见识 同时也积累经商的经验 梁魏军的头脑灵活 很多事情 老爷子稍微地点拨一下 他就能举一反三 于是不出两年 奉承商圈的资深人士便都在说 梁魏军这个 非老爷子亲出的年轻人 很可能成为 梁师霸业的继承人 大约十年前 奉承商会还没有形成 像今天这样成熟的 三足鼎立局势 几拨人因为利益纠纷 频繁内斗互相撕咬 结果谁都没争出个胜负 梁老爷子安排梁魏军 去整顿商会 就像他去年将大权 丢给乔清风那般 梁魏军出入商会 被大佬们轮番羞辱 什么事都无法展开 他本可以回过头 找老爷子出面 威震四方 坐高自己的位子 可是梁魏军 却选择了暗渡陈仓 自己想办法 打入其中两拨势力 较大的斗争群体 摸清楚他们的优势和劣势 等到时机成熟 便利用他们自身的 矛盾和漏洞 瓦解这两股势力 再将资源重新整合 让大家从四分五裂 走向统一 事实证明 众人食材火焰高 奉承商会的纠纷结束后 无论哪个片区的市场 都迎来了新的春天 大家遵守新的约定 金字塔下层的普通商股 得到了他们一直想要的 公平安定 而拥有一定财富资本 和商界地位的大佬们 可以安心坐享其成 得到自己管控的市场区域的 中小商股的拥戴信任尊重 可谓是皆大欢喜 这一套运作和管理模式 沿用至今 经久未衰 换来的不仅是 奉承商会的兴容 更是奉承整个商界的太平 不过 梁卫君的野心 终究在梁老爷子那碰了臂 梁老爷子的八业继承人 有且仅有一个 那就是他的亲孙子 无论梁卫君花了多少心思 动员了多少人 用多少种花里胡哨的手段 和说辞来给梁老爷子洗脑 都没法改变 他骨子里根深蒂固的那种 对血脉的执着 于是梁卫君在老爷子这儿伤了心 渐渐地露出了 他越来越大的狐狸尾巴 他好几次 对老爷子的要求扬奉 因为被老爷子抓住了把柄 两人的关系变僵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飘无天 剧中风仪的饰演者 感恩一路有您的陪伴 我们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二百零四集 梁老爷子是眼里容不得杀子的人 于是梁卫军抓在手里的东西 一点点地被老爷子拿了回去 梁卫军不甘心呢 趁着自己还有半壁江山的时候 向老爷子提出 想去拿下锦城商界的计划 梁老爷子本就置在四方 小小的一个奉城不是他生意的终点 那时 锦城和奉城早年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且锦城有着奉城所缺少的产业 因此老爷子便同意了让梁卫军去锦城 那时候梁卫军到锦城时 锦城对外来者的警惕性十分高 梁家又本没有基业在那 梁卫军就像是从零开始摸爬滚打 别人都劝他回来吧 在老爷子这位大伯面前随便混个位子 也是二人之下万人之上 怎么都比自己去虎口夺食要来得简单吧 可偏偏梁卫军就是轴 而老爷子呢 明面上不再理会梁卫军 可私底下却也还是派了人去关照他 传回来的消息都说梁卫军吃了很多苦头 还有两次被当地的对手找人痛殴了一顿 打折了一条腿 虽说强龙压不过低头蛇 可梁老爷子在锦城隔壁的卢城 有培养多年的人手 真要帮梁卫军出祭也不是不可能 可是老爷子没有这样做 老爷子怕的是有一就有二 长此以往对他不好 对梁卫军也不好 如果梁卫军碰得头破血流 实在打不进锦城圈子 那他回来 认个错 过去的事也就过去了 可万一 他只身闯龙潭 闯错名堂来了 那梁氏的族谱上 又怎么会少了他的那份荣光 所以梁老爷子什么都没做 事实也证明 梁卫军啃下了锦城的硬骨头 吃了多少苦头 受了多少委屈 他自己心里清楚 在梁老爷子看来 梁卫军身上最大的特质就是 不重情 不像老爷子的亲生儿子 因为痛失所爱就无欲无求 可后来 也是梁卫军不重情的这个特点 让老爷子和他渐渐地分道扬镳 在梁占庭回来 接管集团事务的头两年 梁老爷子就特意安排了 十几个人渗入锦城圈子 以免羽翼未封的梁卫军 趁梁占庭的椅子还没坐热 就翻弄风云 那一次 老爷子的霹雳手段 确实折损了梁卫军的人马 也暂时按住了他 然而 风云变色的一天 终究会来 曾经压得有多狠 如今反弹就有多厉害 梁占庭也是最近才知道 梁卫军的手早就伸到凤城来了 就拿北泰的现任总裁梁慈来说 他这个人本身没有多大的能力 但胜在知人善用 且胸襟开阔 所以北泰这些年 风调雨顺稳扎稳打机会多多 梁老爷子过去对梁慈的评价也很高 常和梁卫军说 他这位叔伯有气度能容人 凡事以大局为重 平时乐呵呵的小事从不往心里去 加上上了年纪体态发福挺着个肚子 笑嘻嘻的被人说成是笑面佛 梁卫军当时只是听 被作细想 如今梁慈又反骨之举 梁正上报老爷子 老爷子黯然神伤不语之平 只让梁占庭自己拿捏着办 以集团总部对北泰的控制来说 拔掉梁慈不算难事 不过将新人推上去后 内部要花时间和功夫进行安抚工作 否则很容易造成人才资源流失等直接后果 这一点上 周涵已经给出了两套安抚方案 准备工作妥当 只带梁卿渊走马上任 所以梁占庭想的不是北泰如何 而是梁卫军究竟用什么条件诱惑到了梁慈 下班回去的路上 他在车上稍微地瞇了会儿 结果还做了个有些怪诞的梦 梦里他见到了梁慈 他的样貌是五六年前的样子 梁慈去京市会友 找了一天抽空专程去了梁占庭的学校接他 给他开小灶吃饭 这件事是过去真实发生过的 只不过在这个短暂的梦里 梁慈给梁占庭准备的一桌子菜 分别是娇艳的女人 昂贵的车子 用金条堆成的小衫 还有一把带血的刀 梁慈笑着波转玻璃餐台 一道道奇怪的菜品在梁占庭的面前轮番划过 他惊醒了 醒来时太阳穴发紧很不舒服 他用拇指抵着轻轻地揉按 是他累了吧 乔蕾蕾推开他的手 换了更轻的力道替他揉着 刚睡觉都还皱着眉头呢 还好 只是有些事情想不明白 梁占庭半睁着眼睛 靠在座椅上 任凭乔蕾蕾摆布 一个温和善良的人 会被什么所诱惑 这个问题很难吗 乔蕾蕾推了推梁占庭的眉心 只要是个人就会有欲望 如果你不知道他最想要的是什么 那只能说明你和他还不够熟 他脑海里闪过几张画面 是上次被风仪劝说着去佛寺烧香时看到的 就算是顿入空门的和尚 也会有喜牛哀乐 小和尚养的猫 挠花了大和尚的平板外壳 大和尚追着小和尚的猫 小和尚吓得哇哇大哭 梁占庭呼地笑了 让你去烧香启愿 你的心思都放在什么地方了 大和尚小和尚 那个不是重点 总之呢 只要是人 就会有弱点 兵法常言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如果仅仅看到他温和良善的一面 虽然是找不出问题和破绽的 对了 你说的这是谁啊 我认识吗 乔蕾蕾好奇地问道 梁占庭摇了摇头 一个不重要的人 他也是因为摇头这个动作 才不经意地发现 自己刚刚沉甸甸的脑袋 现在清明舒服了许多 就像是里头那颗大石头 忽然被人搬走了似的 轻松地晚死心生 大概都得益于乔蕾蕾莫名其妙冒出来的 大小和尚的故事吧 梁占庭不由得再次轻笑出声 你又想到什么 笑得这么讨厌 乔蕾蕾坐开了点 一幅要和梁占庭置气的意思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蓝苏的饰演者 旋转三周半 感谢您的订阅 点赞和评论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导公别撒汤了 作者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叮叮当 第205集 梁占庭将她的手拉过来 放在自己的腿上 紧紧地团住 前段时间 没能好好陪你 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城市音乐厅 送了几张音乐会的门票 据说这场音乐会 中西元素合璧 很新颖 这周六 有兴趣吗 几张票 乔蕾蕾心想着 这是个好机会啊 可以促进于佑和袁玲认识 她也是这两天才确定 要将于佑介绍给袁玲的 因为斯敏 好像对设计部 新来的员工 小正很有兴趣 且余悠的性格 也和袁玲的更大 两人都洗净 气场更易相容 梁占庭明白 她这是 想腰棚结伴的意思 五张票 除了打算留给我们的之外 其他三张我送给张伯 风仪和张书了 你要是想请人 我再让周涵确定 反正官方还没开始正式对外发售 需要几张 大概 得要七八张吧 乔雷雷雷细想了下 还真觉得这票的数量少不了 如果她单独给袁玲 而斯敏温言没有 那袁玲肯定一眼就看得出 她是要给她安排点特殊的 乔雷雷不确定 霍恩锦那事 对袁玲的后续伤害有多大 在没确定 袁玲做没做好 迎接新恋情的准备之前 她不想安排相亲 这一次 她觉得是个机会 也只是单纯地 让他们两人接触接触而已 有戏的话 那一切好说 如果不合适 也避免以后再见时尴尬 所以除了邀请他们两个之外 还得找些聊机作陪 这请了鱼用 不请鱼芳华也不行啊 因此这一圈想下来 乔雷雷觉得 自己说的还是个保守数字 梁湛廷对她的要求 一向都是有求必应 所以乔雷雷下意识地以为 自己会听到一个 好或者恩这样的简洁回答 但没想到的是 梁湛廷与生忽老 知道了 我让周涵去包场 乔雷雷傻眼了 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可两人的话题 就此戛然而止 回到家 梁湛廷简单地吃了点东西 然后就一头扎进书房 封怡去送水果的时候 发现她并没有在忙公务 而是在心不在焉地看书 半天都不翻一夜的那种 于是 封怡放下东西悄悄地出来 在健身房 找到正在带 橙子车一起做亲子瑜家的乔雷雷 阿彻 你先跟着视频自己做 危险动作不要尝试 等我回来 乔雷雷拍了拍 橙子车的脑袋 叮嘱好后 才走到一旁和封怡说话 少爷好像心情不好 乔雷雷拿毛巾擦了擦脸 没吭声 风已了然 柔声劝道 少爷这人 吃软不吃硬 好好哄一下就行 可我真的不知道 他为什么不高兴 提起这个 乔雷雷也挺无奈的 他当时想过 既然梁湛廷那么爱亲亲 给他一个亲亲 说不定他就不生气了 但那会儿 他的脸色太臭了 他都没那个胆子 去撩拨他 怕风已担心 乔雷雷说道 没事 您别担心 我一会儿去书房看看他 也过了两个小时了 再大的气 也多少该消了点吧 等风已走后 乔雷雷回到瑜伽第二边上 准备和橙子车继续视频课程 但他细心地发现 橙子车的眼睛红红的 怎么了 从变成小白兔了 乔雷雷温柔地摸了摸 儿子肉糊糊的小耳朵 是不是动作不规范 弄疼自己了 橙子车深深地低下头 然后摇了摇头 不说话 不说话就说明是真的哭了 而且遇上的是很伤心的事 乔雷雷狐疑 心想 这一大一小 怎么都这么有脾气啊 不过大的那个他不敢哄 小的这个 他还是搞得定的 是不是干妈哪里做得不好 让阿彻伤心了 乔雷雷试探地问道 橙子车摇头摇得更凶 那就是幼儿园 有小朋友欺负我妈阿彻了 乔雷雷顿时凶了几分 可橙子车还是摇头 乔雷雷有些泄气了 是不能和干妈说的事吗 嗯 不是 孩子终于 懦声懦气地开了口 我爸爸好像生我的气了 不会 乔雷雷的笑意淡了几分 但不减温婉 我们阿彻这么听话 大家都不会和阿彻生气的 橙子车揉了揉眼睛 快速地瞄了乔雷雷一眼 又重新地低下了头 干妈和干爹 都不喜欢我爸爸 对吧 乔雷雷下意识就想否认 可面对孩子清澈的眼神 纯净的内心 他认为 自己不应该撒这个谎 以前 我们的确想把他当作朋友看待 但是自从知道 他对你很不好 对婚姻也不忠诚之后 我和你干爹 就不想和他交朋友了 乔雷雷雷雷摸了摸橙子车的小脑袋瓜 他的头发是苏人今天带他去儿童沙龙修剪过的 上面还萦绕着一股清爽的甜果香气 所以阿彻是因为我们不想和你爸爸当朋友了 所以难过吗 橙子车又摇头 我之前有一次和爸爸打电话的时候 爸爸问我 是不是不想要他这个爸爸了 我当时没有说话 所以 现在看起来 爸爸是因为我不要他了 所以不要我了 孩子的脑回路 有时候简单的就像一条直线 一眼就能望到头 可有时候又很复杂 九曲十八弯 让乔雷雷非常的费解 就譬如现在 乔雷雷竟然不明白 儿子对程立明到底是哪种心态 但不管怎么说 程立明所做的事情 即便再让孩子伤心 可归根结底 在他幼小的心里 程立明也是别人无法取代的爸爸 那 我来帮阿彻联系你爸爸吧 乔雷雷这次 决定得很果断 他想凭自己的小金库 买下整个怀卧 是不现实的 但是 要趁程立明 此时在怀卧积极可畏的地位 从他手里买下一部分怀卧的股份 再慢慢拿回公司 倒是一条更容易走的捷径 只不过这么做的话 就又要让他的钱落入程立明的口袋了 为了大局 乔雷雷斟酌再三 觉得他可以忍 大家好 我是三声社小声 我在书里饰演的角色是 两老爷子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老公别撒汤了 作者 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鹏 叮咚 叮叮当 第二百零六集 反正钱是能挣回来的 而程立明这个废物有多远滚多远好了 揣着心事 乔雷雷结束和儿子的亲子遇驾 他竟然忘记了自己在风仪面前许下的承诺 再将儿子送回房间 看了一会儿苏人给他讲英文故事 之后 就竟是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梁湛亭从书房回来 听见浴室传出花花的水流声 忽然就觉得手指缝十分的不舒服 似乎刚刚整理书柜时碰到了灰尘 于是 他招呼都不打 就拉开了浴室的门 乔雷雷猝不及防着实被吓了一跳 但他看清梁湛亭的时候 也见到了他脸上的不悦 梁湛亭洗完手就出去了 一个字都没说 乔雷雷知道 自己刚刚大惊失色的反应 让他不高兴了 再加上刚刚晚饭前的那一出 真可谓是雪上加霜啊 但他此刻还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去想 于是 彻底歇了 要哄梁湛亭开怀的心思 梁湛亭有他要做的事情 他乔雷雷也有 不求他能理解 但乔雷雷不会真的把自己当成一只金丝雀 忍着心理上强烈的不是 乔雷雷自浴室吹完头发出来之后 穿着睡衣坐在床边就给程丽明发了一条消息 各方的消息都说 程丽明最近一直关机联系不上 但乔雷雷坚信 他不至于为了张白雪而真的丢下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一切 他必定会用他的办法来了解线下的情况 所以 乔雷雷不怕他看不到消息 只安心地等他回复 可有的时候 这命运就是爱开玩笑 就在他给程丽明发了消息几分钟之后 手机屏幕上方弹出了一条收到新邮件的推送提示 发见人正是瑞士的那家基金会 乔雷雷马不停蹄地打开了邮箱 等阅读完邮件内容 他就彻底地笑不出来了 即便有离送作保 即便他知道那个账户的多重密码以及密保信息 可他的申请依旧被驳回了 理由是他一次不能调用超过十分之一的资金 当时父亲看好这家信托基金会 就是觉得他们的审核机制格外优秀 可谁知道他们的优点 此刻也成为了阻拦他计划进行的最大绊脚石 乔雷雷负气躺下去 用被子将自己整个人盖住 因为天气变热的缘故 家里的床上用品都换成了宝款 被子里的世界光鲜暗淡 但也没有完全漆黑 乔雷雷感觉自己像一只无助的残勇 心里极度想破解 但又知道还没到时机 烦躁不安 两站停笔时在阳台上喝酒 百无聊赖地看风景 卧室大阳台正对着的是绿林 草地和湖泊 有三两男女带着两条大型犬在草地上玩飞盘游戏 高杆投光灯照得草地亮如白昼 人和狗都玩得尽兴 哪怕隔着好一段距离 梁湛亭也能隐隐绰绰地听见 他们喊彼此名字的声音 平平淡淡的小事 有时候往往最容易触动心底的柔软 他想起 今晚微信群A群里那几个当了爸爸的家伙 在疯狂吐槽孩子难带 这名看着是吐槽 可背后多少洋溢着美满家庭生活所带来的愉悦 以及身为人妇身份转变后的奇妙体验 梁湛亭收拾书柜之前 看他们聊了半个小时 直到他们自行散场 他才恍然地回神 意识到自己这个夜晚过得多么颓废 然而在他原本的计划里 今天晚上应该早早上床 搂着乔蕾蕾一起看一部最新出的精彩电影才对 可偏偏 那只小笨鸟一天到晚脑子里想的都是别人 他难得地想安排两人的美妙约会 他却一服要脱家带口霸占VIP全席的姿态 想到这里 梁湛亭就觉得凶闷口苦 侧过头一看 刚刚倒的一杯酒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被他喝得只剩下最后一口了 前方草地上的人宠也已经回家了 目之所及 是只有灯光没有人气的空旷世界 他并不再闲坐 拿着空杯子回到了房中 结果 进屋后定睛一看 就发现被子里拱出了个人形 洗完澡 就直接上床睡觉了 梁湛亭的眼角 再度往下压了压 这只小雀 现在是越来越有脾气了呀 明明是他先口无遮拦 不解风情在先 又是他心里没他 他开门进个浴室 他居然下意识地用手去挡 这是单身女人才有的反应 而他已婚 并且已婚快一年时间了 他不想想自己做得多么地不应该 居然还在知道他不高兴的前提下 若无其事地去睡觉 梁湛亭差点捏碎了手中的酒杯 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的脑中莫名其妙 闪过某几部名声大造的宫廷戏的戏码 什么皇帝微服私访后不久 妃子就和太医诛他案结 什么妃嫔将皇帝要晕过后 在皇帝的床榻边和侍卫私合 无聊 梁湛亭将酒杯放在了桌上 低声斥了一句 总算将那些有的没的念头 从脑中喝退 他不是皇帝 也没打算养出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他独宠乔蕾蕾一人 无论如何也不会冷落得 他倒要去找别人寻求慰藉的地步 可紧接着 他又联想起周涵前几天和他说的网报帖子 乔蕾蕾和梁清渊如何如何 乔蕾蕾和怀卧的一名工程师又如何如何 这两个帖子的出处都已经查明 前一个IP是凤城隔壁的昆城 发帖的是个记者 他已经命周涵去深究了 后一个IP在国外 发帖人不详 本来都是翻了篇的事 但梁湛亭这会儿心里不痛快 就盯上了周涵 问记者那事的结果 他说是凤城一位恩姓的千金 让他这么干的 出手还挺阔绰 只是发个帖子就给了十万 因为电话里梁湛亭没说到几句话 周涵不清楚梁湛亭此刻的状态 所以他的说话态度就随性散漫了些 但他说完以后 梁湛亭只息字如今地吐出了两个字 恩姓 周涵请客间嗅出了危险的味道 逻辑一秒钟上线 他抬眼看向墙壁上的挂钟 此时时针已指向了数字 十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哦 我是谭若新的播讲者月怪怪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老公别洒汤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二百零七集 都说春宵一刻值千金 总裁刚回来没几天呀 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 这会儿按照正常情况来说 大佬应该再和总裁夫人 如胶似漆你浓我浓 不该有时间打电话 来问询此事的后续进展 所以 大佬这会儿应该是不爽 很不爽 急需要找个出气筒 来宣泄内心的怒火 作为一名称职的助理 周海明白 现在自己最要做的 就是二话不说 把出气筒抓出来 双手奉上 周海说话的语速都提快了 已经查明 幕后主使就是宁家的小女儿 宁琪儿 这人前几年嫁去了雍城 回凤城还不到一个月 网铁拍到清冤少爷的那一天 宁琪儿和少夫人在餐厅遇上过 宁是 梁湛亭的尾音 稍微拖长了几分 我记得商会曾提报过他们 连续几年的排序量都有问题 除此之外 大女婿是古欧吧 古欧一晚带两个小明星开房的事 宁老爷知道吗 宁才放心 他们明天都会知道的 收线之后 周涵给自己冲了一杯浓缩黑咖啡 想了想 还觉得不够 他又点了杯茶饮 家里的小猫都睡得开始打呼噜了 周涵摸了摸小家伙的肚子 开始了夜晚的奋战 梁湛亭从走廊上回到房里时 乔莉莉已经完全睡着 因为还被被子蒙着 所以她的呼吸声有些重 像只小猪似的 梁湛亭不愤地在心中付费的 她走到床边掀开被子 见到一张被憋得有些泛红的脸蛋 没油来的忽然扬起了嘴角 她今天不该和她生那么久的气的 要是没有吵架 他们两人必然不是现在的这般情景 这女人的脾气的确越来越横了啊 但这也没什么不好的 比起她从前胆战心惊 年轻怕重的状态 当然是现在这样 动不动胡甲虎为张牙五爪 吓唬人的小模样 要更可爱些 既然是她惯坏的 那就只能她继续惯着了 梁湛亭坐在了她的身边 从床头柜上抽了两张纸巾 给她擦掉了额上的细汗 乔莉莉忽然就醒了 她刚刚是带着气睡的 睡得并不好 一下就掉进了梦里 她梦见 程丽明和张白雪 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两个孩子都长得和程丽明 是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而程子彻长相随她 眉清目秀 五官立体大方 还是一张瓜子脸 和程丽明越来越方的脸型 截然不同 于是就有人说三道四 张白雪在从中使坏 让程丽明认为 程子彻不是自己的儿子 接着 程丽明借着带程子彻去扫墓的机会 将程子彻一个人丢在了冷冷清清的墓园 天上下着雨 程子彻没有伞 浑身淋湿 哭得极惨 乔雷雷在梦里 只能远远地看着 没办法带儿子离开 她阻住程丽明和张白雪 轻万变 却没想到 骂着骂着 世界猛地一晃 她从那梦眼中争出 眼前是明亮温暖的灯光 空气里 弥漫着淡淡的白蓝地味道 乔雷雷深吸了口气 眼圈默得变红 红得吓人 还生气啊 梁湛婷又没跟她进梦里 见她如此 想当然地以为 她一醒来看到她还要和她闹 便先露出了温润的笑意 还伸手刮了刮她的鼻梁 小气鬼 这突如其来的温柔宠溺 就像是青盆大雨里 忽然递出来的一把伞 是迷雾中的一束光 是冰冷血液里 能够暖彻心扉的一只小火炉 乔雷雷即刻坐起来 扑进梁湛婷的怀里 她不生气了 梁湛婷愣了下 旋即摸了摸她的头 在侧过头的瞬间 她无意看到 有一小块床单 被她的汗浸润得微微变色 于是赶紧扯过 她搭在旁边备用的 干净衬衫给她套上 以后不要这样睡了 看看你 出了多少汗 衣服裹好 我喊风仪上来换床单 梁湛婷说着 就要转身去用座机打给风仪 乔雷雷拦住她 现在几点啊 我睡多久了 应该停晚了吧 换床单这种小事 我来就可以了 不用麻烦风仪了 说完 掀开被子下床来 春夜虽暖 但乔雷雷刚刚出过大汗 即便是披着梁湛婷的衬衫 她也还是被不知道哪儿来的 一阵凉风给吹得轻轻地 打了个哆嗦 梁湛婷恰好转身去拿被子了 错过了这个细节 两人通力协作 很快就重新收拾了窗户 乔雷雷没有困意 甚至还觉得有点肚子饿 考虑了一会儿之后 还是决定告诉梁湛婷 我饿了 算起来好些日子没尝到你的手艺了 能不能辛苦你下个厨啊 她眨巴着眼睛 一副很好商量的样子 梁湛婷指了指衣柜 你帮我准备睡衣 我去做宵夜 想吃什么 都可以 看到她又变回有求必应的样子 瞧了脸喜笑颜开 直到梁湛婷都下楼了 她还在自顾自地傻笑 等再感觉有风吹来 身体察觉到丝丝凉意 乔雷雷心中的热度才慢慢降下 回想起刚刚黑暗漩涡般的梦魇 她不禁有些后爬 她只着急要夺回怀悟 却忽略了阿彻才是她最大的弱点 而且 现在程子彻能在这个家里安然无恙地住着 享受着梁湛婷给她的庇佑 除了因为梁湛婷善良喜欢孩子之外 更主要的原因 还是在自己身上 但凡她和梁湛婷的感情出现了任何问题 那么程子彻都会成为大海中无依无靠的一夜小舟 她已经弄丢过这个孩子一次了 她不要再有下一次 想到这里 乔雷雷飞奔下楼 竟直到厨房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了梁湛婷 她承认 自己在这个角度上 是利用了她 她也承认 自己现在能力不够保护不了儿子 说她千个万个不好都行 哪怕将来有一天 梁湛婷为了这一点而惩罚她 折磨她她都愿意接受 只要现在 她能避护她母子 度过这最风雨飘摇的一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蓝苏的饰演者 旋转三周半 感谢您的订阅 点赞和评论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导公别撒糖了 作者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叮叮当 第208集 怎么了 梁湛婷在做蛋炒饭 被乔蕾蕾忽然地抱住 但立马将火关到最小 我身上有油烟味 而你是洗过澡的小仙女 反正都下烦了 沾点烟火气 也无所谓啊 乔蕾蕾贬着嘴说道 在她的面前 她不自觉就会变成爱撒娇的女孩子 就好像真的将她拉回到了21岁 不过事实上 以前的她并不爱撒娇 受方永年气质的影响 她人前人后 都表现得比较懂事沉稳 即便是犯了错误 也都是坦坦荡荡承认 受到委屈能忍则忍 不能忍就想办法解决 很少用小姑娘常用的撒娇方式 所以刚开始 她故意扮猪吃虎那会儿 自己还总是不习惯 可现在 却成了家常编饭 好香啊 蛋炒饭的香气慢慢地散发出来 乔蕾蕾肚子里的蝉虫开始大闹 帮我热点牛奶 梁战亭拍了拍她的手背 马上就出锅了 乔蕾蕾乖乖地听话 拿了牛奶之外 还给她切了一个小芒果 梁战亭扫了一眼 平直的嘴角线条 不自觉地翘了上去 但蛋炒饭上桌 乔蕾蕾只得到了小小的一碗 而梁战亭自己却一大碗 这巨道而明显的差异 让她顿时打算 先理论两句再动筷子 为什么你那么多 我才这么点 梁战亭不以为然 这么晚了 吃太多容易积食 不消化 而且会长胖 我不怕胖 也不怕积食 你再分我点 为了一口吃的 乔蕾蕾也算是挖空心思了 她知道梁战亭是故意的 便在理论完之后 奸诈狡黠地迅速说了一声 老公 你刚刚说什么 没说什么 让你再分点啊 再喊一次我就给你 乔蕾蕾开始了装傻表演 喊什么 没什么 开动吧 梁战亭举起了筷子 老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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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蕾蕾一滴声地喊道 她自己是觉得毫无感情 如同一个复读机器 却不知道梁战亭 每次听到从她嘴里 说出的这两个字后 从头到脚都觉得舒服 夫妻没有隔夜愁 床头吵架床尾和 这天晚上 两人没有心结的相拥入眠 但第二天一早 乔蕾蕾就被严重的鼻塞给难受醒 一摸额头 竟然有点烫手 想来是昨晚出了汗没及时穿衣服的缘故 着凉了 她看身边已经没人 捏手捏脚地爬下床 准备自己服个退热帖 一了百了 哪知道 她这身体素质还是不行 不生病则已 一生病 就像断了线飞上天海 被风吹得伤痕累累的风筝 飘飘摇摇 晕晕乎乎 乔蕾蕾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晕倒的 她印象中的最后记忆是 她刚穿好拖鞋要起身 猛地感觉眼前一黑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醒来的时候 人在医院 温言坐在她的床边嗑瓜子 并在用她听不懂的一种方言 才跟别人打电话聊八卦 时不时地笑出猪叫 我严重怀疑我老公变心了 乔蕾蕾软绵绵地看向温言 不然她怎么会安排你 这种妖魔鬼怪来照顾我啊 温言用实力给乔蕾蕾表演了 什么叫做 烟惊登登像通灵 她迅速和电话那头的朋友 说了声再见 然后放下手里没吃完的瓜子 大大咧咧地拍了拍手 拍掉瓜子壳碎线 十分惊喜地看着乔蕾蕾 乌奶奶你可算醒了 你快看看窗外 现在已经是2100年了呢 2100年你还活着 真称得上是世界第九大奇迹了 乔蕾蕾笑仿着温言的口吻 无情地嘲弄了回去 温言撇撇嘴 行吧 看你还这么活蹦乱跳的 我就知道我是白操心了 大家也都白操心了 你赶紧收拾收拾起来 你这病房住一天顶我一个月工资呢 别赖着了 换你瞎了吗 我老公有钱 在温言的面前 乔蕾蕾就特别不服输 每次拌嘴都要力争上游 就算我在这开个全年包房套餐 你管不着 你果然出来买买买 就没有别的追求了 温言毫不留情地嘲笑他 医院病房VIP包年 大概也只有你想得出来 乔蕾蕾傲地活动着脖子 你是被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在这一点上 我不会嘲笑你 我对无知小白 还是有容忍度的 温言一如既往的谨记 是可而止的原则 一方面要斗智斗勇金主大爷 体会到战斗的快乐 另一方面 又不能锋芒毕露 或者攻高盖主 及时后撤将胜利拱手相让 这才是他一个 十项全能小跟班最该做的 结束了唇枪舌战 乔蕾蕾的嘴里 也终于有了句正经话 说真的 我怎么会在医院 你都快把大家吓死了好吗 温言连连咋舌 我是听思敏说你晕倒了 可他俩今天要跟公司 看活动布置没法过来 反正我在公司也是挂个闲职 就赶紧请假过来了 难道不是因为担心我才过来的 那你走吧 乔蕾蕾翻脸就不认人 是 当然是因为 在乎大佬你呀 温言生情并貌地掩了起来 虚掩着门的洗手间内 细小的水流声 在乔蕾蕾蕾和温言斗嘴的时候就停了 梁湛亭端着洗好的车离子 也不着急出来 仔细检查每一颗小果是否洗净 尽管医院VIP病房内所有水龙头的出水 都是经过了多重净化处理的 可梁湛亭甚少做家务 不确定车离子洗一遍是否就能洗净 早知道他就不心血来朝的半路买它了 应该交给风仪处理好带过来才对 也正是因为他在洗手间耽误这么一会儿功夫 才让他有机会见识到 私底下和朋友们相处时的乔蕾蕾 是有多傲娇 还得必须是因为担心他 才能来看他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飘无天 剧中风仪的饰演者 感恩一路有您的陪伴 我们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209集 梁湛婷的脑海中 浮现出在水中 昂首游动的白天鹅 不过白天鹅只是幻想 她在她的心里 本质上还是一只 蹦蹦跳跳的小金丝雀 嗯 这两个比喻都不错 有点可爱 梁湛婷的嘴角微翘 越像越美滋滋 尤其是在她听到她说 我老公有钱 这几个字的时候 她居然有种中学时代 被选为文化礼仪代表 出国发表演讲时的 至高荣誉感 原来比老公更好听的 是 我老公有钱 尽管说的是一个事实 但看到她引以为傲 并疯狂在别人面前 显摇摆的时候 她只想夸她一句 干得漂亮 就在她准备端着水果出来时 保镖敲门进入病房 向已经苏醒的乔蕾蕾问道 有一位名叫宁七二的小姐前来探望 少夫人要见吗 乔蕾蕾刚想说不见 却听见了梁湛婷的声音 嗯 让她进来 乔蕾蕾立马朝温言飞去掩刀子 并压低声音问她 我老公也在啊 是啊 温言满脸都写着 你自己非要干傻掉事 我拦都拦不住 她无辜之色 她亲自给你洗水果 乔蕾蕾顿时无语 早知道梁湛婷在这 她就不会玩刚刚的那一出了 非她听到她一醒来 就在这里对天对地无理取闹 那在她的心里印象分 是不是比怀卧这段时间的股票 跌得还要惨啊 明明昨天晚上刚想通 无论如何也要抱紧梁湛婷的 这条大腿的 结果一转眼就 再现翻车 乔蕾蕾默默默地扯高被子 盖住了半张脸 掩饰自己心如死灰的痕迹 好在这会儿 有个宁奇儿这个变数来打岔子 她在门外就听见了梁湛婷的声音 只不过碍于梁家牛高马大哥哥身高 在一米九以上 体重绝对不下于一百八的黑衣保镖 她觉得自己还是想再活久一点的 因此只能忍着手酸捧着一大树鲜花 拎着一大篮进口水果等在门外 好不容易看到保镖点头 宁奇儿飞快地窜进了病房 一见到面色清白 上位恢复红润的乔蕾蕾 她就像见到了十几年没见过的手足似的 夸张中带着朱刚烈的油腻 蕾蕾蕾 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了 真让人心疼 乔蕾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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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蕾 凝结理智冷静下来,将眼前这张脸和乔蕾蕾前不久让她去调查的宁家妖女对上号。 一只斗败的山鸡,居然赶来她的金主小仙女面前遭刺。 关键是,今天金主爸爸也在。 温言嗅到了一丝好戏的味道,暗戳戳地等着看,脸上的喜悦、兴奋和期待都快要藏不住了。 相比之下,梁战亭还算是最见过世面的。 她荣辱不惊地看了一眼宁琪儿手上的探病理,用微微抬高的下巴给她指了条明路。 放在那边茶几上就行。 没事没事。 宁琪儿强撑着笑意,却用跑得比兔子还快的速度移动到了茶几边上,丢垃圾似的丢下了鲜花和礼品。 然后来到床尾,再次抛出了她那种令人不适的演技。 你说说你,以前上学那会儿就有过贫血的症状,怎么这么不注意照顾自己呢? 要不是身体条件不允许,乔累累真想找个神婆之类的来给宁琪儿检查一下,看看她是不是坏事做太多走夜路碰上什么脏东西了。 不然,她这画风,她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样? 而拿宁家当了深夜出气筒的梁湛亭,是全场除了当事宁琪儿之外唯一的知情人。 她觉得宁琪儿今天来就是宁家比较上道的表现,但对于宁琪儿这种娇柔作作的问候方式,她又不禁要给宁家扣分。 她刚醒不久,适合静养。 梁湛亭看了一眼乔累累的输液瓶,扭头就按了呼叫令。 医生护士们在半分钟后列队进入病房,前呼后拥地给乔累累做了检查。 饶势宁琪儿从小养尊处优,以不免被眼前这种尊享待遇惹的心仰。 是不是当初她没有嫁给老贺,现在她也会是别人的心尖宠? 嫉妒使人失忆,宁琪儿酸得发疯,差不多就把自己来医院的目的给忘光了。 她顺着梁湛亭的一丝减小了说话的音量,态度也更加缠媚起来。 梁湛亭还没问,她就抢着问一声。 我们雷雷没事儿了吧? 医生礼貌地冲她笑了笑,然后扭头对梁暂停汇报情况。 夫人的血压血糖都已经恢复到正常值,不过受感冒的影响,身体还会有不少不舒服的症状。 您实在担心的话,就让夫人留在医院多住两天。 只是感冒? 宁琪儿瞅目结舌,闹出了这么大的阵仗,她想着乔莱莱起码也是个肠胃炎或者过敏之类的吧。 这居然只是个感冒,是个人都可能得的感冒。 温言全程都盯着宁琪儿看,自然没错过她脸上的任何一个表情。 冰山大佬就站在她的身边,她可不会傻到像宁琪儿一样去阅祖带袍。 所以,即便她的心里有一万句牢骚,她也紧闭双唇,只在四人小队里打了鸡血式的疯狂一顿吐槽。 这个宁琪儿什么剧情? 我看她那个表情是恨不得雷姐当场病逝。 而且这个女人不仅又蠢又坏,穿衣服还没有品位。 这种死亡巴逼粉的鞋子,她应该是奉承独个儿吧? 人有问题,看哪儿都有问题。 温言在群里把宁琪儿从头到脚递死了一遍,不留余地。 正值中午,袁连和思敏是在下楼觅食的过程中看到温言这一大长串的吐槽的。 电梯里还有其他的同事,他们俩不想让乔累累晕倒的事情闹出太大的阵仗, 因此就没明着聊,都低下头,默默地在群里疯狂地夸奖温言。 让她继续转播现场实况,顺便期待着梁战亭怎么让宁琪儿尽兴而归。 电梯走到二楼的时候停下, 电梯里一群饿着肚子的集团员工都怨声载道, 心想着一会儿电梯门开了, 不管是谁进来,都要接受他们的白眼和怨言的洗礼。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苏伊清清,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张白雪。 如果你喜欢我们,请留下你的小心心, 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剧集。 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多人剧《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糖了。 作者穆迪 领贤演绎,甘草儿,有声昆蓬,叮咚叮叮当。 第210集 从2楼到1楼走一下楼梯不行啊, 非要占用电梯, 这腿是金子做的吗, 这么舍不得用。 结果, 电梯门缓缓打开, 梁清渊站在门外, 左手单手刷手机, 右手插裤冬, 很是休闲的样子。 众人一时间哑口无言。 这么多人哪, 你们先下去吧, 我等下一趟。 还是袁凌抽空看了一眼, 见到是梁清渊忙挪了挪脚, 腾出了一块空。 不挤的, 上来吧。 你们也才下去啊。 梁清渊给袁凌面子, 走进了电梯。 刚刚你低着头玩手机, 我都没有看到你, 中午一起吃饭吧。 他一早上都在二楼 听财务部的小陈 和人资部的小李 给他汇报北泰的情况, 他有种自己头都肿了的感觉。 这好不容易偷懒出来抽个烟, 又遇见了梁正。 要不是午饭时间到了, 估计梁正都不会轻易地放过他。 想到这儿, 梁清渊就强烈地感觉到 自己和袁凌思敏这种单纯的小白 待在一起会更加快乐。 三人找了一间吃海鲜面的小餐厅, 简单解决午饭。 落座后不久, 梁清渊就感觉到, 对面这两个女孩子和上次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状态不一样。 他们俩时不时地不约而同看手机, 似乎怀着什么心事。 怎么了? 你俩今天一起挨骂了吗? 梁清渊不解地问道。 不是的。 袁凌觉得吧, 这三言两语解释不清楚, 就把温言发在群里的几段话截图 单独发给了梁清渊。 您齐儿? 梁清渊挑眉, 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上次我给郑书提过这件事啊, 难不成郑书忘了处理了? 袁凌听出不对, 忙追问, 这才知道, 原来乔里累前不久没有和他们一起吃饭那天, 和另外一帮朋友遇见了宁齐儿。 什么来头啊? 居然骚扰我嫂子一次又一次。 梁清渊当即就给梁湛亭打电话, 打小报告说了上次的事情。 而同一时间, 在医院的病房里, 宁齐儿极尽所能地发挥她的三寸不烂之舌, 努力展现出自己娴熟温良的一面。 雷雷啊, 是不是你们家保姆不行啊? 我认识几个不错的阿姨, 做事细致讲究, 人又聪明机敏, 有他们照顾, 你这小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宁齐儿吹嘘道。 梁湛亭恰好接完电话回来, 没想到一回来就听见宁齐儿在这儿出馊主意。 乔雷雷的余光注意到了梁湛亭, 唯恐宁齐儿这张罗惯了的个性会再说出什么推过给风仪的话, 猛打断她。 我家阿姨挺好的。 雷雷, 我还不知道你吗? 你就是脸皮薄, 一个阿姨用久了不知道怎么开口换掉她, 是不是? 宁齐儿一服我什么都懂的姿态。 你就直接让她做完今天不要来了吗? 工资多开她一个月, 一般人哪敢跟你们过不去啊? 你和脸脸不就挺过不去的吗? 梁湛亭忽然冷冷地开了枪。 梁湛亭只说了这么简单的一句, 就足够令宁齐儿心惊。 她突然觉得, 自己好像闪回到了出轨被丈夫抓包的那天一样。 窗外下着庞陀大雨, 她心中水漫金山寺, 宛若世界末日降临一般, 整个世界都黑了下来。 也是这一份恐惧, 让宁齐儿终于想起了今天出门之前, 她爸交代给她的事情。 你别以为你大她几岁, 现在就可以胡作非为。 她瞧了一泪早就不是以前那颗软柿子了。 上次我就警告过你, 你死活不认。 这一下, 人家又指名道姓地透出风声, 说是你捅的楼走, 你还想狡辩。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现在你要不是有娘家照着, 早就没法几身名流圈子了, 你是不是一点都搞不清楚自己的处境? 总而言之, 你今天一定要去医院探望她, 并且想尽办法让她原谅你, 你暗地里到底用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 我不管。 反正, 只要这件事情在梁家人心里翻篇了, 我和你妈也就这么算了, 要是你处理不好, 你就滚回庸城, 爱和谁过和谁过, 不要连累我们。 宁琪儿回过神来, 脸色发青的摸了摸肚子。 呃, 脸脸啊, 其实, 我这次回凤城之前, 出了点事。 就这回想起父亲如雷贯耳的骂声所产生的心理阴影, 宁琪儿开始出新的牌。 这次回来, 见到你们之前老朋友, 我才慢慢从打击里走出来, 过去, 我可能年轻不懂事, 有时候没有照顾好你的情绪, 你能不能, 大人大量, 不和我计较。 梁琪儿挺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他这才发难了一句, 这女人就要开始上演苦情戏了。 乔蕾蕾记得, 温颜给的资料里提到, 宁琪儿是回来养胎的, 宁琪儿提到这个倒也不算撒谎, 可他病泱泱地没精神, 听宁琪儿刚刚一顿哼哼唧唧, 他耳边都已经隐约生出些嗡嗡的幻音了, 已经够难受的了, 绝对不能再给他自由发挥的空间。 琪儿你回去吧, 我没事。 乔蕾蕾敷衍得打了个喝钱。 你怀着孩子呢, 别老往医院跑, 医院呢, 要是病毒集中营, 要是你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没法向你附加交代。 没事没事, 我不娇贵的。 宁琪儿口是心非地陪着笑, 也正因为被乔蕾蕾这么扯开话题, 他刚刚拿捏好的戏码都派不上用场了, 很是遗憾。 得亏他刚刚觉得十拿九稳, 毕竟从前他和老贺没有闹掰的时候, 只要他一哭, 老贺保准不和他计较。 这论苦情戏, 他可是专业的老戏骨啊。 但眼下也只能生另谋法子了。 雷姐, 你歇着吧。 温言试试地起身。 这眼看就到中午吃饭了点了, 你们也饿了吧, 我就不打扰你们夫妻了, 我帮你送宁小姐出去。 好啊, 辛苦你了。 乔雷雷光速接话, 丝毫不给宁琪儿进凤插针的机会。 雷雷。 宁琪儿急了。 鸡鸣狗盗的事情, 他是不可能承认的, 承认了, 那就是火上浇油。 万一梁占庭过后拿他今天的话 恩死他们宁家, 那都是有可能的。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多人剧《余声热恋》, 老公别撒汤了。 作者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叮叮当。 可他再不承认也要找出让乔雷雷觉得他好的点呢。 要是就这么离开医院了, 那他不是白来了一趟吗?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在原地多愁愁一秒, 梁湛亭就持续给宁家多扣一分。 动宁老爷的蛋糕, 威慑宁家大女婿, 目的都是减少麻烦事宜承介, 而不是让宁琪儿变本加厉地来纠缠他的女人。 既然宁小姐这么喜欢这间病房, 那我们就把这间病房让给你。 梁湛亭说着, 就要叫保镖进来。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宁琪儿忙拦住梁湛亭。 我, 我, 梁湛亭的眼皮低垂。 那宁小姐是有什么话想说啊? 我就是想和雷雷重新做朋友。 宁琪儿终于憋出了一句像样的话。 雷雷, 你给我个机会吧。 像话说的有点严重了吧。 乔雷雷对宁琪儿找记者抹黑她和梁清源关系的龌龊事情一无所知。 还以为宁琪儿是在为上次餐厅吓她的面子而僵持。 所以, 她觉得把宁琪儿吓成这样也差不多得了, 便用轻松的口吻承认道。 我们本来就是老朋友啊。 对, 对对。 宁琪儿心花怒放, 恨不得拽着梁湛亭的手臂跟她说。 你快看, 你老婆都说我们是朋友呢, 大哥, 你高抬贵手不要再整我爸了, 行了吧。 老人常说, 生活是最容易改变一个人的。 身在其中的人或许不自知, 但旁观者却看得清楚。 就好比乔雷雷现在看宁琪儿。 虽然她还是穿金带银, 名包名表, 但夫家的贬低, 娘家的凄落, 让她高贵的自尊和矜持的气场一再地打折扣。 宁琪儿举手投足间的许多细节都已经和明怨两个字不沾边了, 甚至还比不上普通人家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子。 其实宁琪儿不是她见过的第一个像这种一幅好牌打烂的例子。 她没有变成乔雷雷之前, 就有一个名牌大学留学归国立志要成为国内顶尖律师的朋友。 她漂亮, 高挑, 气质, 放在任何环境里都是受人关注的焦点, 能吸引各色男性。 但这样优秀的女人却爱上了一个懂得风花雪月, 且只懂得风花雪月的男人。 那人在当地小有名气, 是作协精英, 他愤世嫉俗, 冷傲孤高, 于是他的作品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乔雷雷不喜欢他的作品, 总觉得文人的酸腹之中还透着一股暗黑, 仿佛他只看得到这世界千疮百孔的一面, 而希望和美好都只是溃烂伤口上惺惺作态的粉饰。 可惜, 他那朋友深陷情局难以自拔, 即便方沁作为朋友再三地点拨提醒, 仍然没能帮助朋友看清对方的嘴脸。 最后, 那个男人因为嫌弃这个博学多才还漂亮的女孩子不够有文学细胞, 说两个人没有共同的语言, 惨淡分手。 而有人在被分手之后, 怎么都走不出被甩的阴影。 后来, 精神状况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开了好好的律所进行不下去了, 离末了选择离开国内这块伤心地, 躲在无人问津的异国他乡。 再反观他自己, 他好像也没好到哪儿去。 当初还不是有很多人旁敲侧击地和他说成立名绝非善类, 他要是早天了, 又何至于此? 这就是令爱脑吧。 乔蕾蕾想起自己在网上看到的热门心词, 自言自语地苦笑了一声。 温言送他出去之后良久, 他还怀着一颗伤重勇的心在回忆里沉浮。 一个人嘀咕什么呢? 梁湛婷像变魔术似的, 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碗肉迷粥。 闻见香气, 乔蕾蕾就想到梁湛婷给他做的蛋炒饭, 顿时胃口大增。 他伸手要接过梁湛婷端的那碗粥, 却见他迅敏地避开了他的小爪子。 老公,我饿了。 扑了空的乔蕾蕾已然学乖, 闷声嘟闹。 梁湛婷知道他是误会了自己的意思, 可这误打误撞得了便宜, 他也就没有再继续欺负他的道理了。 烫, 我端着。 乔蕾蕾当即便觉得自己被套路了, 紧抿着唇不吭声。 梁湛婷装作看不出他的小情绪, 低头搅动碗里的粥加速冷却, 同时问道, 刚刚那么出神, 在想什么? 没什么要紧的, 就是好奇你用什么条件, 把宁湛婷嫁成这样, 他以前可没这么说, 多半时间只有他欺负我的份, 乔蕾蕾揉揉揉揉手背上残留着针孔的地方。 梁湛婷把粥放在一旁, 给他架起了小桌板, 然后再把放凉的粥重新端到他的面前。 这会儿, 乔蕾蕾的关注点已经不再唾手可得的美食上了, 他低头喝两口粥就要抬头看他一眼, 用眼神催促他回答自己的问题。 我还能用什么吓他, 不过是他们在乎的那点迎头小利。 梁湛婷称了称袖口, 云淡风轻地说道, 你刚刚说多半时间只有他欺负你的份, 那意思是你还有还手的机会? 乔蕾蕾淡定回答, 小部分时间里他没空欺负我。 梁湛婷一睁, 旋即哼了声。 看来我这惩罚力度还太轻了。 算了吧, 他都成那样了。 他哪样啊? 样的字音都还没发完整, 梁湛婷的嘴就被乔蕾蕾忽然送来的一口粥给堵上了。 你怎么就准备我这一份啊? 你自己的呢? 他的那份本来还在准备的过程中, 估计差不多也该到了。 但, 眼下, 他就忽然觉得跟乔蕾蕾共享一份也不错啊。 于是就睁着眼睛说了瞎话。 这么大一份粥, 你一个人吃得完啊? 乔蕾蕾低头看了一眼, 他觉得这粥的份量一点也不多啊。 不过, 毕竟梁湛婷就是这么粘人, 安排和他同吃一份也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事情。 可是我现在感冒了, 你不怕传染吗? 乔蕾蕾咬住勺子尖尖, 试探着和他讨价还价。 而且这一份肉糜粥太酥太清淡了, 感冒的人就应该多吃点蔬菜水果, 丰富膳食结构一样均衡, 才能增强免疫力, 所而加速痊愈, 对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剧中梁老太太的扮演者, 宇斯敬月。 新书上架, 记得订阅分享, 点评呀! 欢迎收听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二百一十二集, 梁湛亭装作采纳了他意见的样子, 嗯, 那我让他们再准备点。 自认为谈判十分成功的乔蕾蕾, 开心地大吃了两口钟, 随后就想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有件事, 我一直没找到机会和你说, 不是马上就到结婚一周年纪念日了吗? 之前没听你有什么安排, 所以我就自己做主, 想筹备一场汉服婚礼, 上次啊, 趁你睡着那会儿偷偷量你尺寸, 衣服很快就做好了, 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店里试试, 有不合适的地方及时改。 乔蕾蕾的话都没说完, 手就忽然被梁湛亭给拉了过去, 轻轻地握住。 我的尺寸, 你还要量啊? 啊? 啊, 这大白天的, 这可是在医院啊。 他警惕地赶紧抽回手, 一会儿不是有人送我们的家餐过来吗? 透过梁湛亭的眼中倒影, 乔蕾蕾都能看清自己的怂样。 好在, 保镖及时地敲了敲门, 送正仓进来。 乔蕾蕾的这场感冒, 在一周之后彻底痊愈,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结婚纪念日也渐渐逼近。 他找了自己比较熟悉的团队, 来做这次纪念日小婚礼。 因为只是纪念日, 他不想弄出太大的阵仗, 按照预料也直摆几桌, 关系特别亲近的亲朋好友而已。 所以, 乔蕾蕾选场地时, 也更关注环境的舒适度, 而没有往豪华大酒店方面去选。 最终定下的地方, 是离百花湖畔庄园片区 很近的一间度假山庄, 还是奶奶帮忙选的。 在乔蕾蕾定下场地的那一天, 程丽鸣带着张白雪回到了凤城。 他们俩的出现, 引起了怀窝内部的巨大轰动。 回来的第一天, 程丽鸣陆陆续续地开了一整天的会。 等到走出会议室看到天色黑透时, 他也有了种整个人完全透支的感觉。 而张白雪也没好到哪儿去。 晚上两个人一起吃饭, 谁都没出声。 即便这个情况是他们都设想过的, 可真正经历起来的时候, 还是比想象中的难挨。 宏蕾那边, 我去对付, 就凭他掌握的那些东西。 他以为自己能翻多大的浪。 吃饱之后, 张白雪拿纸巾狠狠地擦了擦嘴。 你们今天开会怎么说的? 总体来说是稳住了。 之前厨师本来就是老廖那边找外包搞出的问题。 现在四项系列是彻底完废了。 要打翻身仗, 还得从SIMPRO下手。 代言人暂时就别弄了。 等这段风声过去之后, 把MU黄总他儿子撞人那件事丢出去给媒体。 公关那边已经吩咐下去了。 说完, 程丽明勉强再扒了两口饭。 张白雪按说还不能出月子, 即便出了月子, 他也不能像今天这么折腾。 白天在别人面前, 他还能死撑着。 这会儿, 回到了自己的家, 在自己的男人面前, 他疲惫地卸下了伪装, 无力地趴在桌子上。 黎明, 我觉得哪都难受。 冷意从四面八方而来, 好像要冻僵了他似的。 张白雪想起身去沙发上拿薄毯给自己裹上, 可他连走这么几步路的力气都没了。 黎明, 你帮我上楼好不好。 张白雪声若闻哼。 我也很累。 程黎明丢下一桌狼藉, 以及又冷又累的张白雪, 独自一个人往楼上走。 你觉得困, 就在桌上趴一会儿吧, 我先洗澡。 张白雪很委屈, 想再喊他, 可看到他的背影那么决绝, 便喊不出口了。 他用冰凉的指尖摸了摸自己的脸, 自卑和恐惧由人而生。 这段时间心神不宁的, 即便逃到雍城, 两人也状态很不好, 他也疏于保养。 大概是这样, 让程黎明产生了倦意。 那没关系的, 这些都只是暂时的。 如今, 他妈妈和哥哥都在雍城 帮他照顾孩子, 他们才得以抽身回到凤城。 之前一直怀疑 家里的雍人当中有内鬼, 可能私底下早已被公司管理层的 几个心怀不轨的家伙给收买了。 所以, 张白雪趁这次出去生孩子的机会 把家里全都肃清了。 可他新找的人明天才来报道, 他自己也没想到, 这不过才短短一夜而已, 这个家居然就已经乱成了一团。 他和程黎明的行礼, 以及私人物品丢得东一件西一件的, 这桌上堆满的打包饭盒 弥漫着复杂的调料香气, 闻久了令人有些作呕。 随便收拾收拾吧。 张白雪强达起精神, 随便拿了几个塑料袋 将厨余垃圾招了起来。 累得都有些失常的两人, 在收拾过后快速进入梦乡。 睡到半夜, 程黎明警醒地听见 楼下有动静, 不禁咬醒了张白雪。 张白雪迷迷糊糊地。 嗯, 怎么了? 别说话。 程黎明捂住她的嘴, 压低声音告诉她。 楼下有人。 嗯? 张白雪也惊讶, 但惊讶以后便想起了 程黎明以前也有好几次 疑神疑鬼的经历, 不禁又怀疑起她的判断。 这会儿, 程黎明已经摸下床去, 悄悄地从柜子里取出高尔夫球杆, 光着脚小心翼翼扭动门把手, 出了卧室。 张白雪也有样学样地跟在她后面, 只不过, 她瞒着程黎明打开了手机里的视频监控程序。 家里面有好几个监控摄像头, 产品是怀握出的, 都有夜视功能。 张白雪调出其中一个, 刚打开, 画面还没刷出来, 就听见走廊上的程黎明大喊了一声。 谁? 声音之大, 吓得张白雪差点把手机当砖头丢出去。 好在, 程黎明喊完之后就立马开了灯。 众人降临的光明, 多少驱散了二人心里的恐惧。 程黎明一身的冷汗, 他站在二楼朝楼下看去, 没看见人影。 躲起来了? 也不知道对方几个人都带了些什么家伙, 他的手里就一根球杆而已。 程黎明回过头去, 用眼神示意张白雪想办法报警。 但就在张白雪准备拨出去的时候, 餐厅的方向传来了动静, 程黎明浑身的寒毛都立了起来。 一只灰黑杂色的野猫最新发现程黎明, 一声呼喊, 其他的伙伴都跟着他一起跳窗离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群眼花瓣橙子, 喜欢就点赞、评论、分享吧。 下集更加精彩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多人剧《余生热恋》, 导公别撒汤了。 作者穆迪 领贤演绎甘草儿有声昆蓬叮咚叮叮当。 第213集 程黎明什么都没看到, 不敢轻举妄动, 急急地给乌叶打电话。 你们快点派人来听语阁1103, 我们家净贼了。 乌叶职业班的小队全员出动, 五分钟之内就赶到了现场, 将程黎明家包围了一圈, 然后联动调看监控。 张白雪全场隐形, 因为他早就在自家监控里看到, 在客厅里出没的 除了几只瘦不拉击的野猫之外, 再无其他可疑的行迹。 但他知道, 这会儿物业的人都来了, 他要是上去说了实话, 那程黎明的脸就没地方放了, 所以也只能让他们 仔仔细细地检查一番。 应该就是几只野猫闯入了, 非常抱歉, 让您受了这么大的惊吓, 我们近期会做好清楚流浪猫的工作, 请您放心。 物业经理连夜赶来, 出面道歉。 程黎明灰头土脸的, 想发火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内心憋闷, 但还是得客客气气地 送走了物业的人。 几个保安走远之后, 忍不住小声议论道, 这么有钱的人家, 就不能请个保姆? 本来听说是有的, 但这家东家好像犯了什么事, 前段时间好像听说是跑路了, 最近才回来。 有钱人这些名堂可真多呀。 今天可能还人模狗样, 明天就不一定了, 我在这儿干了四年多, 什么事没见过, 给我一包烟, 我能给你讲一个礼拜。 闲杂人等一走, 程黎明关起门来, 黑着脸就往回走。 看着被野猫弄得到处都油屋的餐桌和餐厅的地面, 他第一次觉得张白雪就是个废物。 你说是下桌子会死吗? 别的女人随手都能做好的事情, 怎么到你这儿就这么难? 要是你刚刚不偷这个蓝, 会招来这群野猫吗? 丢人现眼! 程黎明怒吼, 张白雪猝不及防挨了一顿骂, 好脾气也立马下线。 你有功夫骂我, 你自己不会收拾一下吗? 而且刚刚程黎明骂他的话里, 有一句他听得最刺耳。 什么叫做别的女人随手就能做好? 你认识很多别的女人是吗? 那你刚刚怎么不喊个擦桌子 再行得过来帮你收拾啊? 神经病。 程黎明只觉得他不可理喻, 甩手上楼去了。 那种冰冷的感觉, 又像无形的潮水般, 鬼魅似的像张白雪涌来。 他觉得很冷, 更感到无助。 今晚的这件事是一件多小的事啊。 要是放在以前, 程黎明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揽下所有的责任, 然后问他是否受到了惊吓在安抚他。 可现在为什么变成了这样? 冷。 张白雪觉得很冷。 他抓起沙发上原本该送去干洗的沙发套子, 套在了身上想要保住自己的体温。 然而那冷意就像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一样难以驱散。 张白雪在沙发上坐下来, 想冷静冷静在上楼。 但他一抬眼, 就看见茶几的边缘缝隙里卡着一张小纸片。 他鬼使神差地伸出手去, 将那纸片拽了出来。 是一张兔子阿八的吉卡卡片。 在他看来十分丑陋的兔子, 此时正笑得得意, 仿佛是在嘲讽他被爱人笼络。 该死。 张白雪厌恶地将卡片扔出老远。 他茫然地看向这幢空荡荡的房子。 曾几何时, 他那么羡慕能住在这里的方庆, 他还曾经发誓, 如果有朝一日, 他成为这屋子的主人, 一定会让他变得更漂亮。 而现在, 这房子灰落落地, 连平素觉得明亮的灯光, 看起来都那么地灰暗无力。 别墅像一只庞大的, 苟延残喘的老年巨兽, 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 该死。 张白雪再次咒骂了一句, 程丽明刚刚骂他的话又在他的耳边响起。 别的女人随手都能做好的事情, 怎么到你这儿就这么难? 别的女人, 别的女人, 程丽明! 张白雪忽然大喊一声, 因为激动而有些破音。 程丽明刚躺进被子里, 不过房门没关, 张白雪的喊声他听得很清楚, 这女人又要发什么疯, 自从怀孕之后, 她就性情大变, 格外敏感, 小心眼, 善度。 时间远了都不说, 就说她生产前后在庸城的表现吧, 她一天能和他妈吵不计其数回, 就连她母亲鸡汤放少了盐都要听她数落, 那个靠着她挣钱养家的哥哥, 在她眼里就更加不算个人了。 张白雪一日比一日刻薄, 仿佛压根就不把男人的尊严当回事, 程丽明都好几次觉得看不下去了。 这同样是怀孕, 当初方沁怀着程子彻的时候, 不就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吗? 哪像她张白雪这样? 方沁还是正儿八经的千金大小姐, 她张白雪? 算了, 多想无意。 程丽明翻了个身, 用被子蒙住耳朵, 不想再听见张白雪的第二声喊叫。 然而张白雪并不打算就这么善罢甘休。 程丽明, 你有良心吗? 你怎么还睡得下去啊? 张白雪感觉腹部很不舒服, 里面像是装了石头似的沉沉地往下坠。 她捂着肚子站在卧室门口, 胸腔中的怒火越烧越旺, 她感觉, 要是此刻手里有一把刀子, 她真的会狠狠地往程丽明的背上刺过去。 你说的别的女人, 其实不是别人, 就是说方沁对吧? 她每天白天上班应付集团事务, 下方回来后又能当你的贤妻良母是不是? 方沁都已经死了这么久了, 但她还在你心里, 对吗? 是不是你上次躺在我旁边做春梦的时候, 想到还是她? 程丽明豁地掀开被子坐了起来。 你脑子有病, 就去医院看医生好吗? 谁会对着一个死人做那样的梦? 是, 我脑子有病, 我脑子有病才会愿意给你生孩子, 是我脑子有病才会选择跟你一起杀了方沁。 张白雪像疆神师尝试地疯狂地从卧室门口跑开, 边跑边喊。 我要去自首, 现在就去。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定步飞龙, 在剧中饰演的是秦宿, 一个见风使舵, 欺人怕硬的家伙, 以及女主的父亲, 一个老混蛋, 乔清风。 欢迎各位捧场吐槽,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第214集 起先, 程立明没听清她喊什么, 等听清之后她的瞳孔瞬间放大惊恐万分, 自首, 她竟然说她要去自首, 这个疯女人。 程立明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咕噜从床上翻了下来, 不管不顾地冲下楼去追张白雪。 而张白雪不过是气急了想要惩罚一下程立明而已, 她对现在的日子再满意不过了, 哪可能舍得去自首。 因此, 在跑出别墅之后, 她就故意放慢了速度, 并且装模作样地在前院草坪上摔了一跤。 雪儿! 程立明急吼吼地追出来, 见她跌坐在地, 心里顿时松了口气, 赶紧上前将人扶起, 捧住她的膝盖, 和风细雨地问道。 很疼吧, 别哭, 老公在这呢, 老公爸爸, 刚刚都是我态度不好, 你原谅我, 别跟我这个不懂事的酱牛生气了, 好不好。 张白雪心里像刺一样榨起的毛, 一下就因为程立明的这几句话而恢复了原状。 她焦嘀嘀地扁着嘴, 任凭程立明把她当成小公主似的抱回去。 程立明和张白雪的归来, 让怀卧开启了新一轮的内部战争。 乔蕾蕾因为布置结婚一周年的活动的事情和余芳华来往密切, 也在这个过程中多少获悉了云佑的一些情况。 现在走了两个组的人, 我哥就成了挑大梁的了。 四项系列出事以后, 他们就开始严控S11 Pro, 还有到现在还没有公开过的S12。 公关宣发是压力最大的, 他们总是阴阳怪气地跑去给我哥施压, 就差没直接说, 之后要是出什么事, 就让我哥负全责这种话了。 余芳华一边看乔蕾蕾送来的设计稿, 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乔蕾蕾续的。 虽然她说的都是关于余佑的, 可乔蕾蕾能大概听出怀卧的形式。 没想到, 程丽明和张白雪回归之后, 竟然稳住了局面。 此前她期盼的是, 程丽明被公司元老斗败落荒而逃, 然后无力抚养成子车, 到那时就会由她正式办理过季程序。 但现在, 这个计划只能暂停了。 雷雷, 你这处女座相当惊艳了, 我正愁着七月上什么呢? 我要将它打造成七月的爆款。 这说起来, 七月是最忙的时候。 那会儿大学生开始放暑假, 我们的消费主力军就要大举出动。 我打算在七月办个游园会。 不过地点还没定, 你有什么主意吗? 乔蕾蕾想了想。 虾城吧, 虾城的古城文化业没那么严重, 游客量也比较少, 不过交通方便, 从凤城开吃过去, 两个小时就到了, 高铁更快, 好像只要五十多分钟。 早些年, 方永年受邀去嘉诚参加了一次古玩鉴赏会, 方庆同行, 所以他对那地方还挺熟。 游方华文言有些犹豫。 去年在凤城东郊的白眼古镇办了场活动, 不过效果确实不是很理想, 因为游客太多太杂了, 还出现了有熊孩子故意弄坏参与者衣服的事呢, 一团糟。 那是因为去年没有我啊。 乔蕾蕾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道, 要是你放心, 就把今年这事交给我, 我来统筹。 游方华没想到, 乔蕾蕾会把这事大包大揽地接下来, 毕竟他们允请工作室做活动这事, 和北川集团的工作, 又或者乔蕾蕾的贵妇生活相比, 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啊。 乔蕾蕾这么一说, 游方华居然有种天上的神仙下凡来给她当拍档的感觉, 好半天她都是飘着的。 蕾蕾, 做这个活动只是宣传而已, 不挣钱的, 我怕请不起你啊。 游方华咽了口口水。 那可不一定, 往年你做活动可能不挣钱, 新年就不一样了, 要不要打个赌啊。 乔蕾蕾脚侠一笑。 听到这种话, 游方华自然是高兴的。 她搞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宣传推广, 但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还能挣点钱, 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 她也没有抱着很高的期望, 只是让自己的助理琪琪去和乔蕾蕾对接今年的活动企划。 乔蕾蕾一开始应下这事, 也就是心血来潮。 等到看了琪琪给她的企划案出稿, 她忽然就明白了, 为什么游方华说每年的活动都做得很一般。 因为这个企划案写的也就是大学水平, 而且还是那种刚入学生组织的新人写出来的活动企划。 既然要做, 那就要做得最好。 反正最近也没有别的事情。 上回集团的新品展会, 她有功, 却无名。 后来再想展露头角, 却一直都苦于没有机会。 也是时候该换换思路和渠道了。 乔蕾蕾低头, 看着手上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企划案, 一下子有了坚定的决心。 这天, 乔蕾蕾在跟汉服婚礼场地布置专员 对接完工作之后就回到了家。 因为是周末, 她以为回到家一打开门就会看到, 承子车在练琴。 但是, 她耳边的钢琴声是别人家传来的。 自己的客厅里空空荡荡, 没有承子车, 没有苏然, 也看不到梁湛婷的身影。 你回来了, 我做了点弹塔, 来尝尝。 风仪招呼道。 乔蕾蕾一边换鞋一边问。 家里怎么这么安静啊? 苏然带阿翅出去了吗? 阿婷在楼上。 他们去警户边上放风筝了, 这时候的气候和风都好。 少爷听到阿彻和同学打电话, 说没放过风筝。 少爷就让人买了风筝回来。 风仪朝后院的方向看了一眼。 在二楼阳台, 应该能看见他们。 是吗? 乔蕾蕾拿了一个弹塔就往楼上走, 她就近去了书房。 果真, 透过窗子看见梁湛婷和承子车跑动的身影。 真好, 要是程立明和张白雪能从这世上凭空消失, 那她的人生, 这次好像也就圆满了。 乔蕾蕾吃掉弹塔, 擦干净手, 回到房间将自己的私人电脑抱进了书房, 开始筹划一场盛大的鼓风盛宴。 艺术设计是她重生后承袭原身的, 虽然用得得心应手, 可她本身的特长还是策划和营销。 许多有趣的念头在她脑海中像放烟花似的炸开, 炫彩斑斓的同时, 更令人心神荡漾。 当当当当 本集播讲完毕了。 请点赞评论, 不来一波吗? 我是乔塞尔的饰演者, 苗三妹, 欢迎继续收听哦。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我是江嘉宁的饰演者, 苗三妹。 她还在后面, 记得继续收听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老公别撒疼了。 作者, 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叮叮当。 第215集 一年之计再于春。 乔蕾蕾在安排了纪念日小婚礼和夏季汉服文化节两件大事之后, 开始变得特别的忙碌。 梁湛亭也忙, 集团内部整肃是其一, 四季收购怀卧是其二。 除此之外, 程丽明又几次三番地联系了梁湛亭, 希望可以接回程子车。 为此, 程丽明还做了一出苦情戏, 诉说自己或许不是一个好丈夫, 但一定是个好父亲。 男人之间的交流, 不如女人那么直白。 张白雪能把好好的话说得很难听, 可程丽明抹不开脸。 他自己是如此, 他便觉得梁湛亭大致也是这样。 可惜, 梁湛亭根本就不吃这套。 我想你可能误会了, 我们并没有阻断你和阿彻的父子关系, 是孩子自己想给你和你的心爱人一个自由的空间。 他这么懂事, 我们成年人总不能在他面前失去了分寸。 梁湛亭在接程丽明电话的期间同时也在处理工作, 时不时地有键盘敲击声, 鼠标点击声, 钢笔签字声, 充分显示其日理万机的状态。 程丽明在无形之中感觉到了压力, 仿佛他再多啰嗦两句就是在耽误人家的滚滚裁员, 并显示自己很闲。 那,我想找个时间看看阿彻。 程丽明看着桌上的日历, 很是哀声地说道, 马上就要放书架了。 从前, 书架我都和阿晴计划着, 要带阿彻出去走走, 看看更大更广阔的世界。 他后面说的, 梁湛亭都没听, 因为他把扬声器关了, 因为刚刚有那么一会儿, 他突然就很想吐, 就是那种突如其来的恶心反胃。 然后, 梁湛亭顺势就记起了, 乔雷雷从前有段时间也是这样。 细想之下发现, 好像每次都发生在和程丽明说话前后。 他, 早就这么恶心程丽明了。 亏得他还有一段时间误会, 他和程丽明是不是有故事。 这么一想, 一切好像都顺理成章多了。 他在乎的只有程子彻, 而程丽明, 只是个他都不愿意搭理的附加题。 只是, 这雷雷雷恶心恶心就算了, 怎么现在连他都出现这种反应? 他的身体可一向都好得很呢。 梁湛亭赶忙地喝了口开, 咖啡来压压惊。 我这边有事要忙, 暑假的事情稍后在意。 我回去之后会问问阿彻的意思, 然后看看学校和苏然有没有给他制定计划, 晚点回复你。 能给出一个明确的承诺, 梁湛亭算是很客气的了。 程丽明也知道, 自己眼下硬气不起来, 前有狼后有虎的, 要是再和梁湛亭撕破了脸, 那到时候多方夹击父辈受敌, 他还真担心自己扛不住。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梁湛亭多少会看在程子彻的面子上, 维持表面和平。 程丽明也没有更高的要求了, 觉得这样也就够了。 可是张白雪知道他对梁湛亭那种敬畏的态度之后, 就十分的不齿。 据我所知, 他们梁家现在也不太平, 几个老派早就容不下梁湛亭这么一个年轻小子, 跟他们分根了。 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 他就凭着老爷子一句话就坐享其成, 这是放在谁身上能忍。 张白雪哼笑。 就该趁梁湛亭忙不过来的时候, 把阿彻给接回来。 我们连嘉义都照顾不到, 怎么照顾阿彻? 程丽明持不同的意见。 阿彻在梁家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张白雪在心里怨他, 别人帮你养儿子你还挺高兴, 你还有没有骨气? 他是不想乘子车回来, 他但也不想让梁家宠爱的程子车 过得比他的儿子还要好。 更不愿意让这种若即若离的距离, 导致程子车成为程丽明心里白月光一般的存在。 这小东西面长, 福气好, 这多活一天, 就像在替方沁多和他作对一天。 张白雪的肚子里有团气, 上, 上不得, 下, 下不得。 春去夏至, 有事情可忙的日子过得就特别的快。 当暖风吹得井湖上荷花朵朵盛开的时候, 乔蕾蕾筹备的汉服婚礼也已经准备停荡。 受邀的亲朋好友接神穿汉服出席, 宾客中多数人都觉得新鲜、好玩、有趣。 但是乔清风父子并不喜欢乔蕾蕾给他们订的衣服。 这像兽衣似的。 乔清风皱着眉头, 极度不情愿地在全身镜面前照来照去。 乔灿尔和他的爸妈一早就过来和乔清风父子会合, 准备一同前往婚礼现场。 此时, 看乔清风别别妞妞, 他很是不能理解。 大伯, 兽衣不是长这样的好不好。 乔婶神偷偷地拧了乔灿尔的后腰一下, 小声嘀咕。 你就不能说句你大伯爱听的。 大伯现在还不如姐姐说话管用呢。 我哄着大伯干什么, 今天当然是要顺着姐姐的意思。 乔灿尔理直气壮。 乔云顺从他身边走过, 将他的话一字不漏地听了进去。 我告诉你, 你喜欢你天天穿, 乔蕾蕾放个屁, 你都可以当成乡的。 乔灿尔最近的日子过得挺好, 很久没有受过冤枉气了。 冷不定被乔云顺这么一扎, 他立马就急了眼。 乔云顺, 我可是你亲姐姐。 从他当初逼死妈妈开始, 他就不算了。 乔云顺点了戈尔烟, 深吸了一口, 乔灿尔恨恨地配了他一声。 乔青风呵斥道, 他看着乔云顺。 雷姐那会儿才五岁, 他只是买钢琴, 怎么逼死大摸摸了? 你不要把别人想的 那么厌恐怖好不好。 都够了, 一个两个的不知道少说一句, 特别是你, 这件就是我说过多少遍了, 不准再提。 你要是心里非过不去, 你今天就别去。 乔云顺说着, 就打出了一连串的喝钱, 往楼上的房间走。 不去就不去, 好像我稀罕去似的。 允顺, 你站住。 乔青尘真是后悔 过来跟自己大哥 一起走的决定, 但眼下也没办法了, 他只能当说客。 你赶紧地把这身衣服换上, 这么早去早回, 就是简简单单吃一顿饭, 别小孩子气, 我不去, 你们去吧, 反正也没人想看到我。 乔云顺没礼叔叔的劝阻, 继续往上走。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袁玲的扮演者, 伴雪薇, 欢迎订阅, 点赞。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老公别撒汤了。 作者,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 叮叮当。 第216集 你再早一步, 我明天就让人把音效给封了, 你死底下那些声音, 本来早就能让音效关门个十遍八遍的了。 乔清风甩了甩大袖, 虽然不自在, 但好歹勉强适应过来了。 他没有和儿子缠斗的耐心, 提着衣摆率领众人朝外走去。 开两辆车, 叉儿坐我车, 清晨, 你开你的, 你和弟妹等云顺换好衣服再走。 说完便先出了门。 乔灿儿对着转过身来的乔云顺做了个鬼脸, 跟上大波离开。 乔云顺气地捏紧了拳头。 等乔清风走远, 乔婶婶暗暗地推乔清晨, 让他赶紧劝人。 他可不想迟到给乔琳琳留下坏印象。 乔清晨知道乔云顺心里的结 就是当年他妈妈自杀了此残生的事, 于是小声相劝。 孩子呀, 当年的事情怎么会是雷雷的错呢? 那只不过是压倒嫂子的最后一根草。 她是个多臭善感的人, 你爸忙于工作疏于对她的陪伴, 早就让她情感上出现了问题。 你不要怨雷雷, 那也是他妈妈, 你觉得她不伤心吧? 乔云顺脸色阴沉地 换上了白色主调的汉服。 刘云闻得金线刺绣极显富贵, 她却欣赏不来, 甚至有些厌恶, 不愿意在镜子前多看一眼。 去往目的地的一路上, 她都在想小时候的事情, 她觉得乔雷雷没有心, 她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她就是一个自私鬼。 否则, 她怎么会在妈妈离开后不久, 就那么努力地讨好爸爸? 她就是想争夺全部的宠爱, 活成世界的中心。 乔卿尘夫妇看她油盐不尽的样子, 也没敢再念叨她, 毕竟谁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呢? 这些年, 乔云顺对乔脸脸的恨意和憎恶 仿佛已经成了她的信仰, 这突然就要她放下, 她岂不是要面临信仰崩塌的深度迷茫?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还是个人自扫门前学吧。 另一边的车上, 乔卿封和乔灿尔倒是聊得很好。 灿尔是不是比以前胖了点? 乔卿封笑问道, 不瞒你说了大伯, 我这次是真的怀孕了。 乔灿尔满脸的炫耀, 那这可是大好事, 你爸妈都很开心吧, 看来既又忙归忙, 还是很顾家的。 嗯, 他这次失去出差了, 不然, 肯定会陪着我出门的。 乔卿尔笑得幸福。 看来乔卿尔以前不懂事, 成家之后治家很有一套啊, 好好过就行, 大家多好。 乔卿封和善地说道, 一老一哨相谈愉快, 仿佛谁都听不出 对方的演技似的。 同一时间, 在将要举行特殊婚礼的 度假山庄内, 梁湛亭第二次穿上 云锦出品的这套喜服。 梁湛云作为伴郎, 半个小时之前就换好了, 一直在等梁湛亭搞定, 但梁湛亭就好像是 长在了镜子前面似的, 梁湛云不耐烦地 催促梁湛亭。 大哥, 你照够没有啊, 能不能出门啊? 我发现你结婚之后, 骚爆了很多啊。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梁湛亭无情回对。 你不懂, 我不怪你。 毕竟我要是长成你那样, 我也没有照镜子的勇气。 这段时间为了 子公司北太的事情, 梁清渊都快变成 巴臂哪吒了。 可他到底还是太年轻, 进入北太之后, 屡屡被管理层 那些元老级别的家伙 处处针对。 要不是他把梁仲兴出手, 梁清渊还真会成为 北太新上任的傀儡总裁。 他被这个担子 弄得是又烦又累, 可他心想着 自己作为一个老爷们儿 不能说料挑子就料挑子呀, 再苦再难, 也得撑下去。 所以, 梁清渊也没到 梁湛亭的面前抱怨, 他就想趁着 这次汉服婚礼的机会 放松放松。 啊, 可哪知道, 就这么的, 还要挨呛挨对。 真的是好气啊, 都不想当这个伴郎了。 可是, 他横竖逗不过 眼前这位大哥。 梁清渊的双手交叉 抱在胸前。 我忍, 我等。 乔雷雷这边 则早就准备妥的, 笑盈盈的下楼 去和大家聊天了。 火红的喜福 将他娇嫩的肌肤 衬抖润如白玉, 白里透红。 他特意让化妆师 给他用了 凌厉霸道的正红色, 弱化了乔雷雷五官中 原本的柔弱, 让他一下子拥有了 更强势更凌厉的气场。 而作为伴郎的袁灵, 今天一身 豆沙粉的 娇领齐妖如群, 脸上略失粉黛, 美得委婉含蓄, 明艳而不妖, 作为新娘的衬托 恰到好处。 受邀前来的 梁湛亭的朋友们 早就已经盯上袁灵了。 朋友们虽然 大多数都已经成家了, 可和美女说话聊天 又不犯法。 于是, 以伟风为首的 几个贵公子, 就像蜜蜂 见到了喜欢的花似的 围在园林的身边 嗡嗡转。 思敏看不过去了, 悄悄提醒了乔雷雷。 乔雷雷从娘战亭那儿 听说过伟风此人, 虽然没怎么打过交道, 但也知道 伟风的花花公子属性, 因此, 即便伟风是 唯一那群蜜蜂中 唯一单身的, 乔雷雷也不舍得 丢着园铃任她纠缠。 就在她准备过去的时候, 乔雷雷见到了 姗姗来迟的余佑。 余佑! 她扬声冲她挥了挥手, 示意她走近。 这满场的人里, 余佑就只认识 自家妹妹和乔雷雷。 余芳华一早带着 工作室的几个人过来, 和布置现场的统筹专员 智趣相同, 聊合作去了。 这会儿看不见人了, 所以余佑就直奔乔雷雷过来。 帮我一个忙。 乔雷雷压了压余佑的肩膀, 让她倾斜向自己, 在她的耳边说悄悄话。 余佑的脸皮薄, 呼得就脸红了, 心跳也特别的快。 乔雷雷今天用的是 玫瑰味的香水, 气息纯正温柔, 尊贵大气, 燕灌群芳, 有孤傲比尼。 这味道在余佑的脑中 形成了画面。 一时间, 她有些忘乎所以, 都快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拜托你啊。 直到乔雷雷拍了拍她的肩膀, 她才有些恍惚地定了定神。 嗯。 乔雷雷盯着鱼又飞红的面颊 看了两眼。 嗯, 今天太阳很大, 她以为她这是被晒的。 追防晒。 乔雷雷一片好心地叮嘱完, 便走开去接乔清风和乔灿儿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哦。 我是谭若新的播讲者月怪怪,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217集 不过, 她半道上被大步走向她的梁湛亭给接住。 梁湛亭的嘴角线条平平的, 看起来和平常不说话的样子差不多。 但, 乔雷雷一看就知道, 她不高兴。 是不是轻轻惹你了? 乔雷雷边问, 边拿眼睛去搜寻梁清渊的身影。 梁清渊却盯着去了园林身边的余佑。 那个男人是…… 芳华的哥哥, 上次我跟你提过的, 他在怀卧研发部工作, 我还让他给我们的手环计划提了一些建议呢。 乔雷雷只以为梁湛亭是对生人有警惕心, 所以解释的也相对简单。 但, 梁湛亭的神情没有缓和。 女人对女人的种种行为会有直觉判断, 男人其实也是。 刚刚从楼上下来的时候, 透过玻璃窗匆匆瞥了一眼, 就感觉, 雨佑对乔雷雷的眼神不对。 那是男人看女人的眼神, 不是朋友看朋友的眼神。 手环有独立项目组去运营, 不需要怀握着人插手过问, 以后不要和外人提太多。 这些网大了说是商业机密。 梁湛亭正色道。 乔雷雷不知道他心里的雷达在疯狂报警, 只是被商业机密这四个字吓得不轻, 忙抖出了更多的心里话。 我是想把他介绍给袁灵, 所以就和他多接触了几次, 以后我保证不提公事, 你别生气啊, 今天是很重要的日子。 我知道。 梁湛亭的表情终于变得柔和。 她再看雨又一次, 发现她确实在围着袁灵打转, 这才放心。 这时, 乔清风和乔灿儿走了过来。 哇, 雷姐真的太好看了。 乔灿儿嘴甜地夸道。 今天这场真的是神仙婚礼, 而且门口那些是记者吗? 早知道你安排了媒体, 我就应该再画弄一点。 有记者? 梁湛亭微微醋眉, 不明白乔雷蕾的意思。 她往常那么低调, 这次也说了只做小家宴的排场, 为什么会安排记者呢? 乔灿儿没看到梁湛亭眼中流露出的疑惑, 只顾着自己巴拉巴拉的闲聊。 梁湛亭面上平平淡淡, 心里却不喜乔灿儿这股小家子起。 他们家办纪念日婚礼, 还需要去租借衣服。 哼, 别说今天只来了几十个人, 就算来了几百几千个人 以每套衣服一千块的预算, 在他眼里也根本不是问题。 是送你的。 乔雷雷对梁家的妖魔鬼怪 早已经习以为常, 所以即便乔灿儿表现得这么扣分, 他也能面不改色。 过不一会儿, 乔云顺他们也来了。 远远的, 梁湛亭就看到这个小舅子的面色不佳, 好像别人欠了他百八十万似的。 他轻轻地揽过乔雷雷的腰, 扶身贴耳道。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去配合思议准备吧。 好。 乔雷雷雷正好是背对着入场通道的, 所以他不知道乔云顺来了。 等乔云顺躲开那些讨人厌的闪光灯过来, 发现乔雷雷夫妇刚刚离开, 不由得多心地想, 觉得他们是故意不见自己, 一口恶气卡在胸口不上不下。 但无论如何, 他不是今天这场特殊婚礼的主角, 即便他再怎么都不高兴, 也不会有人注意到他。 及时到, 请新郎新娘入场。 末发高树的思怡高声唱道。 现场请的传统乐器团奏响吉祥喜庆的音乐, 梁湛亭牵着桥蕾蕾, 缓缓地走上了长行舞台。 乔雷雷改掉了红盖头这个细节, 她和于芳华推陈初心改成了戴红面纱, 既保留住了新娘的神秘和娇羞, 又避免乔雷雷被繁琐的规矩所束缚。 凤冠侠配,流光溢彩, 新娘如同画中走出的九天仙女。 翼龙红袍繁丽尊贵, 新郎是那高不可攀的正午艳阳, 漫天花雨飞扬, 萧行编中却依旧能奏出磅礴恢弘的气势。 现场宾客仿佛跟着主人家的用心设计, 一同穿过了时光的阻碍, 回到过去体验了一把那堆金极欲中鸣鼎时的古代贵族生活。 现场的摄影师不少, 各个角度都有, 摄像师和无人借齐备, 一场小小的家宴, 却从无数细节透出主人家的财富实力。 乔灿尔摸着肚子看着, 心里很是羡慕。 乔云顺看都不看, 只顾着喝茶, 恨不得现在就叫人上菜, 好让他早点吃完早点走。 梁老爷子身边有梁正陪着, 就梁正那杀气腾腾的脸, 一般的人都不敢上前来攀谈。 但今天的梁老爷子一点也不凶, 因为他的眼里只有一个好看的老太太。 时光带走了他的青春, 却带不走他的美丽气质。 而老太太的眼里则完全没有梁老爷子的存在, 他从来到这个山庄之后, 就和乘子彻小朋友交上了朋友。 光是一杯手工酸奶, 都能让这一老一小讨论半天, 旁边的人都插不上话。 老爷子, 她的衣服是月白色调金线龙纹的, 很配得上老爷子的身份地位, 但又比悬色的衣裳看起来显柔和。 刚刚老爷子和乔蕾蕾说话时还温声和气的, 这会儿, 闷声不吭地, 威严感又慢慢地回到了他身上。 梁正自知失言, 不敢再自作主张。 但即便梁正不过来请, 老太太也能感觉得到来自梁老爷子那边的灼灼目光。 哼, 这么多年了, 这个男人依旧没变过。 我该走了。 老太太看着仪式已经进入尾声, 用丝帕擦了擦手指准备起身。 和他聊得很开心的橙子彻小朋友, 只觉得十分地突然。 哦, 可是还没有开始吃饭呢。 大奶奶, 您不饿吗? 我不习惯和我不喜欢的人在一块吃饭, 这样啊, 影响消化, 对身体不好。 老太太一本正经地瞎说。 大家好, 我是三声社小声, 我在书里饰演的角色是 梁老爷子。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老公别撒汤了。 作者穆迪 领贤演绎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叮咚当 第218集 成子彻去信以为真, 她眼睛是看着乔累累漂亮的背影, 看着梁战亭伟案英俊的背影, 心里, 不知为何就想起了自己的爸爸。 怎么了呀, 扁了个嘴。 老太太傲娇地瞥了成子彻一眼。 我不留下来吃饭, 你这么不高兴啊。 不是。 成子彻平常其实嘴甜很会哄人的, 但这会儿兜着心事, 说不出花似的话来挽留老太太, 于是, 就非常诚实地答道, 我觉得我可能是个坏孩子。 哦。 老太太甚有兴趣地哦了一声, 关注点也从梁老爷子的身上, 集中到了成子彻的身上。 幼儿园的小朋友问我, 干爹是不是我爸爸, 我和他们说是的, 他们又说, 我和爸爸长得一点都不像, 我说我长得像妈妈。 成子彻低下头, 手指搅在了一起。 他们又说, 我和妈妈也不像, 然后, 然后我就不和他们玩了, 但我自己知道, 我确实不是干爹干妈的孩子, 我有自己的爸爸。 你那个都不把你当回事的爸爸, 也就你, 还认他。 老太太横了一声。 乔蕾蕾和梁湛婷做什么事情, 老太太确实不插手管, 但她都留意关注着。 就连成立明张白雪前段时间跑去庸城生孩子的事情, 她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今天, 陪着老太太出门的是女仆白鹿, 她平常管的事情多, 对成子彻的身世也知道个七七八八, 但听到老太太在孩子面前这么直言不讳, 难免觉得不妥。 夫人, 子彻她才四五岁, 你和她说这些, 她消化不了的。 白鹿山一提醒, 但老太太却很坚持己见。 我就是看这孩子聪明才和她说这些话的。 她收起自己精致的帕子, 一字一顿地说。 别人啊, 可能看你小, 都拿你当个孩子, 但是我觉得你非常聪明。 很多事情啊, 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 你刚才说, 你觉得自己是坏孩子啊, 是因为你在别人面前, 将干爹干妈说成是爸爸妈妈, 并且拒绝承认自己的亲生爸爸。 你想过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你知道呀, 谁对你好。 人应该选择对自己好的, 这一点错都没有。 只不过呀, 当我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之后, 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 不能选择让谁来做我们的亲生父母, 但我们自己心里可以有意赶衬的。 我认识一个男孩子, 他爸爸妈妈很少就把他当商品一样卖掉了。 幸运的是, 收养他的那一家人对他很好, 他和你一样非常聪明, 努力读书哦, 后来变成了非常有名的主持人。 当他变成万众瞩目的明星的时候啊, 当初把他卖了的亲爸亲妈就找上门来了, 哭哭啼啼的要认他这个儿子。 他一开始呀, 非常感动, 甚至觉得自己能有两个爸爸、 两个妈妈能得到翻倍的亲情, 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但没过多久, 他的亲生父母呀, 就不断地向他提要求, 希望他能帮助他的弟弟。 再后来呢, 就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 大人的世界啊, 看似复杂, 有时候却和你们差不多的。 喂了一块糖, 或者一块肉, 蒸草, 草得脸红脖子粗, 最后大家不在一块儿玩了啦。 橙子车雪亮的眼睛紧紧盯着, 讲故事的老太太。 那后来呢? 后来, 他呀, 和他的养父母生活在一块儿, 觉得那才是他的爸爸妈妈。 老太太说得渴了, 抿了一小口茶。 白鹿在旁边揪着颗心, 今天可是乔梁夫妇的喜庆日子, 要是让他们知道, 老太太在这儿给橙子车 灌输词等虎狼之词, 他们还不得疯啊。 但橙子车觉得, 老太太说得很有道理, 这些话比乔蕾蕾平常和她说得 更有强心作用。 爸爸是爸爸, 我是我, 我不喜欢他的做法, 也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所以我不用去管他是怎么做的, 我只能做我自己觉得对的事情, 对吗? 他奶奶。 橙子车仰着头, 期盼着老太太的肯定。 老太太在全神贯注地看, 乔梁梁的手写致谢帖。 这小纸卡在每一个回馈的礼盒里都放了, 处处彰显出了乔蕾蕾的用心。 这用心既是对这段婚姻关系的尊重, 也是他这个人的观念的体现。 老太太自己是讲究人, 也喜欢讲究人。 她仔细地将乔蕾蕾的致谢帖收了起来, 然后才回答了橙子车。 那当然啊, 不过, 我觉得你经历的事情呢, 还是太少了点。 有时候啊, 面对选择, 不一定能确定什么就是对的。 这个时候啊, 你就可以来问问我呀。 我这个人没什么优点。 最大的两个优点, 一是闲, 二是喜欢跟聪明人讨论问题。 所以呢, 你再有这种困惑呀, 都可以来问我的。 要是你在家里待得不开心啊, 也可以给我打电话的, 我呀, 派人去接你。 说完, 老太太真的起身走了。 乔蕾蕾和梁湛婷才刚刚完成仪式, 众宾客都在画画鼓掌, 老太太就悄悄离开了, 只有梁老爷子和橙子车知道。 无言过后, 梁老爷子也走了, 嘴上说是他走了年轻人才能更自在, 但梁湛婷了解他, 知道爷爷这时看到了奶奶, 却没等到奶奶的笑脸, 心有不悦。 说不定爷爷嫉妒我们。 梁湛婷搂着乔蕾蕾, 目送老爷子的车离开, 忽然就有感而发。 乔蕾蕾被他不知从哪儿窜出来的脑洞给逗笑了。 何意见得? 反正我到了凤竹残年, 会希望你还站在我身边。 梁湛婷居然越说越认真, 牵着乔蕾蕾的右手, 无声无息地握得更紧。 以后每年都办吧。 乔蕾蕾愕然。 从开始到现在, 他都没想过梁湛婷会喜欢他的布置和设计, 毕竟他在搜集汉服婚礼的过程中, 看到了很多来自新娘一方的吐槽, 说老公是如何如何懒散不配合, 要么就抱怨男士的喜伏太丑。 因此, 乔蕾蕾都没敢拿这种琐碎的小事去叨扰梁湛婷, 还力求给他做一套他觉得最好看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剧中梁老太太的扮演者, 宇斯静岳。 新书上架, 记得订阅分享, 点评呀。 欢迎收听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219集 事实上, 像梁湛婷这种精心管理身材的人一点也不挑衣服, 就算是平平无奇的通用款式, 陪他穿在身上也会别有一番风韵的。 所以乔蕾蕾蕾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出现, 他也没有奢望过能得到赞赏。 可梁湛婷现在这么说, 就表明他很满意, 很喜欢。 乔蕾蕾忽然就有了种, 学生时代写作文被老师表扬, 还得知自己要刊登到校刊上面去的感觉。 那是今晚做梦都会笑得欣喜若狂啊。 大家都等着你们拍照呢。 梁清渊走了过来, 看到他们俩如胶似漆的状态, 当即一幅被腻到了的表情。 你们俩能不能回家再腻了呀? 好好做个人, 照顾一下单身狗的心情行不行啊? 他缓了缓, 又重新地浮起了笑意。 嫂子, 我最近一直跟着我哥干, 国外的比赛都推了好几个了, 这你总能看到我的改变了吧。 乔蕾蕾一头雾水。 这才哪跟哪儿, 你就要来邀功? 做到爷爷夸你, 你再来哼哼。 梁湛婷挡开他, 拉着乔蕾蕾先行一步。 乔蕾蕾好整以暇地看着梁湛婷。 拿我什么力当幼儿去了? 没有, 误会。 梁湛婷怕惹他担心, 因而适口否认。 清渊总是这么不正经, 你习惯就好。 乔蕾蕾, 半信半疑。 不过, 现场的摄影师全都围惧了过来, 程子彻也在不远处招着小手, 示意他们快点, 他便暂时将这件事抛到了脑后。 按照礼仪次序应当是先让南方的长辈先合影。 但梁老爷子已经先离开, 在场只剩下了梁仲兴以及其他的几位叔伯。 相较之下, 他们和乔梁夫妇的亲近关系还不如乔清风, 所以大家互相客气着让乔清风先拍。 那我们就先来。 乔清风惯来是当仁不让, 加上大家都这么客气他, 让他觉得很是有面子, 便整理了一下衣服走到了布景板前。 云顺也一起吧。 乔清晨好意缓和他们一家人之间的关系。 然而, 乔云顺就坐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玩手机游戏, 听见叔叔的喊声, 可他依然不动。 乔云顺? 乔清风压着火喊道。 董事的程子彻看出大人们之间的暗勇, 悄悄从乔累累的身边溜走, 来到乔云顺的身边。 舅舅, 我们一起去拍照吧。 乔云顺对这个称呼陌生得很。 他冷眼斜腻着程子彻, 知道他就是那个让姐姐姐夫都十分用心和牵挂的 别人家的小鬼。 乔雷雷喜欢的, 他都不喜欢。 于是, 他几乎是鼻子里哼出了一句冷冰冰的话。 谁是你舅舅? 走开。 程子彻正在了原地。 换做平常, 他或许会有种受到打击的感觉。 可今天, 老太太可是给他打了鸡血的, 于是小家伙非常相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 舅舅, 大家都在等你。 程子彻说得极其坚定, 小身板挺得直直的, 红扑扑扑的小脸蛋火像两颗水蜜桃, 让旁人看了想一口咬下去。 可偏偏, 乔云顺是个不好对付的, 他不吃这套。 所以, 他感觉不到孩子的可爱, 只觉得他烦死了。 乔雷雷看出乔云顺的表情不对, 急忙就要赶过来, 准备将儿子抱走。 可, 他还是晚了一步。 让你滚就滚, 烦不烦? 乔云顺大手一推, 程子彻失重向旁倒去。 五岁大的小男孩, 身着长衫本就不变, 他没料到, 这个看着也不凶的大人会对自己动手, 所以他一点准备都没有。 在倒下的那一刻, 程子彻才感觉到了害怕, 本能地乌咽了一声。 妈妈。 奶声奶气的一声嘀呼, 差点震碎了乔雷雷的心。 幸好, 现场地上都铺有厚地毯, 程子彻摔倒之后没有蹭破皮, 就是手掌根处摔红了, 而且身上蹭到了掉在地上的碎花瓣, 衣服变得有些重。 没事吧。 乔雷雷用双臂还住孩子, 唯恐再有任何外力来碰到他。 从他过来蹲下, 到梁湛亭和其他人围过来的全过程里, 他一眼都没有看过乔云顺。 乔云顺不怕他凶, 不怕他哭, 但被他这样漠视, 就有了一种尊严被喂狗的愤怒。 我没用力。 他在旁边悠悠地开口, 但态度并不是解释, 更像是嘲笑。 仿佛程子彻是八点当狗血电视剧里那种故意搞事情的小白花。 明明他都没有碰到他, 他就自己倒下去了, 还嗷嗷地叫。 周围不认识乔云顺的人, 比认识他的人多。 认识的人, 譬如袁玲、梁清渊, 早就见识过乔云顺任性自私的程度。 所以, 今天见到他这种砸场子的行为, 也觉得见怪不怪了。 但不认识乔云顺的人, 多半也都看在乔梁夫妇两家东家的面子上, 不敢和他们的亲戚开杠。 而在这当中, 于芳华就是一个例外。 你是个大人, 为什么要跟一个孩子过不去? 你这叫乙大妻小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家教? 于芳华怒斥道。 乔清风匆匆赶过来, 明知儿子不对在心, 但听到于芳华这会儿, 他的重点一下就转移了。 只见, 乔清风似笑非笑地看着于芳华, 冷冷清清地问。 你是今天的工作人员? 他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 这么急于讨好金竹, 你这车向也太难看了, 但你也不看看自己赤问的是谁? 我不在乎我赤问的是谁, 从大叔你这素质来看, 这位肯定就是你的儿子了。 我刚刚问的一点也没错, 而且我也知道答案了, 他没家教, 这教有其父必有其子。 余芳华丝毫不怂。 余佑刚刚虽然站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但因为他一直关注乔雷磊那边的动态, 所以他知道, 自家妹妹正在对的这个中年男人, 是第一个走上步景台拍照的。 那么, 论关系的亲书? 余佑的心里没底, 急忙上前将余芳华往后拉。 雷磊, 这人是你请来的。 乔清风冷哼一声, 似乎不屑和小鱼小夏争执。 本集颇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蓝苏的饰演者, 旋转三周半。 感谢您的订阅、 点赞和评论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多人剧《余生热恋》。 导公别撒汤了。 作者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叮叮当 第二百二十集 但蹲在地上的桥垒垒 发出了令所有人都陌生的声音 就像是从空旷的雪山吹来的寒风 萧瘦 萧瘦 莫然 冷冷冻一切的温度和情感。 她说的没错。 在这么多人面前被拨面子 乔清风不信 这乔里 是不是疯了? 她最后的一丝侥幸心理 促使她脱口问出 你说什么? 我为什么请你们过来? 乔莉瘦将橙子车抱在了怀里 因为她觉得 自己脸上此刻的神情 不适合被孩子看到 你们自己走吧 给你自己 也给我留最后的体面 莫不是 因为嫁到他们梁家来了之后 受老爷子的熏陶 她就解放了天性 将内心里那么一丁点 豪横的种子 无限发芽 然后就有了现在这七失 似乎也只有这个解释是合理的 她那一览众山小的高傲 绝不是纸老虎能演出来的 这么一想 也就能更加明白 为什么梁老爷子当初 只是诸葛院的功夫 就清点了这么一位孙媳妇 要知道 两年前 不知道有多少人家 想要和梁湛婷一亲 当时梁氏上上下下 都在偷偷地压宝 有不少人觉得 蓝苏虽然没有太大的靠山 但蓝家人本分 且蓝苏她妈妈和梁湛婷的妈妈 从前是闺蜜 蓝苏又是梁湛婷多年的助理 怎么看都是蓝苏的胜算大 可没想到 梁湛婷这个香伯伯 猝不及防就被乔家给截胡了 乔清风在凤城的名声 没有蓝家的一半好 GOR那会儿又是要死不活的样子 大家都不明白老爷子的决定 今天来喝这场酒 倒是误打误撞地把里头的门道给摸顺了 乔家 在梁老爷子和梁湛婷的心里是什么地位 众人前几次的家宴就已经看得很明白了 可问题是 老爷子和梁湛婷都捧在心尖尖上的人 在娘家 却俨然是个兽气包 这网大了看 指不定就是一颗被无限利用的棋子 可就算是这样 他们要是藏着掖着利用 那也就算了 这今天公开地不给乔蕾蕾面子 那可不就是不给梁家面子吗 乔家这么在梁家面前耀武扬威 那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对待不听话的狗 老爷子可从不心慈手软 可惜眼下看不到老爷子怎么发作 只能看看梁湛婷能把事情做到哪种份上 可是梁湛婷没有吭声 他牵着乔蕾蕾温柔地道 我们去拍照 天热 不能让大家都等着 乔蕾蕾的念头 转头对着梁家的叔伯婶婶们 盈盈一笑 抱歉 让长辈们见笑了 没事没事 对 没关系的 没关系 大家吃瓜都吃得可开心了 自然是不觉得被怠慢了 周涵将乔清风父子送离山庄 简单地说了句 您二位慢走 这已经算是极致客气 乔清晨一家也灰头土脸地跟着离开 一路无话 度假山庄里的贵族家事 原本也可以成为寻常市民无聊时的谈资 但周涵的控制到位 加上于芳华和场地布置公司也都蒙受乔累累的照顾 即便周涵不来给钱封口 他们也会保持接木 绝不会出去乱嚼半具蛇根子 家宴结束的这天傍晚 乔云顺的应销拳击俱乐部被封停 负责人对内部会员解释说是配合市场调查 但别人也不是傻子 一万就知道 最近凤城乃至周边的其他俱乐部都开得好好的 压根就没听说有什么市场调查的消息 大家发现这负责人不诚实 本来就存的疑心一下子就成倍的增长 有好几个老会员都是往俱乐部投钱入了股的 他们在意俱乐部的发展 乔云顺他姐夫家不是挺牛逼吗 怎么还保不住他一个小小的俱乐部 别快别说了吧 好像就是乔云顺脑袋搭错了筋 去处了他姐夫的逆临 才有了这次这一出 什么意思啊 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等回头我再问问 而英销俱乐部关门 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GOR汽车公司忽然碰上了大大小小竖桩麻烦 有一间长期供货的厂商因为合同即将到期 在GOR的负责专员前去谈续约事宜时 对方坐地起价 信口雌黄地嚷嚷着原材料价格上涨 所以他们供应的零件价格也要翻倍 而东部市场作为GOR最大的消费市场 忽然就接到了虚假宣传的举报 还被十几名消费者联名起诉 说售后保障和服务环节出现了种种问题 公司以及市场门店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乔清风的心里都是有数的 这些问题不是一夜之间就冒出来的 但这扎堆来凑热闹 那他就不得不多想了 乔清风刚刚和他的新欢谢云 结束完一轮激烈运动 谢云抓起乔清风灰蓝色的睡袍 往身上一裹 靠在床头点了根烟 你儿子最近都不在家 我能不能在这住两天 我正好想把我那套房子重新装修一下 乔清风知道乔云顺和谢云不对付 又或者说这小子和他身边所有的女人都不对付 乔云顺从小就这样 心里好像永远憋着口气 看什么都不顺眼 以前来乔家大宅过夜的女人 要么被在杯子里放过死老鼠蛤蟆蛇 要么就衣服被动过手脚 只要出了乔家这张门 一出去什么脸都丢得干干净净的 为这乔清风都不知道给儿子的恶作剧擦过多少次屁股了 但是女儿内想 他觉得让乔累累淘心窝子对他好是不可能的 而且这女儿终究是别人家的 所以他就指望着乔云顺这个儿子 不给他擦屁股不行啊 当然乔清风也不是完全惯着乔云顺 乔云顺这一路长大 乔清风打也打了骂也骂了 当初还差点听别人的奉劝 把他送去那种恐怖的改造学校 可乔云顺就是知道他这个当爹的底牌 认准了 乔清风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把他弄死 所以他从未收敛 我行我素 天不怕地不怕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定步飞龙 在剧中饰演的是秦宿 一个见风使舵 奇人怕硬的家伙 以及女主的父亲 一个老混蛋 乔清风 欢迎各位捧场吐槽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第二百二十一集 有钱的时候 乔清风当然算个人物 起码乔云顺在学生时代 闯的那些祸 乔清风都能摆平 可是现在不行了 儿子惹的人 虽然是关系亲近的姐姐姐夫 可这层关系的背后 本来就藏着巨大的利益网 乔清风一直想着 等乔云顺冷静两天了 就派人把她揪回来 有点疾面 有浅入深地跟她讲讲道理 可现在谢云想留下来住 那肯定揪不行了 乔清风都能遇见到 乔云顺脾气刚顺一点 见到谢云又炸毛的场面 你那儿不是住得好好的 忽然要装修什么呀 装修一下半个月 散散位又是起码半个月 你要在家住上一个月 云顺不瞒你整惨 现在公司那么多事 我顾不上这些 你听话 别给我添乱 乔清风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准备出门去处理晚上的应酬 谢云三十六岁 因为保养得好 皮肤娇嫩红润 看起来也就三十来岁的样子 他离过婚 之前生过两个孩子 为了养家 才攀上乔清风这情人关系 说起来 这两人也是正常交往 不是别的豪门那种婚外情猛料 他一贯来去自如 只是乔清风不允许他留在乔家常住 患在平常 谢云为了长远的利益考虑 是会配合的 可是这一次 他觉得是个好机会 要是能让乔云顺那个巨鹰 从这个家里搬出去 那他说不定就能明正言顺得上位了呢 于是 谢云吐了个烟圈 娇娇柔柔地撒了个娇 哎呀 春天来了 我那处特别潮湿 每天起来之后 都跟东海龙宫似的 墙上是水 地上也是水 什么竹炭 石灰 开空调抽湿 我都试过了 人家屋业的都来说了 那房子当初建的朝向就有问题 位置也不好 那就卖了 换个店 乔清风仔细地扣扣子 没觉得这是什么难为人的大事 谢云的眼睛一亮 说得轻巧 我哪有那么多钱买到新的 我给你买 行了吧 乔清风也不是不知道谢云的目的 不过女人总归如此 恋悟是天性 她想要钱 她给的就是 一套房子的首付 她还是拿得出来的 人心隔肚皮 谢云哪知道 乔清风想的只是个首付呢 得了她这话 立即见好就收 你晚上吃饭 你晚上吃饭不带我去啊 几个老客户都不带家去 就不带你去了 去了你也得陪着挡酒 不是什么好局 乔清风回了回去 谢云本来也不想去 老男人之间的饭局没意思 他们饭局之后 有些弯弯绕绕的门道 也不方便带她去 她明白 反正乔清风今天已经浇了凉了 她也不信 她还有那么多的经历应付别的 也就安然放心 在她出门前给了她一个吻 今天太累了 我先在你这儿 等云顺回来了 我再搬走 成吗 乔清风也不是个 喜欢把事情做绝的人 加上谢云这么柔顺的性子 让她尝够了甜头 她自然是愿意回报一点的 于是就掐了一把她的仙腰 没事 这几钱放心住 反正那个死小子 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 乔清风在晴儿面前 甜了一会儿 有些得意忘形 晚上求菊的时候 开了几句不轻不重的玩笑 结果 把一起吃饭的人给得罪了 放在平时 大家好歹看在梁老爷子的面子上 把她的话当放屁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也就完事了 可最近GOR什么情况 大家心里都敞亮 这背地里 不知道有多少人说 乔清风这只爱蹦跋的蚂蚱 终于要迎来她的秋天了 哼 就乔清风自己还活在梦里 这天晚上 人家悄悄地给乔清风使了个绊子 当当当当当 本集播讲完毕了 请 点赞评论 不来一波吗 我是乔塞尔的饰演者 苗三妹 欢迎继续收听哦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我是江嘉宁的饰演者 苗三妹 啊 她还在后面 记得 继续收听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导公别撒汤了 作者 穆迪 领衔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 叮叮当 第二百二十二集 自纪念日的小婚礼之后 乔蕾蕾的重心 就放在了后续运营上 当天 她确实请了不少 专门的摄影师 拍摄婚礼现场的细节 然后 请温延将这些素材 分发给了 不少口碑还不错的营销号 请他们帮忙宣传这件事情 其初 温延也是惊讶的 你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 最不喜欢高调形式的人 居然自己吵话题没热搜 这是受什么刺激了 是不是 哪个小狐狸精 挖你们家墙角了 我就说挺搁那个前人留不得 谁像你一样 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放颗绿豆那么大的傻子 也不嫌碍眼 强蕾蕾 轻轻淡淡地截断她的话 说够了没 哪来的狐狸精啊 你能不能多看点哲学书 提升一下智商啊 说完之后 他忽然觉得 这话有点耳熟啊 想起 这是梁振婷曾经嫌弃 她的脑力不够是说的 顿时脸红 并且瞬间转了说法 我这么做 不是为了秀恩爱 宣誓主权 这是为后续的工作做铺垫 有点复杂 晚点详细跟你说 你现在赶紧趁热打铁 温言自然是照办了 除了营销号 乔蕾蕾还联系了北贝公司所管理的美妈网论坛管理人员 也就是之前蓝苏很喜欢利用的那个网站 乔蕾蕾是有一次整理报表的时候 顺带看了一眼 北贝交上来的PDF文件 一查数据才发现 美妈网论坛的流量可观 平常看着是聊娱乐说八卦 可里面有个板块是直接连接北贝的电商平台的 用户转化率在80%左右 北贝每个月的线上销售数据都和美妈网密切相关 因此乔蕾蕾当时就想着要好好地利用这一块资源 再加上他找罗潘问美妈网工作人员资料的时候 又听罗潘说集团各个公司市场的人也喜欢上美妈网 因为论坛对内部有销售折扣和阅度优惠 而且大家还会私下交流一下各个部门的情况 方便大家灵活申请换岗 所以活跃度很高 乔蕾蕾去美妈网就纪念日汉服小婚礼做宣传 一能晒晒冰山总裁的养眼日常 给他培养一下粉丝 刷一轮名气顺便活跃一下企业氛围 二能为他之后的推广计划做个预热铺垫 再顺便秀一下恩爱 一举多得 宣传一出很快就有了反馈 论坛里 悠悠久久爱心 好久没见过无理总裁了 小马小可爱 还是一样的帅气呀 睡醒摸摸哒 9302 你们清醒一点 明明好看的是总裁夫人 这照片一打开 眼里心里全是夫人呢 小飞飞 这话我今天就放在这里了 我们夫人绝对是奉承最好看的第一夫人 Cherry 夫人穿汉服真的好像穿越过来的仙女呀 就这颜值 这衣服真的吊打最近上映的内部古装剧青海沉舟 说真的 剧组没钱可以去找我们夫人拉赞助投资啊 以我们夫人的品味眼光 不要说拯救整个组 起码拯救两位主角吧 两位主角的孵化道都惨不忍睹 管理员一号 谢谢大家喜欢和支持总裁及总裁夫人的日常啊 但也请大家注意论坛秩序 不要拉财 谢谢合作 下面的回复立马变得整整齐齐 淡水小龙虾 一号管理员不是号称管理员中的爸爸吗 老大亲自下场监督秩序 这就像教导主任忽然站在教室后门 看谁不好好学习 谁就给我记大锅 奶油 我是总裁的眼粉 是夫人的眼粉 声声事事为桥梁夫妇打扣 七月要努力呀 桥梁夫妇 谁想的呀 好门啊 冰冰冰冰清 作为本次的课代表 让我来总结一下 你们能看到的这一组神仙照片 可能是总裁学会重粉了 毕竟以前我们求新闻图都求不到总裁的高清政变呢 这次一来就是一组 福利也太好了吧 祝我生日快乐 难道没有人发现吗 这个后面有总裁和总裁夫人喜福的商家介绍哎 柚子1994 有看到 他们订的居然是云锦 这家的汉服我知道超贵的 凯尔凯尔 哇 原来每一位嘉宾的汉服都不一样的 夫人真是用心了 小飞飞 而且花钱了 开心 摄氏度 我仿佛看见了总裁宠妻的画面 我的卡 拿去随便刷 月消费不要低于一百万 会丢我的人 这一条评论发出来不到十秒 就被管理员设置成了精华 主题铁下面瞬间沸腾 就像谁在往冒着小气泡的油锅里 扔进了一只小虾 爱你一生 哼 这也太高调了吧 甜出糖尿病哦 但是我好喜欢啊 有生之年能在身边吃到这么甜的糖 真是感觉幸福啊 碎影 哇 这一组照片都上热搜了呢 乔蕾蕾的目标不只是美妈网 而是全网 温言做了第一步 美妈网的管理员和粉丝做了第二重宣传 公司上上下下能上网 又确实喜欢这轮宣传的人 将热度推得更远 再来就是路人粉了 哦 还有 曾经针对乔蕾蕾的那群塑料小姐妹花 自从宁奇尔在乔蕾蕾 那栽了个大跟头之后 他们那一圈人就像是嗅到了同伴鲜血的小动物似的 一下将防御系数调到了最高值 他们一个个将安分守己发挥到了极致 但还是有好几个过去吓过乔蕾蕾面子的 做贼心虚 大半夜都能梦见乔蕾蕾跑来找他们算旧账 算得他们家破人亡 可事实是 当然没有了 因为乔蕾蕾没空理他们 他们也不敢主动上赶着来乔蕾蕾面前瞎晃 私底下却都各自打着小算盘 想要怎么来乔蕾蕾面前刷点好感 给自己留条活路 等啊等啊 等啊等啊 就等到了乔蕾蕾送上来的这个机会了 好几个塑料小姐妹花 用自己的个人微博转了 还觉得不够 又拉拢自己认识的小网红去转发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元凌的扮演者万雪薇 欢迎订阅点赞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多人剧《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汤了 作者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叮叮当 第223集 一来二去 云锦工作室的名气 一下就长得超过了于芳华的想象 随着而来的 网店流量线下预约 订单销量奇奇飞涨 于芳华忙得脚得快不沾地了 还是于又提醒他 他才开始认真地想要怎么感谢乔蕾蕾 他什么都不去 于芳华 愁啊 于又出主意 怎么不去 你们女孩子谁掀过衣服脱啊 那天纪念日婚礼上 我听见梁湛婷的奶奶和乔蕾蕾的干儿子聊天 说他有六个房间是专门用来仿衣服的 还说如果小朋友要去他那住 他就给小朋友买了两房间的新衣服 于芳华听笑了 哥 没想到你还挺爱听墙角的 于又给了他一记暴力 嘿 我好心给你出主意 你都在想些什么 你听我的 每个季度都给雷雷寄一套你们的新品 大的品牌 PR都是这么做的 时时刻刻都要记得自己的重要客户 真没想到我云景都能和大品牌比了 于芳华还不忘爷爷自家哥哥几句 以前你可能是没想过 但雷雷这么有心帮你 你可得重视 这是机遇 更是挑战 别想着背靠大树好成梁 这件事做得好 就能清云之上 做不好 别说砸了自己好不容易立起来的招牌 可能连这段友情都要跟着变危险 你这个人都会在他眼里变得不值钱 于幼正色的 于芳华听得一愣一愣的 有没有这么严重 我感觉哥哥你在威严耸听 哎 总之 好好把握机会 于幼拍了拍妹妹的肩膀 要是资金不够 随时跟我开口 哥哥是你永远的后盾 这话倒是重听 于芳华有种热血中烧的感觉 浑身上下都是劲 爸妈这周要去喝表弟家儿子的满月酒 我就不跟着去了 你觉得我们自己做饭 请你工作室的几个老员工 还有雷雷一起来家里吃饭 余芳华在人情事故方面 本身就比较陌生 因此在听到他哥说只请乔雷雷的时候 也没觉得哪儿不对 就这么去邀请了乔雷雷 而乔雷雷呢 正好想就汉服文化节的事情 和于芳华戏谈 企划书他写好了 洋洋洒洒十几页 各个部分的都有 光是复杂的表格就四五个 为了不看晕于芳华 他拿出去见人之前 还特意精简了一板 于芳华和他约在了周末 梁湛亭周末正好要陪梁老爷子 去一趟全城 因为是处理旧人旧事 念及乔雷雷不喜欢经历 比较残酷的局面 所以他们都没把他算在计划内 就去一天 明天就回来了 你有饭局可以带上阿彻 他今天下午的钢琴课取消了 苏软请假 要去医院体检 早上出门的时候 梁湛亭吻了吻乔雷雷的额童 和他商量道 乔雷雷用手臂勾住他的脖子 抱了好一会儿 他知道他这次出去 可能会经历一些不高兴的事情 毕竟他受老爷子潜移默化的影响 十分看重家族关系 要想让一个家族 更好地走向未来 有些碍事的质押 是必然要剪掉的 留着只会夜长梦多 后患无穷 你要保护好自己啊 乔雷雷贴在他的耳边 担忧地叮嘱道 梁湛亭喜欢他小猫哼哼式的样子 又吻了吻他的面颊 会没事的 请标不要像之前那样 乔雷雷想起自己接管这个身体之前 原主所见过的 他派人将一个盗取公司新药配方的人抓来 关在别墅的地下室里 梁湛亭也有很绝的一面 对待那些背叛者的从不手软 我会好好等你回来 乔雷雷回忆他温热的一吻 飞机才刚刚起飞 梁湛亭的心就被一股强烈的思念浪潮所淹没 他觉得他有些窒息 透过小小的窗子往下看 凤城的土地渐渐和他拉开了距离 他离乔雷雷也越来越远了 想到很久没有和他一起出远门 梁湛亭就很怀念他们一起去京市的那一次 乔雷雷喜欢北方的风土人情 喜欢故意做作地学北方口音 结果别人没笑 他自己却先咯咯咯地笑了 转眼又过去了半年 老爷子从他们结婚一时就开始说的 开支散业计划一直被搁置着 梁湛亭想到这儿 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对旁边的周涵道 这次事情办完后 记得提醒我和夫人去医院体检一次 周涵有些惶惑 去年年底 不是刚刚检查过一次吗 梁湛亭冷然 想去 不行啊 我马上预约 周涵的求生于一秒钟上线 梁湛亭继续吩咐 梁卫军喜欢来阴的 虽然凤城到处都是爷爷的人马 但有人的地方就有危险 何况之前 梁卫军还把手伸到了北泰公司 哪知道被他收懒的人是不是只有良辞 周涵当然知道他的担忧所在 即便他不叮嘱 周涵也已经通知阿薇他们加强戒备 不过梁湛亭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 让乔累累陷入困扰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在梁湛亭和梁老爷子所搭乘的班机起飞半个小时之后 乔清风就上了奉城本地的热搜榜 又过了半个小时 事件持续发酵 之前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GOR汽车公司的老板名叫乔清风 但这一次大家都被科普了 可可药减肥 哼 尾血干死 孔雀GW 好变态呀 从此开始抵制这个品牌 蓝加0311 都说向游新生 这个人一看就很盗梦岸然 网上的消息炸开锅的时候 乔累累刚给程子彻换好衣服 之前她带着程子彻去看梁家姑姑 叶清秋的新品牌秀场 当场就订了二十套衣服 他们公关组过后又寄了很多配饰 以及几套新款过来 乔累累为了答谢品牌方 就发了几条朋友圈宣传 没想到引起了其他品牌的高度警觉 这家里忽然就收到了一大堆的儿童春装 而且尺码都是适合程子彻的 把程子彻的衣柜都给塞满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元凌的扮演者万雪薇 欢迎订阅点赞 欢迎收听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烈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二百二十四集 乔雷雷本来就喜欢给儿子打扮 所以就在程子彻的小房间里 多待了会儿 等他出来一拿到手机 还以为手机坏了 微信九十九家 短信也多到右上角的提示 变成了省略号 因为刚刚联系不上他 乔清风的电话 都直接打到家里来了 雷雷 你爸爸他 张伯一言又止 没让您说委屈吧 乔雷雷根本不关心 乔清风又发了什么疯 他只在意自己人的感受 张伯正了正 作机听筒他还放着没有挂掉 也就是说 乔雷雷说的内容每一句 他都能听得到 乔雷雷心知肚明 却无所畏惧 他闲闲地坐在了沙发上 按下了免提件 喂 我看了阔音 你有什么可要悠着点说 乔雷雷堵 乔清风来找麻烦之前 不知道梁湛亭出了门 因此他这会儿放了话在这里 乔清风多少会顾及梁湛亭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窝里斗 乔清风怒气冲冲 搞臭我 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是不是脑子不清楚 这话我原封不动地还你 你是不是脑子不清闲 我连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 乔雷雷 目睹地说道 乔清风是一个字也不信 要不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 那些见前眼开的媒体一定会先把这条爆料先导给你或者我 我反正是没有提前收到风声的 您稍等会儿 乔雷雷好不容易从一堆消息里找出温言的 看了一眼新闻链接之后才恍然明白 乔清风去娱乐场所的时候点了陪玩女郎 现在对方起诉搞她违宪 新闻的内容说得十分劲爆 因为记者声称当事人说出了很多细节 而这些经过以及罪证都在新闻稿中一一披露 事情闹到什么地步了 您不会第一时间打电话来质问我 而没找你的律师吧 乔雷雷现在严重怀疑乔清风的智商 基于前几天的不愉快 您要怀疑这事是我背后做手脚 我无话可说 但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您平时在外边得罪的人应该不止我吧 我再怎么着也犯不着撕了你的老脸来泄愤吧 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乔雷雷的一句句反问 让乔清风节节败退 乔雷雷的态度很好很温和 像是在给不懂事的学生讲题的老师 这让乔清风有一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 奈何他心里的不爽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 到底是谁在背后算计他 因为乔清风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那天晚上应酬的时候得罪了人 他更没想到自己早就在梁老爷子面前失了事 这事情一曝光 他就急得像没了头的苍蝇 找上乔雷雷 其实他是希望乔雷雷出面帮忙 可跟乔雷雷那不温不火的态度 没能让乔清风满意 既然你知道利益是紧密相关的 你也赶紧想想办法 乔清风用命令式的口吻说道 您知道您这叫什么吗 乔雷雷用乔清风质问他的话 回击道 要是前两天您多念着点我的好 这会儿我可能还想得出办法 乔清风的心里一惊 乔雷雷 你是不是打算落个不孝的名声 您也不用这么着急上火 办法也不是完全没有 乔雷雷忽然就笑了 好歹我前段时间 花那么多时间经历自我营销 要是就这么跟你一起 栽进泥坑里 那我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 乔清风听了他头一句话 还顺了一下心 可听着听着 这味道就不对了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往后我不劳您费心 也请您不要三天两头 弄出这种事情来 带累我的名声 乔雷雷 在乔清风的叱骂声 砸来之前 乔雷雷果断地挂了电话 在旁边听完了全城的风仪 暗暗在心里给他叫了声好 这种爹要来干什么 自己在外面风流快活 出了事情就想让女儿想办法兜着 真是混账 乔清风的那通电话 丝毫没有影响乔雷雷出门的心情 他依照约定 抵达了 于方华家小区 而他进门之前 于右兄妹正在紧锣 秘谷的统一口径 待会不要提这件事 于右的观点很明确 我知道你最喜欢奶壶 不开提奶壶了 但这是别人的家事 你不要剖根问底 于方华的眼睛一眯 哥 你这看法说我不敢苟同啊 这事情都闹这么大了 走在街上 估计都能听见别人说 这还算家事范围吗 再说了 雷雷也是直来直去的性格 我们故意避开焦点不说的话 会显得很做作很不真诚 那也不行 家丑不可外扬 你希望他跟你解释什么 于右越说 便越担心乔雷雷的处境 你要是实在想说 也不要当众议论 你最多和他说说悄悄话 嗯 知道了哥 于方华暗叹 次家哥哥最近 真是越发地像老头子了 什么事情都颠来倒去地 说好几遍 他听到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好在于右说完这事之后 抬一眼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 发现时间紧张了 赶忙回厨房忙碌 穿上工装 戴上设备 于右就是怀卧研发部的核心骨干成员 眼里只有工作 而脱下工装 换上围裙 钻进厨房后的于右 是一个厨艺精湛的居家好男人 于方华看了一眼兄长的背影 很明白 自己的工作室有几个小姑娘 为什么会那么疯狂地暗恋他哥 因为这样的男人 本来就很值得爱 家里的门铃响了 乔雷雷带着诚子车到了门口 于方华热情地迎接了他们母子 对于这个前不久帮过自己的大姐姐 橙子车特别地有好感 一见面就把乔雷雷准备好给她带来的那盒 限定包装版的巧克力奉上 送给姐姐的 橙子车的小奶音有萌化人心的力量 于方华高兴地接过 倒是乔雷雷一边进门 一边不轻不重地点了点儿子的鼻子 这是妈妈的朋友 阿彻尔应该叫阿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 我是沐一言 是陈立明的实验者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下一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多人剧 鱼生热烈 老公别撒汤了 作者 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 叮叮当 第二百二十五集 那 按备份你就该叫我阿姨了 乔雷雷雷 给了她一个你自己细品的威胁眼神 鱼又从厨房探出头来 看到的便是这样一幕 她不由自主地也被感染 露出了会心而温暖的笑容 乔雷雷 她一直有种自己都找不到由来的亲切感 就像很早就和她认识似的 而且她有时候会忘记乔雷雷是已经结了婚的人 还有一次 她在不可言说的梦里 将乔雷雷 梦成了自己的枕边人 这个话题太劲爆太敏感 她不敢和余方话题半个字 只是梦境里的一切清晰真实久久难忘 鱼又时常不由自主地就会记起一两个片段 不过她再如何心动 她也不敢越雷迟一步 有些秘密适合藏在心里 时间的发酵会让她变得更美好 想到这里 鱼又切菜的动作都放慢了很多 而客厅里 乔雷雷拿出了企划书 准备和余方华谈谈自己的大计 工作吗 待会再说 那个 新闻上 你挺不开心的吧 是不是被别人故意抹黑啊 敲竹杠之类的事 我也听说了很多 余方华努力想让乔雷雷好受心 乔雷雷厌然一笑 我爸是怎样的人 那天你不是见识过了吗 就他那样的 你还帮他找台机下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你爸呀 打断骨头连着筋 还能撇得一干二进不成 于芳华不解 乔雷雷不以为意 他是他 我是我 你这么想 别人不一定这么想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让别人有机会骂你的 我最讨厌网络喷子了 抓到一个举报一个 绝对不惯着 要是有谁给你添赌 你只管跟我说 我就是不工作了 都要去给你出气 于芳华拍着胸脯保证道 他这种心直口快的个性 有着孩子般的帅针 坐在旁边乖巧吃小饼干的 橙子彻 瞬间更喜欢这个姐姐 哦 不 阿姨了 他悄悄摸出自己的手机 拍下乔雷雷和余芳华谈笑的画面 分享给了老太太 老太太正在庄园的花园里 是新到货的智能代步车 看到橙子彻发来的照片 老太太瞇了瞇眼 这孩子看起来挺高兴的 白鹿不太明白 您是怎么看出紫车高兴的 我说的是累累 老太太若有所思 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牙强嘴硬 摊上那么个爹 吸血压榨他就算了 现在还给他丢人 也就我能帮帮他了 老太太丢下玩到一半的新产品 白鹿 你回小谢 就说这个还行 头一千五吧 也别太多 你让他拟好合同 送来 给我签字 晚上九点 老太太和约好的公关团队聊完 签好新款代步车的投资合同 困得不行 把后续的事情 甩手给白鹿他们就不管了 晚上十点 网上的消息开始了新一轮的发酵 嘲讽 GOR的声音 只增不减 同时有人曝光 乔清风重男轻女 灭视女性 物化女性 乔雷雷雷刚刚结束 在渔方华家的小聚 抱着玩累了睡过去的橙子车 准备回家 我送你们吧 于又主动提议道 没事不用的 阿车睡着很乖 我给他系安全带 慢慢开 搞得定的 乔雷雷雷素来不喜欢麻烦别人 离开于家之后 乔雷雷在车上给温言打了通电话 他还没说几句呢 温言就开始巴巴 网上转变风向的事情 我觉得你爸这次得罪的不是一般人 看那人的意思 是要把你爸摁死 你知不知道 最近几年对于女性地位的讨论 已经上升到多高层面了 现在被曝光你爸误化女性 她个人损失 我不好估计 公司肯定是糊了 温言连连咋舌 还有 一小撮人在网上 说他喜欢折磨虐待什么年轻女孩子 还说可能日后会有更多相关证人出庭作证 不过这些消息出来之后 似乎对你的形象和名声有意无害啊 因为刚刚我看到 有人在讨论你的成长史 说你就是在这种父亲的控制下长大的 还有人把你和乔云顺拎出来说事 上学期间常年寄宿的乔磊磊 和从小到大就没离开过的乔云顺 是截然不同的两套待遇 豪门的家事固然是有趣 可拨开财富的外壳 只看两个孩子的性别不同而产生的差别对待 就瞬间能挑起战火制造群情激愤的场面 乔磊磊在电话里只是听了个大概 更多详情 她打算回家细看 但她挂了电话后一直在想 正如温言所说 事情在一日之间变化多端 说这背后没有力量来推动 她是不信的 可看事态的发展 新的舆论风波是打算把她给摘出来的 那会是谁做的呢 乔磊磊给梁湛亭打电话 聚会结束了 梁湛亭走出包厢 乔磊磊听到她刚接起的时候 还有酒杯碰撞的清脆声 心思一下就被带偏了 更去就有应酬啊 嗯 说着陪爷爷喝两杯 结果就到了这个点 到家了吗 快了 还有半个小时吧 哎 你知道我爸上热搜的事吗 乔磊磊说起来都觉得好笑 听朱涵说 这事不容易压下去 怎么了 你受影响了 没有 乔磊磊从她的回答 就已经确定 她没有派人再乱上加乱 否则她不会这么问 那如果不是梁湛亭护着她 那又会是谁在第一时间跳出来 花这么多的心思 乔磊磊一时间想不到答案 这被人护着的感觉固然好 可乔磊磊总觉得心中不踏实 乔清风这次是被谁摆了一道还没弄明白 转眼又夹杂进了一股新的势力 她担心自己会成为别人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苏伊清清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张白雪 如果你喜欢我们 请留下你的小信心 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剧集 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226集 这次的山洞主力军是渝城大学女子师社 这事情说巧不巧 还得从几个月前说起 今年三八女神节过后 渝城大学女子师社 编排的一档舞台剧活了 首先 这个舞台剧 只是在校内学生活动期间表演 但因为被同校学生录下来 发到网上 一下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舞台剧的核心要义就是 鼓励女性独立 拥有自我追求 并且擦亮眼睛识别渣男 远离陷阱 但因为节目中 穿插了非常多的励志金剧 朗朗上口 搞笑之余 又真的做到了传递精神抑制的效果 因此深受喜欢被网友们自主传播 渝城大学本来就位于文化大省青省 是国内十大最美的校园之一 算是大学界的流量小生 女子师社的策划一举成功之后 社团内的几位美女成员也相继走红 学校和一些文化组织就希望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来做些积极正面的文化宣传 学生们自然很踊跃 可是他们奔走宣传不断刷脸各种活动 但造成的效果都不如三八女神节那档 无心插柳柳成音的节目 古人云 一鼓作气 载而衰 三而劫 师社成员们一再受挫 士气大跌 再加上家长又施压 说要以学业为主 校方也在施压 让他们不管干什么都要把握好分寸 牢记自己的学生身份 不能用饭圈那套营销来过度包装自己 还有学校内总有人极度眼红 散播些不利于师社几位代表的谣言 这女子师社还没正式出道 就已经打响了退堂鼓 而偏偏乔清风的新闻 就在他们因为要放弃而不甘心 白日无神晚上失眠的节骨眼上 蹦了出来 下午 师社的主要成员 钟萌萌 就挥斥方求洋洋洒洒原创了一首现代小短诗 怒指某些豺狼穿着人皮 拿着财富和地位的权杖就胡作非为 这几乎就是明着骂乔清风了 一开始 她这微博也就影响到了几个严粉 底下的评论寥寥无几 但是老太太初子请的有个营销号 关注了于城大学女子师社这几个人 他们的团队动动小手转发了钟萌萌这首诗 几个小时之后 网上开始群情激愤 钟萌萌个人微博涨粉二十几万 这效果比他们前段时间说破喉咙跑断腿所做的宣传要好上一千倍一万倍 嗅到了机会的味道 女子师社倾巢而出 大家纷纷发挥聪明才智 短短一个小时之内 女子师社居然出了一个以抨击权贵势力为核心的诗集 当然这一次他们PO出来的不只是单调的诗歌 于城朗诵社的同学热情支援给他们的诗出了配音版 动画社也没闲着 这么短的时间内折腾出了一排以女子师社代表为原型的动画 你一砖我一瓦 话题的小洋楼一下子就造出来了 这时候于城大学学生会的官博再来添了一把柴 官博转发了各个社团同学集思广义的作品成果 于城大学的学生会去年就因为新任会长上了某台的综艺节目而人气暴增 随手一转又给女子师社的成功谱上了精彩的一笔 这一下 乔清风即便是一颗橙子 也被这群满身热情无处宣泄的学生们压榨得只剩下干皮儿了 他算清了大半辈子 利用的垫脚石不计其数 估计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最后会栽在一群矛头小鬼的手上 于城大学的冲锋行动引起了更多媒体的广泛关注 更多家媒体参与其中 知名律师转发这个话题 话题居高不下 次日天亮 网上就有人曝光 乔清风被警方带去接受调查了 GOR公司上下乱作一团 有人提出尽快解除乔清风的职务 割裂他和公司的关系将损失降到最小 不行 收到风声的乔云顺 第一时间从外地赶回来 召开了股东会议 你们一个两个平时得我爸爸多少关照 关键时刻就只能想着 把他赶住公司这一个办法 你们是什么居心 乔云顺这话说的那可叫一个难听啊 不少股东当时脸都清了 不知道多不待见这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要学识没学识 要本事没本事 他爸好歹凭借狡诈机制弄出了一个GOR 他乔云顺有什么 就一个小破拳击俱乐部 算末大的事情都搞不定 现在还被查封了 他拿什么资本在这儿要五喝六的 也有年纪旧情的 好声好气的给乔云顺解释 哎呀 这只是权益之计 不是真的要把你爸怎样 公司上下加上生产线的大几千人呢 你不能只顾着你爸呀 换个角度想 要是现在出事的 是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 他也会这么做决定的 但你放心 等这件事过去 一切都会恢复原样 这话说得在理 可乔云顺不是三岁小孩 三言粮语哄骗不了他 GOR这块蛋糕 跟粮食家族的产业相比 可能算不上什么大水花 但那多少是块蛋糕啊 对很多普通人来说 那都是一块够肥的五花肉了 这么好的东西 要是敢撒手 转眼就能叫江山改换性命 那到时候还有他们乔家什么事 别人只需要痛打落水狗就行了 乔云顺 第一次感觉到了空前的无助 一直以来 他觉得有乔清风这座大靠山在 他就可以畅行无阻无忧无虑 第一次 乔清风自身难保 难题就像从天而降的铁山 沉沉地挡住了前路 要是大家愿意 不如听我一句 会议室的门忽然被推开 乔雷雷穿着一身烟灰蓝的针织裙 闲闲地站在门口 谁都没有想到他会来 在座众人心里的计划都开始有了变化 他们进来之前所盘算的事情 估计要么搁置 要么推翻 本集播讲完毕了 请 点赞评论 不来一波吗 我是乔塞尔的饰演者 苗三妹 欢迎继续收听哦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我是江嘉宁的饰演者 苗三妹 他还在后面 记得继续收听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导工别撒糖了 作者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叮叮当 第227集 乔蕾蕾的出现 并不意味着 这是他们梁家的 最后一张底牌 而是梁家 要插手管这档丑闻了 梁家 那是他们暂时 不敢造次的 伟案对手 就像凡人遇着神魔 多动一下 都怕碍着对方的眼了 只能努力地 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但这乔云顺的想法 明显是和大多数人不一样 他幽冷地问了句 你来干什么 乔蕾蕾的脸上 维持着平静的笑意 但他的心里 是真的很想打电话 给身在苏黎市的梁一送 让他帮忙 带一个人工脑子回来 给乔云顺装上 这脑子是个好东西 为什么他这个 便宜弟弟没有 这种局面还看不出 在哪边收益更大吗 这公开和他杠上是什么操作 梁太太怎么忽然 关心起GOR的事来了 一位封信的股东 不满地质问道 封伯伯这一声梁太太 可真是把我当外人了呀 乔蕾蕾边笑 边往乔云顺那边走 我到底算不算乔家人 最有资格说这事的 应该说我爸爸 封伯伯 您不能因为我爸最近忙 就抢他的活干 是不是啊 谁家没点头头脑热的事呢 要是您家没有 他刻意顿了顿 眼神扫过在座众人一圈之后 最终落到了 姓风的那人身上 不嫌不淡的 那我可真羡慕您啊 乔蕾蕾全程面带笑容 浑身上下不透一丝杀气 可就是有人 从他那张脸上 看到了梁老爷子的影子 老话总说虎父无犬子 但由此看来 只要是虎抱培养出来的 哪怕是兔子 他都能独当一面 乔蕾蕾这说的哪里是 您家没事我羡慕您 这实打实的意思明明是 哼 您家没事 我给你整点事 老蜂也是看了乔家 多年风风雨雨的老人了 知道乔蕾蕾什么脾性 就不信他能成气候 他瞧了一眼旁人 发现不少年轻点的 或者来GOR来的晚的 都被震舍住了 不由得冷笑 公司这么大的事 和家里那些柴米油盐 鸡毛蒜皮还是不一样的 不是谁想接手管 就能管得了 出了事可是要负责的 你担得起责吗 按风伯伯的意思 风伯伯今天 是对临时总经理代理 这机会势在必得 乔蕾蕾笑着眨了下眼睛 老风沈笑 机会当然得给有资格 有能力的人 无论大家最后选我或不选我 我都尊重公平 无规矩不成方圆 你说是吧 梁太太 您这话说的也没错 乔蕾蕾顺势就接过了 不过 大家公平竞选的前提是 我爸没法任命这临时代理 不巧的是 我在一个小时前 刚得到他的授权同意书 他的话音刚落 跟着他一同出现的温言 变像个毫无感情的机器人 迅速将准备好的十几份复制文件 发给了在座的各位 我特别同意 风伯伯刚刚那句话 无规矩不成方圆 既然 我爸已经有了明确的决定 相信各位会在 接下来这段时间里 配合并支持我的工作吧 老风用怀疑的目光浏览了文件 文件没有问题 这确实是乔蕾蕾来之前 去和乔清风谈的 但放眼蛮长 最不相信乔蕾蕾能拿到 授权同意书的人 就是乔云顺 可他看完之后 也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只能压低商隐 无比愤怒地问道 你拿什么威胁爸爸了 乔蕾蕾对他的话 充耳不闻 要是大家没有其他事情 股东会议先到这结束吧 我今天非常忙 各个部门都需要单独开会 既然是这样 我们当然是尊重乔总南白 有时去的人率先起身 乔云顺开了那人一眼 心头更生愤怒 刚刚他主持局面的时候 那人一直阴瑟瑟地笑 也不知道在笑什么 可这会儿 乔蕾蕾只不过是拿出了一份 不知道是用什么手段得到的授权同意书 他立马就站边乔蕾蕾了 这种两边倒的墙头草 真让人恶心 乔蕾蕾却十分欣赏 是实务者 其他几位股东还不走 是想留下来当会议旁听吗 那好 李爱 你去通知公关部 十五分钟之内 来这个会议室集合 李爱 是乔清风的助理 授权同意书他也看了 既然是老总的安排 他自然绝对执行 而乔云顺就更不爽了 乔蕾蕾这掌握局面的速度 还真够快的呀 可他会什么呀 股东陆陆续续地离场 刚刚和乔蕾蕾叫板的那位 风先生还真的带人留下来了 李爱没办法 乔蕾蕾又没发话 他就只能给风先生的两位助理也安排了位子 在公关部正式开会之前 乔云顺很不客气地要求和乔蕾蕾私聊 温言看着不放心 跟了上去 他刚走近 就听到乔云顺凶神扼杀的质问 说 你对爸爸做了什么 乔蕾蕾 像听见了多好笑的笑话似的 嘴角向上翘起 爸爸在你心里是个小媳妇 你觉得我能对他做什么 我没再和你开玩笑 乔云顺觉得自己受到了天大的羞辱 仿佛会议室里那群老男人 在他乔蕾蕾的眼里才是大人 而他乔云顺只是个孩子 他额头上的青筋 都气得要比刚才明显了许多 你不想办法把爸爸捞出来 你弄来这份授权同意书 不是趁我打劫 是什么意思 你是这么认为的 乔蕾蕾略略略挑眉 看不出喜怒 这站在旁边的温言都听不下去了 想插着腰骂乔云顺 你别不知好歹行不行 可如今 GOR的高层明显不是一条心 这时候激化乔家姐弟之间的矛盾 不利于乔蕾蕾接下来的工作展开 温言咬牙 看在乔蕾蕾的面子上 他忍了 乔云顺瞪了温言一眼 这里没你一个助理说话的地方 行啊 别仗着自己小少爷的身份 要我喝溜的 乔蕾蕾渐渐地失去耐心了 爸爸那边是被我威逼 所以签下授权同意书的 这会儿 估计还在那哭呢 你赶紧过去看看他 不然 我还真怕他会想不开 做出什么傻事来呢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定步飞龙 在剧中饰演的是秦宿 一个见风使舵 欺人怕硬的家伙 以及女主的父亲 一个老混蛋 乔清风 欢迎各位捧场 吐槽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鹏等 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 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228集 哼 乔云顺真的扭头就跑了 还乔莱莱和温妍 二人对视一眼 温妍难以置信地 吞了吞口水 她真的信了 不知道 乔莱莱没时间 也没心思 去揣测傻子的想法 她转向温妍 神情郑重严肃 准备准备 要正式开始打仗了 15分钟之后 会议室坐满了人 GOR本身的公关部人不多 但因为有长期合作的公关公司 这两天 因为爆发了大事件 合作公司 外派的人临时来GOR上班 方便及时配合处理各方面的问题 乔莱莱让公关部的部长 以及合作方公司的负责人 进行了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 开始了正式的会议 首先 宣布我成为公司的代理负责人 就用官博发声明 乔莱莱斩钉截铁道 合作公关公司 这次负责的人 名字叫做谭雁玲 他在这一行做了五年多了 乔莱莱说完这个决策之后 他马上就心中有数了 网上有一股声音 是声援乔莱莱的 旨在将乔清风的列行列迹 和乔莱莱撇清关系 如今乔莱莱和乔清风 在舆论中被塑造成了 对立的双方 乔莱莱被当成是 重男轻女老旧 臣服思想的受害者 而乔莱莱此时愿意站出来 帮乔清风接管工作 势必能从一定层面上 扭转被动局面 谭雁玲深深地看了乔莱莱一眼 终是没说什么 只一双在超宝本上打字的手 从未停过 等官博发出正式声明之后 我会在各大社交平台上 以个人账号 转发于城大学女子师社的 几条热门 他们依靠这次事件 所吸引到的关注量 以及粉丝上涨量 相信你们已经有数据了 我这里不做赘述 我转发之后的文案 还没有写成 雁玲 你看看 安排谁来负责 核心大意就是 核心大意就是 表扬他们热意进取 独立自强的优秀品质 然后 再透出我们有意向 和高效合作的痕迹 不要太明显 否则 很容易被人抓住这点才死 说我们利用他们洗白 乔雷雷又看向了 公司公关本部部长 孙杰 你们 尽快拟出我们下半年 有可能和高效合作的活动 因为这种话一旦放出去 不能都是空话和套话 必须真的表现出我们的诚意 至于最后 是否和于城大学合作 看他们后续的意向和态度来决定 孙杰 孙杰觉得 乔雷雷去碰于城大学这颗硬钉子 属于兵型险招 因此 在听她说完之后 不由自主地皱了皱眉头 有什么问题吗 乔雷雷察觉到了她的意样 形势紧张 刻不容缓 孙杰也没有墨迹 直言道 于大这次分明就是想利用我方的烈士 给她自己制造热度 我觉得我们主动去找他们 会被视为是一种 嗜好低头的行为 所以我们要做到的 不仅仅是和他们正面对话 而是要表现出 我们的坦荡磊落 问心无愧 乔雷雷双肘撑在桌面 一字一顿地说道 公关部的全体成员 在听完她说这话之后 都愣住了 坦荡磊落 问心无愧 这个话乔雷雷可以说 但乔青峰乔总 恐怕说不出口吧 乔雷雷差点被众人的一脸猜色 给开笑了 她忽然就有点幸灾乐祸的希望 乔青峰在场 让她也好好地看看 自己在外面不修蝙蝠的行为 给员工们造成了多么大的困扰 和精神压力 大家可能对这次的事件 有所误会 我已经调查过了 虽然对方是以猥亵的名义 起坐了乔总 可他自身存在诸多疑点 准确来说 是污点 接下来 你们分组之后 可以安排人跟进原告的情况 并且和乔总的律师 保持沟通 谭雁玲点了点头 接着乔雷雷的话说道 这次事件 类似于仙人跳 我们初步拟定的计划当中 首要一条 也是先证明乔总的清白 是的 所以在回应于大所宣扬的女子自强论时 我们要着重于擦亮眼防骗这个点 委婉告诫他们 辩证地看待问题 道听途说 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的 乔雷雷补充说明道 孙杰还是和他们的想法意见有些出入 于大为了给自己圈粉拉流量 已经可以说是突破下线了 我们直接和他们正面交锋 不是能够更快树立起 磊落坦荡的形象吗 乔雷雷抿了口咖啡 我是不建议与高效为敌 起码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 不适合树立更多的敌人 年轻人 特别是这群自以为很有看法 但是又没有走出象牙塔的大学生 很容易被煽动和利用 如果我们针对于大 稍恶不慎 就会被带节奏 弄成事和全体高效作对 除非你有办法确保 我们的回击手段精准无误 否则 我不希望再冒险 公司现在经不起更多的风浪 我们只能尝试和于大和解 全力争取双赢局势 于大爷只是想红 并不是真的想得罪企业 有台阶下 他们会顺着下的 梁太太未免太以自己的眼光来看待事情了吧 老风冷不丁地呲了一句 诚如你所说 这群在校的年轻人很有自己的想法 你怎么就能确定 他们会跟着你的思路走 你有意和解 但依我看 这事就像孙杰说的 别人可未必也这么想 你这梁太太的面子 也不是走到哪都能管用的 温言和李爱都很烦这人的举动 乔蕾蕾都已经是临时总裁了 而这个姓风的舍不得走就算了 现在留下来还要逼逼赖赖的 真不知道是什么居心 风伯伯有何高见 乔蕾蕾定定地看着他 老风耸耸肩 我只是说说我的想法 至于具体怎么操作 还是你看着办 风伯伯也是纵横商界多年的老手 都能提出想法了 想必是有成熟建议的 我们谐耳恭听 还请您不吝刺脚 乔蕾蕾的笑眼中 偷出诚恳和坚定 你不用给我戴高帽子 我要是什么都想出来了 还要你们这群人 扎堆在这开会干什么 老风尖显怒气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群眼花瓣橙子 喜欢就点赞评论分享吧 下集更加精彩哦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二百二十九集 乔蕾蕾蕾脸了几分笑意 眼神中渗出一丝凌厉的味道 公司现在 正值危及存亡之际 我不要求所有人都亲尽所能地 发光发热解决问题 但求大家安分守己 不要再添乱和捣蛋 我前面已经说过了 既然我肯来当这个代理总裁 我必然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事情过去之后 我会根据所有人这段时间的表现 写一份完整的总结报告 力求做到赏罚分明 狄爱 你帮我记下 待会儿 要是还有人这样只说风良话 却不能推进大家工作进程的 是为威胁公司利益 阻碍总裁工作进度 登记处理 老风气得当场瞪大了眼睛 这个乔蕾蕾 可真是好大的胆子 乔蕾蕾 如先前忽视乔云顺那般 忽视了老风的所有行为 继续和公关部的众人开讨论会 公关部的会议结束之后 谭燕玲和孙杰被留下来 因为他们还需要和市场部一起 配合进行工作 所以市场部待会儿汇报的时候 他们得在场 公关部的其他人 在会议结束之后就余贯而出 老风也带着人趁势离开 温言看到乔蕾蕾的咖啡杯 被空了 拿出手机准备给他再订一杯 却没想到 点亮屏幕后看到的是 乔蕾蕾十几分钟之前 发来的一条消息 无味疼 帮我弄止痛药和健胃冲击过来 辛苦了 温言连一秒钟停留都没有 就出去办了 市场部的人匆匆赶来开会 和他擦身而过 温言透过会议室的墙面 金属装饰里的倒影 看了一眼乔累累 他看起来那么的光鲜亮丽 像一颗集天地精华 所孕育出的珍珠 可在他成为珍珠之前 所经历的苦痛 却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温言的眼睛忽然酸得厉害 同一天 全程 梁老爷子吃了两天的珍修 有些腻味 中午本来还有一场晚被安排的饭局 但他不高兴趣 就推说身体困乏 简单在酒店解决下算了 实际上 老爷子从入住酒店的第一天起 就惦记上了这里的中餐厅 茶园风格 绿植环绕 配上简单的现场明月演奏 别有一番异景 梁湛亭在吃的问题上面 很随意 老爷子想怎么样 他都能顺着爷爷的意思 茶足饭饱 中餐厅的负责人过来打招呼 老爷子喜欢踏实肯干的人 两相知趣相投多聊了会儿 恰好负责人的妻儿也在 老爷子看着孩子接令 很是喜欢 就让梁湛亭哄着孩子玩 在老爷子给梁湛亭 布置这个任务之前 梁湛亭正在跟几个朋友聊微信 文言抬头 胡顺和来给他送果汁的孩子 给撞上了 结果新鲜橙汁 撒了他一身 裤子全尸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 负责人的妻子 吓得当场脸白 孩子受了母亲的影响 也十分的害怕 紧咬着下唇 不敢吭声 那想哭不敢哭的样子 很是可怜 梁老爷子 撑了梁湛亭一句 你看看你 一点都不和善 都吓着孩子了 没有没有没有 是我们冲撞少爷了 梁湛亭看着也不忍 但大人他改变不了 孩子对他的印象 还是可以挽救的 于是就对 快要吓哭的小男孩说道 如果你陪我去换衣服的话 我就不跟你生气了 男孩子七岁了 一开始还有点怕 但周涵会哄孩子 在他的帮助下 小男孩终于鼓起了 巨大的勇气 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三人边说边聊地 回了梁湛亭的房间 当然 这全程基本上 都是周涵一个人在说话 小家伙 只用点头或者摇头 来回答他 梁湛亭怕再次 给孩子造成惊吓 于是就只用余光 观察他的反应 但他不知道的是 小男孩不敢出声 就是因为梁湛亭 一直都不拿正眼看他 梁湛亭默默地 想起了程子彻 甘儿子以前 好像也很怕他 但不至于 畏缩成小老鼠 顺势往下想 他就想起 乔磊磊过去 也很怕他 梁湛亭忽然 就被一股突然冒出来的 不爽情绪 给堵住了喉咙 他长得有这么凶吗 路过走廊的仪容镜时 梁湛亭忽然就停下脚步 照了照镜子 周涵和小男孩 都被他给吓到了 小孩心想 这个凶巴巴的叔叔 也喜欢照镜子 就不怕被镜子里的 自己吓到吗 等进了房间 周涵给小朋友拿冰淇淋 梁湛亭自己打开 行李箱找干净的裤子 准备去冲洗一番 这次的行李 是风仪帮他收拾的 带的是哪几件贴身衣物 他并不清楚 他拿完贴身衣物之后 不知道怎么的 带出来了一个铁皮小罐子 这罐子 大概就梁湛亭的手掌 一半那么长 外壳的磨砂喷漆 很是花哨 梁湛亭看着眼神 联想不到任何一家品牌赠送的礼物 难道是 乔雷雷买的 用来装什么的 他好奇地盯着那咕噜噜滚远的小罐子 然后就看到 他在一双小鞋子面前停下了 叔叔你掉了东西 小男孩冰淇淋都不敢吃了 弯腰帮忙捡东西 但他抓起来的时候 不知怎么的 就碰到了小罐子的隐藏机关 只听得 咔哒一声 一条 印着卡通印花的纯棉平角裤 就掉了出来 在地上 跌成了歪歪扭扭的形状 周涵给自己挑了一根奶油冰淇淋 然后关上冰箱门 结果他扭头一看 右手边方向的一大一小 仿佛被他刚刚开冰箱的冷气 给冻浆在了原地似的 沉默中 涌动着尴尬的气氛 这 发生了什么事情 周涵没心思管手里的冰淇淋了 即刻进前查看情况 于是 他也就看到了 地上那条花花绿绿的 卡通内裤 原来 少爷和少夫人私底下是这种品味啊 有点 一言难尽啊 这念头刚刚闪过 周涵就感觉头顶上寒意森森 你带他去阳台上玩吧 我洗澡了 说完 梁湛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捡起了那条丢人现眼的卡通平角裤 面无表情地进了浴室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剧中梁老太太的扮演者 雨思静月 新书上架 记得订阅分享 点评呀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导公别撒糖了 作者 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 叮叮当 第二百三十集 朱很陡然意识到自己看到了不该看的 嘴巴闭得紧紧的 不敢多想 不敢多看 不敢乱问 逃命似的带着孩子远离了现场 听见阳台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 梁湛亭紧绷的神经 才终于得以放松下来 她站在浴室的镜子前 用两根手指很是嫌弃地 拎起了那条 哗哨到让她觉得辣眼睛的卡通平脚裤 这是乔莉莉的恶作剧吗 可是以她对她的了解 她平常在她面前 偶尔是有鬼灵精的时候 但大多数时间里 给她的印象都是沉稳成熟 并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的样子 可这如果不是她买的 那这玩意儿 总不能是风衣搓放进来的吧 平脚裤上的标签还没剪 明显是新的 洗完澡之后 梁湛亭带着侦探的眼光 从浴室出来 回到房里 捡起了被孩子随手扔开的 花哨小铁罐 在罐子的底部 印有品牌名 她上网一查 发现是个国外的小众潮牌 这就更不像乔莉莉的风格了 她平常买东西 专跳各种大牌 有一次 是某家名品出了一个子品牌 给她送了礼盒 她差点误以为 是某个不入流的小品牌 送来的东西 直接丢弃不用了 这一点纯属个人喜好 梁湛亭从来就不管她这些事儿 自然无可指摘 但细枝末节不会骗人 梁湛亭拍了小铁罐的照片 发给风仪 向她问起 风仪回复得很快 是前段时间 雷雷让我整理衣帽间 那一百来个快递盒子的时候 拆出来看到的 我以为是香氛之类的 所以给你放在了行李箱里 现在这些东西做得可真新鲜 梁湛亭回了个恩 没有再和风仪深聊 她看着平脚裤的马术 心里总觉得 有一个接近真相的念头 在意识的边缘徘徊游荡 可惜她越是想去抓 就越是抓不住 看了看时间 反正下午 除了两个视频会议之外 也没有要紧的安排 梁湛亭决定缩短 午休时间 陪乔雷雷打会儿电话 但乔雷雷还在召开会议 她吃了温盐装在咖啡杯里的药剂 又趁上洗手间的功夫 悄悄从包里摸出带餐棒 快速消灭了两根 然后补了点口红 重新回到会议室 梁湛亭打电话过来的时候 乔雷雷正在看财务交上来的报表 公关部和市场部 上午的第一轮工作都已经完成 大家中午都自觉地没有休息 一取得了新建展就即刻反馈 所以乔雷雷几乎忙得没有喘气的时间 她的手机开得静音不震动 又是倒扣放在桌面上的 所以根本就不知道梁湛亭找过她 电话没打通 梁湛亭皱了皱眉头 转而打到了助理办 接电话的二助告诉她 哦 少夫人今天请了假 说是要去处理GOR的事情 她去GOR是要为乔清风平视 受什么刺激了 最关键的是 她一个字也没和她提起过 梁湛亭默得感觉到强烈的失落 除了失落之外 还有些别的情绪 前头万绪百感焦急 她生出了现在就飞回凤城 去GOR看看她处境如何的念头 不过她此来泉州的大事尚未办妥 分身无数只能委托其他人带她出面 她找保镖阿威 确定了乔莲莲还在GOR公司之后 电话通知梁清渊前去镇场子 嘿嘿 放心吧 谁跟嫂子唱反调 我就揍她 梁清渊嬉皮笑脸 梁湛亭默然 你是觉得我缺打手 冷不丁地哀对 梁清渊觉得自己很委屈 可是还不敢哼哼 那你意思是 不用你做什么 你人去了就行 梁湛亭再三交代 凡是听她的 梁清渊铃声回答 明白 明白 但等梁清渊卸下自己手边的工作 从北泰赶到GOR时 乔莲莲已经完成了第一轮的全体要员会议 并和公关部一起见证了首战胜利 网上开始扒出原告的黑历史 比如她曾作为小三把人家原配气到进医院 而原配至今都拿得出证据证明 那女人在某娱乐场所当职业小姐 又比如 出现了以原告亲戚身份发表的帖子 说她一年挣个几十万回去 全村都知道她是做什么工作的 虽然这些带着浓重市井味道的消息 听起来都不怎么靠谱 起码要将这些信息转化为能上法庭的书面证据 光靠网友们的评论必然不够 还需要律师组的不懈努力 但是事情好歹是出现了转机 让乔清风上热搜的就是这档子事 后续不管再怎么反转和进展 也必然离不开男女关系这重讨论 乔清风反正是成了笑话 至于乔雷雷 尽管她选择了站边乔清风 但网上但凡提到她的都是维护她 有人说她拿得起放得下比她亲爹要名势力 有人说她以自己的方式实力打脸了亲爹 和于大女子施舍所宣扬的追求目标是一致的 别人都道 经此一事乔雷雷获成最大赢家 但夕阳西下时 陪着乔雷雷走出GOR的温言之道 她所得到的都是她拼命去证到的 不是从天而降 也不是唾手可得 中午都没好好吃饭 晚上我请你 我们好好吃一顿 温言难得大方 乔雷雷笑笑摇头 你今天跟住我 奔波操劳了一天 哪有让你请客的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不用争了 晚饭我请 不过 我得先回去 骑挨车一起 她说着给苏然打电话 问她接到城子车没有 可电话却是城子车接的 看奶奶邀请我去她那里住 我答应了呢 乔雷雷想了想 觉得今天自己疲惫至极 也没办法陪小家伙玩 她去老太太那儿 能和那么多的猫猫狗狗玩在一起 能过得开心 是不错的安排 于是她温柔地和孩子约定好 那你注意晚上就要回来哦 妈妈会想你的 嗯 小家伙的快乐都藏不住 收起手机 乔雷雷一抬眼就见到一辆荧光绿的跑车停在她的面前 嫂子 梁青渊摘下墨镜 迅速从车上下来 一脸怒气冲冲的样子 他们把你轰出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收听 我是沐一言 是陈立明的实验者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下一集 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烈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二百三十一集 廷哥让我来跟你喊六六六 看乔雷雷没事 梁青渊大松了口气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嫂子你尽管说 那你找找碗肉吃饭的地方吧 也就是因为梁青渊的出现 才提醒了他 该给梁湛婷回个电话了 可偏偏不巧 梁湛婷与梁老爷子 一起正在谈项目内的事情 手机是交给周涵在管的 总裁一直都在等您电话呢 如果他们暂时有事 晚点才能回复您了 没关系 让他先忙吧 周涵放心不下 多问了一句 夫人 您那边一切都还好吧 挺好的 乔雷雷这话也不是逞强 起码从今天的第一波发生反馈来看 效果确实不错 他转发了渝城大学的主题微博之后 自己的个人账号 在短短几小时之内涨粉将近三十万 要知道 他平常都不怎么打理这些账号的 也就因为 之前程子彻现在就读的幼儿园 有转发活动 他才在这几个月 有了几条状态更新 唯一一条发了照片的微博 就是上一次 他和程子彻在翻拍 哈利波特剧情小短片时 顺手拍的两张自拍 以及一张让园丁帮忙拍的剧照 结果他涨粉之后 这唯一有他出镜的一张照片 就成了网友们热议的重点 遇见方之友 被小姐姐的气度吸引来 现在却变成了盐粉 虽然这样显得我很肤浅 但我心甘情愿 底下立马就出现了一串 心甘情愿加一 还有人好奇 乔雷雷到底多大 怎么这么年轻 儿子都这么大了 然后就跳出了自称是乔雷雷 校友的人解释的 照片中的小孩 虽然长得好看吧 但并不是他儿子 好像是认得干儿子 下面跟上的是一串 谁家的小孩那么幸运啊 也太有福气了吧 这好看的人和好看的人 总是聚在一起的 小姐姐 你家还缺宝宝吗 二十二岁的宝宝 你要不要 以前不玩微博 乔雷雷是不会点开这些消息的 现在有了人气 她还是不太爱管 吃晚饭的时候 温言知道她对待这些很佛性 就忍不住地念叨她 你怎么一边在乎网络营销 一边又不运营好自己形象 你那么忙 上话给我打理就好了 给我钱就行 你懂的 乔雷雷想了想 也是 就丢给了温言 当天晚上 乔雷雷回家泡澡休息 远离了社交软件 而温言 则用心整理了一套 她大学时期的祖图 叙事待发 梁湛亭忙完之后 低头看了一下手表 快十点了 她心里牵挂着乔雷雷 在送老爷子回她房间的时候 有些走神 老爷子和她说什么 她都没听见 怎么了 是晚饭没吃饱 还是中午没睡好 看起来很没精神啊 梁老爷子站住脚 梁正廷刚想端正态度 好好解释 就听见老爷子轻笑了一声 要是想媳妇 就赶紧回去 我有阿正陪着 这几步路 难不成还会走丢 心事被赫然说穿 梁正廷有些难以自处 在别人面前 她或许早就是威风凛凛的霸气少东家了 但是在老爷子的面前 她永远都是略显青涩的稚气小子 走吧 走吧 有楼寡断可不行 老爷子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的 晚安 爷爷 梁正廷掉头回了自己的房间 想了想 先打了家里的坐机 电话是张伯接的 哦 少爷啊 少夫人回来了 人在楼上 没陪阿彻吗 阿彻少爷今天被老夫人接过去住了 说是有个小聚会 届时有其他小朋友在 哦 行 梁正廷心想 虫子车不在家 他也不在家 乔雷雷应该挺无聊的吧 他这会儿找他 应该算是雪中送炭了 可是这一连两个电话都没人接听 梁正廷略有些受挫 打第三次的时候 电话终于接通了 但他等到的却不是乔雷雷的声音 雷雷睡着了 风仪一边往外走 一边小声地说道 他今天累坏了 我还和他说着话呢 他就睡过去了 房间里开着空调 风仪调好温度之后 悄悄地将门虚掩上 是不是公司安排太多工作给他了 这公司的事情 我是不该插嘴的 但是让雷雷累成这样 那得花多少功夫 才能养回累啊 梁正廷又不合时宜地走神了 他觉得乔雷雷变了 变得不那么依赖他 这让他很不喜欢 像之前那次 他要找那个什么物业调监控 钉点大的事情 他都知道要动用周寒 能让他自己歇着的 就绝不让自己累着 可是现在 他好像要自己把GOR 所有的问题都承担了 不需要他这个当丈夫的 帮忙分担 梁战廷一边打开电脑上网 搜索乔清风 猥亵女子的新闻 点进去浏览 一边联系上了梁清渊 此时的梁清渊 人在夜场 这里是最近在凤城人气 暴增的萧金窟 他想着 乔雷雷那边 已经不需要他了 老爷子和他大哥 又不在凤城 这是天赐的好机会啊 他要去放松放松 结果没想到 就接到了梁战廷的电话了 梁战廷在那头 严肃的提问 今天让你去给蕾蕾帮忙 你都做了些什么 这让梁清渊 情不自禁地想起 以前暑假快结束那会儿 在游戏厅碰上了班主任 被班主任查问 作业做完了没的情景 嫂子说 她应付得很好 不需要我干什么 再说了 你不是说了 不用我干什么吗 梁清渊心里没底 说话都有些发虚 梁战廷不嫌喜怒 她怎么应付的 她去找他把拿了授权 现在是GOR的临时总裁 哎 你不直接问嫂子来问我 嫂子不理你啊 梁清渊说完 就想把自己的嘴给缝上 梁战廷那么死要面子的人 要是真碰上了这种情况 也不会允许别人说出来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苏伊清清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张白雪 如果你喜欢我们 请留下你的小心心 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剧集 下集再见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导公别撒汤了 作者穆迪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昆蓬 叮咚叮叮当 第二百三十二集 他可真的是在太岁头上动土了 梁清渊顿时就有一种 一条腿已经踏进坟墓的感觉 心灰意冷 好在 梁战廷没把正点放在梁清渊的后半句话上 他怎么拿到的 以乔清风和乔蕾蕾前不久闹僵的关系 以乔蕾蕾对他娘家人不冷不热的态度 用脚趾都想想都知道 乔蕾蕾是不可能顺顺利利就拿到乔清风给的授权 乔清风这人的首要考虑 也只会是乔云顺而非乔蕾蕾 这个问题 梁清渊倒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向乔蕾蕾打听了 这会儿能回答上梁战廷 他还挺骄傲 立马就忘了自己刚刚作过的腰 他说一定会帮乔清风摆拼这次麻烦的 让乔清风分股份给他 这的确是他谈判最有力的筹码 毕竟乔清风再如何疼爱乔云顺 也不可能在事情还有转机的节骨眼上 把这么大的公司丢给压根没有管理能力和应急方案的乔云顺 但是乔蕾蕾在做这个决定之前 都不和他商量了吗 甚至在上一次他主动打电话过来的时候 只字未提 他那么聪明 这个双赢的办法不用靠他提醒他也想得到 然而每一个决定背后牵扯的除了利益 还有情感呢 尽管父亲偏心且不检点 尽管弟弟桀骜无理目中无人 但姓氏和血缘让他们紧紧相邻密不可分 他的内心一定不像他表面上所显出来的那么满不在乎 他就喜欢这么逞强的吗 还是说他其实还有他没有见过的另外一面 那个什么都想要依赖他 仿佛没有他就不行的金丝雀形象 只是他演出来的 梁湛亭心头忽然就生出了一股无名火 他有一种被乔蕾蕾欺骗了的感觉 同床共枕了那么久的人 他竟然一点都不了解 过去他总把他当作他的龙中鸟 如今看来 他才不是什么简单的小鸟 这天晚上 梁湛亭被奇怪的梦纠缠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醒来 他觉得头疼郁裂 脸色有些发青 周涵来送文件的时候 正好遇上了酒店送早餐的人 帮忙就把早餐给端了进来 看到梁湛亭随手扔着睡袍掉在地上 好心帮他捡起 却呼得听见李建传来了一声咆哮声 不要乱动东西 这一大清早的 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 周涵意识到 今天这一天可能会不太好过 于是轻轻地润了润嗓子 小声问道 总裁 是我 里面的人 沉默了 您昨天要的资料 已经整理好 放在桌上了 我 我先出去了 周涵一刻都不敢多待 威控梁湛亭 下一次炸毛的时候 把他给炸伤了 可就在他 转身要往门口走的时候 他被叫住了 蕾蕾的微博早上更新了 你怎么看 少夫人更新微博 如今也算大事了吗 周涵按捺住疑惑 以最快的速度点进了 乔蕾蕾的微博一探究竟 然后才知道 是乔蕾蕾的账号 更新了一组照片 照片中的乔蕾蕾 无论是穿着打扮 还是样貌状态 都要比现在要稚嫩几分 不过 但凡是合影 他都还是 人群中最耀眼的那个 周涵看着看着 差点忘了重点 这一组旧照挺正常的呀 那不对了 若总裁这么生气 看到了吧 梁湛亭从里间走了出来 衣服已经换好 但洁白如新的白衬衫 并不能像往常一样 称出他的健康气色 反倒是 映衬得他乌黑的眼圈 更加夸张了 周涵看他一眼 有些被吓到 一时无语 梁湛亭静止从他身边走过 坐在桌边 漫不经心地开始吃早餐 你怎么看 周涵觉得 自己待会儿可能要吃点 补脑的东西了 不然他怎么会一句话都接不上呢 他压根就找不准总裁提问的重点 求生欲迅猛上线的周涵 找着乔累累的微博文案 低声念了出来 这过去的自己 谢谢你 谢谢你从来都不曾放弃 他其实不是真的想读着内容 给梁湛亭听 而是在绞尽脑汁地 给自己争取时间 他还没想好 要怎么回答总裁的问题啊 这听起来 就像是道送命题 夫人写的鸡汤 不对吗 问完之后 周涵的嘴皮子都忍不住地打颤 梁湛亭慢条思理地 咀嚼着溏心蛋 你看看评论 周涵赶紧照办 只见评论里获赞最高的一条是 求夫人出道 出道 出哪条道 周涵消尖了脑袋想 才终于醍醐灌顶般的领悟 这是喊夫人出道当明星啊 周涵有个同行交流群 里面都是月薪在五位数以上的特级助理 他天天看别人家的助理 借着植物之辩和这个明星合影 得那个明星签名 他都不懂那种生活是什么滋味 北川集团因为主业是医药 集团其他线上的助理 可能有和明星打交道的机会 可他反正是没有 不仅没有 他都快脱节了 周涵好不容易领悟过来 感觉自己摸到了梁湛亭 炸谋原因的边缘 我去找人重新控场评论区 你最近 业务能力下降得太厉害了 梁湛亭不温不火地评价的 周涵差点就跪下了 他艰难地稳住心神 装似平静地说 那是应该 给夫人安排 经济人和幼助理 在他看来 这件事无非就两个结果 一 让夫人出道 二 阻止夫人出道 出于对总裁的认识 他第一个方案就是 摁住这群野心勃勃的网友 坚决不让他们 有机会对夫人过多的 评头论足 但没想到的是 总裁居然恐吓他 他能有什么办法呀 他这个助理当得也很不容易呀 那现在就只能反其道而行之了 猜想自家总裁突发奇想 愿意让夫人出道呗 虽然周寒说出口的时候 心又像从过山车时 从山底往下俯冲那一刻一样 差点从喉咙里飞出来 我问的是 我问的是 你怎么看待 没问你该怎么做 梁湛亭 渐渐地流露出一丝不耐烦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哦 我是谭若新的播讲者 月怪怪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 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有声多人剧 余生热恋 老公别撒烫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二百三十三集 周涵已经不敢分神乱猜量 暂停的意思了 反正猜来猜去也猜不中 既然出题的人 都已经给了关键提示 那他 就顺势答吧 周涵咽了咽口水 而后答道 夫人发这组图 应该只是单纯的怀旧 出道是网友们的诉求 关键还是取决于夫人自己的意见 她会想出道吗 联想起纪念日婚礼上 她一反常态地 邀请了那么多的记者 之后又主动找美妈网的人 置顶她的宣传帖 这当时看起来还觉得没什么 如今联系在一起 看似乎所有的事情早就有了征兆 只不过是她后制后绝罢了 周涵就 欲发猜不透自家总裁的心思了 只能慎重 这个问题 问一问夫人 不就能够有答案了吗 梁振亭不知可否 反问 名和利 都是浮光略影 你觉得她是喜欢这些的人吗 周涵 顺着梁振亭的话去想 名和利 乔雷里其实已经得到了很多 平常人都不敢想的程度啊 但作为一颗万众瞩目的星星 那和成为文明于圈子的总裁 夫人所获取的信息价值又不一样 前者是出于对容貌业务能力的追捧 后者是更侧重于对权力财富和地位的尊重 不过这好端端的一条微博而已 有必要引发这么深的遐想吗 望眼名流圈 想跳进娱乐圈这口大锅 展开一场玩票游戏的明远千金和扩哨并不少 乔雷里如果真有此心 她不会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所以只要条件允许 她想玩随时都可以踏足 这不过就是一场游戏罢了 游戏的时长和游戏的深浅 都能把握在自己的手里 那么这问题就来了呀 总裁到底是在纠结什么 周涵观察着 梁湛亭所表现出的每一个细节 试图寻找答案 奈何梁湛亭没再提半个字 安静地解决了早餐 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 乔雷雷是在张叔送她去GOR的路上 看到微博上那一组图的 照片里的人当然不是她 不过因为她已经接受了现在的容貌 所以在刷到让她出道的评论时 她不由地生出了骄傲感 算是鱼有容焉吧 乔雷雷难难 张叔以为她是在和自己说话 忘了一眼后视镜 抱歉少夫人 我没有听清楚 没事 我自言自语呢 张叔亲善地笑了笑 您这两天比平常都忙 少爷回来看着该心疼了 这年轻就应该多劳多做 反正都是自己能胜任的 没什么可以心疼的 乔雷雷灿然笑道 她说的确实是心里话 并觉得梁家上下真的把乔雷雷看得太娇气了 梁湛亭最忙的一周中 行军一天飞行1.5趟 而她呢 只是在凤城范围内的两间公司来回跑而已 哪累了 真要说累 那也就是只有心累 不过 这平常在北川上班 就是日常打杂 看看流水汇总报表 全是闲职 现在她为GOR所做的 才是她最习以为常的工作 结束了和张叔的闲谈 乔雷雷又刷了一会儿评论 这又不知道是哪股势力来控场 她的评论区里 有人指责她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大家都替她发愁 怕她以后还被那个愚符愚昧的爸 坑骗陷害 她倒好 也不知道什么疯瓜的 就去帮她罢了 倒显得我们这些之前帮她说过话的人 好管闲事似的 因为 我们毕竟是素不相识的网友 而人家那是亲爹呀 有些人的骨子里就是这样 无可救药 不要入戏太深 以免把自己弄成笑话 乔雷雷雷原本对这些评论无感的 毕竟这世上总有爱指手画脚的家伙 但GOR的公关战可不是一朝一夕就结束的 目前只是开了个头 后续还要不断抓住机会一点点的翻身 而翻身的成功与否 与她的个人形象与口碑挂钩 因此 这些评论她就不能坐视不理了 乔雷雷登上账号 进入评论区 点开那条 阴阳怪气还获得了高赞的评论 快速敲下一句回复 一时激起千层浪 不到十分钟 乔雷雷的评论区炸了 层出不穷的新回复让人应接不暇 百花湖畔梨花居 占地面积约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后花园宽草坪上 老太太正在看成子车和几个小朋友放风筝 那几个孩子都是附近庄园别墅人家的孩子 比如 现在和成子车相处的最好的小男孩 他奶奶苏老夫人 就是和老太太一起做投资生意的老搭档 当初也是一起来百花湖畔看的房子 又一起下的定金 苏家是书香世家 即便现在也从商 却不沾染商人的俗气 所以老太太做主 让成子车多和苏家的孩子接触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老太太的用心 可见一斑 你们看紧阿策啊 今天风大 别让他拽不住疯子 还被带跑了 老太太嘱咐完 就回了八角凉亭 他寻了一看看早报 看了没一会儿 公关那边打电话给他 说 乔累累那边不知道招惹了哪家黑子 居然被群起而攻之 不过他表现也不差 光口一句管好你自己 就搬回了七成局面 嗯 他倒是挺争气的 老太太 呼了一声 你们接下去 先去查查 搞事情的对家 是什么来头来着 他那边 你们也盯着 不过 没什么事 就不用插手了 免得 打乱他自己的计划 得了好消息 老太太喝茶都比平时香了 他也打开了 乔累累的微博看了一圈 看他除了丢下那句引战的 管好你自己之后 就再也没有开过枪了 至于像那群 隐藏在网络ID背后的 跳梁小丑 在上窜下跳的 老太太觉得有些失望 觉得 这看热闹没看够本 放风筝放累了的橙子车 跑过来喝茶 气喘吁吁的小家伙 望着老太太嘴角 若有若无的笑 好奇地问道 他奶奶为什么一个人偷着乐呢 谁偷着乐了 老太太捏了捏橙子车 肉肉的小鼻子 我这是震大光明的开心 大家好 我是三声舍小声 我在书里饰演的角色是 梁老爷子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导公别撒糖了 作者 目的 领贤演绎 甘草儿 有声鲲鹏 叮咚 叮咚当 第二百三十四集 那您是因为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呢 橙子车 咕咚咕咚 喝完了一大口水 抬起亮晶晶的眼眸 看过来 老太太拿纸巾给她擦汗 笑容甚是得意 因为 我看人的眼光啊 从来没有出过错 橙子车的小脑袋瓜 哪能想到这是在夸她妈妈呀 看老太太高兴 便道 她奶奶高兴 我也高兴 说完就蹦蹦跳跳的继续放风筝去了 这一天与乔磊磊而言 依然是忙碌的一天 我看了研发部乘上的资料 原本准备在八月上市的新车 现在 做到第几轮宣传了 宣传力度还可以再增强 而且主题方向 需要有所调整 这款车是秀气型的 之前主打的卖点 是林洞青桥 但现在 我们可以结合舆论风向来讨论 重新做一支新的广告 以个性和真我 作为主要宣传元素 网评说 乔清风不尊重女性 那么 既有二新车就顶着这个痛点上 打不打乔清风本人的脸 乔磊磊不在乎 反正这个操作是稳妥的 可以挽回一部分被之前风波折损掉的人心 如果能斩获新粉 那自然是更好 但不是他凭空想象就足够的 而且新款上市时间做好提前 虚体情况 你们几个部门统筹协调之后 再给我答复 广告部交过来的新车代言人入选名单 我看过了 选人原则都没有问题 但问题是 以目前情况来看 你们列的这几位 乔磊磊修长的手指 不清不重地点了点桌面 要么会直接拒绝 要么他们的团队会漫天要价 乔磊磊提出的这一点 广告部众人也都心知肚明 可是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乔总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能请到人愿意来和基欧儿合作 本来就不容易了 还盼着他们能让利 于是 大家都不吱声了 他们的反应完全在乔磊磊的意料之中 他收起了那份没什么用的名单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放在平常 这个计划没有问题 名单中的人 也可以交由大家斟酌 再选一下 但现在 我们是特殊情况 要结合实际情况想办法 受这次负面新闻的影响 这季度的收益 必然会大缩水 也就是说 公司接下来给广告部的广告费 会很有限 在有限的资金预算下 大家准备 怎么说服这些女明星 有人提到 那我们优先考虑合作过的女明星吧 比如 梁丁孝 普希 这两位 希希已经联系过了 他们都以最近没有档期而拘调 之前向我们表示 有过合作意向的贺元院团队 最近好像倒贴去给哈奇做了代言 虽然哈奇只是电动车品牌 但也是同类 没办法再和我们合作 邓部长浅浅地叹了口气 他看向乔蕾蕾 谈言道 我认为 与其花那么多时间和人力 去攻克希望博大的代言人 不如把广告经费 用在其他渠道 取消代言人计划 副部长皱了皱眉头 可是 我们每一款新品 都是有对应代言人的 这已经成为我们公司的一项传统 虽说不成文 但突然不安排代言人 只会更影响销量吧 邓部长拧着一口气 准备和副部长好好掰扯掰扯 利益最大化的问题 就在这时 乔蕾蕾示意 温言切换PPT 代言人 确实是无可取代的 就像我们的品牌 公关中必出的一张牌 只要我们不是穷疯了 都不可能不要代言人 但我建议 这次代言人选择 可以更大胆一些 他话音刚落 高清头影瓶上 就出现了 渝城大学女子师社 本届学员的合影 部长副部长 瞬间心领神会 在场的其他人 也都猜到了乔蕾蕾的大意 但 这可能吗 所有人的心里 都冒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这个月二十八号 是渝城大学校庆的日子 到时候 我们冠名赞助 他们的校园活动 如果 我们能拿到 冠名赞助的资格 那基本上 也可以定下 让他们的女子师社的人 来当代言人 乔蕾蕾说完之后 会议室里 陷入了空前的安静 渝大女子师社 最近是有一些热度 但 他们只是素人哪 这往期代言都是明星 忽然的伤素人 大家会怎么说 这个做法实在太冒险了 全场没有一个人 狗同乔蕾蕾的做法 邓薇 你到时候和我一起 飞渝城 参加渝大的校庆开幕式 到时候 我们见见这几个女孩子 我相信你的眼光和判断 邓薇点点头 好 新代言人这件事 虽然暂时定下来了 但广告部全体成员 心里都坠坠不安 这临时总裁 一会儿说大局当前 必须稳着走 别的部门 都是执行脚踏实地政策 就他们广告部 要担出奇招 有些人就盼着 乔清风能早点回来 给他们一个准话 也有人对乔蕾蕾的 大胆尝试很有兴趣的 反正 到时候就算失败了 也就是乔蕾蕾 一个人背锅 乔蕾蕾 在和广告部 拍定了这一计划之后 又单独和部长 邓薇沟通了细节 温言给他订好了 去渝城的机票 而转眼 承子彻 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这个暑假结束之后 按照梁湛亭的计划 是要送小家伙 去上小学的 学校都已经安排好了 离家也近 但令乔蕾蕾犯愁的是 承子彻今年的暑假 因为他不仅要忙 GOR的事情 还要处理 汉服文化节的计划 他可能 没办法陪儿子 结束了GOR上午的工作之后 乔蕾蕾和温言 快速解决了午饭 然后又奔到北川 他赶到的时候 罗潘刚准备午休 他披着空调毯 朝乔蕾蕾走过来 两人关上门 在总裁办公室里说话 你最近这么忙 就不要来公司了呀 两边跑太辛苦了 罗潘感慨 我们都能理解的 也好好 没有想象中那么忙 乔蕾蕾不便说 自己是越忙越快乐的人 毕竟 他以前给大家的印象就是 能做着绝对不站着 能偷懒 就绝对不可能做事的花瓶 这转变 也需要时间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蓝苏的饰演者 旋转三周半 感谢您的 订阅 点赞 和评论哦 欢迎收听 由甘草儿 有声昆蓬等 三十几位主播 共同演绎的 有声多人剧 余声热恋 老公别洒汤了 作者穆迪 由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二百三十五集 罗潘见他似乎另有深意 下意识地就以女人的立场 替乔蕾蕾设想了一下 难不成 他是不放心 还在市场不工作的 继云子 公司这边 我帮你盯着 有什么问题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罗潘仗义地 给乔蕾蕾 吃了个定心丸 乔蕾蕾点头 对他表示感谢 我看看资料一会儿就走 你快去休息吧 不能再耽误你睡觉时间了 罗潘这才离开 利用中午的一个小时 乔蕾蕾快速查阅了 自己负责的一部分报表 查出了两个小问题 及时修正之后 提交给了罗潘 然后才捏手捏脚地 离开集团大厦 他开车去了百花湖畔 想要接程子上回家 但去到那儿才发现 儿子在老太太这儿有了新玩伴 明显比在家要开心 你这又要处理危机公关 又要照顾孩子 顾得过来吗 我看啊 阿彻在我这里待得挺好的 暑假要不就让他住我这里吧 就凭他那个吧 还没本事从我这里要到人 乔蕾蕾还没开口 老太太就直接点破了他的处境 当然我也不是勉强你和阿彻 阿彻 你要是不放心呢 征询他的意思也可以的 但我觉得呢 他是愿意待在我这里的 嗯 那这个暑假 可能真的要麻烦奶奶您 召开阿彻了 乔蕾蕾正烦心安排不好孩子 既然老太太主动提起 他自然是愿意的 不过 为了确定 儿子是不是真的适应新环境 乔蕾蕾还特意陪着他 在梨花居住了几天 老太太是从来不在乎钱的 为了让这群孩子们 在他这儿的每一分钟都快乐 他订购了各种高薪玩具 五花八门的积木 智能陪玩机器人 甚至还在草坪上 干脆搭建了一个 小型的儿童游乐园 本来苏家呀 邀我们一块儿去旅行的 但我看你和阿婷啊 都忙得找不到北了 就推到下个月再说 等阿婷回来了呀 你们俩也商量一下时间 为了孩子呢 几个三五天出来 没什么问题吧 嗯 当然 乔蕾蕾本来也有此意的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都很重要 他不想再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事情 所以计划不能取消 只是时间上需要协调而已 提到梁战亭 乔蕾蕾 乔蕾倒是心里有些嘀咕 最近几天 虽然两人一直都有联系 可梁战亭表现得很冷淡 不知道 是他太忙太累 心事太多 还是另有他因 乔蕾蕾不喜欢在电话里 刨根问底 就想着 等他回来了 两人面对面的说更好 这时间一晃 就到了他要去渔城的日子了 可梁战亭还不知归期 乔蕾蕾心想着 自己去渔城不过两三天的时间 梁战亭如果近期要回来 也会提前告知他 没有通知的话 大概就是事情还没办完 说不定他从渔城回来了 梁战亭还没回家呢 这么想着 乔蕾蕾也就没有告诉他 自己要去渔城的事 出发的这天早上 老太太带着橙子车到机场 送乔蕾蕾 小家伙有点舍不得 搂着他的脖子多抱了会儿 哟 这是干什么呀 好像你妈妈走了以后 我这个老太太会对你不好似的 老太太气鼓鼓 那让你妈妈把你装在行李箱里 一起带走吧 橙子车赶紧松手 唯恐老太太在家里组织游戏不带上他 一脸小大人的样子 一本正经地和乔蕾蕾说 妈妈 你抱我太久了 我是大孩子了 以后不能抱那么久的 被其他小朋友看到会笑话我的 你快走吧 不要耽误登机的时间 再见 说完 一溜烟就跑到了老太太的身边 牵起了她的手 剩下一秒钟失去儿子的乔蕾蕾 心里默默流泪 这到底是长大了呀 心里眼里除了妈妈之外 还有了别的人 别的事 乔蕾蕾哭笑不得地和他们一老一小挥挥手 那我走了 落地给您发消息 没事的 不记得发呀 也没关系 反正我们指不定什么时候才有空看手机呢 老太太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扭头就走 乔子车更是没回头 乔蕾蕾失笑 他以为自己会很失落 但他潜意识里知道 这样的适当亲密对大家都好 阿彻没那么需要他 能让阿彻有更加丰富精彩和健康的童年 因而 他也没有一步三回头 干脆利落地走向了安检口 半个小时之后 乔蕾蕾搭乘的班机准备起飞 而与此同时 梁湛亭和梁老爷子刚刚抵达凤城 爷爷 今晚去往那吃饭吧 您不是说很久没尝到凤衣的手艺了吗 梁湛亭主动邀请道 梁老爷子打了个喝歉 改日吧 我没胃口 想回去早点休息 你路上别耽误 赶紧回家 蕾蕾等你呢 梁湛亭没有告诉老爷子 他隐瞒了今天回来的行程 也不是他故意不说 他是一直在等着乔蕾蕾问呢 但是乔蕾蕾每天在电话里 就只是说阿彻的日常 连自己在GOR怎么应付麻烦的这些事情 他都没有跟他提过 于是 他也就不那么想说自己的事情了 反正他说了 蕾蕾也不一定往心里去 可即便如此 在回公馆的一路上 他的心情还是不可遏制地变好了很多 起码 无论分开的这段时间 发生了多少误会 见面之后都会慢慢解开的 可惜的是 梁湛亭回到家里 只见到了丰怡和张伯 就像他以往每次 放假从学校回家的时候那样 那一瞬间 无限落寞和失望 像一场迎头扑来的雪崩 将他心里的希望压得连痕迹都不剩了 少爷你回来怎么也没提前打声招呼呢 丰怡赶紧给他拿行李 嘴里不由地撑念了他一句 然后又用非常惋惜的口吻说道 雷雷他今天刚去于一城 少爷 你不会不知道吧 知道 梁湛亭 语气闷闷的 我先上楼洗个澡 一会儿下来吃饭 说完 静止就上了楼 回到卧室 梁湛亭莫名地走到梳妆台前坐下 除了些常用的东西被他带走之外 大多数他的爱用物都还在 梁湛亭拿起了其中一个面霜罐子 拧开 涂了点 在手背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飘无天 剧中风仪的饰演者 感恩一路有您的陪伴 我们下集再见哦 我们下集结 感谢观看